陈远一个月被女神甩了八次 只因她是人们眼中的舔狗大王 哪怕她每天打五份兼职给女神买礼物 但女神还是上了富二代的豪车 并让男人别再找她 她怕新男友误会 可男人却由于舔到极致 觉醒了舔狗系统 只要操作得当 就能逆转身份 让高高在上的女神成为她的舔狗 可就在一个小时前 陈远还在拿着手机大哭 因为女神发来了分手的信息 陈远慌忙地开始疯狂打字 说自己已经在规划未来了 不管是车子还是房子都会有 求求不要分手 但最终迎来的只有一个感叹号 室友喊陈远开黑 却发现她已经生无可恋 陈远气得一拳砸在桌上 她要去找女神当面解释 室友看着地上的泡面早已习惯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八次分手了 这不是舔狗大王陈远吗 他都舔林书童舔了两名半 女神林书童让陈远不要这样 现在在外面 大家都在看着 陈远给林书童买了他最爱吃的梅菜扣肉 并让他原谅自己 自己一定会改 但他在同学眼里就是个笑话 更是附近出了名的小丑 没有之一 林书童说自己并没生气 只是前男友来找他复合了 他觉得前男友更需要他 一听到前男友陈远当场就急了 黄凯 那我算什么 书童你忘了吗 他是个渣男还出谷 还让你打胎 就在这时黄凯开着豪车赶来 让林书童上车 陈远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我怕我男朋友误会 陈远看着远去的良人 心中无比难受 他再次成了小丑 陈远把梅菜扣肉丢进垃圾桶 然后来到了便利店 他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自己的真心总被辜负 难道自己一辈子只能做舔狗了吗 忽然陈远觉得舔狗也没什么不好 只要舔得够多 他就不再是舔狗 而是海中之王海王 忽然一道叮咚声响起 检测到合格宿主 最强舔狗系统激活成功 看着系统上的信息 陈远意识到自己觉醒的系统 但该如何使用他却完全不知 忽然一道女生的谩骂声传来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盯着我看 你是不是有毛病 真是个下头男 只见一位狠撒的女生在对陈远谩骂 从系统得知他叫徐乐乐 此刻对陈远的好感度极低 但只要让他对陈远好感度超过九叔 就能身份转换 让他成为陈远的舔狗 陈远顿时傻眼 这这这 这也太 高花抛弃男友上了富二代的车 却因此让小丑王觉醒了舔狗系统 现在他能逆转身份 让高高在上的女神倒过来反舔他 不过这九千万亿的舔狗金 只能对女人使用 而细花徐乐乐就是陈远第一个实验对象 陈远主动认错 表示今天的消费他请了 此刻两人的舔狗关系绑定成功 徐乐乐不屑地笑了笑 想聊我 装大款 你有那个实力吗 购物的同学都看向了这边 他们曾听闻 徐乐乐只用三句话就让男人为他花了三万 看来这个男的要倒霉了 陈远不怂 有没有实力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徐乐乐果断拿出付款吗 他要请小麦部在场所有同学吃零食 而这个钱由陈远出 一身地摊货还想撩妹 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丢人现眼 但下一秒 徐乐乐手机就想起了到账五万元的消息 同学们震惊 五万说转就转 看起来挺屌丝竟是个隐藏副歌 不知道现在够不够资格家里 陈远打开了自己的二维码 我去 难道这货还真是个富二代 徐乐乐主动靠近 他说想家也不是不行 但他需要陈远陪他去个地方 然后他要在那里狠狠载陈远移动 这里是市中心最豪华的购物商场 徐乐乐回头看向陈远 说出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事先说明我可不是拜金女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态度 陈远冷声笑了笑 这很明显是要给自己上强度 但有舔狗精的他完全不虚 正好也能借他实验一下舔狗系统 凯哥你看我背这个包好看吗 突然旁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陈远望去 竟是刚和自己分手 然后上了前单有豪车的女神书童 与此同时林书童正好也看到了陈远 一场装备打脸大秀即将开始 女神就要转账 舔狗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五万 女神大喜 打算再狠狠载舔狗一道 殊不知 舔狗由于舔得太狠觉醒了舔狗系统 他现在有九千亿的舔狗精 购物对他来说就像喝水 当陈远和徐乐乐来到商场后 正好遇到刚刚抛弃自己 上了前男友车的女神林书童 徐乐乐靠向陈远 你前女友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陈远微微一笑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徐乐乐向店员打听当前的爆款包包 可店员却说目前只剩一个 现在正在被那位女生使用 林书童心中有些厌恶 他要让陈远看看屌丝和富二代的差距 凯哥人家生日快到了呢 林书童拿着包包 表明了让富哥帮他买 黄凯有些不满 生日 你不是刚刚过完生日吗 那是农历生日 人家还有阴历生日没过呢 书童听话 你知道我不喜欢女孩子太物质 你也不是因为钱财和我在一起的 对吗 此话一出 林书童的脸色就像吃了翔般难看 就在这时徐乐乐拿过了包包 不好意思 这个包你不买的话我要了 此刻徐乐乐对陈远好感在提升 陈远主动拿出舔狗卡复合 短短片刻 徐乐乐对陈远的好感就提升了六十 陈远第一次体验到了超能力的快乐 要不了多久徐乐乐就会成为他的舔狗了 两位店员在议论纷纷 他们发现有的富二代其实很厚 但看似平平的人却花起钱来不眨眼 这些话听在林书童耳中就如刀割 本想让富哥打陈远的脸 结果反被打 果然啊 包包就像男朋友 都是抢来的最好用 徐乐乐还不忘添油加醋 他决定要狠狠抓住陈远这条大鱼 谢谢老公 老公你真好 徐乐乐故意和陈远亲密 林书童看在眼里当场被气哭 陈远你太过分了 他哭着撞开陈远 逃离了这里 陈远冷笑 刺激过分 他要让林书童好看 日子还长着呢 这一瞬间 陈远绑定了二号舔狗对象 而他正式甩过陈远无数次的林书童 解气了吧 我刚才表现得不错吧 咱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啊 去哪 当然是继续买呀 你不会只买一个包就满足了吧 不会吧不会吧 花要请全班同学吃零食 却让舔狗出钱 舔狗毫不犹豫转账十万 又带着笑花疯狂买买买 正好他在商场遇到了前女友 陈远果断打脸前女友为笑花买下包包 前女友当场破房 大哭着跑了出去 但光是这样还不够 除了便宜包包和衣服 陈远直接打包 要把贵重的东西全送给徐乐乐 这一刻徐乐乐提着大量奢侈品 幸福的都快哭了 这还没结束 不管是贵重的香水 全球限量版的口红 又或是奢侈的衣服 陈远都是买买买 徐乐乐觉得这样差不多了 再买他的出租屋都装不下了 没关系 我给你买套房就好了 陈远就要转账 但这却让徐乐乐感到压力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似乎有些不合适 陈远想了想发现也对 不能太着急了 陈远直接说出了徐乐乐的兴趣爱好 如果不是真的喜欢 我又怎么会这么唐突 然后陈远让店员办一张会员卡 他充50万送给徐乐乐 如果刚才吓到你了 这张卡就当是我赔罪的礼物吧 这一番操作下来 徐乐乐幸福到了极点 心脏开始狂跳 如果你实在过意不去 以身相许就好了 只是几句话 徐乐乐的好感度就提升了50 陈远感受到了超能力的快乐 土豪和屌丝果然不同 徐乐乐问 你给我买这么多 你自己不买点吗 陈远摆了白手 表示自己没钱 徐乐乐微微一笑 那现在轮到我送你礼物了 他知道不能一味索取 要适当服输一些才行 随后徐乐乐为陈远挑选了一些衣服 又请托尼老师帮他做发型 就这样 陈远从一个屌丝完成了逆袭 现在的他帅得不谈 妥妥的高富帅 徐乐乐放心乱颤 他没想到陈远居然可以这么帅 可他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成为陈远的舔狗 美女直播 男人狂刷一万个火箭 女神撒谎说妈妈生病了 他明知是假的 却果断转账五万 只要是给女人花钱 他都乐意 帮徐乐乐买下大量礼物后 徐乐乐也替陈远换了一身行动 现在他对陈远怎么看怎么帅 可能这就是超能力的魅力 甚至徐乐乐还主动发挥他的撩汉技巧 随后两人分别 今天我很开心谢谢远哥哥 好几个瞬间我都以为自己恋爱了 此时他的好感度达到了68 到了80他就会成为陈远的舔狗 分别后陈远回到宿舍 室友当场被陈远震惊 陈远云淡风轻地表示 自己和徐乐乐约回去了 你可拉倒吧 林书彤都搞不定还徐乐乐 他可是艺术系的戏话 老四你要靓丽而行啊 听歌一句劝 这些女的你把握不住 这时林书彤发来了护删的信息 陈远当然不可能删 他还要留着刷好感 说他当舔狗呢 陈远立马回复 而林书彤说自己不是爱慕虚荣 只是妈妈生病 需要五万块的医药费 陈远二话不说果断转账 林书彤直接尖叫出声 这只是他随口说说 陈远竟真的转了 室友见这么大话 问他是黄凯吗 屁的黄凯 连个包都舍不得给我买 是陈远 今天被我甩掉的陈远 现在他很疑惑 陈远不是个穷鬼吗 难道说是自己看走眼吗 他连忙发消息 把今天的事都问了个别 然后又装可怜 妥妥的绿茶经典发言 曾经的他多么高高在上 此刻就多么狼狈 而他发的消息陈远压根就没看 并且还把他设为信息免打扰 陈远知道不能急 先把徐乐乐搞定了再说 陈远觉得这样花钱太慢 有没有什么花钱快点的方法 毕竟消费出去的舔狗精 只有十分之一会转化为他的私有财产 突然他想到了 可以去看看直播 刚打开直播间 就刷到了当前爆火的网红小米 小米我想做你的绑衣可以吗 大家都说他在装杯 毕竟绑衣需要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就能当绑衣 这可比买包快太多了 然后陈远送出了最贵的火箭 小米连忙嗲嗲的手笔爱心感谢 感谢继莫衣跟燕哥哥送出的火箭 忽然小米睁大了双眼 只见螺旋大的火箭冲天而起 因为燕总送出的不是一个火箭 而是一百个火箭再乘一百 也就是消费了一百万 一次看美女直播 男人狂刷一百万的礼物 李网红被刷的心跳加速无法自拔 可男人不但不心疼 反而觉得很赚 因为这才是舔狗精正确的使用方式 此时直播间炸开了锅 那可是一百发火箭 相当于一百万 就这样刷了出去 刚才还在嘲讽陈远的观众 此时全部膜拜不已 陈远冷笑 尽是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刚才的一百发火箭还不够过瘾 陈远决定再给他们来点小小的震撼 这一次陈远直接把一百改成了九百 然后毫不犹豫地开始点击 一瞬间直播间被火箭罢评 满满当当全是火箭 此时鲨鱼总部传来了怪叫声 老板不好啊 刚才有不知名土豪在小米那一口气 刷了一千万 老板吓了一跳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此人难道是在洗钱 而在女主播休息室内 几位当同女主播都得知了此事 他们都开始私信寂寞一根烟 这是全远第一次 收到这么多女孩子发信息 而被刷的小米更是幸福到了基点 他甚至怀疑自己在做梦 然后他捏了捏脸 发现这是真的 这时老板亲自发话 务必拿下寂寞一根烟 成功后加提成 小米又怎会不知 这样的大爹他绝不能错过 更不能让给别的主播 谢谢寂寞一根烟哥哥的火箭 哥哥可以私信我一下 我给你上个管理 小米开始嗲哩嗲气的说话 随后他开始给陈远发私信 殊不知 陈远早已幸福的进入了梦乡 就这样一夜过去 第二天 神秘土豪知识登上了热搜 一千万都能在我老家买十几套房子 我要留一百万做梦都能孝醒 这时陈远被室友吵醒 他有些疑惑 昨晚刷了那么多 居然没和小米绑定关系 现在舔狗关系 只有徐乐乐和林书彤 难道说必须要现实见面 才能绑定关系 那我这前岂不是白花了 当陈远打开鲨鱼 发现全都是妹子九九家的私信 快快快 完了可就没好位置了 这时三个室友准备出门 陈远问他仨要去干啥 咋不带上自己 当然是去上课呀 今天是公共课 能近距离欣赏女神赵玉琪 你以前跑得比我们还快呢 今天这是咋了 陈远记起来了 赵玉琪是学校 无数人单身狗的梦中女神 想到这里 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陈远心中 这单身三十年的甜美笑话 无数人都想将她追到手 但无一例外都被她的好闺蜜打跑 而男人的目标不仅是追到手 还要让她成为自己的甜口 赵玉琪不但是笑话 还是学生会副会长 她小学钢琴就达到了师级 不管是芭蕾还是肌剑 都达到了运动员水准 大学三年来没一人能拿下她 陈远不仅有些期待了起来 这时后方的女生看着陈远 当场犯起了花痴 林书彤和闺蜜也看到了陈远 那是陈远吧 几天不见怎么这么帅了 刻意打扮给你看的吗 应该是吧 但我有凯歌了 哎呀心好乱 万一他们打起来怎么办 只是简单的幻想 她的好感度就加了三十 陈远忍不住骂倒 只是换了身形头就这样 真是肤浅的女人 就在陈远想怎么绑定赵玉琪时 旁边就传来的起哄的声音 老大加油 让女神为你沉沦 绿帽男在小弟的鼓励下 来到赵玉琪面前伸出手 宝贝加个卫星呗 见绿毛靠得越来越近 赵玉琪的闺蜜小飞当场暴露 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哥带你去 话还没说完 绿毛就被小飞抓住 你找死了 也敢打我们玉琪的主意 误会误会 我只是想加入学生会 咨询一下副会长 又怂又有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这时陈远开口了 玉琪同学我也想加你 赵玉琪回过头 脸上的一抹红晕更加让人心动 这哥们真勇啊 谁给他的勇气 梁静如吗 周围瞬间传来的嘲笑声 小飞也是问道 比上个帅了些 怎么 你也想进学生会 我对学生会可没有兴趣 那你要玉琪卫星干嘛 陈远脸不红心不跳的张开手 这不明白着吗 我想追他呀 此话一出 赵玉琪的秀脸变得更加微红 那抹红韵变得更加羞涩 这一刻整个教室震惊 都在佩服陈远的勇气 就在众人以为赵玉琪会拒绝时 他却笑着答应了 好啊 我扫你 说着他就拿出了手机 闺蜜问林书童 陈远不是你的鱼吗 现在这是啥情况 陈远明白一点 爱美之心人人有 不需要遮遮掩掩 最简单也意味着最有效 这一刻赵玉琪和陈远 绑定了舔狗关系 拒绝的绿毛 陈远倒也不虚 直接回队 毕竟他成功了 两句话直接让绿毛破防 气得就想动手 远哥哥你好慢啊 人家逗逗你半天了 是徐乐了 今天他打扮得极其惊艳 还穿了没人看了不心动套装 众人瞬间震惊 艺术学院的徐乐乐 校花排行榜第六 绰号直男斩 尽叫陈远为远哥哥 我真该死 居然让美女等我这么久 给个机会我请示范赔罪 徐乐乐嗲哩嗲气的扭了扭 远哥哥你看我这身好看吗 都是你给我买的 衣服哪有人好看 这个包还是你背起来最好了 这些话听在林书童耳中就如刀割 要知道陈远昨天以前 还是他的田狗 绿毛哭了 他不懂自己输在了哪里 我不懂 我究竟差在了哪里 突然一道更委屈的声音出现 凭什么 明明是我先来的 他算什么呀 这一刻林书童哭的梨花带雨 他不能接受 实在不能接受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校花哭的梨花带雨 都成了他的贴身小迷妹 他笨 他怒 他哭 他不甘 他活甘 友情提示 这集陈远会上演教科书式的撩妹技巧 可以准备小本门记忆记 此时徐乐乐和陈远开启了二人约会 徐乐乐拿出了准备好的礼物 这是他熬夜为陈远画的画 要是敢随便丢掉我可饶不了你 陈远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这是他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收到女生的礼物 徐乐乐嗲嗲一笑 远哥哥喜欢吗 陈远心里清楚得很 这是徐乐乐给他准备的诱饵 从陈远为他花钱的那刻起 他就计划好了如何套住陈远 但如今的陈远早已不是从前 见陈远没有说话 徐乐乐有些紧张 他好像不太开心 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礼物呀 然后陈远开口了 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个 那个 这是我熬夜画的 你要是不喜 没等他说完 陈远就接了过来 然后开始表演 以后要是收不到这么好的礼物 你该怎么对我负责 你个坏蛋吓死我了 把话还我 仅仅一句话 徐乐乐就羞红了脸 突然陈远抓住他的手 徐乐乐 比起你的礼物 我更喜欢你本人多一些 陈远的话就像魔法 而徐乐乐则是中了幻术 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此刻的陈远简直不是人 而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帅气魔法师 徐乐乐心跳加速 好感度也再次提升 而陈远却是邪笑了起来 他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想拿捏我 乖乖做工具人给我爆金币 徐乐乐 突然一只大手飞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断了魔法秀 来者是一个眼镜男 他哭着问徐乐乐 乐乐你不是说去和闺蜜做指甲吗 这男的是谁 陈正被帅哥狂撩 却被他的舔狗突然打了 因为女神说再和闺蜜做美甲 现在却和别人腻在了一起 眼镜指着陈远大叫 他一定很有钱吧 我追了你那么久 你连手都不让我碰 看着眼镜陈远瞬间明白了一切 这种气质他太熟悉了 简直就和几天前的自己一模一样 徐乐乐急了 你是我什么 我谈不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时陈远走向眼镜 这位同学你好 我叫陈远 你叫什么名字 追了徐乐乐多久 眼镜名叫王宇 目前追了徐乐乐两年半 陈远轻生一叹 果然是个失足少年 然后陈远撩起秀发眼眸深情地说道 叔叔我啊 曾经追了一个女生整整三年 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 达了五份零功 每天啃馒头吃闲菜 但他最终却做上了前男友的奔驰 听到这些话眼镜感同身受 气得直哆嗦 那些背弃我们的人 会成为我们自强不息的动力 大丈夫何话无期呢 回寝室吧 忘掉他努力奋斗 功成名就后让他后悔自己的选择 这番话让眼镜感动无比 徐乐乐却是一脸懵 这什么展开 王宇居然还哭了 然后他向陈远解释 眼哥的他只是我普通朋友 我没想到 但陈远却是淡淡说道 乐乐我不在乎你的过去 但我觉得你不太尊重我 也不尊重你自己 说着就将画像 当着徐乐乐的面撕成两半 陈远便潇洒离去 实际上陈远早已乐开了花 他很期待徐乐乐会如何应对这欲亲故作 陈远走后 徐乐乐想起了很多 第一次有人这样包容他 第一次让他感到这么特别 想到这个结果 他就忍不住流出了几滴泪 他是真心喜欢我的 我却搞砸了 现在徐乐乐愧疚万分 反而由于陈远的欲亲故作 徐乐乐好感再次提升五点 跟陈远想的一样 女人的确不能一味捧着 没事要电一点 现在徐乐乐二塔已经推完 该进攻赵玉琪了 忽然陈远发现赵玉琪正在直播 难道说他也是个主播 这母胎单身二十年的笑话 可悲地里却是个直播 时长两天半的练习生 特长是唱跳弹钢琴 而他才刚开始直播 就和当红网红打起了PK 但结局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陈远看着正在直播的赵玉琪有些惊讶 副会长当真可爱 难道说他是外冷内热类型的 不过他直播间的观众却非常少 就在这时有人给陈远发来消息 是上次为他刷火箭的小米 陈远问他最近有没有空想见个面 小米却说最近档期满了 陈远立马有些不爽了 上次刷了那么多连个判定都没有 我还不如刷给副会长呢 这时弹出提示 赵玉琪正在和人打PK 一般来说 新人主播由于看的人少 连到大点的主播都会输 陈远期待万分 这下有乐子看了 哎呀 居然匹配到了个新人妹子 看来这把稳赢了捏 原来赵玉琪连到的是小米 恼怒的陈远却是冷冷一笑 这可真是奇怪的缘分 这两人居然连到了一起 可以说两人都是陈远的目标 这下有好戏看了 连线刚开始 赵玉琪就惨遭碾压 妹子还是歇会儿吧 你手弹烂了也打不过我 我可是有燕哥这样的土豪做后盾面 此话一出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 燕哥 是昨晚那个顶级神豪吗 这么快就被小米套牢了 小米确信 凭他高超的养育技术 这个燕哥一定会被他拿捏得死死 可以随便玩弄于鼓掌之间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火箭出现在直播间 燕哥来了 谢谢燕哥摸摸的 小米下意识地发出感谢 在下一秒他直接实话震惊一万年 因为这火箭不是给他刷的 而是给对方那个新人妹子 仅仅瞬间 两人的比分就拉开了差距 并且燕哥刷的还不是一发 而是整整一千发火箭 就连赵玉琪和小飞都震惊了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恶 居然不是给我刷的 小米咬牙切齿气得不行 但他又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没多久老板就发来传话 刚才的是需要一个解释 那么小米又该如何解释呢 小米又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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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本以为有神豪坐镇能稳赢 结果神豪却跑到对面刷了一千万 而笑话怎么都想不到 这个土豪他其实也认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小米有些慌 他盲称有点事先下波了 打脸来得太快 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 大家都在讨论寂寞一根烟 陈远看着弹幕笑了 我能给你刷礼物 也能给别人刷 舔着脸慢笑的货色 也想拿捏我 陈远又看向可爱的副会长 这一千个火箭刷下去 如果他再知道是陈远刷的 想必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此刻鲨鱼总部又传来了怪讲 老板不好了 那个寂寞一根烟又 老板经得冷汗直冒 又刷了一千万 这小子不会是什么石油波网主吧 主播休息室内 几个主播也得知了此事 燕哥是在钢琴主播那刷的 难道燕哥今天喜欢音乐 小李快把我的唢呐皮盘一起拿来 没过多久 神秘土豪再次登上热搜 小飞开心的不行 这样下去玉琪就能变成大网红出名吗 赵玉琪却是冷哼一声 网红 在网上讨男人欢欣可不是长久之计 女人最重要的是有事业 经济与人格都要独立 知道了吗 小飞有些习惯的笑笑 然后他又八卦了起来 你说实话 那个给你狂刷礼物的土豪 你是不是认识 赵玉琪小脸微红 他说了很多次不认识 但心中还是有些好奇的 毕竟人家刷了这么多礼物 出于礼貌也要发个私信感谢一下才行 刚才是谁说讨男人欢欣不是长久之计 这说一套做一套啊 忽然赵玉琪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他指着手机看向小飞 眼神中尽是不可置信 小飞这个土豪我可能真的认识 因为给他刷礼物的神秘土豪 竟是前几天当众加他的帅逼陈远 小花和超级大网红直播打PK 竟被神秘土豪狂刷一千万 更巧的是 这个土豪竟是前几天加笑花的男同学 赵玉琪想不通陈远为何会这么有钱 然后一个故事出现在他脑中 陈远从小就是富少 但他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受精英教育的他受够了旁人仰视的目光 只想自由自在地活着 直到有天他遇到了心爱的姑娘 然后决定以普通人的身份勇敢追求 他从小都锦衣玉食 假装成普通人一定很辛苦吧 想到这里赵玉琪决定表示一下诚意 此时陈远刚洗完澡 突然手机提示声响起 打开一看是赵玉琪发来的消息 他想请陈远吃顿饭 然后两人约好明天去吃小龙虾 就在校门口见面 陈远有些意外 他竟没问自己哪来的钱刷礼物 只是单纯请吃饭 倒是有点意思 隔天下午三点半 胡大校门口 陈远骑着他心爱的小毛驴 哼着小曲慢悠悠的附约 在校门口停了辆车 排号五个六的奥迪 小伙子等人了 车主是个大叔 陈远回应 叔叔你也是吗 大叔说他是来接干女儿的 没多久一位身穿淡粉色连衣裙 打扮靓丽精致的女孩出了校门口 他正是副会长赵玉琪 陈远一时间看迷了眼 有些无法自拔 小伙子别看了 你得努力赚钱才行 不然这种美女都被叔叔蒙炮走了 这时赵玉琪也看到了陈远 此时在他眼中陈远不是什么学生 而是一个骑着骏女 来接他约会的毛驴王子 赵玉琪满眼痴迷 只是看了眼就掉进了爱情的深渊 小伙子 啥时候你能开得起我这辆车了酒 在大叔自语时 赵玉琪已经上了陈远的毛驴 然后在他震惊无比的目光中 两个年轻人即将开始一个愉快的笑 那是大叔回不去的青春 看着远去的两人 大叔心中无比复杂 因为他知道赚在多钱 也回不到从前 时光才是最值钱的东西 陈远和笑话约会吃虾 正巧被他的拜金前女友撞见 前女友连忙拉着富哥离开 可富哥却来到男人面前 撒下500块要男人滚蛋 就在不久前 陈远骑着他的小毛驴 带赵玉琪去吃小龙虾 赵玉琪满脑子都在幻想 他认为这个男人是他的毛驴王子 突然陈远的话打断了他的幻想 陈远停下车 来到了一家龙虾馆 这是他最爱吃的一家店 随后两人点了一份麻辣和蒜蓉 菜上桌后 陈远又为赵玉琪擦拭桌子 包括餐具 这简陋的排档加上绅士风度 让赵玉琪感受到了另类的风范 戒然待无进退有度 多一分则殷勤 少一分则冷淡 显然家教很严 准备就绪 陈远便开始大口吃了起来 丝毫没有拘谨做作 可赵玉琪却认为 陈远这么有钱 却陪自己吃入边摊 一定是希望自己不要有压力 他可真是一朵温柔的高蕴之花呀 妹子请停止你的脑补娃娃 你已经是幻想正晚期了 想着想着好感度就加了十点 陈远一脸懵 这啥情况 莫名其妙就长了 真是搞不懂 然后赵玉琪亲自包开下尾肉 要为陈远 因为在他眼里 陈远就是神圣的王子 陈远谢谢你 我帮你包下吧 赵玉琪翘脸微红 有些害羞又有些大胆 就在陈远吃虾的时候 门口走进来两位顾客 来人是陈远的拜金前女友林书彤 林书彤怀疑自己看花了眼 笑花赵玉琪居然在亲自为陈远吃虾 先是徐乐乐 又是赵玉琪 这个陈远居然这么有本事 林书彤心中有些疑惑 越来越搞不懂陈远了 然后为了避免甘大 他向黄凯说这里人太多 还是去别处是好了 黄凯一把搂住林书彤 人很多吗 我看应该是熟人多吧 我这个人啊 就爱在人多的地方吃饭 人越多越好 然后黄凯来到陈远身后 接着扔出五张一百块并大脚 就你叫陈远是吧 这是五百块 把位子让给我 你可以滚啊 面对如此嚣张的黄凯 陈远该如何发挥 才能最大程度的胖胖打脸呢 来了 拜金前女友终于迎来报应 而教训她的人 竟是她一口一个宝贝的黄毛哥 就在不久前 陈远和赵玉琪约会正巧碰到前女友 黄凯直接扔出五百 让陈远把位子让出来 看着桌上的五张一百块 陈远一阵无语 这黄毛在发什么癫 这时一边的赵玉琪已经忍无可忍 陈远倒是有些意外 毕竟被挑衅的是自己 她为啥这么生气 而赵玉琪想的是 麻辣的八子呢 哪来的野狗居然敢搅和老娘的完美约会 见陈远还是不说话 黄凯又掏出一千块 下一秒 一双大手将钱按在桌上 陈远露出喉笑看向黄凯 大哥 你太客气了 我给你加张桌子 黄凯听完却气得不行 加个屁 这是加个桌子的事吗 突然黄凯被一个坚硬的包包砸中 牙都被砸掉了一颗 陈远看向一边 只见赵玉琪一脸无辜地说 我没有 不是我 麻辣的八子 黄凯你吃我的穿我呢 开我的车 居然还用我的钱泡妞 突然一尊巨大身影出现 陈远回过头当场惊出一身汗 只见一个身高两米半的壮美 正怒气勃勃地盯着黄凯 黄凯吓了一大跳 这才是她真正的女友魏小青 壮美对着黄凯就是一顿黄喷 黄凯立马献殷勤 说自己只属于她 绝对不会背叛 然后又抓住林书彤的头发 是她主动勾引我的 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林书彤委屈地大叫 你胡说 明明是你先约我的 你还说自己是单身 说着说着她就被黄凯扇了一耳光 林书彤此刻丑陋至极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甩掉陈远和黄凯在一起 却换来这样的下场 贱女人给我闭嘴 黄凯一边骂 一边就要再次动手 突然一只大手阻止了她 陈远一脸怒意 打女人 你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 林书彤无比感动 她终于明白 真正爱自己的人是陈远 想着想着 林书彤的好感度就提升到了九叔 这也代表林书彤彻底文献 成为了陈远忠实的舔狗 同时由于陈远为她消费五万舔狗金 因此获得五千反现金 逆袭之路开始了 我给你两百万 但要和这个两百金富婆谈恋爱 你愿意吗 这个黄毛为了钱就这么做了 可她却拿着富婆给的钱 泡起了妞 现在正好被富婆打了个正兆 黄毛立马对林书彤拳脚相向 还说是林书彤主动勾引她了 一旁的陈远阻止了黄毛 看着曾经追了自己两年半的陈远 林书彤感动哭了 同时她彻底成为陈远的舔狗 而陈远的身体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强化 面对一个普通的黄毛 陈远立马就将其制服 黄毛丢了脸面气急败坏 拿起一瓶啤酒就要反击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陈远竟徒手就打烂了酒瓶 更是将其打飞 黄凯吃软饭并不丢人 但吃软饭还打女人就是妥妥的出手 黄凯心中不甘 突然她从兜里掏出一把刀 陈远小心 赵玉奇被这一幕吓了一大跳 连忙提醒 此时的黄凯杀红了眼 她要找回面子才行 但陈远速度太快 一把打掉小刀 然后抓起黄凯来了个凌空爆摔 这一刻龙虾垫都发生了些许晃动 黄凯彻底晕厥了过去 看戏的路人惊呼出声 打脸来得太快 而且刚才陈远鼠势有点帅 然后陈远带着赵玉奇就要离开 而林书彤则是跪在地上看着陈远 她抱住陈远忏悔 陈远我错了 我瞎了眼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重新开始 但陈远却是想起了从前 曾经的陈远 在凌晨三点背着林书彤跑了十公里 去挂机诊 曾经的陈远攒了半年前 给林书彤买手机 却被嫌弃不是最新款 曾经的陈远明知道林书彤虚荣 却始终相信她会有回头的那一天 但可惜 那个一心爱她的男孩死去了 而这一切都是林书彤亲自选的 林书彤想起种种往事 说不出半个字来 只有不停落下的泪水 再提醒她都是自己做的 回到学校 对不起啊副会长 今晚乱糟糟的 打扰你吃饭的兴致了 赵玉奇却说 叫会长太深了 叫我琪琪就好 而且我也没觉得被打扰呢 反倒是见识到了某人不同的一面 然后陈远不好意思的说 下次换自己请客 这短短几天 陈远就给赵玉奇带来了各种惊喜 并且陈远越来越让赵玉奇看不透 想到这里 她就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更浓重的好奇 殊不知 她已掉入了陈远的大手之中 毁了后悔了 拜金前女友终于后悔了 她抛弃爱她如命的男孩上了黄毛的车 结果现在被黄毛无情抛弃 而最终救她的人却还是陈远 只是曾经那个异心爱她的陈远 已经不存在了 林书童回到宿舍 也不顾衣服被雨水淋湿 就哭着扑进室友怀里 嘴里不停地说着陈远的名字 看来你也听说了呀 陈远昨晚给赵玉奇刷了一千万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是个副歌 一听到这个消息 林书童瞬间如遭雷击 这个消息都传遍了 我还以为你都知道了 确认是真的好 林书童再也克制不住 泪水疯狂涌出 他边哭边喊陈远的名字 此刻的林书童是万分后果 他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败金 为什么要抛弃一心爱他的少年 嚎啕般的哭泣声 传向了整个宿舍 另一边陈远正在打游戏 这已经是第二十把连胜了 室友看的目瞪口呆 远子你是吃生蚝了吗这么忙 你不会是电竞天才 平时在演我们吧 陈远没想到奖励的一些属性 竟然能让意识和手速都得到提升 胖子调侃道 远子要不你去当主播吧 等你跃入百万的时候 带哥几个飞 看着镜中的自己 陈远自信心爆棚 属性点让他的身材都发生了质变 话说现在的我 自称胡大彭于燕应该不过分吧 不对 彭于燕都没我强 毕竟我有系统 真是不知道这么完美的身材 会便宜了哪个女人 这时是有大叫 远子你掉厕所了吗 手机响得快出来 陈远拿起手机一看 竟是徐乐乐打来的 想到徐乐乐前几天骗自己 陈远就对他没了多少好感 不知道这次他又想做什么药 陈远接通电话 徐乐乐学姐啊 找我有事吗 这时电话被投传来 徐乐乐的哭泣声 陈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一处老旧的城中村 任谁都不会想到 外表光鲜亮丽的细花 徐乐乐 进驻在这种杂乱的地方 徐乐乐哭着说 陈远你 你能不能给我打五十万 表面是光鲜亮丽的笑话 实际却住在食品里的狗窝里 现在走投无路的他 终于还是给那个男人打起了电话 原来徐乐乐的父亲是个赌狗 这些年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曾经他的家庭还算富裕 但随着父亲不停地赌钱 现在是越过越差 还有大量的高利贷要还 现在家里急需用钱 徐乐乐实在是没办法 才打算跟陈远借五十万 可陈远却立马答应 还让徐乐乐给个卡号 徐乐乐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连忙输了一串卡号 输完卡号的瞬间 他的卡上就到了九位数 不是五十万 竟是五百万 徐乐乐怀疑自己看错了 但数了几遍确实是五百万 陈远的解释是 小意思 我不小心按了个零 毕竟他有九千亿 这点钱不算什么 确认是真的吼 电话那头传来的徐乐乐的尖叫声 与此同时 他对陈远的好感度也在飞速飙升 远哥哥谢谢你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这波就即让徐乐乐感受到了爱 此时他的好感度已经达到了九十四 陈远有些无语 就差一点就能让他成为田狗了 现在刚好卡在这里 要不干脆表白一波 陈远想了想 但他立马否决 因为先暴露需求感的人 往往处于弱势 谁先告白谁就输了 两军队类气势为先 敌不动我一不动 这就是陈远的陈氏兵法 隔天一大清早 陈远和室友一起出了宿舍 这时有个人叫陈远的名字 陈远有些疑惑的回头望去 原来是前女友林书彤 他去食堂给陈远带了一些包子 室友震惊 啥情况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林书彤居然给陈远带早饭 远哥哥 现在陈远就是他的男神 两个女人互相对视 都感受到了对方的敌意 陈远有些无语 自己还没说什么 两个女人就先打起来了 陈远 突然又有一道身影出现 三个室友直接怒骂牲口 你给个几个留点了喂 那么这次又会是谁呢 花戏花笑花 竟抢着给一个穷小子送早餐 甚至还为此打了起来 就连笑花榜第二的赵玉琪都不例外 她给陈远带了牛肉粉和哥哥牌礼物 另外两个妹子瞬间感受到了压力 毕竟赵玉琪比他们优秀太多 此刻的赵玉琪 就像一位支霸多年的拳击冠军 正迎接两人的挑战 如此强大的压迫感 让两人体会到了笑花榜第二的气势 陈远接过牛肉粉有些疑惑 你是怎么知道我爱吃牛肉粉吧 昨天我们吃小龙虾的时候 我就猜你挺爱吃辣的 正好我知道一家正宗的牛肉粉店 陈远暗自夸赞 不愧是强大的副会长 接过牛肉粉后陈远表达谢意 赵玉琪表示这都是应该的 毕竟送早饭肯定要优先考虑 对方爱吃什么才对 这点都想不到的话 怎么能说是喜欢呢 这话自然是说给二女听的 此时林书彤和徐乐乐脸色极其难看 而赵玉琪则是发起了主动进攻 仅仅是一击下来 就将另外两人秒杀 没费丝毫力气 同时赵玉琪又拿出一个礼物 这是为了表达对陈远的谢意 陈远接过盒子一看 竟是最新发布的爱坤15麦克斯 三个是有羡慕疯了 副会长敬送陈远礼物 而且还是最新款的手机 现在看到好兄弟收礼物 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林书彤和徐乐乐也是被惊住了 要知道这款手机两万多 赵玉琪却这么舍 而这款手机送出 更是将两人压制的死死的 彻底击败 陈远收下手机 和赵玉琪有说有笑的进了教学楼 只留下脸色难看的两人 林书彤非常失落 她现在只想追回陈远 追回爱她的男孩 却没想到这么晚 才分手不到一周 就多了两个对手 徐乐乐看向沮丧的林书彤 林书彤脸色一寒 有什么好聊的 你这个坏女人都怪你 林书彤认为都是徐乐乐害的 徐乐乐不怒反而是微微一笑 当然是聊如何结盟啊 林书彤有些不明白 结盟 结什么盟 话说你快走开 靠得太近了 徐乐乐的意思就是两人结盟 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 赵玉琪 但他们真的能打败强大的副会长吗 林笑花送了个两万块的手机 男人就要送她一套两千万的别墅 目的竟只是为了获得一丝好感度 就在不久前 赵玉琪击败两女 和陈远关系更进一步 而她靠的仅仅是一个哀坤手机 这毕竟是陈远第一次收女生礼物 心里还是有些开心的 只不过现在赵玉琪的好感度只有40 并没想象中那么高 如果只看外表 陈远甚至以为她已经爱上了自己 但女生不愧是女神 不仅气质过人 手段更是高明 你以为她是猎物 但实际她才是真正的猎手 陈远决定想办法推推进步 陈远冷笑 这也叫认错 图都不发两张 还真以为自己是凯子随便掉了 突然又谈出一条消息 她自称是小米的榜一 有个榜一交流群 想拉陈远进去交流 陈远有些小激动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主播们的大跌群 当陈远进群后 各位榜一都热情欢迎 而陈远说只是些小钱 图个个而已 这是一位榜一说有个买卖 问陈远能不能照顾一下 这帮土豪是想试试我的成色 那陪你们玩啊 陈远底气十足丝毫不虚 然后陈远加了他的好友 原来对方有套别墅想出手 问陈远有没有兴趣 还发送了位置 陈远打开地图一看 别墅竟在江口区 要知道这里是有名的富人区 一套别墅少说也要几千万 没有多想 陈远便答应了下来 明天就去看房 有了别墅 陈远就不信还拿不下副会长了 与此同时 江口去别墅内 一个光头大书惊了 他原本只是开玩笑 没想到燕总还真买了 龙皇倒是不太惊讶 如果对方真是神豪 倒是可以结交一番 毕竟这可是一位 几千万都不皱眉的人物 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等来了就知道了 随后陈远收到了具体地址 就等陈远上门看房了 陈远看向赵玉琪开始邪笑 不知道送他一栋别墅 能长多少好感度呢 在下还真是期待呢 男人带着刚认识的笑话买别墅 老板直接报价六千万 咱以为价格报高了 结果男人去秒答应还说很便宜 并且还要把别墅送给笑话 笑话直接吓傻 甚至怀疑这是新型诈骗陷阱 就在不久前 陈远带着赵玉琪来到了江口妇人别墅区 才刚到 就发现别墅门口有个大叔一等候多时 光头大叔热情欢迎 哎呀哎呀 想必您就是燕总了 真是有试远营 看着年轻的陈远 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女们 光头甚至怀疑 陈远是什么影视家族的少女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今天的价格就不太好谈了 光头伸出首次我介绍 请两人进去看房 整个别墅建筑面积一共有500平 实用面积有2000平 光是泳池就有三个 而内部的装修和家具 都是由顶级设计师亲手定制 并且阳台面朝江水 不管是风景还是风水都是顶级 如果不是缺钱 光头都恨不得把自己埋在这里 照遇其经的不行 难道陈远是要买这栋别墅 这别墅少说也要上千万了 这位置确实不错 陈远打断光头 直接让他说多少钱 光头心理价位是5000万 但他得多报些流点余地 听完叹了一口气 光头心想 果然是报高了吗 才6000万了 也行吧 这话让光头一惊 没想到不是太贵而是太便宜 一想到这里 光头就恨不得刚才报个98000万了 琪琪你觉得这个房子买不买呀 陈远看向惊慌失措的赵玉琪 赵玉琪有些茫然 他不懂陈远为何要问他 你问我 这买不买的跟我也没关系吧 陈远立马回忆 这房子买来就是送给你的 6000万的别墅随手送人 这等财力和气魄 让光头都有些发慌 而赵玉琪本人更是有些害怕 这不是66006000 这可是6000万 陈远在慷慨也该有个度吧 难道说这是什么新型陷阱 先让我沉迷其中 然后再骗我喝听话水 最后再打晕送到某个地方骗人 一想到这里 赵玉琪就没有丝毫兴奋 反而是无比的害怕 可才能让笑花快速爱上你 他就是送他一套高档别墅 男人带笑花来到别墅去看房 面对6000万的价格男人直接买下 并且还要买来送给笑花 可赵玉琪却有些害怕 毕竟这可是6000万的贵重东西 他甚至认为这是陈远的陷阱 目的是想迷惑他去某个地方骗人 但陈远却牵住了赵玉琪的手 琪琪你听我说 最近不是出了献房令吗 我名下房产太多 想挂在你这边一套 而且我也希望能给你一个家 陈远的话仔细一想有很多漏洞 可在爱幻想的少女眼里 这就是毛驴王子对他的表白 挂房难道不是法定夫妻才可以的吗 难道陈远是想和我结婚 想着想着赵玉琪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开始狠狠的自我攻略 陈远又趁机加大力度 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何分彼此 现在赵玉琪已经修得无法思考 满脑子都是陈远 随着他不断的自我攻略 他的好感度也在飞速提升 而陈远的演技也越来越精湛 他甚至认为 以他现在的演技 都可以获得一座小惊人了 这时秘书戳了戳光头 老板你看人在多大方 你啥时候也送我一套呗 见陈远这么好奇 秘书也心乱了 光头只能先画笔 他不是不想送 而是确实送不起 随后陈远用舔狗卡 刷了一千万订金 剩下的五千万等光头 办完手续过玩户 再打过去 光头表示几天就能搞定 然后便笑盈盈地送陈远离开 一旁的秘书浮想连天 他很想知道陈远还缺不缺秘书 目前赵玉琪的好感度达到了九十 还差五点就能完事 等他成为舔狗后 陈远送他别墅的六千万 陈远刚才说了那么羞人的话 接下来就一定是要表白了 想着想着赵玉琪又开始无法自拔 他甚至在想两人的婚礼是在米兰 还是在阿尔卑斯山举行 而孩子的名字他都已经开始想了 甚至想到了两人老去实的画面 妹子你别再自我攻略两位 马上就要九十五了 到了 突然陈远的话打断了赵玉琪的幻想 原来车已经开到了湖大门口 赵玉琪问陈远为什么不下车 陈远说是有约他去网吧打游戏 然后没有任何表白的话 就让出租师傅飞速冲向网吧 赵玉琪人都傻了 不应该呀 跟想象不一样 我的表白呢 陈远来网吧上网碰到戏花 戏花竟直接免费送男人终身会员卡 可没多久就遇到棒球怪大叔来找茬 男人直接一记回旋踢将气打跑 正当戏花抱着男人哭泣时 却正好被前女友撞见这一幕 就在刚刚 陈远来到网吧准备和室友开黑 远子你怎么才来 我们都打完一把了 赶紧去开机 胖子打野菜的不行 就等你了 陈远摆了白手 义父这就带你们飞 陈远要开二十块钱的机 却没注意到前台竟是徐乐乐 他很疑惑 徐乐乐怎么说也是戏话 却在网吧打工 原来这家网吧是徐乐乐父亲开的 也多亏了陈远 他家欠的债已经还清了 为了感谢陈远 他直接给陈远开了个终身会员卡 可以无限上机 就在这时门口一阵巨响传来 只见几位怪叔叔闯了进来 你是老徐女儿吧 你老爸欠我们的钱啥时候还 我上次已经还了你们五百万 怎么还要还钱 大叔却说那是本金 还有一千五百万的利息呢 一听这话徐乐乐当场怒了 这摆明了就是讹诈 别废话 今天拿不出一千五百万 你就跟我们走吧 以你的姿色 两年就能赚过前底战了 就在这时陈远出手了 他一把将怪大叔抓住 让其无法动态 陈远救我 不知为何 见到陈远他心中就有种莫名的安全感 大叔直接大叫 都被我伤动死他 一瞬间数名混子冲出 冲向了陈远 但陈远只是眼色一寒 就使出了一记猛龙百尾 给大叔狠狠来了一脚 三个室友都惊了 这竟是盲僧的大招回旋梯 远子啥时候这么能打啊 此刻室友眼中的陈远 就如同他最拿手的英雄瞎子 在疯狂战斗 原来真正的强者 已经把游戏玩进了现实里 我们确实输得不冤 仅仅片刻间 几个怪大叔放下狠话后 就被陈远打跑 远哥哥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 刚才我都吓死了 此时徐乐乐的好感度 终于达到95 成为了陈远的舔狗 同时陈远为他消费的530万 也返现了53万 就在陈远开心到不行的时候 门口走进两个人 竟是前女友林书彤 徐乐乐女背信弃义 林书彤大叫 你这个坏女人说好结毛 结果却躲在这里勾引陈远吃毒食 陈远见状便默默让系统 把奖励来的强化点 都夹在了敏捷上 然后便悄悄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现在两女都已攻略 就只剩最后的副会长赵玉琪了 第一次见体育社女神 男人就要加她联系方式 和她的田径男友 却骂男人是癞蛤蟆 而她的男友 正巧是高中时欺负陈远的混混 现在陈远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女神成为自己的田狗 而她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在速度上秒杀对方 为事可做的陈远来到操场散步 现在林书彤和徐乐乐已经攻略完场 赵玉琪也快了 再不找点新的对象 就会落入无人可舔的境遇 这位同学去边上可以吗 你妨碍到别人了 突然一只御手拍了拍陈远 只见一位体育系妹子身穿运动服出现 她让陈远回避一下 因为操场被体育社征用了 即将进行短跑比赛 陈远正愁眉对象 正好就来了一个 虽然有点凶但长相不差 让我走可以 你加一下我联系方式就行 陈远拿出手机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突然一道急躁粗犷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我是她男朋友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快滚 妹子的男友赶来 对着陈远就是一顿狂喷 突然陈远发现此人有点眼熟 原来高中时 陈远暗恋一位女生 名叫萧若宇 但被此人发现后 对着陈远就是一顿打 还说陈远不配追萧若宇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还不敢经管 陈远冷冷一笑 还真是冤家路窄 而此时舔狗行动正式开始 绑定对象就是这位体育社女神何芷英 如果成功攻略 就会获得20多的高额强化点 想到这里 陈远的兴趣就变得更加浓烈了 随后比赛即将开始 郭盖男信心十足 因为在学校短跑她还没对手 郭盖朝着观众席微微一笑 何芷英就化身小迷妹惊声尖叫 老公加油 老公你是最棒的 突然眼镜男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在赛道外面也有个人在下蹲 她好像并不是参赛选手 随着裁判扣动发令枪 比赛正式开始 才刚开始 郭盖就快速冲到了第一位 在她看来 除了自己都是蝼蚁 不出意外这次第一名又是自己了 但就在这时 赛道外的那道身影开始发力 紧紧眨眼间 她就超越了郭盖 郭盖大叫 不可能 怎么会如此之快 但对于化身为啾啾的陈远来说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攻略何芷英的第一步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拿下校园短跑冠军的女神 男人直接和对方比赛速度 她不仅完全将其免压 更是创造奇迹 跑出了400米41秒的世界纪录 教练甚至要推荐她进国家队 就连体育生的女神 都对陈远好感疯狂飙盛 就在刚刚 郭盖头奔以为胜券在物 却没想到陈远突然反超 并且速度还越来越快 陈远就是要在郭盖最擅长的领域 将其击败 郭盖气得当即红温 然后她无比认真 因为此时的郭盖要解除封印了 她的黄金右脚 转是肌肉的小腿 就是她能比别人快的原因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但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大地之姿 本想装一下 结果郭盖发现对方人都不见了 下一秒 陈远出现在了郭盖身边 再次将她超越 郭盖这才明白 这个不知名少年 竟然超了她整整一圈 这简直不可思议 凭借你区区十几年苦练 怎比得上我一周系统的佳点呢 此时观众席和裁判全部沸腾 他们见证了奇迹 甚至铁壁阿童木来了 也要甘拜下风 最终在众人欢呼起舞的叫喊下 陈远拿下了比赛第一名 跑完操场一整圈 仅用十四十一秒 可芷英有些不敢相信 正是因为郭盖的速度 她才答应和她在一起的 没想到在速度上郭盖竟然输了 裁判激动的大叫 新的冠军诞生了 你打破了记录 甚至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但我们对她一无所知 她甚至不是参赛选手 这时教练走来 她看陈远根骨不凡 问陈远有没有兴趣加入田径队 她可以引荐进国家队 教练这个名额不是说给我了吗 郭盖哭了 不好意思 没兴趣 陈远当场就拒绝了教练 此时此刻 何芷英看陈远不知为何 有种莫名的感觉 就好像这个男生突然变得很帅 想着想着 他的好感度就提升了一些 你怎么了 神思不数的 郭盖拿过一瓶水问道 何芷英连忙说没有 他只是有点担心郭盖而已 殊不知 此刻何芷英对陈远的好感度 还在不停飙升 而感受到这一切的陈远 却笑出了声 看来事情要变得有趣起来了 神喜欢快的男人 于是他就找了个校园短跑冠军男友 可现在却有个更快的人将男友击败 女神瞬间就迷恋上了陈远 为了报复陈远 锅盖召集小弟 让他们在校园网污蔑陈远是渣男 此事在一天内瞬间传开 校长更是要将陈远开除 不久前 赵玉琪满心欢喜地回到宿舍 她跟小飞说 陈远今天送了她一套房子 更让小飞震惊的是 送的不是普通房子 而是一套六千万的别墅 赵玉琪让小飞查一下江口去房价 看那个卖房子的胖子是不是在骗人 小飞拿起手机搜索 结果却看到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 因为在校园网 有人发帖说陈远是顶级渣男 脚踏无数条船 两个妹子一脸懵 陈远竟然是渣男 与此同时陈远也得知了此事 他超级不爽 自己明明是散财童子好吗 这分明是污蔑 不过自己最近确实有些高调 可能让人不爽了 但又会是谁呢 另一栋男生宿舍内 帖子就是他们三人发的 现在已经在学校爆火了 这时输掉比赛的郭盖突然出现 他问三人在干啥 杨哥 最近学院有个叫陈远的很嚣张 我们正在收拾他呢 郭盖当场就认了出来 这不正是和自己短跑比赛的那个家伙吗 同时郭盖想起来了 他跟自己高中时被揍的家伙很像 不对 就是他 他就是陈远 一想到这里 郭盖就有了坏心思 毕竟他有陈远不少料 教练喜欢你又怎么样 我要你身败名列 没多久 这条帖子又更新了详细内容 内容为陈远频繁对女性进行批约打击 并且他在高中时还是个著名的舔狗 甚至他的行为都影响了大家的学习 这件事迅速发酵 校内学生和老师们都得知了此事 现在陈远彻底成为了学校的大名人 校长办公室内 校长一巴掌将手机拍碎 校长绝不允许学校出现这种害群之马 他要亲自调查清楚 如果是真的 他必须要开除这种败类 那么接下来 陈远又该如何反击呢 男人被曝光是脚踏多条船的大渣男 可校花却说他是个大英雄 斑花哭唧唧地说他是个大好人 细花更是带着父亲 给男人送来了一面仗义锦旗 由于陈远的负面言论越来越多 这件事闹得越来越大 大家都相信了这抹黑言论 当赵玉琪得知此事后 他将认知中的陈远告诉了校长 在他心中 陈远是个很特别的人 他会去照顾可怜人 即使两人刚认识不久 甚至不认识 他出身名门身价非凡 却仗义输财 希望替人排忧解难 会替弱者教训邪恶的小丑 每当夜幕降临 他就会化身暗夜使者成奸除了 重拳出击 他强大且神秘 守护着这座充满欲望和罪孽的都市 赵玉琪认为 陈远就是个大英雄 面对校长的审论 赵玉琪把心中的看法全部说出 保安有些懵 英雄也太夸张了吧同学 还有你凭什么下这个结论 赵玉琪目光坚毅如铁的回忆 就凭我女人的直觉 赵玉琪毕竟是副会长 虽然话有点怪 但从她的话能知道 陈远应该是个好人 再问问那小子的同班同学 校长不信还有这么优秀的人 随后保安找到了林书彤 关于陈远有些问题 他们希望林书彤能协助调查 随后审讯室内 林书彤哭着说 陈远是个好人 可惜我配不上他 我贪目虚荣 我朝三暮四 陈远不愿意悬我我认了 说着说着 林书彤就嚎啕大哭了起来 对不起叔叔 能再给我一张纸吗 陈远真的很好 我想起他就会很心痛 保安算是听懂了 林书彤喜欢陈远 但被他拒绝 可林书彤依旧觉得他是个好人 林书彤越说越激动 还哭唧唧地说自己不配谈恋爱 陈远什么都没做错 只是不爱自己了而已 随后校长失落地走出了审讯室 他在想也许是有人故意在抹黑陈远 也许他真的是个好男人 就在这时 校长发现外面有两人走来 手里好像还拿着景气 校长热情地伸出手 您好 我是胡大的校长 请问您二位找谁啊 徐乐乐跟父亲一起打开景气说道 校长您好 我是艺术系的徐乐乐 今天来送景气给文学院的陈远 他前几天建议勇为 帮了我们家大忙 校长直接傻眼 又是陈远 也就是说陈远真的是个三好青年 他遭小人造谣成了超级大渣男 却有妹子说这样的渣男给我来一打 本以为会受人指责 却没想到意外收获一群迷媚 就连校长都亲自为他发奖证明 郭盖剑陈远获奖已经很不爽了 却没想到他最爱的女神 都开始对陈远芳心暗许 随着徐乐乐和父亲给陈远送来景气 校长差不多已经相信 帖子是假的 有人诽谤陈远 然后校长打开手机 正巧看到了一条新帖 只见一个妹子发视频帖说 如果她是渣男 请给我来一打 视频里的陈远阳光正气 在比赛中是那么的活力四射 丝毫看不出渣男的气息 并且还帅得过分 再看回帖 几乎全部都是妹子 他们不信陈远是渣男 肯定有人嫉妒他 毕竟他的笑容是那么的清澈治愈 就像礼堂的风景能治愈人 校长瞬间崩圈 难道这个叫陈远的小伙是大众男神 就像 就像当年的我一模一样 这一刻校长的思绪回到了四十年前 回到了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 他当时是妥妥的校草 那时的他不仅会逗女生开心 还长得贼帅 可一个人如果太过优秀 也很容易被别人针对和迫害 他是经历过这一切的 毕竟在那个年代 早恋是一件很可耻 被人耻笑的事情 陈远我懂你啊 想到这里 校长已经哭成了泪人 这么多年他终于找到了同类 陈远等着吧 老夫必将还你一个公道 我胡大天教永世纪奥 受不得这个委屈 没多久校长就开了一个表彰大会 而表扬之人正是陈远 同学们最近论坛出现了一些 针对我校学生陈远的疯言疯名 但根据我严密的调查 发现那完全是谣言和毁谋 陈远一脸懵 这啥情况啊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给他证明 陈远同学不但生活作风端正 乐于助人 甚至多次建议勇为 却密而不宣 这是何等伟岸的人格 这是多么高尚的灵魂 说着说着校长又哭了 所以让我们向陈远同学学习 做个对社会有用的等 校长演讲完 场下无数师生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都大喊向陈远同学学习 陈远实在搞不懂 自己怎么就莫名拿了个奖状 还有自己建议勇为这种事 自己咋不知道呢 有人欢喜有人愁 郭盖一脸不爽和不理解 他本以为这次陈远会身败名裂 我好恨 站在台上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应该是我 不是他 好帅好帅 突然郭盖发现 在一旁拼命鼓掌的人 正是他的女友何芷英 这时陈远也收到 何芷英好感家时的信息 要说现在在场中人谁最开心激动 那毫无疑问就是何芷英吗 因为陈远具备了他所喜欢的一切元素 比起郭盖强了太多太多 芷英女神给别的男生为爱鼓掌 男人就有了准备率的感觉 可她越是生气女神就越喜欢陈远 男人嘲讽陈远就是个穷鬼废狗 可下一年 一辆劳斯莱斯就停在了陈远面前 女神健壮当场就要和她分身 随着校长亲自为陈远发声证明 大家这才知道陈远不是渣男 而是个超级正义的少年 可就在开玩会收场的时候 一道贺斥声出现在操场中 何芷英我希望你能给我个解释 我看到了 你刚才疯狂给陈远鼓掌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何芷英连忙大叫 李扬你有病吗 吃什么飞醋 我对陈远同学只是单纯的钦佩而已 同为大学生 他做了那么多好事却淡薄名利 此时此刻在何芷英心中 陈远就是个英雄 就像在比赛中赢了郭盖 教练拉他去国家队 可他却依旧不为所动 明明可以成为天之骄子 却还是回归了平凡 何芷英芳心乱颤 郭盖健壮气的火冒三丈 要知道这可是自己女朋友 却这样夸另一个男人 闭嘴 他不可能赢过我呢 永远不可能 郭盖气急败坏 狠狠地抓住了何芷英的手腕 李扬你弄疼我了 快放手 何芷英体态娇小 被郭盖这么一抓 疼得当场掉出了眼泪 陈远不过是我踩在脚下的一条废狗 教练喜欢他又怎么样 这个社会看的是谁有钱有事 我爸能给我买特斯拉 他陈远有吗 就在这时陈远的声音响起 陈远正好从一旁路过 他接起电话说 老红你开进来吧 我在学校比较低调 你千万别开柜车来接我 随后一个光头大叔 开着一辆毛斯莱斯停在了校门口 并且还一脸谄媚地跟陈远说话 然后在郭盖一脸震惊的表情中 光头亲自为陈远打开了车门 看着远去的豪车 何芷英作为一个决定 李扬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 那我们还是分手吧 但此时的郭盖 还在想刚才的一幕 他不敢想象陈远竟然那么有钱 以至于何芷英说分手他都没听到 没多久两人来到房地产交易中心 陈远直接拿出填狗卡付尾金 看着到账的五千万 光头开心的就像个三岁孩子 满脸肥肉笑的乱抖 光头要送陈远回学校 可拿着房产证的陈远却拒绝了 他不想太招摇 还是打个车回去更好 陈远拿着证书走在街上 同时心想 现在别墅已经来了 赵玉琪那边也得抓紧 毕竟好感不满了 还有25点属性奖励呢 陈远认为 得再送他点啥最好 看看红胖子还有没有要卖的东西 陈远刚打开土豪群 各位大佬都直呼燕总牛皮 跟燕总相比 他们简直就是井底之蛙 陈远回应 红总客气了 帮个小忙而已 燕神本尊出来了 膜拜 小弟膜拜 这是一位土豪发来消息 燕总还缺车吗 考不考虑买辆车 我这里有渠道 一看到这条消息 陈远立马就有了灵感 对啊 我还能在送付会长一辆车 大学生来豪车店买车 近开口就要买不加迪凯龙 要知道凯龙不仅价值1.6亿 全球更是只有20辆 一般车店还真没有 但为了找回豪车店的面子 老板直接搬出镇电池宝法拉里拉法 老板本以为能搬回一城 却没想到男人一脸嫌弃 才勉强买下 由于土豪群有人说了句燕祖还缺车吗 于是陈远就来到了土豪开的豪车店 这位土豪名叫张浩天 家里做了点小生意 张浩天一边介绍自己 一边给陈远递出名片 陈远接过名片 发现张浩天竟是张氏集团的总经理 张氏集团在本市可以说无人不知 尤其是他们的造车技术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车从工厂产出 就连造船张氏集团也有社组 可以说是非常顶级的大企业 而陈远发现张浩天姓张 那他应该就是个妥妥的富二代了 张兄这么年轻就经营这么大的车行 真是年少有为啊 燕总您可别喊我兄 我哪担得起啊 喊我小张就行了 您才是真的年少有为 我一开始听红胖子说燕总燕总 还以为您是个伯伯呢 旅店员见老板亲自接待 芳心瞬间乱颤 能被老板亲自接待 想必也是什么财阀之子了 张浩天为陈远介绍车行 他自信地说 这里绝对是本市豪车最齐全的地方 只有想不到 没有这里没有的 可下一秒陈远直接开口 我想要让布加迪凯隆 张浩天顿时实话 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 就要1.6亿 张浩天冷汗直流 以为陈远在说笑 所以你这里没有对吧 陈远毫不留情 让蓝伯金一毒药 帕加尼封之子也行 你这里有吗 张浩天在想 燕总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 他这里经营的都是 200到1000万之间的车 你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小张你这买卖做的 也没有很大吗 几千万的别墅你能买 几千万的车 我还真不信你买得起 张浩天打算寄出镇店之宝了 随后他走向一辆被封起来的车 虽然陈远说的那些贵车他没有 但最贵的车他这里还是有一辆的 张浩天大手一卷并大脚 出来吧 我的法拉利拉法 法拉利拉法国内只有68辆 百公里加速时间不到三秒 张浩天的报价为2250万 从外形也能看出 的确是一辆不错的豪华超跑 我如此这般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张浩天要借此搬回一城 法拉利对陈远来说虽然不贵 但也不算太便宜 送被副会长正合适 2000多万就2000多万吧 看得出来小张你也尽力了 直接刷卡吧 你把车送到江景别墅小区一号就行 张浩天一脸懵逼的接过卡 他终于见识到了烟总的强大 就在这时陈远手机突然响起 原来是室友刘文哲打来的电话 刚接通电话 那头就传来了痛苦的咆哮声 远子我特么的竟然被绿了 您说好去做没假 可女友却和男闺蜜在大雨中淋雨 明明淋雨的是她们 可撑伞的男人却像个落汤鸡 得知这一切的陈远决定帮兄弟一把 他先是找车神浩天借了几辆超跑 又把细花徐乐乐叫了过来 最后等待即将开始的大戏 随着电话响起 陈远得知了刘文哲被绿的消息 原来前几天刘文哲过生日 可他女朋友却说要陪闺蜜做美甲 很晚都没回来 由于女友出门没带伞 刘文哲很担心她 于是她就来到校门口等待 结果她看到了此生都难忘了一幕 在倾盆大雨中 停着一辆豪车 而她的女友却和一个麻子脸在淋雨 那个瞬间刘文哲有种错觉 淋雨的分明是他们两人 可撑伞的自己却像枝若汤鸡 就与那马戏团的红鼻子小丑一般 我的心好痛 两年半的感情啊 我本来打算带她回家见我父母 刘文哲边喝边哭 陈远一阵无语 蚊子别喝了 你都喝八瓶卖动了 还是看开点吧 刘文哲问陈远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我现在去挽回她还来得及吗 陈远脸色大变 直接抓起刘文哲的衣服 你给我清醒一点 错的是她不是你 捡起你的自尊 不要做甜狗 听完好兄弟的话 刘文哲后退了两步 她其实都知道 她比谁都懂 只是很不甘心 毕竟那是自己深爱的女孩 却被麻子脸抢好了 陈远严肃地看着刘文哲 你很不甘心对吧 觉得她只是一时冲动 觉得她不是坏女人 刘文哲觉得就是这样 看来我有必要给你上一课了 陈远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文哲你要是信得过我 那接下来的一切都交给我安排 我一定会让那个女人 跪在你面前忏悔 这时那头的张浩天接通了电话 陈远说道 浩天吗 我想借几辆车 不用太贵的 几百万那种就行 你再帮我联系几个信得过的朋友 让他们明天开车过来 浩天回应 没问题燕哥 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然后陈远又拿出另一个手机 刘文哲一脸懵 这怎么还在双线操作呢 陈远拨通电话温柔地说道 乐乐晚上好啊 有空出来吗 我想见你 这时刘文哲才发现 现在的远子好像有点变了 变得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 随后陈远把地址告诉了徐乐乐 徐乐乐刚到 他就扑进陈远怀里 远哥哥人家想死你了 毕竟他现在就是陈远的舔狗 刘文哲惊了 一个电话就喊来一个八分的妹妹 这还是我认识的舔狗大王陈远吧 而且看起来 好像远子才是被舔的那个 陈远为徐乐乐介绍好兄弟刘文哲 刘文哲有些紧张 结结巴巴地吐出了两个你好 远哥哥这么晚喊我出来 就是为了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吗 徐乐乐有些不满 不过听到刘文哲是陈远的好兄弟 徐乐乐就认为陈远 是在给他介绍自己的私人圈子 这也代表陈远心中是有他徐乐乐的 但很明显他误解了陈远的意思 陈远的目的 就是想让徐乐乐明天帮他演一场戏 一场大戏 来啦 先先欲足 配上细花这一身艳红动人的装扮 竟只是为了给陈远的好兄弟演一场戏 好狠狠打脸绿了他的前女友 之后更是叫来数十辆超跑男路 而马子远的虚假身份在道上大哥面前 被彻底识破 前女友也秒变小丑 由于刘文哲被女友廖家绿了 于是好兄弟陈远决定帮他一把 山路上 马子远正带着廖家兜风 家家别闷闷不乐 你跟着刘文哲那个废物不会幸福的 过几天生日我送你个新的包 廖家嗲里嗲气的说 毕竟好几年的感情嘛 马子慌忙打方向盘 好在并无意外 此时法拉利也停了下来 马子竖起钟指大叫 前面的会不会开车呀 突然马子怒意全消 取而代之的是一点粉红 因为在法拉利下来的是一只仙仙玉族 红色的法拉利配上红色高跟鞋 还有无与伦比的车灯 这简直就是一辆绝世豪车 而此人正是细花徐乐乐 此刻马子认为法拉利什么都不是 随后另一人也走下车 此人一身霸总气息 大金链子加金手表 妥妥的土豪 不敢相信此人竟是穷鬼刘文哲 徐乐乐抱着文哲撒娇 文哲吓死人家了呢 你给我买的新车 差点就被这人给撞了 文哲不自然地说 撞就撞了 大不了 我给你买买买新的 法子连也是一眼惊讶 刘文哲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难道这会是隐藏富二代 看着嗲里嗲气 对刘文哲撒娇的女人 廖家心里立马涌出一股怒骨 他大吼 刘文哲你哥这里给我演戏呢是吧 文哲有些结结巴巴 是谁在狗叫 宝宝我们上车吧 一会还要去给你买包包 我认识你这么久 你什么家庭条件我会不知道 我虑你确实不对 但抛开事实不谈 你今天演这出戏恶心我 你就没有错吗 听着点钟点的发言 车内的车身浩天 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陈远让他继续就好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没多久 数十辆豪车出现在山路中 而他们的目标都一样 就是陈远这里 一瞬间 马路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超跑 简直就像车展会 随后一个白发男走下朝文哲说道 文哲你也在啊 马子脸姓了 刘文哲还真是富二代 白发男看向马子脸有些不谢 我当是谁呢 感情是马斗啊 还认识我吗 此时马子脸早已汗刘家被浑身颤抖 他慌张地吐出两个字 白 白哥 白哥说道 小姑娘她是不是说自己叫马凯 家里有煤矿 在阿美丽卡留学啊 实话告诉你 这小子就是个贯片 专门但有钱人骗女人的小白脸吧 你不会真以为她是什么富二代吧 话说马斗的手段这么低级拙劣 早就该饿死了 没想到还真有弱智女上当 真特么的笑死我了 也不撒泡尿招招自己 配不配得上有钱人 听完这些话 廖家如遭雷击 他简直不敢相信 本以为抛弃刘文哲跟了马子脸 自己就能一飞冲天 却没想到都是假的 自己竟也是一个小丑 后悔了后悔了 白晶也有终于后悔了 对了钱他绿了自己的男朋友 可现在男友却成了土豪 身边更有亮丽动人的笑话相随 而他一口一个的宝贝马子哥 身份竟是个假扮富二代骗女人的骗子 得知真相后 廖家气得不行 拿着高跟鞋对着马子脸弄骂 狗东西你竟敢骗我 你猪狗不如 老娘要灭了你 而文哲看到这一幕 并没想象中的开心 他心里只有失望和落寞 毕竟那是他爱了很久的女孩 只是真相让他有些不适滋味 突然徐乐乐有些疑惑 文哲怎么蹲在原地不动了 原来是廖家抱着文哲的大腿在哭泣 文哲求你不要丢下我 不是我爱慕虚荣 我只是穷怕了呀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但文哲只是说了句 别这么叫我 然后便直接离开不再回头 今日请你我恩断义绝 不要再联系了 说完文哲就向法拉利走去 而廖家看着远去的文哲 心中满是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败劲 为什么要遇到文哲和马子脸在一起 真相揭开后 趁着一群小弟和白鸽到壳时 马子准备悄悄离开 但下一秒 一道身影瞒住了他 你要去哪啊 不会是想偷偷溜掉吧 不过放你走也不是不行 你先扇自己两百个耳光就行 陈远冷冷地看着马子 他不可能轻易让马子就这么离开 随后响亮的巴掌声响彻整个山路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的声音 帮完好兄弟后 陈远就和众人来到酒吧放松 众人举杯大叫 干杯 今天能结识神号烟总 真是我们三生有幸啊 陈远谦虚一笑 我才应该谢谢各位的鼎力相助才对 白毛连忙回忆 燕哥说笑吧 浩天哥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太见外了 早就听说燕总是鲨鱼直播的超级无敌神厚 所以小弟有个忙想请燕总帮一忙 不知道是什么忙 陈远看向白毛 此话一出 白毛的两个小弟露出了一丝笑意 燕哥是这样的 弟弟我也有个喜欢的主播 想捧捧他 但这个月家里给的零花钱用完了 不知道燕哥能不能帮小弟个忙 陈远就知道 这帮人总是想看自己的实力 这些有钱人永远喜欢狗眼看人低 都是一个德行 车神浩天连忙呵斥 小白一捧的姑娘凭啥要燕总出钱 你要求太过分了 去去去 一边玩去 然后又看向陈远 燕哥他是开玩笑 你别往心里去 话刚说完 陈远就一把将酒杯砸在了桌上 但是并没开口说话 众人见状心里都在发笑 他这是生气了 还是要动手 陈远打开手机 然后开始自言自语 行啊 不就是要刷礼物吗 我去上个厕所 你就用我的号随便刷吧 刷多少都无所谓 说完就把解锁的手机 递向了白毛 记住 千万别帮我省钱 随便刷就好 众人当场傻眼 这是什么展开阿卫 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白毛拿着手机有些愣神 手机给我随便刷 他居然这么放心我 没多久 白毛的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既然都说可以随便刷了 那自己就随便刷好了 想到这里 他就点向了熟悉的火箭 那么疯了 男人竟把手机给别人随便刷 仅仅两分半 白毛就给女主播刷了2000万 白毛本以为闯了大火 可男人却说才这么点 我再帮你刷4000万凑个666 烟总的豪气瞬间吸引了妹子的目光 就连被陈远刷过的大网红小米 也亲自抵达汉城 他要会一会这个神豪烟总 把手机丢给白毛后 陈远来到洗手间 因为等下要陈远买单的话 那他还是会有些心疼的 但如果说起刷礼物 那陈远可就不困了 毕竟他有9000万亿可以随便刷 在放松之际 旁边的一个壮汉偷瞄向了陈远 顺时间 他就像是见到了猛兽 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此刻壮汉就像个刚出生的幼鸟 而他旁边的陈远 就宛如那传说中的巨龙 那种压迫感让他有些窒息 看着给自己露出大拇指的壮汉 陈远有些懵逼 他压根不认识此人 等陈远回到卡座 发现白毛的小弟们正在大叫 1200 快点 要1300了 加油加油 1400 1600了 此时的白毛早已汗流浃背 他拿着手机的手都在颤抖不不停 陈远有些疑惑 几近人群问这是在干啥 怎么都围起来了 见陈远到来 白毛就像见到了救星 烟总你总算回来了 快救救孩子吧 孩子就要顶不住了 陈远拿起手机一看 心中没有丝毫的波动 反而是淡淡开口 我去了那么久 你才刷了不到2000万 也太菜了点吧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全部蒙了 同时心里在想 这个烟总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家里恨不得比天地银行都有钱 白毛轻呼一口气 我平时顶多也就刷个十几二十万 但这可是一千多万 想到自己刷出去几辆跑车 我心都快裂开了 才2000了而已 2000万不好听 我给你凑个整数6000万吧 陈远决定再加大力度 白毛一听这可使不得了 他连忙抓住陈远的手惊慌大叫 别别别 烟哥您助手 够了够了 他真的不配这么多钱 您还是收了您的神通吧 这时车神走上前 吃到自己菜了吧 还不快敬烟总一杯 烟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是真的服了 以后我为你马首实战 然后在小弟们的气候下 白毛喝得连自己都不计得多少杯了 吃人谁啊 看起来很有来头 刚才那个白头发的 好像是白市地产的白麒麟 感觉像是汉城顶级二代圈子聚会 要是能帮一个下半身吃喝不愁了 还有那个烟哥 难道是热搜的那个神秘神吼 喝着唱着 陈远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 陈远定睛一看 居然是小米发来的消息 然后陈远起身朝众人说道 就猜他是不是怕结账 车神大叫不可能 你小子别拿你的年收入 去挑战烟总的零花钱 再乱说小心我翻脸啊 陈远走在街上看着手机 原来小米已经到汉城了 此时他迫不及待想见得面 然后陈远就约了明天 毕竟也让小米这么久了 也是时候收割一波好感度 汉城机场 一辆客机刚抵达机场 小米信心十足 不就是见得面吗 只要老娘稍微散发魅力 什么神嚎烟哥 一样会成为我鱼堂里的撬嘴 面对自信满满的小米 陈远又该如何面对 是轻松拿捏还是反被拿捏呢 大网红小米亲自动身 老板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将烟总拿下 本以为能轻松拿捏陈远 却没想到陈远的操作 直接让他破防 两人约在机场咖啡厅见面 这时陈远收到了前女友林书彤的消息 林书彤问陈远能不能重新开始 她说了很多很多 只希望能获得一个原谅 小米问 烟哥哥你在看什么呀 怎么都不跟人家说话 林书彤发的消息陈远懒得看 直接屏蔽了跟她的聊天 没什么 只是有个人在想屁吃 小米一阵无言 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对了 你刚才说啥来着 陈远微微一笑 她要在今天拿下小米 小米想起了老板的话 你榜单前十家一起都没她一天刷得多 你这次不管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拿下她 记住任何方法都行 小米有些不爽 陈远面对自己这种级别的美女 还这么心不在焉 真是太可恶了 人家刚才说 焉老板这么年少多惊 在哪里高救呀 这是小米的信息显示了出来 同时她目前对陈远的好感度为六十 但由于过高导致无法直接绑定 真是见鬼了 好感度过高无法绑定 那我的钱岂不是打水条了 想到这里 陈远认为要降低降低好感度 先电一电这个娘们才行 同时陈远也在想该如何操作才好 仅仅一秒陈远就想好了 她抠起鼻子举着嘴 还翘起了腿 在哪里高救 你搞错了 我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小米见状当即就黑起了脸 没上班吗 看来燕总是自己做生意开公司的吧 不然哪来一致千斤的底气 开公司 还真没有 我刷礼物的钱都是花的我爸的钱 现在我爸的公司都被我刷破产了 现在还欠银行几千万 陈远边说边把抠过鼻子的手 在桌子上疯狂挪擦 然后又突然捧起小米的双手说道 我这次见你 就是想问你能不能把之前刷礼物的钱 退一部分给我 小米被恶心的都快吐了 这货抠完鼻子还没洗手 闭波操作 小米的好感度立马降了二十 你没钱还在这里装什么副歌 三番四次甩脸子给老娘看 我早就受够了 还退礼物的钱 真是个超级无敌下头男 此时小米的好感度还在不停下降 他拿起手机大叫 我也是脑子有炮 跟你这种屌丝浪费时间 然后他又嗲里嗲气地打向了备胎鱼 蓝哥哥我在机场外面的咖啡厅呢 你快来接人家吧 这里有个下头男骚扰我 我好害怕呀 陈远当即就笑出了声 现实的女人她是见过不少 但这么现实还颠倒黑白 到打一耙的陈远还真是第一次见 没多久 汉城机场咖啡厅 一个蓝毛男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 光天化日调戏我女人 不知道汉城是谁的地盘吗 小米一看 来人正是他的备胎鱼 被他称为蓝哥哥 蓝哥哥人家好怕 那个变态还用抠鼻子的手抓我 小米冲向蓝毛 此下一秒他却扑了个空 因为他被蓝毛无视了 而蓝毛反而是冲向了陈远面前 燕哥宁怎么也在这里 真是缘分啊 集大网红线下见绑一 却发现绑一竟是个穷屌丝 气得他直接叫来了富二代大哥 可这位富二代大哥 却说绑一是他大哥的大哥 小米这才知道燕总在考验他 为了给点小小的惩罚 陈远竟当着小米的面 看起了别的女主播 并且还点向了小米最爱的火箭 由于蓝毛刚到就无视了小米 反而是疯狂握住了陈远的手 小米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蓝毛做起了自我介绍 燕哥是我呀 昨天跟着白哥给您敬酒的那个小蓝啊 听蓝毛这么一说 陈远当即就想起来了 蓝毛激动得不行 今天我做东 燕哥务必要赏脸啊 此时小米早已目瞪口袋 他眼中的蓝总竟对陈远这么客气 要知道这位蓝总可是汉城顶级富二代 家里产业多不胜数 手眼更是通天 可以说是金钱的化身 可就是这么厉害的蓝总 却对陈远微微懦懦 小米委屈地说了句 蓝总人家刚才 刚才你马呢 你知不知道燕哥是我大哥的大哥 蓝毛暴跳如雷 一巴掌拍在了桌上 对着小米狠狠地呵斥 燕哥的钱多到可以把你家房子都埋了 知道吗 小米终于反应了过来 原来刚才陈远是在试探自己 试探自己的诚意 可自己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不行 我要挽回 小米说什么都不会放弃这条大鱼 然后他点里点气地朝陈远说 对不起啊燕哥 刚才误会你了 您就原谅我好不好 此时小米和陈远的关系终于绑定成功 密集后将会获得25点强化点 陈远冷冷一笑 好歹是绑定成功了 接下来就等攻略了 算了 你年纪小不懂事 我跟你开个玩笑 别太介意 陈远说得一脸云淡风轻 一听烟总原谅了自己 小米就立马激动了起来 谢谢燕哥 人家最爱的就是燕哥了 只是一波原谅 小米的好感度就疯狂飙了大几时 陈远心中冷笑 小米不愧是职业主播 只要有钱好感度长得就像打了鸡血 还真是有职业操手 但很可惜 陈远并不打算简单放过小米 此时一旁的蓝毛突然怒了 麻蛋 我燕哥给你刷了也有上千万了 你就请我哥喝这种苦不拉几的外国豆浆 燕哥 相逢不如偶遇 今天我做东宁一定要赏脸 我知道一家还不错的点 应该能入您的眼 陈远微微一笑 好说好说都是兄弟 你的面子我肯定得 随后蓝毛亲自把陈远请上了自己的豪车 而小米见状也连忙跟了上去 之后两人跟着蓝毛去了 他说的还不错的点 车上陈远自顾自的看着手机 小米却在悄悄的靠近 突然他抓住陈远的手臂 然后有些撒娇的看向陈远 燕哥哥 你不会还在生人家的气吧 哎呀人家知道错了 小米边说边摇晃陈远的胳膊 陈远淡淡开口 怎么会呢 你多心了 陈远边说边打开了鲨鱼直播 然后随便点进了一个妹子的直播间 此时直播间的妹子正在求关注求礼物 而陈远则是打开了礼物背包 亮出了他的火箭 一瞬间小米如遭雷击 火箭他在熟悉 也在喜欢不过了 但此时他却有了种超级不祥的预感 小米彻底爱上烟总 但更爱的还是烟总刷火箭的手速 见小米这么赤密 陈远有种见到女恶郎的感觉 在蓝毛的带影下 三人来到了一家古风饭店 而这家店的卖店 就是能欣赏老板女儿的情音 可见到陈远身边跟着别的女孩后 笑话赵玉琪当场就委屈地哭了起来 为了给小米一点教训 陈远当着他的面看起了别的主播 然后对着火箭疯狂点击了起来 开始是50发 然后500发 紧接着是2000发 最后更是刷了整整3000发火箭 被刷的女主播直接傻了眼 她不敢相信这一切 但这么多的火箭代表着就是真的 想着想着她竟直接激动地晕厥了过去 她的妹妹连忙大叫 快叫救护车 我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而牧师陈远手速的小米 此时更是震撼无比 她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刷里无能这么快 手速甚至快地出现了残影 不对 一般人就算有这个速度也没这么多钱 想到这里小米就后悔了不行 如果之前自己抓住了机会 那刷出去的3000发火箭 也就是3000万就是她的 现在小米也明白了过来 陈远其实就是在耍她 可是现在陈远在小米眼中 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迷人 因为陈远刷火箭的样子真的很帅 刷的小米自动给陈远加了一层帅逼径 就在小米幻想之际 她的好感度又提升了30点 如果她的手指不是敲击在屏幕上 而是敲在我的 小米陷入幻想无法自拔 好感度再次提升30点 陈远一阵哆嗦 甚至有些害怕的流了一身冷汗 这女的不会是斗完吗 我给别人刷礼物她也长好感度 好害怕 随后在蓝毛的带领下 三人来到了汉城最出名的私房菜馆 黑珍珠三颗星 蓝毛笑盈盈地介绍起了这里 这里是会员预约制 私密性极好 但最出名的是这个饭馆有三大卖点 陈远主动开口 三大卖点她倒是听说过一些 一个是菜品出色 一个是景观别致 至于最后一个陈远就不知道了 阎哥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 前两个您都说对了 至于这最后一个卖点 在一处凉亭里 一位女子正在弹奏古争 美妙的声音让人有种如痴如醉的感觉 蓝毛指着女子说道 第三个卖点就是老板的女儿 赵玉琪 她弹奏出的琴音 说是天类之音都不为过 而这位女子正是笑话赵玉琪 此时赵玉琪也看到了陈远 她停止拨弄琴弦的御手看向陈远 陈远有些愣神 竟有个女人在拉着她的胳膊 看起来极其亲密 想到这里 赵玉琪的好感度瞬间就减了五点 并且她此时愤怒至极 一个袭击直接把骨针给击成了两半 然后她流出了两行泪水看向陈远 最后一句话没说的跑了出去 陈远暗叫不好 副会长明明还差一点就能溺袭了 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她跑掉 要是关键时刻翻了车 那可就亏大了 随后陈远追着赵玉琪 来到了一处院子角落 陈远一把将赵玉琪壁咚在墙间 赵玉琪委屈了眼泪止不住的流 渣男 你玩弄我的胆情 放开我 现在面对这种情况 陈远又该如何应对呢 老花哭的梨花带雨 可男人只用了两分半的时间 就将哭唧唧又痛心的笑话 变得再也无法离开她 反而认为是自己错了 但一起吃饭的小米却有些不爽 她直接叫赵玉琪为大姐 而赵玉琪则是叫小米老阿姨 一场凤雨昆的激战即将开始 由于见到小米和陈远亲密走在一起 赵玉琪伤心地跑了出去 随后陈远追上赵玉琪 马上就能逆袭的副会长 他说什么也不能就这么放弃 再这样下去好感度马上就要掉光 陈远打算豁出去了 然后陈远深情又忧郁地看着赵玉琪 副会长你看过西红柿首富吗 赵玉琪哭着大叫 我在说你劈腿的事 你扯什么电影啊 忽然陈远打断赵玉琪并郑重地说 我就是西红柿首富 随后在赵玉琪目愣的表情中 陈远点燃了只寂寞一根烟 你应该知道我家事不烦 也一定疑惑 为什么我也一直干预平凡吧 陈远把自己的身世坦白了传 陈远所在的隐士家族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继承人满18岁后 必须在一个月内花光10个亿 才能继承全部500亿的家产 于是陈远便努力花钱 疯狂投资项目 比如陆地有勇气 看起来没什么勇气是真的没啥用 还有北极冰川千亿计划 把北极的冰川移到地球的另个半球 甚至还搞了各种慈善 当起了送温暖投资人 而刚才那个女生是我打赏的一个女主播 我为了继续花钱 不得不逢场作戏 这件事除了你没人知道 我并不奢求你理解我 只是这个秘密压得我太久 陈远边说边抓起赵玉琪的小手 我累了 再见 说完这些话 陈远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原地发呆的赵玉琪 这时赵玉琪也开始换位思考 明明陈远为了继承家产担金节律 可自己却这么的无理取闹 陈远明明那么辛苦努力了 而自己居然怀疑她 想到这里 赵玉琪就哭得梨花带雨 并且心中无比自责 看着陈远离去的背影 她的心中告诉自己绝对不行 然后赵玉琪一把抱住陈远大叫 不要 我不要再见 陈远你别走 是我错怪你了 陈远把大手放在赵玉琪软软的小手上 这让赵玉琪无比的幸福 在她看来 陈远连家族遗产这种秘密都坦诚相当 这就代表她心里真的有自己 想着想着 赵玉琪好感就再次来到了92 就这样 和好的两人一起回到了庭院 赵玉琪拉着陈远有些歉疑 不好意思 刚才我心情不太好 影响了大家用餐 陈远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这顿我请了 蓝毛直呼烟哥牛皮 这才几分钟啊 烟哥就搞定了 不愧是强大的烟哥 可小米却超级不爽 她心里暗骂 装什么装 搞得好像自己是正宫娘娘一样 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 随后饭桌上 蓝毛心想 两大美女争锋 烟哥能受得住吗 这是小米开口了 烟哥你还没给我们介绍下这位姐姐呢 她是你什么人呀 小米分明比赵玉琪大 却叫她姐姐 赵玉琪立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位老阿姨 她连名字都没告诉你 你还是别喊哥了 她年纪应该还没你大了 此话攻击性极强 一场凤凰与山鸡的战斗就要开始 凤凰自然就是笑话赵玉琪 而那土鸡则是网红小米 蓝毛心中一惊 实在太强了 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战斗 这完全就是碾压局啊 这是极品可爱笑话 一个是百万粉大网红 可两人为了争抢一个穷大学生 吵得不可开交 小米叫赵玉琪为大姐 而赵玉琪更狠 直接叫小米为老阿姨 毕竟自己占尽优势 就如同高贵的凤凰 老阿姨这句话攻击性极强 小米气得当场就破了房 好半天都蹦不出一个字来 就在这时 陈远用筷子点了点碗 都别吵了吃饭吧 我都饿了 女人对于陈远来说 不过是获取属性点的工具 她可不想浪费太多感情 听到陈远的话 两人总算是停止了争吵 但眼神中的敌意却是怎么都压不住 最终两人互相扭头冷哼一声 这场争吵才算是彻底停了下来 看戏的蓝毛巾的无法言语 这样都没打起来 燕总的手段真是鬼神莫测 实在是太强了 要知道小米是鲨鱼知名大主播 坐拥上百万的粉丝 号称副歌收割机 只要她想出手 还没有拿不下的富二代 而赵玉琦更是本地有名的才女 不仅长相貌美 并且还精通多项才艺技能 是无数男生心中的女神 而她本人更是眼高于顶 可阉哥的操作 远远超越了所谓的玉米之术 这让蓝毛下意识地竖起了大拇指 蓝毛简直佩服得五体投递 在蓝毛看来 燕总简直就是个男妹模 她是女人收割机 不管是多么漂亮的女人 都会臣服在陈远的魅属之下 之前蓝毛只是被陈远的财力征服 但现在 陈远就是她的精神偶像 是她学习的对象 此刻起 蓝毛决定要誓死追随燕哥 吃饭的陈远一脸懵 这小子在发什么颠 吃完饭 陈远就跟几人告别 回到了学校 陈远松了一口气 那家馆子也太贵了 还好是蓝毛出钱 就点了几个菜 结果就要一万八千 赵玉琪表示 我给你抹个零八千就好 一想起钱 陈远就打算看看攻略进步如何 毕竟只有攻略更多的人 她才能反更多的钱 此时系统显示 前女友林书童 还有细花徐乐乐已经攻略完成 而赵玉琪的好感度距离九十五 就差了四点 将她攻略就能获得二十五的属性点 和钢琴专精技能 至于小米也快了 她现在的好感度是九十二 将她攻略也能获得二十五属性点 以及舞蹈专精技能 现在两人的好感度都已经很高了 陈远在想 是不是该很推一波进步 然后一举将两人拿下 突然陈远发现还有一个面板 她可不记得还有其他人 也不记得自己是合适绑定的 打开面板陈远发现 这个和针英是锅盖头的女朋友 自己好像和她并没什么接触 可她的好感度居然也达到了七十六 陈远有些懵逼 几天没见怎么就长了这么多 难道是自己魅力太大 就在这时两个同学跑下了楼 快走 听说有人在女生楼下表白呢 据说是纯爱战士为爱冲锋 一听到是纯爱战士 陈远来了点兴趣 她打算去看看 此时女生宿舍楼下已经围满了人 在人群中央有个用蜡烛围成的爱心 而在爱心中间站着一个人 一旁还有个搞气氛的吉他手 正在疯狂歌唱哄托气氛 而这个跪在爱心中表白的人 正是前几天被陈远打脸的锅盖头 此时她手捧玫瑰花 头戴紧箍咒深情说道 宝贝我错了 我不该凶你 不该冷暴力你 想想我们美好的曾经 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锅盖要表白的人 正是要和她分手了何芷英 此时同学们疯狂大叫在一起 可何芷英却超级不爽 这时陈远挤进连群 她认出了锅盖 只是没想到她玩得这么嘎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眼前认三呢 当陈远出现的那一刻 何芷英不爽的表情立马变了 变成了喜悦开心 变成了见到心爱之人的小女生 爱战士当众向女神告白 可女神却觉得对方很下头 毕竟两人昨天才刚分手 但当女神看到陈远后 她就一把打掉锅盖手中的玫瑰花 然后直接无视锅盖 兴冲冲地跑向了陈远 就像恋爱中的少女见到了心爱之人 锅盖痛哭流涕地大喊大叫 芷英 我的芷英你要去哪呀 我在这里啊 何芷英无视一切 跑到陈远面前一脸激动 陈远 你叫陈远对吧 可算让我找到你了 今天可真是我的幸运率 何芷英激动地打开了自己的二维码 然后她亮出手机 一脸羞涩地看着陈远 我能加你一下吗 只是加一下就行 求求你不要拒绝我 拜托了 一瞬间在场同学全部震惊 这啥情况 怎么又来了一个男的 纯爱战神应声倒地了 痛 太痛了 李扬学长输了 此时的锅盖头早已经气急败坏 又是陈远 竟然又是该死的陈远 我不服 何芷英你负我太多 陈远并没表现出太多的表情 而是看向锅盖 她来到锅盖面前 李扬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 觉得无法理解 觉得何止应朝三暮四 你什么意思 还要羞辱我吗 锅盖气得开始大吼大叫 而陈远却摆出一副忧郁的表情 李扬实话告诉你 其实我一直都很羡慕你 长相帅气还擅长体育的你 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异性的方形 你将女孩的爱视为理所当然 就好像这些都是应该的 但当你发现自己失去了光环 在速度上输了之后 你就慌了 你想把曾经的光环再次夺回来 然后你的脑子里全都是胜负欲 每天疯狂练习 心里再也无法容下其他东西 可你却忽略了你女朋友的感受 让她变得极为不安 让她心里非常的恐慌 这也不怪别人 是你自己亲手将她一点点推开 真正错的人其实是你自己啊 事到如今 你又半可怜求挽回 你不觉得自己就像马戏团里的红鼻子小丑吗 这些话说得锅盖无地自容 她抱头痛哭 陈远说的其实并没错 锅盖自己也承认了 这一切都是她就由自取 当女同学们得知真相后立马议论了起来 我的天 这么说这也不是第三者插服啊 冷暴力啥的确实很下头 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好好对人家 现在挽回又有啥用 何芷英看在眼里听在心里 她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那就是陈远非常懂她 仅仅只是这样 何芷英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同时她又开始白给 好感度竟提升到了91 那是陈远 她跟这个女生竟然是这种关系 赵玉琪的摄友小飞也在看戏 于是她决定把这一切告诉赵玉琪 告诉她陈远就是个渣男 随后女生宿舍楼内 小飞开门大叫 琪琪不好了 陈远出轨了 赵玉琪刚敷上面膜 被小飞这么一吼 当场就不能淡定了 人第一次玩剧本杀 却没想到她的前女友也在 可玩到一半 老板竟当着男人的面撩前女友 还嘲讽男人就是个废狗 原来就在不久前 郭盖向何芷英表白 可何芷英心里只有一个男人 那就是她朝思暮想的陈远 陈远不可能 并且别人要告白 陈远自己也控制不了 赵玉琪认为这并不能代表什么 那这个呢 这个又怎么解释 她给别的女人疯狂刷了三千万 小飞指着热榜第一大叫 这个呀 陈远跟我说了 而且她刷的总数 其实不止三千万了 小白直接傻眼 她给女主播刷礼物还告诉你 对呀 两个人在一起最基础的就是信任 你相信我 我相信她 很离谱吗 算了 小飞你母太单身 不会懂这种心有灵犀 几句话下来 小飞承受了莫大的伤害 可小飞实在搞不懂 赵玉琪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就傻了呢 陈远你究竟给她下了什么酱头啊 此时的陈远 正穿着一身古装打着哈欠 室友不满的大叫 远子你专心点啊 哪有玩剧本杀害犯困了 陈远说她并不想来 是室友求她才来的 突然妹子们的呵斥声传来 熊涛你那么大声甘僧了 会吓到陈远的 我们就喜欢看陈远睡觉的样子 你干嘛叫醒她 陈远你没事吧 今晚有空吗 陈远陈远我看你好像有点累 我帮你买杯酱香拿铁吧 室友酸的不行 因为妹子们说陈远不来他们也不来 这时陈远只向另一边说道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也在 原来在另一边 林书童扮演的角色正在忏悔哭泣 我是小翠 我抛弃了青梅竹马跟金远外儿子跑了 然后被杀了 但我觉得我活该 不需要找什么凶手了 我罪有应得 原来儿子说道 同学你冷静点 你这样我们没法继续玩了 室友说林书童听说陈远在 就硬是要跟来 话说他究竟怎么了 听说他最近在看医生 好像是郁郁了 听室友这么一说 陈远突然在想 是不是自己太过分了 虽然他狠狠伤害了自己 抛弃了自己 上了前男友的车 但绑定关系后 林书童似乎也有心悔改 似乎还是发自真心的悔改 林书童虽然有错 但也罪不至死 我是否太过绝情了 这时几个女同学问陈远 学校都在传你是 网上的那个神豪燕总 是不是真的呀 对啊对啊 我看你们的网名都一样了 陈远玩味一笑 他在想要不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突然一旁传来了一阵嘲讽声 并且笑声极大 如果陈远是燕总 我把脑袋掰下来 给你当球踢 燕总可是在鲨鱼 刷了一个小目标的神豪 你陈远算什么钓毛 也配碰瓷燕总 只见一个绿毛西装男走了过来 居然是他 陈远见到此人后 似乎想起了什么 绿毛走到林书彤面前笑道 这位同学你好 我叫李涛 是这家店的老板 我注意你很久了 要不要加个微认识一下 这些话说完 林书彤莫名的有些脸红 并且心中有些尴尬 那么他究竟会给还是不给呢 果然狗改不了吃 曾经祈求陈远原谅的前女友 现在又一次被叛了陈远 跟以前一样 又是因为对方比陈远有钱 上一秒还懊悔痛哭的林书彤 下一秒就被老板撩拨的面红耳赤 此刻林书彤都忘了 陈远就在他身旁 其实陈远认识这个李涛 他是陈远高中时的情敌 仗在家里有钱有势 经常欺辱霸凌陈远 现在再次见面 李涛眼里竟是挑衅的目光 找林书彤要威也是故意的 但此时的陈远早已不是从前 既然李涛想装这个背 陈远就打算让他装个够 正好他也不太想在同学面前太高调 顺便也给某人做个压力测试 毕竟从林书彤的目光中 陈远就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那是他以前最熟悉的拜金林书彤 随后陈远来到李涛身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副歌叫李涛 是我高中同学 目前985大学在读 自己还开了公司 资产千万 可以说是真正的钻石级副歌 听完陈远的介绍 众人心中皆是一惊 尤其是林书彤 那威红的脸颊此时变得滚烫无比 然后陈远又摆了白色 至于我 确实不是燕祖 只是最近家里拆迁赔了点钱 也就三五百万而已 你们误会了 我就是一普通人 一听到陈远说自己不是燕祖 林书彤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本来想的是获得陈远的原谅 然后就吃喝不愁了 可陈远却说自己不是燕祖 而现在一个是身价千万的高材生 一个是有点小钱 但喜欢过自己的陈远 想着想着 林书彤的好感度就疯狂下降 仅仅片刻间 林书彤的好感度就降到了失误 同时他和陈远的舔狗关系也自动解除 好呀好呀 我加你吧 林书彤毫不犹豫掏出手机 同意了李涛的好友申请 林书彤恢复了拜金本质 他认为这种情况 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 肯定是要选更有钱的副歌 一见林书彤同意加自己 李涛瞬间就大笑了起来 陈远这个世道还真奇怪 你叫出来的妹子却加了我的威 这特么的真是太有意思了 以前我打你就像打狗 你现在更是只能被我踩在脚底 这位陈远是我同学 他今天逗得我很开心 这桌的账免单 李涛拍了拍服务员 然后就开心地离开了 而陈远这时却控制不住自己 浑身开始疯狂颤抖 因为他实在太激动 甚至不自觉地笑出了声 室友见陈远有些不对劲 心里有些担忧 毕竟林书彤和陈远的事情 他是非常清楚的 陈远连忙摆手安慰室友 我没事我没事 只是突然想明白了一些事 陈远彻底想明白了 林书彤想要的机会他给过了 可惜他还是狗改不了吃 见到副歌还是会像以前原地跪铁 从今往后 因为他不配 想到这里陈远心中还是有些难受 毕竟他真心爱了林书彤三年 但现在陈远算是彻底看清了林书彤 在离开的时候李涛叫住了陈远 这么快就要走吗 我们明天在九州饭店举办高中同学聚会 到时候高中不少同学都会来 陈远你敢不敢来 听完李涛的话 陈远想起了一个人 那是他高中时的初恋 然后陈远回头邪魅一笑 既然李大少邀请 那我肯定是要来的 他来了 燕总的初恋终于登场 他曾是无数同学心中的女神 可如今才刚见面 陈远就直接要加他联系方式 聚会的同学们全部震惊 要知道陈远高中时就是个废物 而同样在场的廖家却说陈远是渣男 还说陈远家联系方式是为了进行转弯 欺负过陈远的李涛也跟着起哄 而陈远则是默默掏出了手机 在李涛的邀请下 陈远也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 但在场同学基本都在柜田李涛 李涛极为享受 他让大家等若宇来的时候 兄弟们必定助攻到位 帮你拿下 大家都在迎合李涛 只有陈远和文哲默不作声 陈远心中也不有感叹 李涛这伙 还真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装备 就在这世门被打开 只见一位身穿连衣长裙脚踩高跟凉血 并且手提爱马仕限定款女包 身材极好的女生到场 他刚到就向大家致歉 不好意思 让大家久等了 此人正是高中学校的女神肖若宇 今天家里司机请假 我打车来就晚来了一些 和肖若宇一起来的还有廖家 三年 唯一能照亮陈远生命的白月光 他就像一位高贵的女神 他是那样的神秘高贵 他就像是一道求不出己的方程式 让全校无数男生失去理智 而陈远也是其中追求者之一 肖若宇刚坐下 陈远就立马来到他面前拿出手机 肖同学好久不见 可以加个微方便联络吗 李涛气的火冒三丈 他心里怒骂 还真是一条赖皮狗 一会我就让你变成死狗 出于礼貌肖若宇点了点头 好的没问题 同时他心中也在想 这个男生是谁 自己好像没见过的样子 此时陈远和肖若宇 舔狗关系绑定成功 只要逆袭成功 就能获得属性点 以及英法俄韩四国语言精通 在陈远拿出手机 并且肖若宇答应后 在场所有同学都震惊了 因为在他们印象里 陈远就是个唯唯诺诺的屌丝 可现在的他就像换了个人 猛的不像话 这时廖家开始嘲讽 不过是个给富二代做马仔的货子 陈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着几个富二代做马仔 还带着刘文哲一起鬼混 那几个富二代都是出了名的渣男 你不知道帮他们骗了多少无辜女孩 文哲气得不行 廖家这分明就是在胡扯 对于他这个拜金前女友 文哲心里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 见文哲说话廖家立马就急了 我怎么胡说了 刘文哲你玩弄我的感情后断牙式分手 分手后还无缝衔接 我现在都被你搞得郁郁了 说着说着他就哭了起来 这时同学们也开始了议论 陈远真下头 他要萧同学的威不会是想二手转卖吧 真是太恶心了 跟这种人一桌吃饭我都有点反胃了 这些话听在萧若宇儿里 他心中对陈远的好感度也下降了一些 李涛见状也跟着大叫 陈远你要是缺钱不如跟着我混吧 我给你介绍个工作 我也是富二代 你给他们做马仔不如给我打工 起码我的钱是干净的哈哈 陈远一句话没说 但心中早已冷笑不止 廖家先污蔑诋毁 李涛再来助攻 看来这两人是商量好的 这要是换了别人 估计还真就白口摸变了 这次可是你们自己把脸送上来给我踩的 想到这里 陈远就掏出了手机 然后给车神浩天发了一条信息 小张 把我的法拉利开到九州饭店门口来 陈远的打脸大秀开始了 二代当众撩烟总的初恋 于是陈远就叫来了车神浩天 同学们本以为车神跟他们不认识 却没想到车神竟对陈远毕恭毕敬 还说他就是来给陈远送车的 任谁都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最终在陈远的邀请下 肖若宇上了陈远的车 同学聚餐结束后 众人都离开了酒店 可聚餐结束了 同学们的马屁声依旧在继续 李涛被舔得无比快乐 毕竟肖若宇就在身边 在李涛看来 陈远和刘文哲就是两条丧家犬 他们两人的脸今晚都丢尽了 以后怕是都没脸见人了 自信心爆棚的李涛来到肖若宇面前 若宇需要我送你回家吗 今晚我就是你的专属司机 我永远都不会请假 李涛以为自己很帅 可肖若宇只觉得很油腻 他连忙白手拒绝 就在这时一名保安走过来 李先生我正在找您呢 麻烦您挪个车 李涛大怒 在你们酒店消费还不能停车吗 真是岂有此理 保安连忙解释 此酒店的车位在9点以后 只开放给VIP客人 而现在就有一位VIP客人要停车 所以需要挪一下李涛的车 一听是VIP客人 李涛就想看看对方是多大的屁 然后李涛故意把车拦在路口 他还就不信了 谁有这么大牌头 自己怎么说也是个富二代 就在这时 一辆红色法拉利出现 李涛震惊无比 他认出了这是法拉利拉法 价值两千多万 他也只在车展上建模 而从车上下来的人 他也认识 因为对方竟是张氏集团的张浩天 他在本市可以说无人不知 难怪这么大牌头啊 这人据说在汉城富二代圈子里 出了名的不好人 还好我没跟他起冲突 此时李涛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 此下一秒更让李涛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这位顶级少爷 竟笑盈盈的在跟陈远握手 毕竟在他眼里陈远只是个废物 陈远拍了拍浩天肩膀 张总麻烦你了 这么老远给我送车 浩天连忙回应 麻烦啥呀 自家兄弟不说两家话 能给燕哥送车是我的荣幸 此话一出 李涛震惊的差点晕绝过去 张浩天跟陈远认识也就罢了 就连那辆车竟然也是陈远的 这时同学们开始议论 廖家你不是说陈远在做马仔吗 怎么会这么有钱 一位男同学又说 陈远的那辆法拉利 都能买十几辆李涛的车了 紧接着陈远走了过来 来张总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 他也是个富二代 廖家你之前说的什么屁话 陈远这个身价还需要做马仔 廖家此时哑口无言 面对同学们的责问 他说不出半个字来 而一直没开口的肖若宇却分析了出来 应该是李涛和廖家在一同污蔑陈远 可即便陈远的身价非凡 他依旧没有为自己辩解 想到这里 肖若宇就对陈远产生了一些兴趣 同时他心中对陈远的好感度 也提升了试点 感知到这一切的陈远歪嘴一笑 然后他看向肖若宇张开大手 肖同学 我能有这个荣幸送你回家吗 肖若宇立马做出回应 他也将手伸了出来 并且脸上带着些许笑语 没有丝毫厌恶的应了声 好呀 随后陈远开着法拉利带着肖若宇 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逐渐远去 而还没离开的文哲朝浩天说道 张总你说这人跟人的差距 为什么有时候 比人跟狗的差距还要大呀 表冷傲的初恋女友 内心深处却是个小傲迷 陈远借此打开话题 两人都产生了一种甜甜恋爱的感觉 可甜蜜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肖若宇前脚刚进门 母亲就要让他去相亲 最终在母亲的哀求下 肖若宇不得不答应见面 陈远和肖若宇一起跟同学们告别后 车上的肖若宇有些动摇了 他发现自己好像有点太冲动了 毕竟自己和陈远并不熟悉 这么贸然上了他的车 万一他是个 陈远目光撇向肖若宇主动开口 我注意很久了 肖同学你包包上的那个挂坠 是迪卡欧塔曼吧 在肖若宇包包上挂着一个欧卡曼小王偶 一听到陈远说出了他的名字 肖若宇先是震惊 然后又开口问道 是的 你居然认识这个 陈远微微一笑 因为我也很喜欢看欧塔曼 尤其是迪卡 我觉得他的变身形态特别帅 见陈远也喜欢欧塔曼 肖若宇立马来了兴趣 对对对 我也是我也是 我从小就爱看 可是我身边的女生都不爱看这个 车上原本有些尴尬的两人 此时通过共同的兴趣打开了话题 聊着聊着肖若宇更是嘟起了小嘴 这自然是陈远不经意的拿捏 但对于陈远小小的拿捏 肖若宇并不觉得不是 反而让他很放松 陈远也是第一次知道 看着他开心的样子 陈远忍不住想要去守护这种美好 这是陈远觉醒系统后 第一次产生了这种感觉 虽然接触的女生不少 但陈远此生第一次有恋爱的感觉 还得是肖若宇 其他人还真不行 在两人一路愉快地谈笑之际 陈远已经把肖若宇送到了家 陈远比出迪卡的必杀戟 今晚见到了和平常不同的肖同学 我很开心 肖若宇自然也是北出回音 叫我若宇就好 谢谢你送我回来 此时的两人在外人看起来很幼稚 可正是这种卸去伪装的样子 才让两人更加深入地进了对方心里 一丝甜蜜的情感在两人心里开始发芽 看着陈远离去的背影 肖若宇发现陈远这个人还是怪有趣的 居然不觉得自己很幼稚 他和那些油腻的爹尾男完全不一样 随后若宇推开大门进了别墅 可前脚才刚进门 屋内就传来了肖若宇母亲的呵斥声 不是跟你说了这几天别乱跑吗 怎么这么晚猜回来 母亲严厉地说起了若宇不想回应的事 上次跟你说过的相亲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若宇听完默不作声 你也知道最近你爸爸公司状况很不好 韩家这次的投资很重要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若宇听完忍不住哭出了声 可是妈 我的婚姻我的幸福难道就不重要了吗 凭什么我要嫁给韩家那个花花公子 母亲伸出手指大叫 凭什么 就凭我们花钱把你养大 你吃的用的穿的玩的都靠我们 没有我们你什么都不是 然后他又指向楼上的父亲 你爸爸的公司要是完蛋了 我知道韩家的韩小刚确实不怎么样 但形势比人强 再说结婚了男人就收心了 你难道要妈妈跪下来求你吗 妈 我知道了 诱语没有多说 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 只有不断掉落的泪水 以及被泪水打湿的欧塔曼 再告诉他 刚才和陈远的相处 也许只是一场短暂美好的梦 和烟总吃完饭回到家的初恋 就立马被母亲逼着去相亲 这件事迅速上了新闻头条 当陈远得知此事后 他决定重拳出击 这一次他绝不会再错过 但在路上陈远被拦下 对方竟想邀请陈远做网红 陈远打开土豪群 土豪们正在聊天 有的在展现手表 有的在观望新人主播 突然车神爱的所有人 说是有超级大瓜 陈远一脸懵 有什么大瓜 张浩天这小子在搞什么 这时浩天发出了今日新闻 原来是肖氏集团疑似资金链断裂 千金肖若宇或将下架韩氏集团 图片上肖若宇美若天仙 而韩小刚则是长得无法形容 陈远直接傻了眼 这特么的吃个瓜 居然吃到自己头上来了 他可没听肖若宇要去相亲 毕竟两人昨晚还聊得挺愉快的 但才一晚过去 他就要和韩氏集团少爷定亲了 这时陈远想起了高中时期 那个时候他暗恋肖若宇 在他心中肖若宇就是天使 是女神 是照亮他心中的光 可如今他有了实力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力的少年了 想到这里陈远握紧拳头 他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 陈远目光坚定无比 他要阻止这一切 这一次陈远不会再胆怯 他不要再做 削弱与生命中的过客 这时一边有个女人正在观察陈远 他朝旁边的男人说道 那个人就是奔跑哥陈远 男人说就是他 跟视频里一样 大短裤大短袖像个二流子 然后女人伸出手 拦住了要离开的陈远 他拿出一张明片开始自我介绍 陈远你好 我叫沈淑仪 你有兴趣做网红吗 沈淑仪微微一笑 似乎觉得很轻松就能搞定 陈远看向明片 原来沈淑仪是传媒公司的人 得知对方的目的后 陈远果断拒绝 不好意思没兴趣 沈淑仪震惊 他没想到沈远竟拒绝得如此单纯 这么果断拒绝 难道已经签了其他公司 那我得换个办法 然后他又追向陈远 同学你等等啊 我们公司是正规的机构公司 实力雄厚给你的薪水也很优厚 陈远直接无视 压根就没有心情搞这个 突然沈淑仪拦在陈远面前 更重要的是我们公司 有沈豪燕总给我们作证 燕总你知道吧 血洗鲨鱼平台的无敌土豪啊 给你提个血 你如果不牵我们 小心会被燕总封杀哦 沈淑仪邪媒一笑 语气有些威胁 陈远真的是有些受不了了 真是个智障 这个固执的娘们怎么这么烦 还特么拿燕总说事 我特么就是燕总啊 别特么耽误我的正事啊 同学考虑的如何了 陈远心想 这娘们是吃准了 自己不能拿它怎么样 但自己不能可不代表 别人不能 然后陈远就拿出手机 紧接着就把情况发在土豪群 让人帮忙解决一下 没多久就有个土豪说这是误会 就这样两分半过去 沈淑仪还在不停邀请陈远 而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起 沈淑仪拿出手机一看 竟然是老板打来的 电话刚接通 那头就传来了老板的怒骂声 你这个疯女人赶紧给我回来 你如果真不想干了就别干了 蠢货 沈淑仪结结巴巴的说 老板我 我没有啊 这时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 而陈远此时的心情更加凝重 和以往的女生不同 这次她面对的是整个集团 韩氏集团是吧 敢动我抢女人 那我就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 妈 竟然有人抢烟总的初恋 萧若宇被父母带着去相亲 可她却发现父亲带了很多文件 当见到相亲对象的那一刻 萧若宇明白了一切 而得知一切的陈远正飞速朝若宇赶去 此时若宇一脸不情愿 母亲连忙说好话 若宇呀 这次只是去跟韩家的孩子见一面 相得亲而已 别闷闷不乐了 咱们家的远航集团资金链断裂 你爸爸到处求人头发都摆了 这次你韩伯伯愿意出钱帮我们 要求也不过分 咱们就当交个朋友 而且韩小刚这孩子看着也挺老实 可以接触接触 就在这时 若宇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他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是陈远发来的 陈远问他在哪 若宇回应家里安排了点事 正在去地豪大饭店的路上 陈远让他到了后说出具体地址 一定要等他 若宇心中有些惊讶 他感觉陈远好像知道自己要去相亲 看着手机他就想起了陈远 想起了那个短暂接触过的陈远 如果非要和某个人在一起 比起那个恶心的韩小刚 若宇宁愿跟陈远在一起 陈远不仅幽默 长得也挺帅 更重要的是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话题 这时父亲开口了 若宇呀 爸爸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但爸爸求你等下遇到什么事都冷静一些 你就当帮爸爸的忙好不好 若宇有些不明白父亲的话 他心中觉得这不像是什么好事 就好像这根本就不是去相亲 但无奈的若宇还是低下了头 爸我知道了 片刻后 三人来到了顶级酒店 地豪酒店 几人刚到 就有个保安再次等候 他连忙带路 萧总您好 韩总在305会议室等您 请跟我来 三人不知道的是 这个保安眼中尽是贪欲 他早就听说过萧家千金天生丽质 如今百闻不如一见 萧若宇的长相果然无话可说 但很可惜 这么一个绝世丽人 很快就会变成他家少爷嘴里的肉 这时若宇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明明是去相亲 可父亲却还提着一个公文包 并且里面还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 这很不正常 随后在保安的带领下 三人来到了305会议室 刚进门 一个白发中年人就立马欢迎 萧总来了呀 小刚快给你博夫七茶 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 此人正是韩氏集团的总裁 而这个痴呆有些低能的人就是他儿子 韩小刚 此时在桌子上 摆满了各种文件 若宇立马就发现了桌上的异常 仔细一看 这竟然是各种协议书 还有各种股权转让协议 若宇终于确定 这绝对不是相亲 若宇看向父亲心中暗想 爸爸你究竟想干什么 与此同时若宇心中浮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此人就是陈远 听说好事来相亲 可却变成了利益交易现场 若宇终于明白 父母这是要卖掉自己 属于汉城几大巨无霸集团之一 旗下业务众多 甚至涉及了不少灰色产业 而他本人更是出了名的老奸巨华 无力不起早 在他眼里只有利益 韩三水看着肖若宇有些满意 若宇真是长大了 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实际他心中也产生了些许的邪念 伯父过奖了 若宇连忙客套回忆 同时他也按照陈远说的 通过记忆盲打字 把305会议室的地址发给了陈远 就在这时韩三水的儿子韩小刚凑了上来 他一脸邪笑口水直流 若宇你也来了 自从上次久会遇见你后 我茶不思饭不想 睡觉都会梦见你 你就放心吧 这次我爸爸一定会帮你家渡过难关的 韩小刚这么强烈的样子 让若宇心中更加反感 他连忙抽出手说了句谢谢 如果不是答应父母过个场 他恨不得立马离开这里 见若宇说谢谢 韩小刚直接伸出闲猪手 并且又是一阵邪笑 若宇这都是小问题 你跟我还客气啥呀 毕竟我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 韩小刚这么明目张胆地用力一抓 让若宇彻底忍不了了 他一把打开韩小刚的闲猪手 然后大叫 你放尊重点 谁和你一家人 给我拿开你的爪子 父亲立马大吼 若宇你怎么和小刚说话了 怎么这么没礼貌 在他心里 今天这件事绝对不能出意外 巴你 若宇气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他现在很愤怒 可父亲眼里已经只有利益 他想说些什么 但又什么都说不出口 韩总小女不懂事 你别和他计较 我看小刚和我女儿就很般配 韩三水一声大笑 既然如此那大家落座吧 萧总也看一下合同 随后助理就开始介绍起了合同 这份是股权转让合同 里面的附加条款 我这里详细地给萧总介绍一下 此时韩小刚就像一只野兽 直勾勾地盯着萧若宇流口水 按照约定 韩家给萧家远航集团 一亿资金购买20%的股份 但是前提是萧若宇嫁给韩小刚 而这一个亿的资金 会分批次注入远航集团的对公账户 直到萧总您的女儿 也就是萧若宇为韩家 生下一个孙子为止 最后一笔资金才会到这儿 听完这些话 若宇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他颤抖地拿起一份协议书 那竟然是一份夫妻婚前财产协议 看完上面的内容 若宇当场崩溃 那上面的内容 竟然是要他和韩小刚结婚 并且还要为他生下儿子才行 此时他心中悲愤无比 若宇转过头奋气地看向父亲 爸 你骗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吗 你这分明就是卖女儿啊 母亲不但不心疼若宇 反而让他冷静点 因为这是他和老公商量好的 若宇朝母亲大吼 我不想冷静 我不明白 你们做生意失败了 凭什么要搭上我的人生 你们难道不知道 那个韩小刚在外面吃喝嫖毒 不俱全吗 我死也不要嫁给他 若宇极力反抗 让他嫁给韩小刚 就等于葬送掉他整个人生 他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但若宇话刚说完 父亲那皆是有力的一巴掌 就狠狠扇在了他的脸上 绝望 委屈 不甘 各种情绪充斥在若宇心中 他的泪水不断涌出 眼神空洞 此时在他心中只剩下最后一道光 那就是即将到场的陈远 请求女儿牵下卖身器 甚至下跪求女儿答应 还说就当可怜可怜他 面对这样的父母 萧若宇面如死灰地点了点头 一想到萧若宇即将属于自己 韩小刚就露出了一丝邪笑 但就在所有协议签订完成的那一刻 战神陈远终于登场 刚开始若宇还极力反抗 但父亲的一巴掌让他认清了现实 我还是太惯着你了 萧家已经到了危难时刻 你却只想着你自己 我怎么教出了你这样的孽障 我只想着我自己 父亲的话让若宇有些不知所措 他甚至开始认为父亲说的就是对的 而错的人好像是自己 母亲见状也连忙开始打亲情牌 若宇你要理解爸爸 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你从小到大都很懂事的对吧 远航集团如果倒了我们家也就倒了 妈 怎么连你也这样 远航倒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再让他起来啊 有我有你 有爸爸我们全家人都还在 若宇愤恨至极 就连母亲也是这样 可若宇的话还没说完 母亲竟直接跪了下来 他跪在若宇面前 一边哭一边拉着若宇的手 若宇妈妈求你 你就当可怜可怜妈妈好不好 嘴上这么说 他其实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么一跪 让在场几人皆是一斤 他们没想到竟会这样 若宇更是不能接受 母亲给女儿下跪 怎么能这样 若宇连忙拉住母亲的手 妈你这是干什么 你快起来啊 妈妈也是没办法了 我们走投无路了 你不答应这门婚事 妈妈就不起来 听到母亲这么说 若宇好半天都说不出一个字来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韩小刚立马见缝插针 若宇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只要你肯嫁给我 你就算要天上的星星我都摘给你 你看伯母都给你跪下了 你就答应了吧 不只是表面 若宇内心也在哭泣 难道这就是我的命运吗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难道就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吗 此时的肖若宇认为自己 就像是被束缚的龙中之鸟 我答应了 妈你起来吧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若宇眼神空洞 泪水也流干了 他心如死灰的答应了母亲 这才是妈的好女儿乖女儿 母亲立马变了嘴脸 父亲也笑了起来 若宇爸爸刚才说的是气话 你别往心里去 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有时候会有不周到的地方 既然令千金没有意义了 那咱们继续签合同吧 萧总 见事情搞定 韩三水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对对对 合同最重要 韩总说的对 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了各种合同 早点签合同 小刚和若宇早点完婚 给萧家的资金也能早点到位 此时韩小刚已经迫不及待了 他馋得口水直流 瞧不上我 还不是要给我做老婆 一想到这么高贵冷傲的女人 是自己老婆 韩小刚就激动的不行 他恨不得今晚就入洞房 就这样 双方开始签订协议合同 若宇站在一旁默不作声 桌前几人都是为了利益 而他则是唯一的牺牲体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 他一脚将结实的大门 踢了个稀巴烂 是陈远赶到了 陈远大叫 哪个狗的挖老子墙脚 稳出来 众人一惊 全部望向门口 而若宇也是扭过头 见状 他那灰暗的心 又燃起了一道亮光 气了解气了 陈远先是全打负二代 然后又将合同单全部撕烂 并且愿意为肖家出资五个亿 但条件就是初遍肖若宇 就在几人签订好合同的那一刻 陈远直接破门而入 他终于赶到了 此时的陈远满脸愤怒 他吵几人怒吼 敢挖我抢脚 是吃了雄心豹子挡了 是谁 给我滚出来 见陈远竟真的来了 若宇心中激动无比 原本他并没抱太大希望 毕竟两人昨天也只是见了一面 可现在陈远竟真的为他来出头了 此时韩小刚气得火冒三丈 明明天鹅肉马上就要到嘴里了 结果却有人坏他好事 韩小刚大叫 哪里来的疯狗跑这里撒野 我腻歪了 但韩小刚话音刚落 陈远的铁拳就狠狠砸在了他的脸上 并且还砸掉了一颗大门牙 韩小刚长大并且还肥 但在这一拳下 他却被打得倒退了十米 陈远轻吐一口气 长得跟你马棒吹一样 还不给也滚开 这还是陈远控制了力道 如果他真想 刚才那一拳就能要了韩小刚的命 韩小刚捂着猪头般肿胀的肥脸 又指着陈远狂叫 你敢打我 你逆逆 两个黑衣保镖互在韩小刚面前 大胆 居然敢袭击韩公子 不想活了是不是 你知道在座都是什么身份的人物吗 活腻歪了 陈远冷冷一笑 跟我谈身份 不就是两个好手匹夫 一个卖女儿一个买女儿吗 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 我立马让你们韩家在汉城消失 韩三水阻止了要动手的保镖 他心中无比冷静 在他看来 这次和肖家的交易很隐秘 其他家族也以为只是相亲 但这小子不但知道的这么清楚 还能找过来 一想到这里 韩三水表情就更凝重了几分 很明显眼前这个少年不简单 韩三水来到陈远面前 不知小友是哪一家的公子 韩某改日当灯文拜访 陈远回忆 不必 你没这个资格知道 猪头刚见状又开始猪叫 好大的口气 但他刚开口 韩三水就对着他怒吼 住口 我怎么教你的 做事三思而后行 先看看他耍什么花样 陈远来到若宇面前微微一笑 若宇你放心 你家的困难我来帮你解决 绝不会再让你干净受怕 若宇点了点头 他虽然没有开口 但他眼中感动的泪水代表了一切 此时若宇心中有种特殊的感觉 他在想陈远也许真的有这个能力 能解决这一切 陈远无视惊慌的老韩 直接拿起桌上的协议合同书 开始查看 紧紧片刻间 他就看懂了这背后的利益关系 萧总真是太看清自己女人了 一个亿你给卖了 我出五个亿买你肖家远航集团60%的股份 当着众人的面 陈远直接把一大堆的协议合同 全部撕了个稀巴烂 这一刻 在场五人全部震惊 因为五个亿可不只是一个数字 更何况是五个亿的现金 韩三水心中更加惊叹 随手就能拿出五个亿的流水现金 这起码得是资产过百亿的集团势力 而他韩三水跃人无数 此刻却看不出陈远的路数 这让他疑惑不已 此刻要说最激动的人 那绝对是老韩 有了五个亿 他不但可以东山再起 还能开疆拓统 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这时陈远继续补充 当然这五个亿不是白给你的 除了股份我还有个附加要求 然后他便指向了萧若宇 若宇心中也是一惊 他不明白陈远这是何意 王道说陈远是要用五个亿买下自己 来了 初恋终于爱上了陈远 陈远不仅救了他 还为他签下了一份能掌控人生的合同 给萧家打完五亿现金后 陈远便拉着若宇离开 若宇一脸开心的向陈远表达谢意 可陈远却说 这也不是第一次救你了 由于陈远说可以为萧家出资五个亿 但要求就是萧若宇 于是听完此话的若宇立马就倒在了地上 他原本以为陈远和他们不一样 可这样一看并没区别 陈远也不过是要花钱买下自己 他也一样把自己当成了可以随意买卖的物品 想到这里 若宇就再次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但下一秒 我的五个亿就马上到账 这就是陈远的策略 这样一来若宇就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再也不会被当成交易的货品 此时的若宇早已感动得无法延迷 现在的他已经不再被束缚 他挣脱了牢笼 离开了那个将他困住的铁笼 飞向了广袤无垠的世界 这一刻他自由了 现在陈远在若宇心中 那就是英雄一般的存在 陈远就是他的大英雄 就像欧唐曼 想着想着 若宇对陈远的好感度就在飞速提升 没多久 好感度就来到了85 距离攻略还差10点 片刻后 助理拟定好了新的合同 接下来等陈远签个字就可以了 陈远一把抓住若宇的小手 让他签下这份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若宇有些害羞又有些紧张 陈远连忙安慰 若宇来 签了这个合同 以后谁也无法左右你的人生 当签下合同的瞬间 陈远直接将五个亿打了过去 若宇的父母看着到账的短信 激动的差点原地起舞 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老肖小心翼翼地问陈远 陈 陈公子 您提出的要求 真的仅仅只是这样吗 陈远回忆 自然是这样 你还想有什么 然后陈远靠近老肖补充道 你肖家的兴衰都在我一面之间 如果你在强迫若宇做他不愿的事 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 痛不欲生 这些话让老肖当场冷汗直流汗流浃背 同时他也知道 这个少年他是万万得罪不起的 若宇这里没什么可留念了的 咱们走吧 若与黑黑一笑点了点头 现在一切都已搞定 两人就要离去 这是一直没开口的韩三水开口吗 陈少手笔惊人 韩某佩服 方才全子与您有点冲突 我替他道歉 您别和他计较 在韩三水眼中 陈远能不眨眼就掏出五一现金 就是个活脱脱的财神眼 如此手笔 恐怕全国首富也不过如此 甚至还不如他 毕竟陈远实在太过深不可测 此子实力雄厚手段莫测 断不可与之为敌 这绝对是韩三水心中坚定的想法 就在这时 韩小刚开始叫韩了起来 啊 明明是他先动手打 但话还没说完 韩三水的巴掌就甩了上来 你这个孽障闭嘴 韩家的家业迟早毁在你这个蠢货手里 我打死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陈远他惹不起 但教训蠢儿子还是没问题的 在教训过程中 陈远已经拉着若宇离开了这里 走出地好酒店 两人一起进了车里 若宇翘脸微红看向陈远 陈远谢谢你救了我 陈远一边摆弄音乐播放器 一边回忆 没关系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救你了 中女孩放学路上被混混拦住 混混拉着女孩想和她打游戏 但危机时刻一个男生救了她 等她叫来帽子叔叔后 发现现场已空无一人 而那个男生 就是再一次救了若宇的陈远 这一刻 两人的情感达到了巅峰 上车后 陈远说起了几年前的一件往事 当时若宇和陈远一样还在上高中 某天放学后 若宇和朋友玩到很晚才回家 她在路上骑着自行车 心中也有些发慌 但越是担心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 等刺眼的灯光散去 若宇面前出现了几位壮汉的身影 这些人一看就是混混 若宇大叫 什么人 你们想干什么 混混一阵邪笑 不干什么 最近手头紧借点零花钱 小妹妹就算没有零花钱也没关系 长得这么好看 哥哥带你去兜风啊 忽然一个混混直接将若宇抓住 若宇拼命大叫 我不认识你们 快放手 我要叫警察叔叔 就在几个混混邪笑之时 一道身影快速从后方冲了过去 小同学快跑 一位男生突然冲了出来 一记头锤将混混击退 他一边抱住混混 一边让若宇快点离开 他死死地抓着混混不松手 嘴里不断喊着你快跑 别回头 快点离开 而若宇也趁机转身离开 只留下原地挨打的男生 好事被打断 混混们把这个男生当成了出气对象 对他各种拳打脚踢 当时若宇由于太慌张 他并没看清楚是谁救了他 一心只想着赶紧逃命离开 然后叫人过来帮忙 等他回过神叫来警察叔叔后 发现救他的男生和混混都不见了 只留下了被打坏的自行车 这件事一直埋藏在若宇心里 若宇本以为这辈子 都不会遇见那个救了他的恩人了 但听完陈远的话 一股感动的热泪 开始从他的翘脸上不断滑落 此时他终于知道 当初救了他的人正是陈远 正是这个刚刚再次救下他的陈远 一想到这里 若宇心中就无比激动 好感度瞬间加时 直接来到了95 同时陈远也终于完成逆袭 此刻在陈远眼中 若宇是那么的可爱迷人 他心动了 由于陈远共为其消费5亿填狗精 所以获得奖励5000万 同时还有35的强化点 以及因法额含四国语言精通的技能 此时此刻陈远的状态 就是个强壮无比的小超人 其实陈远也挺意外 他没想到这么快就逆袭了 毕竟自己还有很多招没用呢 不过看着若宇的笑容 陈远觉得这样似乎也不错 看着若宇的笑容 陈远又想起了曾经 曾经的陈远就是个普通的学生 无力保护守护若宇 但这一次 他有了勇气光明正大的站在他面前 追求他 保护他 这一次 陈远没有辜负曾经的自己 对于曾经的自己 陈远也有了一个交代 他做到了 此刻 一股奇妙的情感 出现在两人心中 他们早已脸颊发疼 并且两人也对视了许久 一个同样的想法出现在两人心中 随后两人缓缓向彼此靠近 但就在这时 陈远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两人 陈远仔细一看 既然是副会长赵玉琪打来的 那么赵玉琪打电话又有什么事呢 让豪杂五个亿将初恋追到手 初恋直接就给男人盖了个章 还说盖过章就是他的人了 就在气氛见农之时 陈远的手机来电打断了两人 陈远接通来电 是副会长赵玉琪打来的 他说自己已经搬进了别墅 这两天在采购家具 还问陈远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陈远有些心虚的回应 我当然知道了 明天是你生日 礼物我都准备好了 陈远一边说一边偷喵若语 生怕若语发现什么断倪 赵玉琪又说 对了陈远 你明天可不要送我太贵重的礼物 这次我办生日会请了很多同学 太贵重的我不好意思受的 此时别墅内已经送来了各种家具 赵玉琪一边图指甲油一边和陈远对话 好呀 那我再想想送你个什么礼物好了 陈远有些郁闷 他是准备送这辆法拉利的 现在却提前把路给自己堵死了 那这法拉利该怎么处理 琪琪你别包电话粥了 这个该挂哪里啊 小飞拿出一个画像问道 赵玉琪连忙说得干活了 给陈远一个飞吻后就挂断了电话 现在赵玉琪已经开心的跳起路 以后他就有自己的家了 而且还是价值六千万的家 他只觉得这个家很温馨 这种感觉让他浑身无比舒适 仿佛每个毛孔都被打开 整个人重获了新生 提前完成了进化 赵玉琪越来越期待明天的生日会了 挂完电话陈远有些惊讶 若宇居然没问是谁打来的 既然对方没问 陈远就主动出击 于是他便看向若宇开口 有个大学同学过生日 要搞个生日会 你要来吗 无论如何 主动邀请就意味着自己豁达坦荡 对方愈发不会起疑心 须知实知 用真相包裹的谎言最难识破 这就是陈远的陈世兵法之奇 若宇微微一笑 过了吧 合同签完明天家里还会有很多事 更何况都是你的朋友 我去也不太好 实际若宇想的是 有些问题可以问 有些问题问了也不一定有答案 既然如此还不如不问 这样更显得自己自信 若宇不会像那些恋爱脑 整天黏着缠着 最终把对方逼疯 那真是可惜了 你要是去了肯定咽压群方 若宇表示 以后要是有机会 他一定去陈远学校看看 当然这也只是陈远表面客气客气 要是若宇真的去了 那他可就麻烦了 实际上若宇也是不遑多让 他也在见招拆招 陈远遇到了同等级别的对手 若宇坚信一点 优秀的男人身边总会阴阴厌厌 是自己的终究是自己的 他相信自己的魅力 随后若宇下了车 他笑着向陈远表达谢意 陈远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也让你破费了 如果不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陈远把头埋低玩味一笑 若宇你实在过意不去 就给我一点利息吧 当然这只是他的玩笑话 但让陈远没想到的是 若宇竟丝毫没有介意 直接给他拨了一口 然后若宇转身离开 同时说道 这就是利息 你已经被我盖章了 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这样的女人 这样的举动这样的话 让陈远下意识地竖起大拇指 若宇真的是太鼎了 今天功德已圆满 陈远准备回去打游戏了 但就在这时 后方传来一道惊呼声 陈远 这是 你的车 陈远扭头看向后方 只见前女友林书童 站在原地乏冷 正一脸不可置信地 指着这辆法拉利拉法 我哭了 前女友又哭了 也不是什么好货 还不是为了钱 塑料姐妹花 就这样在街上扭打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找到林书童 说她有办法帮忙追回陈远 就在陈远帮初恋 解决完麻烦后 正好碰见了前女友林书童 陈远也懒得搭理她 直接关闷 然后在林书童的注视下 扬茶而去 林书童心中很不适滋味 因为从这辆法拉利 就能看出 陈远比她想象中更有钱 闺蜜孙瑞认为 陈远上次一定是在骗人 她应该比那个李涛有钱多了 又或者说 上次她很有可能是在考验书童 听完孙瑞的话 林书童瞬间想起来了 当时玩剧本杀那一次 就因为李涛是老板 还当着陈远要加自己 而林书童却真的答应了 林书童这才知道 陈远是故意的 想看看她会怎么做 可她却又一次倒杂了 依旧是因为自己那拜金的思想 一想到这里 林书童就后悔地哭出了声 她认为自己就是个 无药可救的蠢猪 瑞瑞我又错过了 这么重要的机会我又错过了 陈远一定不会再原谅我 林书童抱着闺蜜大哭 后悔的不行 而这时孙瑞却说 是啊 书童你是错过了 事到如今你已经没机会了 但如果是我的话 兴许还有机会 孙瑞脸色一变 竟说出了这样的话 林书童也不哭了 表情当场就变得很拉了起来 什么意思 你还惦记陈远 林书童拉着孙瑞的肩膀 疯狂摇晃着大叫 她有点接受不了 孙瑞自然也就不装了 对啊 陈远那么优秀 我想追她也很合理啊 凭什么你可以我就不行 孙瑞直接坦白想法 说不定陈远已经厌恶了你这样的 反而更喜欢我这样的呢 此时林书童已经气得火冒三丈 她直接抓住孙瑞的头发用力拉扯 孙瑞你这个贱女人 上次的联谊是不是你再给我下头 是不是你故意的 你这个坏东西 孙瑞也抓住林书童的头发大脚 我贱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千金小姐吗 你不也是为了钱爬上了黄凯的车 你比我更让人唾弃 更让人作呕 你闭嘴你闭嘴 你闭嘴啊 我要杀了你 林书童气道爆 因为她最不愿被提起的事实 此刻却被最好的闺蜜说了出来 她实在无法接受 孙瑞直呼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死绿茶 林书童表示要和她绝交 就这样闺蜜的小船当场翻车 而两人扭打的样子 被看戏的路人拍了下来 然后将这段画面传到了逗音平台上 等看戏的众人全部离开后 林书童还在原地哭泣 就好像两人之间隔了一道天约 再这样下去 林书童认为自己就真的没机会了 后悔的泪水不断滑落 她不甘心 不想就这样结束 她还想继续争取 小姑娘别哭了 你是林书童吗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一旁传来 只见一个女人正拿着名片朝林书童开口 而她就是上次邀请陈远做网红的沈书仪 沈书仪递出名片询问 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做网红吗 我有办法能帮你追回陈远 面对沈书仪的邀请 林书童会答应吗 而沈书仪的办法又是什么呢 金钱女友静也当起了主播 可她却胡乱造谣 说烟总抛弃了她 陈远心中暗骂 不爽到了极点 随即她给老红打了个电话 最后得知幕后之人 竟然是机构公司的沈书仪 对方三番两次的挑衅 让陈远动了真怒 今晚是副会长的生日会 陈远在宿舍闲着也没事 她在想该送副会长什么生日礼物比较好 如果送的好 说不定今晚就能逆袭了 再加上今天天气也好 陈远决定出去逛逛 毕竟光在宿舍门头想也没啥头绪 就在这时室友惊叫了起来 我的天 林书童竟然也开直播了 她在干啥子 好抽象啊 仔细一看林书童正在直播 并且还写了个标题 我与沈豪燕总的那些事 我是燕总的初恋 我们在大学一年级认识 是她追的我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很有钱 只是觉得这个人挺老实的 就答应了她 燕总经常买锅包肉给我吃 曾经打了三个月 林公就为了送我新手机 我们曾经非常相爱甜蜜 但后来她不要我了 林书童一边说一边伤心大哭 观众都只觉得她在蹭热度 有人说她去看看医生会更好 还有人让她去找个场打螺丝 是有大叫 真的假的 林书童还和燕总有一段 此时陈远已经被弃得火冒三丈 她只顾着装可怜 当初是怎么拜金怎么绿自己的 那是一句话都不提 到底还要不要脸了 整个自己还像个受害者一样 我才是受害者好吗 不过陈远仔细一想发现了端倪 就凭林书童的猪脑子 应该想不出这么损的招 用燕总的名号博眼球 再用舆论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 那么背后一定有人在帮她 陈远拿出手机给老红打了个电话 老红吗 帮我查一下鲨鱼1008666直播间 是哪个公司的 片刻后老红发来了一条信息 那个直播间归属公司是祝梦传媒 法人叫沈淑仪 此人正是上次拉陈远当网红的女人 当时给陈远留下了超级反感的印象 三番两次的挑衅 真到我哪里没办法了 此时陈远动了怒意 她要出手了 一道惊呼声从祝梦公司传出 沈总林书童的直播人气破十万了 您真厉害 沈淑仪端着咖啡一脸得意 她认为这种隔山打牛的方法 永远都是最有效的 这时沈淑仪又想起了上次老板的话 小沈你脑子坏了 你知道你威胁的是谁吗 她一句话我们公司就会倒闭 沈淑仪搞不懂 沈淑仪不就是个穷大学生吗 大学生 那特么的是沈豪燕总 你见过这么气质出众的大学生吗 一听到老板的话 沈淑仪立马就汗流夹背了起来 她当即就想起了 那个半个月狂刷几个亿横扫鱼的燕总 随后她让人查了下沈淑的信息 原来沈淑有个同校初恋 但追了三年无果 目前两人已分手 沈淑仪想的是 燕总肯定对这个女孩念念不忘 正所谓初恋无限美 而这正是她获得胜利的机会 只要能让林淑仪成为爆款网红 就一定能平息燕总的怒骨 甚至还能让燕总对公司另眼相看 一想到这里 沈淑仪就觉得自己是个小天才 但就在这时 老板给沈淑仪打来了电话 当接起电话的那一刻 沈淑仪当场石化在了原地 因为老板告诉她 他们公司已经被全网封杀了 下一秒还得意洋洋的阿姨 下一秒就趴在车窗上跪求燕总原谅 只因燕总的一个电话 就让她的公司在一个下午便宣布破产 可她不但不生气 反而爱上了燕总 由于她拉林淑仪直播扭曲和陈远的关系 于是陈远就让人查到了背后的沈淑仪 以及她身后的公司 陈远在土豪群发了一条信息 各位 有个叫祝梦的公司我很不喜欢 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和这个公司有任何往来 当然最好是能让这个公司彻底消失 当陈远发完信息一个小时后 合作公司就宣布停止和祝梦的合作 对立公司开双倍工资挖走祝梦所有主播 包括对祝梦展开的资产清算 这一切都是沈豪们在背后的运作 于是那则震惊的消息出现在了祝梦公司中 什么 我们公司被封杀了 被终止了所有合同 沈淑仪听着电话里的消息 一脸的不能接受 沈总刚才公司几大股东都撤资了 按照合同咱们需要拿出一千万 来回购他们的股份 沈淑仪一脸绝望 公司账上现在根本就没这么多钱 她浑身颤抖 这肯定是有人在针对她 不然不可能几个小时内变成这样 可她也实在想不出是谁干的 没多久法院人员上门传话 沈淑仪你公司借贷于期半年了 法院将强制执行冻结你的一切资产 见状 公司旗下主播们也纷纷离职 虽然大多都是被挖走的 沈总对不起了 我们决定离开公司 祝您生意兴隆 乌漏偏逢连夜宇 就连保安都提醒到 写字楼的物业费再不交 就只能公事公办了 到时候他们连公司大门都不能进 就这样又是半天过去 短短半天不到 住梦公司就只剩下了两个人 老板沈淑仪和她的一个员工 到了现在沈淑仪心中终于有了些许大案 她认为一定是那个男人 一定是燕总 因为只有她才有这种强大的能量 可沈淑仪不知道为什么燕总要这么做 怎么想都想不通 看着林书彤已经被关停的直播间 陈远笑了笑 这件事效率之所以能这么高 还得是龙皇他们办事给力 一想到这里 陈远就决定找个时间 请龙皇他们吃个饭 小插曲结束 陈远打算去给副会长买个礼物 再去参加她的生日会 然后趁机将她逆袭了 就在这时车窗外突然出现一张鬼脸 陈远被吓得差点应激反应 仔细一看不是鬼而是人 原来是沈淑仪 她哭着求饶 燕总我错了 我不该耍小聪明 您高抬贵手给我一条生路吧 与此同时沈淑仪也成了陈远的绑定对象 当前好感度为零 陈远心中怒骂斗系统 你特么给我绑定她干啥 我对阿姨没兴趣啊喂 对于沈淑仪陈远心中只有反感 然后沈淑仪开启美颜说道 阿姨这次算是对你的警告 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别再烦我了 可以滚了 看着沈远离去的背影 沈淑仪心中出现了一种感觉 她以前好像没发现 这个叫燕总的男人其实长得挺帅的 尤其是她让自己滚的那一刻 就更加帅得不行不行了 想到这里沈淑仪好感就加了十点 沈远大叫神经病 这还能长好感度了 然后沈远便加大油门 准备前往副会长的生日会 校草都开着法拉利受邀而来 而抱着熊娃娃穿着普通的沉远 却被校草当成了脏兮兮的穷老鼠 由于副会长赵玉琪今天生日 于是她就把一些同学和朋友都叫了过来 大家一看赵玉琪进驻在这种豪华别墅里 就纷纷八卦了起来 问她是豪门嫡女还是富婆 毕竟这可是江景一号花园别墅 总价怎么说也得个五六千万 普通人怎么可能住在这里 副会长这别墅真的是你的 就在这时 一道不太和谐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江景别墅小区开盘的时候 我和我爹地来看过 听说一号别墅是被一个姓红的老板买了 据说那个老板都三四十岁了 这个女生是学生会宣传部长钟丽 是赵玉琪的宿敌 两人总是不和 小飞一听就不爽了 钟丽丽很明显是在找茬 尤其今天还是赵玉琪的生日 钟丽丽你什么意思 琪琪怎么会骗你们 这是一个男生也跟着附和 丽丽没说错呀 红老板之前在这里给女儿过生日 我有幸参加 他女儿都十二岁了 一听此话 大家心中都产生了一些想法 有的甚至议论了起来 姓红的老板 这不是副会长的别墅吗 难道他被包了 我就说副会长虽然家庭条件不错 但这种别墅还是太夸张了点 小飞气得火冒三丈 直接把别墅的房产证拿了出来 你们自己看看 这证书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小飞亮出证据 刚常打了钟丽丽的脸 有些人就喜欢把脸伸出去给别人抽 我还真是无法理解呢 小飞笑盈盈地看着钟丽丽 而钟丽丽则是哑口无言 毕竟对方都拿出小本本了 刚才还在议论的女生 瞬间就换了个脸色 我就说 副会长怎么会是那种 打肿脸充胖子的虚荣女 话说副会长搞直播这么挣钱吗 能带带我吗 像您还没毕业就财富自由 真是太了不起了 赵玉琪随便应付只是运气好 但她却一直盯着门口 因为她最期待的人是陈远 可陈远现在却还没来 此时别墅百来迷处 陈远拍着法拉利终于赶到了 刚才她想了半天不知道送什么礼物 于是就挑了个熊娃娜 陈远知道 副会长今晚请了很多学校的人 他必须得把车停远一点 不能太招摇 免得等下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在这时 一道剧烈的轰鸣声从陈远身后传来 还好陈远加了敏捷反应够快 不然差点就被这辆飞速驶来 并且没有减速的车碰碰 同学们一见此车就认了出来 我去这是法拉利488 难道是唐学长来了 没错 这就是唐学长的车 价值四百多万呢 肯定就是他 这是一道身影从车上走下 高档的皮鞋预示着此人的部分 没错就是将近小区一号别墅 一会儿你们把车停进来吧 此人是个有点小帅的黄毛 而他正是胡大校草唐修文 乃汉城唐氏集团次子 陈远跟在唐修文身后 也走向了别墅 唐修文还没挂断电话 就看到了身后的陈远 一瞬间唐修文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玉琪是怎么回事 连这种脏兮兮的老鼠 都邀请来参加生日会 当然这是他的心理想法 也确实 陈远这身穿了五十级的短袖 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看着陈远抱着的太迪雄 唐修文就更是想笑 笑花过生日此人 竟就送个太迪雄 你终于来了 我都等你半天了 见人终于到场 赵玉琪立马喜笑颜开 开心的不行不行的 陈远和唐修文同事回头 很明显 烟总的打脸秀又要开始了 笑花举办生日会 可她却无视笑草 反而接受了一个穷学生的领悟 为了在笑花面前找回面子 笑草送来了一架专业级的演奏钢琴 然后当着大家的面开始弹奏 弹奏完又让陈远也弹一手瞧瞧 笑花见等待已久的人终于到来 便立马出来欢迎 陈远和笑草同事回头 玉琪生日快乐 笑草以为赵玉琪是来欢迎她的 连忙伸出手准备来个拥抱 她追求赵玉琪已久 准备在今天获得更多好感 可她刚说完生日快乐 就要跟赵玉琪拥抱 结果发现对方竟在闪躲自己 然后笑草当场就扑了个空 生日快乐琪琪 这个礼物送给你 喜欢吗 赵玉琪看着熊娃娃一眼开心 这让身后的笑草惊掉了下来 笑花无视自己 反而对一个看起来穷兮兮的男生更加热情 在场同学也是惊得开始议论了起来 我是在做梦吗 冰山美人融化了 一个男生说道 我送了副会长一块三千多的手表 也没见他这么惊喜啊 另一人又说 兄弟你少少吧 遥远送了副会长一只两万多的普拉达包包 人家副会长当场就给拒收了 遥远脸都绿了 笑草脸色更是难看得发青 她追求赵玉琪追了很久 一直都收获甚微 没想到在她不经意间 赵玉琪身边居然多了一个老鼠 这让笑草心中极其不爽 就在这时 一辆大卡车赶到 这是笑草提前准备好的 她要通过这一波操作找回面子 获得赵玉琪的好感 同时也能在同学们面前装备 借此来提升自己笑草的知名度 然后笑草来到赵玉琪面前说道 玉琪我也有个礼物要送你 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赵玉琪有些疑惑 不知对方是何意 随后车门打开 三个工作人员从里面下来 一起将一件看起来很重的物品抬了下来 笑草心中暗笑 老鼠就该待在阴沟里 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不可逾越的鸿沟 更要让你明白 我和你是天差地别的两位人 随着包装打开 一架崭新的钢琴出现在众人眼前 笑草开始介绍 这是亚马哈CF6原装进口的专业集演做钢琴 赵玉琪钢琴时级人人都知道 而笑草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她微微一笑 我觉得送给今晚的主角做礼物再适合不过了 玉琪生日快乐 这是我专门送你的礼物 喜欢吗 笑草相信赵玉琪肯定喜欢 毕竟她本身就会弹钢琴 赵玉琪聊几发丝回应道 喜欢归喜欢 但这个钢琴太过贵重 都要上百万了吧 我会把钱转给唐学长的 笑草摆了白手走向钢琴 预期你喜欢就好 钱不钱的太俗气了 今天除了送你钢琴外 我还有一首曲子要送给你 这是我亲自花了一个月血 在场女生芳心乱颤 天哪唐学长要弹琴了 自从她去年在维也纳开个人音乐会后 这还是首次公开弹奏吧 今晚真是值了 我要给班上的姐妹们直播 随着笑草拨动琴弦 一股优美之声开始浮现 弹奏完毕 女生们显得更加花痴 太棒了 唐学长的琴声好治愈 她和副会长太般配了 没错没错 唐学长和副会长这个CP 我狠狠地刻了 谢谢你唐学长 你的钢琴弹得真好 我自愧不如 笑草表示她只是抛砖引玉 玉琦过奖了 随后笑草又看向陈远笑道 这位同学 能让玉琦学妹观目相看 不如你也露一手吧 面对笑草的挑战 陈远又会如何应对呢 获得笑花好感 笑草亲自为笑花做了一首曲 笑草弹完又让一个穷学生弹 本以为能让她在大家面前丢尽脸面 却没想到穷学生弹得比她还好 不仅如此 她的手速更是快出了幻影 她自己弹琴的挑战 陈远暗自发笑 她知道这娘娘腔是存心想让自己出丑 然后借此来让她更受同学们欢迎 不过陈远依旧答应了下来 行啊 既然唐学长想看我弹 那我就满足一下你的小小心愿 此话一出赵玉琦当场震惊 她可不记得陈远会弹钢琴 就连同学们也在偷笑 这哥们穿得像个乞丐一样 居然也会弹钢琴 我看唐学长是在军训她呢 就等着看乐子吧 今晚这小子要丢人丢大发了 其实陈远确实不会弹钢琴 别说弹了她就连摸都没摸过 但好在她有逆袭后获得的强化点 系统检测到陈远未拥有钢琴技能 因此可以花费十点强化点进行领悟 陈远答应的原因就是这个 接下来陈远要做的就是 当着所有同学的面 狠狠地打这个黄毛的脸 一想到笑草被打脸 陈远心里就乐开了花 这也不能怪陈远 毕竟是黄毛想踩陈远上位 随即陈远花费十点强化点 领悟了五十年的钢琴经验 随着五十年钢琴经验掌握完毕 陈远指尖也开始在钢琴上波动 一瞬间她就仿佛和钢琴融为了一体 成为了音乐的一部分 笑草发现了不对劲 她发现陈远一下子气势变了 再也没了那种乞丐的气息 与此同时陈远的弹奏正式开始 仅仅片刻间 笑草就再次被惊得睁大了双眼 因为陈远现在弹的这首曲子 竟然是她刚才弹的 要知道这可是她亲自写的 而陈远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被吓了一整张谱子 笑草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陈远得意一笑 这就震惊了 绝活还在后头呢 刚才只是一道开胃菜 接下来才是正餐 这时陈远开始加速 节奏变得飞快无比 而琴鹰也在这一刻变得更加紧凑 笑草开始汗流浃背 陈远开始加速了 但是更让笑草惊讶的是 虽然陈远很快 但没有一个音是乱的 可以说是完美到了极点 此时陈远首速 已经快地出现了残影 就像是有四只手 同时由于陈远弹得太快 整架钢琴都被她弹得开始冒烟 甚至隐隐有些火星子闪烁 但即便如此 她的节奏依然稳定如山 在场同学无一不被震撼 陈远明明是一个人 却弹出了双人合作的感觉 甚至有人怀疑自己眼花了 因为她看到了四只手 这时有人叫喊了起来 难道 难道这是老师说过的 失传已久的那个技巧 贝多芬调音高速连奏基本法 当此话说出来的那一刻 陈远身边竟真的出现了月圣的残影 此刻陈远好像就是贝多芬本尊 要知道这个技巧学习起来极其困难 训练无比残酷 不管是毅力还是天赋 包括体能都缺一不可 可一旦练成 所谈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无比精准和凶猛 能直达人心最深处 此刻的陈远 就像是一把无情的加特里 在对所有听众的耳膜进行无情的扫射 她是那么的残酷无情 可扫射声却又是那么的优伟 让人如痴如醉 仿佛就是那来自九天上的天籁之音 当弹奏进行到结尾 陈远的手速开始放慢 这场演奏进入了最后的尾声 最终演奏完毕后 陈远整个身体都飘起了一抹淡淡的雾气 那是由于她那快到极致的手速所引发 而这是在场所有同学 每一人发出哪怕一丝喘息声 全场压屈无声 可以说是此刻最合适的形容词 项花终于被烟总攻略 而追求项花的笑草却像个小丑 她彻彻底底地输给了陈远 但就在这时 号称项花排行榜第一的学姐突然出现 随着陈远在大家面前演奏完毕 整架钢琴镜都飘起了一层烟雾 紧接着陈远从口袋掏出一支烟 然后打开钢琴露出琴弦 最后将那支烟放了进去 当烟接触到琴弦的那一刻 这支烟镜当场被点燃 这足以说明刚才陈远的手速究竟有多快 称他为手速最快的男人都不为过 陈远来到呆若木鸡的笑草面前 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修文啊 其实你的水平很不错了 继续努力下去会有所成就的 相信50年后你会有所突破 陈远一边说一边把烟递进笑草嘴里 但是你要记住 钢琴是表达内心的媒介 不是拿来争中吃醋的玩具 这一点你要记住 否则你的钢琴之路也算是走到了尽头 原本还瞧不起陈远的笑草 此刻却泛起了一些对陈远的敬佩之情 他木讷的说了声好 这一刻同学们终于放过了声 掌声不绝于耳 真是深藏不入啊 这么有才华难怪副会长会另眼相看 没错没错 高下力判了 唐学长自己给自己挖坑了属于事 唐学长这次是撞到铁板了 遇到了真正的高手 真是自取其辱 赵玉琪心中也是无比激动 他认为自己确实没看错人 陈远不但财力惊援 艺术修为也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甚至还要更高 如果要用一些话来形容 那么陈远这种男人简直就是极品中的极品 是真正意义上的宝藏男孩 随着赵玉琪的疯狂脑补 他的好感度再次提升五点 此刻赵玉琪的好感度终于突破95 陈远也终于完成逆袭 一瞬间 陈远的当情精通升到了六世纪 而赵玉琪则是彻底转化为陈远的舔狗 同时还有26的强化点 由于陈远共为赵玉琪消费舔狗经7810万 因此陈远获得其十分之一的718万 此刻陈远难免心中激动 718万这是实实在在属于他的钱 这也是继六千万后最大的一笔反现 陈远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这别墅买得太特么的值了 随着一阵激动开心过后 陈远在想 这奖励的强化点该家哪里会比较好 就在这事后方传来赵玉琪的声音 陈远你真的给了我太多惊喜 陈远回头望去 只见赵玉琪已经靠了过来 他眼里全是陈远 甚至开始拉丝 赵玉琪轻声说道 今晚我很开心 陈远应声回应 这就当是我送你的第二份礼物吧 那么副会长又准备怎么感谢我呢 一句话说完 赵玉琪当场被撩红了脸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看着打情骂俏的两人 校草知道自己彻底输了 他就像个小丑 一个人蜷缩在阴暗的墙角 他开始思考 自己输在了哪里又为何会输 突然一个同学看向门口大叫 那不是秦冰雪吗 随即就有人应付道 秦雪姐 她竟然也来了 听到秦冰雪这个名字 陈远和赵玉琪都一同看向了门口 他们自然也听说过这个名字 秦冰雪 传说校花排行榜第一名 仅仅是看着门口的身影 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红了脸 那么秦冰雪来此 是否代表着烟总又要开始了 这一 来了 校花排名第一的学姐终于登场 可如此冷艳的学姐 却和副会长是那种关系 面对这样的女人陈远只想离她远点 但刚见面学姐就说陈远是垃圾渣男 最让陈远愤怒的是 系统居然还绑定了这位学姐 这位学姐名叫秦冰雪 被称为冰霜美人 连续四年蝉联校花排行榜第一 同时也是胡大学生会会长 女同学视她为偶像 而男同学见她就像见到了狗 因为她最出名的不是她那超高的颜值 而是她对男生群体的仇视态度 只要被她盯上了男同学 全部都没有好果子吃 因此学校传出了这么一个谣言 传闻秦冰雪并不喜欢男生 她真正喜欢的其实是女生 刚好副会长赵玉琪的颜值也超高 于是两个颜值超高的会长 成为了很多人科的对象 而这一切的原因 据秦冰雪的室友所说 是因为秦冰雪幼年时遭遇绑架 虽然最后得救 也没遭到任何损伤 但她对男性生物痛绝的心理也深深乍根 从那之后秦冰雪极其仇视男同学 几乎没有男同学能在她面前喜笑颜开 不是被挑刺就是被数落 因此秦冰雪获得了冰霜美人的称号 赵玉琪拉着陈远微微一笑 陈远你觉得秦雪姐漂亮还是我漂亮 赵玉琪也邀请了秦冰雪 而陈远正好在场 她这么说只是想听陈远夸自己 此时赵玉琪已经被陈远攻略 想拿捏她实在是太简单了 陈远捏着赵玉琪的下巴轻声说道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 你在我心里就是最美的 此话一出 赵玉琪当场就羞红了小脸 像秦冰雪这样的女人 陈远巴不得离她越远越厚 这样的女人简直脑子有毛病 就像那灭绝事态一样 陈远是不可能对这样的女人产生兴趣的 陈远是舔狗没错 但她还不想做死狗 这边这边 秦雪姐过来这边了 你来得好晚了 赵玉琪笑盈盈的挥手欢迎秦冰雪 陈远当即就炸了毛 你别叫她过来啊 一如既往秦冰雪依旧是那副冰山脸 她有些歉意地看向赵玉琪 玉琪不好意思 堵车迟到了 没关系没关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陈远 赵玉琪拉着陈远向秦冰雪介绍 而陈远早已汗流浃背 她是真的不想和灭绝事态有任何交集 陈远僵硬地开了开口 你你你 你好 秦雪姐久闻大名吗 秦冰雪看向陈远问道 刚才弹钢琴的就是你吧 陈远依旧僵硬地说了声势的 陈远话刚说完秦冰雪就开始了 我听说过你 最近在学校狠跳 到处招风引蝶 和很多女生都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你这种人有才无德 简直是垃圾中的垃圾 陈远心中不爽到了极点 这特末的才刚见面就被这样数落 这娘们简直是有超级大病 赵玉琪连忙抱住将要抱走的陈远 秦雪姐就是这样 刀子嘴豆腐心 你别放心上 就在这时秦冰雪和陈远绑定成功 她的信息也浮现了出来 此时秦冰雪对陈远的好感度为负八十 成功逆袭将会获得格斗精通 以及10%填狗精和30万强化点 本就在气头上的陈远 此刻气得直接把系统摔到了地上 你这口系统是不是坏掉了 上次绑沈书仪那老阿姨 这次又特么的绑秦冰雪 我不想填她们啊 而且这个负八十又是什么鬼 我跟她总共就说了一句话 陈远越想越气 对着系统一顿踩 但在赵玉琪看来陈远却是很奇怪 不过冷静下来后陈远又想了想 难道自己真的是个好色之徒 不可能吧 陈远偷瞄向秦冰雪 她认为好色的肯定只是系统 绝对不是自己 至少自己绝对不会喜欢灭绝事态 孝花和学姐真是那种关系 学姐打算把会长的位置交给孝花 可孝花却说要辞掉副会长的职务 这样就能多陪陈远了 这让学姐气得不行 在她看来陈远就是个大渣男 于是孝花找到陈远 打算给些小小的奖励 随着学生会会长秦冰雪的到来 赵玉琪的生日会正式进入狂欢阶段 大家一边唱生日歌一边祝福赵玉琪 陈远则是推出一个四层大蛋糕 现场气氛极其热烈 随后赵玉琪紧闭双眼 开始对蛋糕许愿 虽然没人知道她许的是什么愿 但想必也跟陈远有关 许完愿大家连忙鼓掌祝福 紧接着陈远和赵玉琪开始为大家切蛋糕 大家多吃点蛋糕 今天要玩得开心一点 赵玉琪吃着蛋糕和大家有说有笑 就在这时秦冰雪走了过来 玉琪你有时间吗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赵玉琪回头看向秦冰雪有些疑忽 但她还是硬了下来 随后两人来到别墅大阳台 秦冰雪直击主题 玉琪我觉得你以后还是和陈远这个人 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 赵玉琪不懂学姐为何要这么说 没有为什么 陈远和学校很多女生都纠缠不清 我不希望你陷入这种渣男的感情漩涡里 不然以后你肯定会吃亏的 况且我马上要毕业了 学生会会长的位子我打算交给你 秦冰雪边说边举起酒杯饮了一口红酒 一听到学姐要把会长位子交给自己 赵玉琪非常惊讶 因为在她看来 会长肯定会另选他人 但绝对不会是自己 过去她和学姐在学生会的很多事情上 可以说是争锋相对 谁也不让谁 可赵玉琪万万没想到 秦雪姐却想让自己接替她会长的位子 想到这里赵玉琪并没有太多喜悦 反而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想法 突然她想起了一件事 难道秦雪姐真向传闻说的是 她早就盯上我了不成 一想到这里 赵玉琪就慌得满头大汗 这种事情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然后她连忙摇手快速回忆 秦雪姐其实我对您一直都很敬重 学生会会长什么的我能力可能不够 而且陈远其实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所以我们 但赵玉琪话还没说完 学姐就靠向赵玉琪说道 我已已决你不必多言 爱情真让人盲目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哪里还像是一个五角四美 严于绿己的学生会副会长 学姐紧盯着赵玉琪 就像个霸道女总裁 这时赵玉琪红着脸开始解释 其实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该辞去学生会的职务 这样我就可以多点时间陪陈远了 至于副会长的位置 学姐您可以再找他人 此话一出秦冰雪的脸色变得更加冰冷 简直愚昧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呢 渣男可真是害人不浅 秦冰雪越想越气 对陈远的好感又降低了十分 此时的好感度为负九十 正在吃蛋糕的陈远当场傻了眼 他直接大无语 大姐我招你惹你了 我吃个蛋糕也有罪吗 和赵玉琪聊完之后 秦冰雪也没有再多说 于是便要离开 片刻后 赵玉琪的生日会也正式结束 他笑盈盈地问 车都到了吗 路上小心啊 今天真是谢谢大家了 然后赵玉琪又叫住了准备离开的陈远 陈远等一下 只见赵玉琪一脸羞红 有些扭捏地说道 哦我有话想对你说 那么副会长到底想对陈远说些什么呢 难道说 是要 雪姐等车被动得瑟瑟发抖 可陈远却直接开车从她面前经过 她觉得这种女神惊动动也许就正常了 但刚走不远 陈远就发现雪姐被混混缠上 随着大家都离开别墅 副会长的生日会也正式结束 而陈远也借此攻略了副会长 一想起好感度拉满以后的赵玉琪 陈远就越发觉得她可爱了 明明只是约自己明天看的电影 居然整得那么正式 陈远还以为她要留自己露宿呢 想着想着陈远流出了两道番茄酱 当然她知道这种事情急不得 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就在陈远幻想之时 一道凄惨的哭泣声从一边传来 只见校草蹲在跑车前抱头痛苦 嘴里还不断念叨着 我练琴有什么用 我练琴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我真是个废物 居然会输给一个穷学生 是不是唐修文学长吗 怎么还没走啊 陈远被吓了一跳 她还以为半夜遇到了鬼 哈喽 唐学长 陈远站在车顶 突然给校草打了个招呼 这下校草浑身发抖 还以为自己遇到了鬼 校草被吓得连连后退并大叫 你你你你是那个陈远 陈远双手插都轻声一笑 唐学长还记得我名字 真是平易近人 话说你为啥要蹦到别人车上啊 陈远开始安慰 不就是输了一场情吗 有啥好哭的 陈远心想你输给的是系统 也不丢人啊 你什么意思 你那个眼神那个表情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是吗 校草气急败坏 以为陈远是特意来嘲讽羞辱她的 就像她曾经对待别人一样 陈远从车上跳下 没有没有 话说唐学长你也太敏感了 我就是晚上吃多了而已 有点撑出来散散顾 我承认你这个臭屌丝钢琴 确实比我弹得好 但那又怎么样 校草打算通过她的家事赢下一城 我的家是我的财富我的地位 是你永远也赶不上的 校草的项链价值三万八 衣服价值四万八 腰带价值一万八 裤子和衣服配套 也是一万七 而坐驾法拉利则是四百万 随后校草又掏出了车钥匙 她要狠狠羞辱陈远 陈远我看你这屌丝样 估计也没钱打车吧 要不我大发慈悲开车送 但就在这时校草的话音停止 因为她发现陈远近走进了一辆车里 而这辆车正是法拉利拉法 价格是她车的十倍 这一刻 校草仅存的优越感也当然无存 车要是当场被她捏了的吸水 她跪在地上痛哭流体 凭什么呀 穿一身地摊货却开法拉利拉法 老天你瞎了眼 上车后陈远在想 明天和副会长去看电影 该看啥电影好呢 是最新上映的战狼6 还是流浪地球7 是穿大短袖还是大背心呢 突然陈远通过车灯 发现前方站着一个人 仔细一看正是秦学姐 好像是在等车 现在的季节昼夜温差很大 学姐穿这么少 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动感冒 也能看得出来 秦冰雪被动得浑身直动 可陈远心中却是一阵冷笑 但那又关我屁事 这种女神经冻死好了 刚才秦冰雪说陈远是渣男 这让陈远记在了心里 白白的秦学姐 你有本事在降五点好感度啊 我可不在乎 陈远边想边将车抬走 打算回去睡大觉 但刚走不到十米 陈远就停了下来 因为她看到了后视镜里的画面 只见秦冰雪周围出现了几位大汉 对方一看就是混子 面对这种情况 陈远想走也走不了了 因为她触发了英雄救美的戏码 学姐回家路上被混混缠上 混混缠的口水直流不断邪笑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学姐竟主动赏了对方一记抱蛋脚 就在学姐被混混狂追之际 刚好路过的陈远挡在了学姐面前 不到两秒半的时间 混混们就全被解决 可就像学姐后不但没获得好感 反而让她对陈远更厌恶 准备回家的陈远通过后视镜发现 等车的学姐秦冰雪身边 突然出现了一群混混 混混们围住学姐邪笑不断 妹妹一个人啊 这大晚上的多危险啊 要不要哥哥们给你当保镖送你回家呀 而且还是免费的保镖 但条件是你需要陪哥几个放松放松 学姐一把推开混混头子 同时放声大叫 你们要干什么 再这样我报警了 本来就厌恶男性的秦冰雪 现在的厌恶程度再次飙升 一听学姐的话 混混们笑得更开心了 在他们看来 学姐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而且性子还很烈 一想到这里 混混头子馋得口水直流 眼中尽是邪光 她已经迫不及待了 但下一年 一股剧烈的疼痛感让她表情扭曲 痛得直接发出了喉叫 原来是学姐给她来了致命一脚 这一脚下来 小弟们隐约听见了碎裂之声 一脚踢完学姐将脚收回 并且从她的身子来看 像是有些搏击惊艳 彪哥你怎么样了 彪哥你没事吧 小弟们连忙询问老大彪哥 但不管他们怎么问 彪哥嘴里只有痛苦的惨叫声 他捂着当浑身直动 彪哥屁的哥 把这个臭壁吃给我抓回来 今天我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随着彪哥一声令下 小弟们全部朝逃跑的学姐追去 而学姐本就穿了高跟鞋 再怎么跑也无法甩掉暴怒的混混 学姐一边跑一边心中暗骂 真是一群该死的下流畜舍 要不是他们人太多 以我的搏击技巧 一定可以揍得他们哭爹喊娘 学姐只顾着看身后的混混们 却没注意前方 正好和跑来帮忙的陈远撞到了一起 你没事吧 陈远表情不嫌不淡 只是出于好心来帮忙 毕竟这种事情 就算是个陌生人他也会出手 学姐看向陈远没有说话 但他也有些意外 学姐没想到来救他的人 竟是被他称为渣男的陈远 就在两人相撞之时 混混们已经将两人团团包围 想逃已经是不可能了 此刻彪哥的怒火到达了顶峰 他捂着受伤的兄弟疯狂颤抖 同时伸出手大叫 臭婆娘跑啊 你再跑啊 今天劳资一定要给你好看 让你体验一下劳资的厉害 学姐在心中骂了彪哥一百遍 现在他更加的艰辛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都一样恶心 哪怕是眼前保护他的陈远 学姐依旧没有改变想法 他认为如果不是陈远 他早就跑远了 陈远不过是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可他却忘了自己穿了高跟鞋 又怎么可能跑得掉 搁几个差不多得了 现在的社会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我给你们两分钟离开这里 陈远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先给出提醒 真是要笑死彪哥我了 你还想英雄救美 我还就告诉你了 彪哥我今天就不走了 彪哥自信无比 但自信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仅仅数秒间 混混们就全被陈远放倒 毕竟现在的陈远体质异于常人 已经不能算是普通人了 陈远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自语道 人还是要听劝才好 不然指定没好果子吃 然后他又看向学姐开口 秦学姐你没事吧 陈远本以为学姐会表达谢意 却没想到他对自己的好感 再次降了五点 现在的好感为负九十五 陈远当场实话 看着一脸怒意的学姐 陈远想骂人的心都有了 明明是好心救了他 结果他却摆出一副臭脸盯着自己 救也不行 不救也不行 这特么的简直无解 陈远从混混手上救下学姐 可学姐不但不领情 还骂男人是人渣 他认为这是男人为了追自己演的戏 回到学校陈远越想越气 就在这时初恋打来电话 想明天一起看电影 而陈远已经先答应了和副会长明天看电影 但问题不大 陈远全都要 就在陈远救下学姐后 学姐却莫名摆出了一副臭脸 就向陈远欠了他钱 甚至比这更加厌恶 陈远心态再好都有些火大了 大姐我就你也有错吗 不长好感度就算了 现在还又降到了副九十五 我在你眼里和大便有什么区别 当然这只是陈远心里的想法 看着倒在地上的混混学姐开口了 陈远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你觉得我会和其他小女生一样 被你轻松拿捏套路吗 让陈远没想到的是 学姐竟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学姐指着混混们又说 我随便等个车就遇到这些人 然后你又这么巧出现英雄救美 原来勤兵血压根就不相信刚才一切是真的 他认为是陈远在自导自演 你太高估了自己的智商 学姐走向陈远 同时你也低估了我的智商 他盯着陈远一脸郑重地说道 突然他又猛地抓住了陈远的衣领大脚 玉琪为了你连学生会会长都能放弃 你却处心积虑想泡我 学姐说得好像义正言辞 可她却不知道 陈远对赵玉琪究竟有多好 在赵玉琪看来 一个会长的位置更不可能和陈远相比 人渣你真让我恶心 说完这些话学姐就转过了身 看陈远的眼神就像看垃圾桶里的垃圾 可以说是厌恶到了极点 她甚至都没给陈远解释的机会 事实上陈远非常的委屈 她真的只是想做件好事而已 可学姐的脑洞实在大的离谱 陈远甚至怀疑 学姐是受迫害妄想症 不管你对她再好 只要你是个男生就会自动被她讨厌 然后陈远追上学姐打算解释 秦学姐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是 但学姐根本就不给陈远解释的机会 你不用解释了 希望你好自为之好好对于其 再耍小聪明我就让你好看 这些话让陈远闭上了嘴 看着离去的学姐又看着地上的混混 陈远心情不爽到了极点 这时昏迷的彪哥终于醒了过来 但他当醒就又莫名挨了陈远一脚 陈远紧握双拳气到爆 倒霉娘们 下次再也不多管闲事了 刚才好像踢到了什么东西 算了不管这些了 这件事让陈远认清了一点 他绝对绝对不想再和秦斌学有任何交集 哪怕是一点点他都会躲得远远 片刻后陈远回到了学校 可退一步后陈远就越想越起 真特么的灰气 我真是给他脸了 早知道就直接回来了 真是自找不痛快 就在这时陈远的手机响起 有人打来了电话 这么晚了是谁啊 陈远拿起手机 这么晚还有人打电话 陈远也猜不出是谁 仔细一看 竟然是初恋肖若鱼打来的 此时若鱼准备睡觉了 但入睡前他决定给陈远打个电话 陈远明天你有时间吗 是这样的 我明天刚好没课 所以想约你出来看个电影可以吗 陈远一时间有些晾载语次 因为刚刚他已经答应了副会长 明天要和他去看电影 现在这日子撞到一起了呀 若鱼有些娇羞地继续说道 这可是人家头一次约你看电影 你可不要拒绝人家哦 听若鱼这么说陈远当即回应 明天吗 没问题 若鱼你的要求我怎么可能拒绝呢 陈远已经想好了 同一天就同一天 大不了上午一场 下午一场 这样都不会耽误 对陈远来说 来多少都不叫事 毕竟能者才能多劳 人偷摸溜进燕总车里 还拿出手机想认识一下 但燕总直接以没手机为由拒绝 此女人刚下车 就被燕总的好兄弟撞见 而这个女人 正是他追了一个星期的女神 由于陈远今天要陪笑话和初恋歌看一场电影 于是他就早早地把车停在了校门口 陈远拿出手机给好兄弟发信息 问他到哪里了 刘文哲表示马上就到 让陈远再等等 原来不久前 好兄弟没开二度 他约了个姑娘看电影结果被秒据 但是票又买好了 他只能拉陈远陪他一起看了 陈远瞬间就拉满了压力 他本以为今天赶两场电影就行了 谁知道确实三场 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快 不过文子毕竟是陈远兄弟 以前没钱吃饭的时候 他经常接济陈远 就凭这一点 陈远说什么也不能拒绝 同时陈远也想好了 下午两点陪文哲看第一场电影 到了五点再陪笑话赵玉琪看第二场 最后晚上八点 再陪初恋肖若宇看最后一场 如果要合理安排今天的时间 这样就是最合适的 此刻的陈远就宛如时间管理大师 就在这时 车外响起了开门声 文子你怎么才来 陈远以为是好兄弟进来了 于是下意识地开口看向一旁 可他刚扭过头 就发现一个陌生妹子进了车里 进车后就开始化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陈远直接愣住 他立马质问 你谁啊喂 怎么擅自进我的车 妹子连忙嗲里嗲气地道歉 哥哥真是对不起 我化妆太入神进错了车 他一脸歉意 打算以此来让陈远心软 没事你下车吧 下次注意 陈远对他没有任何想法 直接就要让妹子下车 毕竟陈远现在 是真不想和陌生人有太多接触 一听陈远要赶自己下车 妹子立马开始茶一茶气地说 虽然人家进错了车 但说不定遇到对的人了那哥哥 哥哥要是赶人家走了 也许下次就再也遇不到了 妹子相信自己的这方法 没有哪个男人不会心愿 同时妹子心想 下车了老娘还怎么勾搭你 开豪车长得又这么帅 我可不能放过 不等陈远回应 妹子就掏出手机打开了吗 哥哥加一下好不好呀 人家觉得跟你很投缘呢 妹子一点二茶疯狂进攻 此刻他有很大信心 能加上眼前这个男生 可陈远依旧冷淡 他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回应 不好意思我没手机 妹子当场无语 你没手机那手里拿的那又是啥 其实陈远心中早已乐开了话 他和文哲这种未开化的传统男不同 他是西哥马男人 而西哥马男人 永远不会掉进女人的陷阱 神算你狠 下车就下车 三番两次的进攻却碰了一鼻子灰 这让妹子也有些急了 他直接打开车门就要下车 可就在这时 好兄弟文哲赶到了 他刚好看到了从车里下来的妹子 而这个妹子正式拒绝他看电影的杜小月 这一刻陈远和杜小月都是一惊 你不是说下午要去医院陪家人 所以不能陪我看电影了 现在怎么会在我朋友的车里 难道你 你们两个 陈远暗叫不好 他立马懂了一切 这个女人拒绝了文哲 而现在文哲又好像误会了自己 然后陈远立马打开车门下车 文子你听我解释 我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陌生人对吧 突然文哲非常丝滑地接上了陈远的话 杜小月你看我朋友开法拉利所以想勾搭他 但他没有看上你所以要求你下车 你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是你死皮赖脸缠着我朋友 是这样没错吧 陈远松了一口气连忙点头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没错 随后陈远和文哲一起上了车 然后当着杜小月的面离去 杜小月有些发呆 刘文哲居然认识这么有钱的朋友 他不是个每个月生活费才八百块的屌丝吗 笑花等燕总一起看电影 却被一个黄毛搭讪 但笑花已再等人为由直接拒绝 就在这时燕总出现 并且要为黄毛示范一下真正的搭讪技巧 小姐姐你真美 可以认识一下吗 黄毛本以为笑花会拒绝 可笑花却笑盈盈地当场答应 今天陈远要陪三人看三场电影 陈远先是跟好兄弟文哲看第一场 他们要看的电影是 曾经创造了票房记录的《战狼》系列第七部 《战狼》欺慕狼归乡 电影开始前 文哲开始向陈远请教 远子我是不是太菜了呀 为什么你总能泡到包分妞 而我感情却如此不顺 陈远回应 这我哪里知道 但要我说 女人为啥要追呢 你去祖宗共啊 就在这时 后排的两个妹子注意到了陈远和文哲 你看他们两人好怪 俩男的一起看电影 另一个妹子显得更加激动 你小点声 他们可能是那种关系了 文子你要记住 越快暴露需求感的人 往往处于弱势的一方 情场如战场 不是过家家 是刺刀剑红 你越甜 只会让女人觉得你越不值钱 关键不在于手段 而是你本身是否足够强大 这时陈远开始传授逆袭经验 钱给女人花是傻男人 而花给女人看才是大丈夫 陈远的这一番话在文哲看来 简直就是无上真言 非常的有道理 文哲都不得不佩服起了陈远 突然文哲激动了起来 师父 不不不 依附我顿悟了 请您教我如何强大吧 陈远有些慌 文哲你冷静点 别这样大家都在看 后方的两个妹子 比文哲更加激动 他们脑中开始疯狂脑补 文哲我没什么能教你的 我只是比你帅了一点点 比你有钱了一点点 女友多了一点点 其实我这样很辛苦的 你们这些普通男生很难体会 说着说着陈远 下意识得瑟了起来 把自己带入了漫画男主之中 远子你别说了 再说我怕我忍不住会叨了你 本来心情就不好的文哲 听陈远这样一炫耀 心情就更不好了 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看完 文哲心情不再低落 远子跟你聊完我舒服了很多 最近总是麻烦你 以后要有机会 陈远立马打断 别以后了 你要报答我就现在 两个小时后 你给我打个电话 你就算帮我大忙了 文哲有些没搞懂 就只是打个电话这么简单 陈远拜托文哲的这一幕 又被两个妹子看到 我就说吧 他俩就是一对 妹子请停止你的脑补 陈远想的是 等一下陪副会长看电影 然后让文哲打电话 自己就有理由从副会长那里脱身 然后就能赶往和初恋的约会了 片刻后 市中心高档商场的影院 陈远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还好赶上了 陈远一眼就看到了 在等自己的赵玉琪 赵玉琪等待已久 他看着手表喃喃道 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场了 陈远怎么还没来 哈喽小姐姐 突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你好呀 我叫吴半石 看你在这里站半天了 可以加个电话认识一下吗 只见一个黄毛伸出大手走了过来 赵玉琪淡淡回忆 不好意思我约了人 不太方便 黄毛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生 连忙表示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只是加完认识一下 我不会打扰你约会的 如果你觉得我讨厌 可以删掉没关系的 就当是满足我一个心愿 突然一只大手拍了拍黄毛 兄弟人姑娘都拒绝你了 还死死气白赖就没意思了 来看好了 哥给你示范一下怎么搭讪 陈远出现 他要给黄毛上一刻 当着大家的面 陈远一把将赵玉琪 壁咚在墙角 小姐姐你可真是太美丽了 咱们可以找个人少的地方 好好地交流认识一下吗 陈远的话说完 赵玉琪心跳早已达到了200 此时的她就像恋爱中的小女生 但在黄毛看来 陈远的做法简直就是在耍流氓 妹子会答应才怪 下一秒 黄毛就被狠狠打脸 因为赵玉琪立马答应 并且还笑容满面 似乎非常期待 这一刻 不止黄毛 就连围观的众人都发出了惊呼 这也行 笑花看电影燕总却全程玩手机 燕总解释家族最近有点忙 笑花听完当场就哭出了声 她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 陈远明明这么辛苦 自己还要占用她的时间 和笑花看完电影后 陈远便火速赶向了初恋 两人见面后 陈远率先进攻 撩得赵玉琪小脸通红 随后两人进入影院开始看电影 看的电影依旧是战狼欺慕狼归乡 电影中的男主 仅凭一脚就能踢爆导弹 已经堪比超人 虽然电影很精彩 但赵玉琪却没什么心思看 她瞥过眼看向陈远 陈远你对这个电影不感兴趣吗 我看你一直在看手机 赵玉琪还以为陈远不喜欢看这个电影 陈远不是不喜欢 而是刚才已经和好兄弟看过一次了 现在只好看手机打发时间 但为了避免赵玉琪的猜疑 陈远还是随便编了个理由解释的 没有没有 最近家族里业务比较繁忙 有点烦心事 不太看得进去 听完陈远的解释 赵玉琪开始有些心疼陈远了 她又开始了幻想 陈远有那么大的家业要继承 压力一定很大 我们普通人无忧无虑 她却要承受那么多 别人只看到陈远记忆非凡 是现代钢琴宗师 是音符跳动者 却不知道她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努力 不知道她多少个日子在鞭策自己 这样出色的身手 自然也是从小到大刻苦训练的结果 她能轻松击败小混混 但也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技能 她从小练习技艰 以及为钢琴练习手指灵活度 同时她还是优雅的小提琴手 还是个智商保镖的天才学生 就算在运动上 她也没有落后 从小接受贵族精英教育的她 却从来不说哭和泪 只是默默背负自己的责任 执行自己的使命 陈远明明这么辛苦了 自己却为了一己私利占用她的时间 让她陪着看电影 我真是个坏女人 想着想着赵玉琴就哭出了声 她觉得自己好坏好坏 突然赵玉琴将玉手搭在陈远手上 陈远有些疑惑扭头看向一旁 只见赵玉琴早已哭得梨花带雨稀里哗啦 逗大的泪水不断滑落 陈远当场傻眼 他们看的不是动作枪战电影吗 赵玉琴怎么哭成了这样 这电影里也没什么恋爱之类的剧情了 陈远搞不懂 实在搞不懂 她只想赶紧结束完这场电影 两个小时后 两人终于看完电影 赵玉琴拉着陈远问 陈远你饿不饿 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吃饭 吃完饭咱们可以再散散步 陈远刚准备开口电话就响了起来 这是她之前拜托好兄弟打来的 为的就是现在 因为她还有最后一场 看着手机陈远心中直呼好兄弟 电话打得真是及时 再晚点恐怕都不好脱身了 陈远接通电话 装作非常平常的样子 您好 原来是文哲呀 有什么事吗 什么 这么严重 我马上就过来 突然陈远超大声超严重 搞得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旁边的赵玉琴听得是云里乌里 事实上文哲连一句话都没说 陈远就挂了电话 然后陈远有些歉意地看向赵玉琴 副会长我可能有点事要先离开了 我朋友出了点事 赵玉琴微微一笑 没事的 你有什么事就先去忙吧 我没关系的 她在想 陈远的朋友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大事 陈远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现在的陈远更让赵玉琴喜欢了 殊不知此时的陈远已经笑开了花 我真是个天才 接下来就赶往最后一场 若鱼我来了 来了 烟总终于大胆起来了 和初恋吃喝玩乐之后 烟总居然主动提出要借宿一宿 而初恋不但没拒绝反而答应了 此刻初恋脸红的就像苹果 她在想如果是陈远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夜幕降临 陈远来到了肖若鱼楼下 她给若鱼发了信息 我到你新租的房子楼下了 若鱼回应马上下来 现在是陈远今天看的第三场电影 也是她最期待的一场 只因若鱼是她的初恋 同时陈远也感到了一丝疲累 今天过得就像打仗一样 不仅要完美的管理时间 还要避免露出破绽 陈远心想下次绝对不能再多现操作 就在这时一道甜美的声音传来 叫住了陈远的名字 只见一道身穿运动鞋 休闲长哭的身影出现 正是陈远的初恋肖若鱼 此时她完美展现出了青春的活力 浑身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耀眼的气息 若鱼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你没等太久吧 陈远看得如痴如醉 若鱼今天的打扮实在太美 让陈远都有些不能淡定了 在她心里若鱼能够驾驭各种风格 她可以是高冷的笑话 同样也可以是青春靓丽的活泼少女 此时若鱼在陈远心里 绝对是所有妹子中的第一名 这样的女人怎能让陈远不心动 更何况还有初恋这一层关系 想到这里陈远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咱们出发吧 若鱼的话打断了陈远的想法 跟陈远一样 若鱼今天特意精心打扮 也是十分期待 为的就是让陈远更多的注意自己 盼着笑盈盈如小女人般的若鱼 陈远都有些害羞了 同时她也在想 陈远也看得十分投入 若鱼就更不用说了 两人此刻就像一对甜蜜的小情侣 看完电影已经十点半 两人来到一家大排档 若鱼一边吃着手中的船 一边和陈远分享着一些有趣的事 陈远静静地听着 只为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夜幕已深 两人吃完饭已经接近凌晨 陈远开车将若鱼送到小区楼下 若鱼下车后看向陈远 那个 陈远你早点回家休息吧 谢谢你陪我玩到这么晚 我很开心 若鱼脸上挂满了开心幸福 对若鱼来说 此时的陈远就是她的初恋 就在若鱼准备回家时 陈远叫住了若鱼 那个若鱼 我能去你家喝杯水吗 陈远鼓起勇气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虽然很老套 但说完后陈远的脸早已红得不像话 听到陈远这么说 若鱼的小脸刷得一下更红了 他没想到陈远静会这样 但若鱼的心里不知为何 也隐隐有些期待 因为他对陈远的话并不反感抗拒 随后陈远和若鱼一起进了屋内 回来没多久 陈远竟直接跑到洗手间洗起了澡 听着洗手间的沐浴声 若鱼抱着枕头蜷缩在沙发上 他的心跳快得甚至能听到声音 他不知自己今天是怎么了 这不像是自己会做出来的事 本来说喝杯水就走 结果这家伙喝完水说太晚了要留宿一晚 一想起刚才陈远的话 若鱼就更加羞得不像样子 可是他并没有拒绝陈远 反而是答应了下来 因为若鱼的大脑早已无法自己思考 他抱着枕头极其紧张 很羞又很期待 冷静一点后若鱼在想 如果等下陈远提出了那方面的要求 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但如果适合陈远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陈远给他的感觉 是幸福和甜蜜的 至少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哎呀我在想什么呢 一想到自己竟想到了那一步 他就更加害羞地抱住了枕头 突然若鱼看向了陈远的裤子 因为在裤兜里露出了几张纸条 等他拿出来后才发现 别的女生也看电影了 糟糕坏起来了 人在洗澡 初恋却在屋内胡思乱想 此刻初恋能接受男人的任何要求 突然他在男人裤兜里 发现了四张电影票 十分钟后 陈远洗好了澡 他披着玉京满心欢喜 准备在今天踏出那重要的一步 陈远看着若鱼开口 我洗好了 咱们 突然陈远话还没说完 便睁大了双眼 因为他看到了桌上的四张电影票 此时若鱼的表情 要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他大声质问陈远 陈远你口袋里的四张电影票是怎么回事 你今天还和别的女生看电影吗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如果你不喜欢我 可以拒绝我 为什么要闯进我的生活后 又和别的女孩约会 在若鱼看来 陈远一定还和其他女生有来往 一想到这里他就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陈远一时间有些无言 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想说点什么又被若鱼打断 根本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若鱼指着门口大叫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 若鱼越想越气 就连好感度都从逆袭后的95 下降了20 目前好感度为75 好不容易逆袭现在又掉了下去 这是陈远不能接受的 陈远浑身颤抖默不作声 他心中暗响 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我 我踏马早已预料 陈远歪嘴一笑 作为一个高手 这种情况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现在是时候放大招了 陈远看着若鱼开口了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不值得信任 几张电影跳就可以让我所有的付出化为乌有 你还要狡辩 他无法接受陈远的解释 因为他打心底认为 陈远就是在欺骗他 陈远心里肯定还有别的女生 这是对感情的不忠 是背叛 陈远不再多说 直接拿出手机打开了好兄弟的电话 他把手机递给若鱼 你自己问问刘文哲 我今天有没有和他去看电影 文哲和陈远是高中同学 若鱼也算认识 并且上次同学聚餐还一起吃了饭 陈远主动拨打电话 静静地看着若鱼 而若鱼依旧是满脸愤怒 死死地盯着陈远 他的心绪无比复杂 这时电话那头的文哲接通了电话 远子这么晚了你打电话干啥呀 若鱼接过手机 刘文哲我是肖若鱼 我想问一下今天陈远有没有和你看过电影 若鱼要确认清楚 毕竟还真有可能是自己搞错了 文哲早已睡着此时被吵醒 他迷糊地如是回答 是啊 看得战狼7 本来我约杜小月去看的 他拒绝了我 我就只能拉远子跟我去了 差点跳起来 要知道肖若鱼可是笑话 可现在却跟陈远在一起 文哲对着电话就是一顿狂吼 陈远这狗东西特么的居然泡到了你 卧槽我不信 陈远有些不爽 这发小事不能要了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若鱼挂断了电话 他看着陈远在想 难道真是自己误会他了 但万一刘文哲是在给他打掩护呢 正好杜小月刚好和他一个伴 若鱼要再打电话确认一下 小月吗 我是肖若鱼 今天刘文哲约你看电影了 电话那头的杜小月回应道 是啊 那家伙约我看战狼呢 但我回绝了 还看到个帅哥开法拉利接他呢 早知道他人脉这么广我就答应了 陈远淡淡开口 怎么 反复确认过了 要不要再查查我手机里的支付信息 若鱼这才知道 是自己误会了陈远 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肖若鱼我今天对你真的很失望 陈远不再亲密地叫他若鱼 而是直呼全名 说完这些话 陈远便转身走向门口 打算离去 陈远我错了 你别生气 我不该误会你 你原谅我好不好 此时若鱼极力挽留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错怪了陈远 可是这一切都被自己搞砸了 若非没有这件事 两人现在说不定已经踏出了那一步 可陈远不想再听他祈求 直接关门离去 卧槽好险 还好我提前做了准备 不然这次就翻车了 实际上陈远慌的一批 这次差点翻车 但下次还敢 人在洗澡 初恋却在屋内胡思乱想 突然初恋在男人口袋里 发现了四张电影票 随后初恋就和陈远吵了起来 说陈远还和别的女生看电影 陈远解释是和兄弟看的 得到正时候初恋连忙道歉 但陈远却不想再多待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 若鱼就给陈远发消息 对不起我昨晚误会你了 你说的对 两个人应该互相信任 我已经反省了 原谅我好吗 陈远回忆 若鱼没事的 这件事也怪我没有解释清楚 我也向你道歉 见陈远这么轻易就原谅了自己 还反过来向自己道歉 若鱼就更觉得陈远温柔了 明明是自己的错 他却处处为自己着想 想着想着 若鱼的好感度就提升了21 比之前还多了一点 陈远终于松了一口气 好歹是长回来了 不然可就亏大了 现在由于若鱼好感度达到96 陈远获得10点强化点 不过陈远确实有些怕了 他认为下次不能再这么浪了 这次就差点把自己玩死 同时这件事也给陈远提了个心 现在绑定的对象也非常多了 足足有7人 后面应该还会有 所以绑定对象应该也要有所区分 某些专门做工具人就好 某些应该好好维护关系 这样好感度就能刷到 让他们对自己死心塌地 一切都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不是他们说了算 现在陈远也是想开了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谁还没个后宫梦呢 更何况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 突然一旁的女同学说道 听说堂学长赞助了校队 搞了个最强路人王的比赛呢 是的是的 就在学校体育馆 咱们快去看看 篮球队帅哥超多的 一听到唐学长 陈远就想到了那个手下败奖唐修文 正好现在也没啥事 闲着也是闲着 陈远就决定去看看 刚到体育馆陈远就发现这里聚满人 并且墙上还挂满了对联 全是什么唐学长最强 修文最牛之类的话 此时场中央正有一群人在比赛篮球 而观众大多都是唐修文的粉丝 唐学长我们爱你 唐学长我要给你生猴子 唐学长你要加油 陈远只觉得吵闹 他发现这黄毛稿的这个路人王比赛 完全就是给自己装备用的 话说这小子不会还请了一堆演员来抬高自己吧 真是纯纯的有大病 这时人群中有两道身影发现了陈远 事前你有林书彤和细花徐乐乐 林书彤刚准备和陈远打招呼 徐乐乐就不见了身影 他比林书彤更快一步 徐乐乐来到陈远身边一脸羞涩 陈远主动打招呼 哈喽乐乐 你也在啊 徐乐乐眼里全是陈远 盯着他目不转睛 而林书彤则是气坏了 明明说好结盟的 结果徐乐乐却吃毒食 突然一只鲜鲜玉手拍了拍陈远肩膀 哈喽陈远 你也喜欢篮球吗 是体育性女神何止音 他也在看比赛 这时陈远有些慌了 现在又来一个 等下恐怕会变得麻烦了 一旁的两个阿宅开始悄悄对话 那是徐乐乐吧 好漂亮啊 话说他身边那男的是谁 另一人解释 文学院陈远 不止徐乐乐 你看那个何止音 为了陈远直接登了前男友 你们这样背后议论别的女孩 真是让我作呕 阿宅刚说完 就出现了两道声音 是学生会的会长秦冰雪 和副会长赵玉琪 男人真恶心 这个场馆充满了恶愁 秦冰雪依旧非常仇视男生 赵玉琪连忙安慰 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咱们好好看比赛就行了 这时在打球的黄毛唐秀文 也发现了陈远 他心里立马涌起了一股怒火 该死 是陈远那个老鼠 他怎么也在 上次弹当琴被陈远秒杀 还让黄毛耿耿于怀 更让黄毛不能接受的是 陈远身边还有超级多的女生围着他 并且个个都是九分以上 你们都瞎了眼吗 看不见我这种顶级花美男吗 随着笑话赵玉琪的出现 黄毛心中有了想法 正好赵玉琪也在 他认为现在是他一血全尺的机会 我唐秀文练习篮球时长两年半 反向了陈远 陈远敏捷和体力都异于常人 他当场就接住了篮球 不然一般人还真有可能会被砸到 陈远有些怒意地看着黄毛 唐秀文你什么意思 输了钢琴就搞偷袭报复我 也太幼稚了吧 黄毛一脸得意 报复你还不配 敢不敢出来和我一威一斗牛 我让你三个球 一旁的队友笑出了声 秀文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小子一看就是个死宅 被这样嘲讽 那陈远不得不再次打黄毛的脸了 在笑话面前装杯 学长要和陈远五威五篮球对决 实际是陈远一打九 球员和裁判都是学长的人 学长本以为能让陈远丢人现眼 却没想到陈远让他丢进里面 学校体育馆内 面对黄毛唐秀文的挑战 陈远接了下来 他决定陪黄毛玩玩 不然都被黄毛装玩了 这还是让陈远有点不爽的 陈远将球甩给黄毛 黄毛见状大喜 因为陈远的发球看起来就是个外行 这下他就更有把握赢下来了 可下一秒 黄毛不但没接住陈远的球 还被球当场打飞 速度之快力道之大 让所有人全部震惊 他们还没见过能将人打飞的球 观战的赵玉琪一脸欢喜 天哪 唐学长可是篮球队的队长 居然接不住陈远的发球 而秦冰雪却认为 只是空有蛮力罢了 男人就爱好勇斗狠 队长你没事吧 要不要紧 队员们连忙上来询问 生怕黄毛被刚才那一击打得再起不能 此时黄毛又急又气 他没想到刚才那球的力道如此之大 毕竟陈远看起来弱不禁风 可力气却大得离谱 简直和外表不相匹配 陈远来到黄毛面前微微一笑 一微一有什么意思 咱们不如五微五 让我检验一下校队的水平 陈远的话极具挑战性 比刚才黄毛的话更加狂妄嚣张 果然此话一出 在场的妹子们无意不被震惊 全部发出了惊呼声 就连黄毛的迷妹和教练都有些不可置信 甚至怀疑刚才听错了 而黄毛和球员们更加说不出话来 要知道球员裁判和球证都是他的人 可陈远却要跟他五微五 这简直和自寻死路没任何区别 一想到这里 黄毛心里就涌起了一股怒火 傻瓜陈远这可不是五微五 这可是一味酒 所有球员都是我的人 这下你输定了 我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丢进脸面 随后陈远带着四个演员迎战黄毛五人 伴随着裁判的口哨吹响 比赛正式开始 刚开始 队员就把球传给了黄毛 平常他们的配合就是这样 把球给黄毛 然后让他出风头 以此来满足他的虚荣心 篮球菜鸟看老子怎么虐你 等我狠狠踩完你的脸 预期就会知道谁才是他的良配 黄毛已经看到了陈远丢人的场面 而他则是万受瞩目的那个人 果然 随着比赛开始 陈远的队员不但不去阻拦黄毛 反而全部包围了他 让他无法脱身 直接就明眼不装了 在场队员都是黄毛的内鬼演员 这一点陈远从进体育馆的那一刻就知道 我特么不需要队友 自己一个人就够了 陈远对着系统大叫 系统给我篮球特长加30年熟练度 我要装备 一旁的迷妹粉丝全在大呼 唐学长加油 唐学长爱妙 而这些话让黄毛极其享受 趁着这股氛围 黄毛打算秀一波操作 然后让他在大家眼里更加耀眼 接下来就用我帅气的扣篮来结束吧 黄毛大跳跃起 准备来波帅气的扣篮 但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如幻影般自原地消失 在黄毛惊讶无比的眼神中 一只大手净出现在了他即将扣篮的手边 而黄毛原本想的扣篮并未成功 他竟然被陈远当场盖了帽 赛场众人全部实话 精通篮球的唐学长 居然被陈远盖帽了 简直是难以置信 毕竟陈远怎么看也不像是经常打篮球的人 阻拦陈远的演员更是惊恐万分 他怎么过去的 你看到了吗 令人声音都有些颤抖 没有 就感觉晃了一下人就不见了 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黄毛此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更加愿意相信这是幻觉 陈远单手插都单指顶球 到我的回合了吗 唐学长你可要做好 可陈远话还没说完 裁判竟吹起口哨 给陈远亮了的犯规黄牌 这特么的也犯规 唐修文你还要不要脸啊 给我吹黑哨 面对如此情况 陈远又该如何应对呢 总篮球比赛一打九 就连裁判都是对方的 动不动就吹黑哨 所有人都在为黄毛服务 包括燕总的四名演员队友 只为能让黄毛赢下比赛为止 黄毛心中暗暗发笑 你打球厉害又怎样 我就吹黑哨了 你有脾气吗 球场也是有潜规则的 陈远你还是太幼稚了 今天你注定会输 会被我踩在脚下 刚才的一怒让观众们议论纷纷 刚才陈远没犯规吧 裁判怎么乱吹哨啊 难道是在吹黑哨 只是打个友谊赛 还吹黑哨也太不要脸了 这么无耻也能代表胡大吗 简直丢人 这一刻陈远也被点燃了怒火 唐修文你真的激怒了我 我可以容忍你作弊 但我不允许你侮辱体育精神 陈远决定硬刚到底 要打完一场认真十足且不公平的球赛 他要打爆黄毛 让黄毛彻底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 随着陈远和黄毛的友谊赛开始 体育馆又来了很多人 体育馆都被挤满 他们都是为了看这场球赛 当裁判刚吹响口哨开始的那一刻 陈远就飞速接过球超越了黄毛 黄毛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等黄毛反应过来后 陈远已经跳向了篮框开始扣篮 在众人目视的情况下 陈远来了个完美的扣篮 此时他极其认真 毕竟面对的是五名对手 加上四个演员队友 以及那不要老脸的裁判 面对十人的围攻 陈远却能不断地扣篮成功 黄毛见状有些急了 你们围住他呀 不行就犯规 给我挡住他 只要让他摸不到球就可以 还有你们几个 干什么吃的 黄毛已经不顾一切 不知羞耻的话直接就能说出来 但即使所有人更加过分 甚至想抱住陈远的大腿 让他无法动弹 陈远依旧在奋力拼搏 陈远的前路被挡住 但这也不能奈何陈远 在两名球员震惊的目光中 陈远近一跃而起 他拿着球竟跳到了两米半的高空 并且他的姿势 没错 在所有人的阻拦中 陈远在空中制出了一个三分球 看着如此拼命战斗的陈远 此刻哪怕是裁判和演员球员 心中都出现了一些波澜 他刚才是怎么做到的 他有必要这样做吗 即使知道这是一场充满黑幕的比赛 即使知道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 可他依旧在战斗 他为什么这么拼 看着陈远孤独的背影 看着那不服输拼搏到底的陈远 在场众人心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裁判想起了老父亲的话 父亲曾对他说过 儿子 裁判是一场比赛的底线 这个哨子想起的时候 父亲的话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尊重吗 他又想起自己曾对球员们说过的话 一场比赛的输赢 看的不是比分 而是你是否为之倾尽全力 这时九名球员都停止了动作 全部注视着陈远 看着陈远他们心中都生起了一股敬力 因为和这个男人相比 他们简直丑陋不堪 甚至是在亵渎篮球运动 裁判和九名球员都深深被陈远感动 他们当场流出了热泪 突然陈远有些疑惑 怎么所有人都不动了 刚才不是都在阻击自己的吗 就在这时 一名球员没在前进 而是开始后退 见到这一幕 在场观众全部露出了惊恐之色 这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场上的一幕实在过于震撼 除了黄毛外的九名球员 竟主动在给陈远让路 除了黄毛外不再有人阻拦他 观众们都知道 陈远以德服人 获得了球员们的尊重 而陈远却是一脸疑惑 还没搞懂咋回事 关键的赵玉奇撩起秀发一声轻笑 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啊 此刻的陈远在他眼中是那么的耀眼 这也让他对陈远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 黄毛健壮直接傻眼 多吞得怎么回事 你们还想不想赚钱了 阉总篮球比赛遭到baby肿击 也出师的并不是阉总 反而是搞偷袭的黄毛 他的手臂当场骨折 阉总霸气的样子 让所有妹子的好感度全部达到巅峰 他们更是抢着给阉总送水 在黄毛baby的暗箱操作下 陈远被迫一打九 但他的精神折服了所有球员 大家都全部退出比赛 现在场上只有陈远和黄毛的单挑 陈远大叫 接下来的一切羞辱 都是你自找的 此刻黄毛早已汗流浃背 他早已顾不得其他 只要拦下陈远这一球 黄毛就认为自己不算真的颜面扫地 想到这里 黄毛就主动靠近陈远 他说什么也要拦下这一球 不管使用什么办法他都不在乎 就在陈远准备扣篮之时 黄毛做出了让所有人震惊的事情 他竟然对陈远使出了肘肌 这种卑鄙的招式被他使用了出来 黄毛心中大喜 这都是你自找的 去医院躺着吧陈远 然而下一秒 一道清脆的咔嚓声响起 不用猜就知道是骨折声 但很明显 那骨折声不是陈远发出 而是来自黄毛 黄毛倒在地上痛苦的哀嚎 这怎么可能 我的手 我的手断了 黄毛不敢相信这一切 自己明明是用的肘肌 可骨折的却是自己 这吞的还像话吗 在黄毛痛苦的惨叫声中 陈远完成了最后一个大灌篮 这一球落下 也代表他赢下了这场比赛 他靠自己的态度 获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此刻观众们纷纷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赵玉琪现在对陈远好感度突破至96 陈远获得10点强化点 而林书彤和徐乐乐都是一样 林书彤好感突破96 徐乐乐好感突破97 陈远获得20点强化点 就连没说过几句话的白给何止音 此刻也突破95成为了陈远的填狗 同时为陈远提供22点强化点 看着汉刘夹被不断惨叫的黄毛 陈远淡淡开口 不论能力和品德 你都不配做校队的队长 你这样的人做队长 简直是对篮球的侮辱 而和你这种垃圾同台较量 更是对我球机的侮辱 陈远的话如同尖刀 更像是巴掌 狠狠地扇在了黄毛脸上 毕竟他赢了 说的话也更有分量 被陈远这样打脸后 黄毛依旧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大叫 陈远你别嚣张 我们走着瞧 我迟早要你好看 此刻还在观众的妹子们 刚才陈远扣拦你们拍下来了吗 旁边的妹子这才反应过来 糟糕看得太入迷忘了拍 而何止音左顾右盼在找陈远 他拿着一瓶水心想 陈远这个家伙怎么不见了 突然何止音发出了疑惑的声音 因为他发现副会长赵玉奇也拿了一瓶水 也在东张西望地寻找陈远 不止他们两人 林书腾和徐乐乐也是一样的心思 四人都打算给陈远送水 可陈远却不见了踪影 这让场面一度有些干大 比赛结束后 陈远火速逃离了体育馆 幸好溜得快 不然光是选择喝那瓶水 可能就会出现重大事故 虽然任何单独一人陈远都能轻松拿捏 但四人一起还是会让陈远很难办 随后陈远回到了宿舍 打完球一身汗 洗个澡真舒服 看着镜子中自己那完美的身材 陈远的心情就变得更加愉悦 就在这时陈远的手机响起 显示为 群聊黄图霸业谈笑间的多情浪子申请家里为好友 陈远有些疑惑 土豪群的申请 啥事啊 陈远拿起手机通过了对方的申请 陈远问有啥事 对方却说 没啥事 就想问你要不要老婆 陈远当场傻眼 这是什么鬼 送老婆这又是什么操作 来了 当红最火女星终于登场 可有人却要把她送给燕总当老婆 这位女星名叫高璇盈 年仅22岁就摘得影后桂冠 被内余称为四小花旦之首掌门员 前途一片光明 风光无限 可最近高璇盈却陷入了丑闻的风波 有人爆料她当三 其实根本不是表面那样光鲜亮灵 而网络上的评价也一路走低 还面临三千万的违约金赔付 虽然高璇盈是高氏集团的千金小姐 但高氏集团最近发展不顺 三千万对现在的高氏来说足以伤惊动 于是这位高氏集团的次子 也就是高璇盈的弟弟高浪 便在土豪群里找到了陈远 然后将她约出来 就是想请陈远帮帮忙 陈远想起了高浪说的话 送你老婆要不要 陈远一边喝咖啡一边问道 但我把你姐姐娶了 你是想让我去你高家做到插门女婿吗 高浪一听此话立马就紧张了起来 我不是我没有 我我杀鱼随口说的 主要我是怕烟总您不搭理我 于是才那样说想引起您的注意 我姐是被人陷害的 现在舆论对她非常不利 还要赔为约金 一谈起姐姐高璇盈 高浪就气得不行 因为姐姐真的是被陷害污蔑的 然后高浪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脸 严重我是想 想让你买下我姐的别墅 陈远听完心中并没太多波澜 她稍微想了想 自己好像也确实该买套房子 毕竟自己现在还一直住在宿舍 不过这个钱得为女人花才行 想到这里 陈远又想到了高璇盈 作为当红女星的她 想必一定很能花钱 如果真是这样 那陈远就太感兴趣了 她可以用高璇盈不停地消费 然后绑定关系 紧接着逆袭成功 最后再获得超高的反线 如此一来 一个高璇盈就顶得上好几个妹子了 想着想着 陈远不禁露出了一股子怪笑 显得有些猥琐邪恶 做完决定后 陈远放下茶杯 我可以帮忙 你约个时间让我跟你姐见面吧 我也顺便看看房子 一听燕总竟这么爽快答应 高浪就连忙激动地说了三个好字 毕竟她最开始并没抱太大希望 而现在燕总爽快答应让她欣喜不已 我这就帮宁约时间 高浪笑盈灵地拿出手机准备安排 同时她心里也在想 燕总果然跟传说中一样仗义 只要有求她就必赢 现在的燕总简直就是一场急事雨 而现在的陈远在高浪眼中 都变得自带了一层绿井 高浪听说前阵子 燕总给肖氏集团注资了一大笔钱 如果自己姐姐给她做老婆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一道咆哮声从一片别墅区内传出 你告诉那个虎爷让她滚远点 我知道她能量大 但外面那些谣言不都是她搞的吗 要我低头不可能 此人便是高浪盈 如今她被人陷害 而从她的话中得知 陷害她的人似乎就是那个虎爷 高浪盈挂断电话器的不行 麻蛋恶臭老男人 还想睡老娘去死吧 高浪盈对着枕头一顿捶打 现在高浪盈压力很大 身边人都在帮她想办法 可是该怎么办呢 那么多的违约金 高璇盈躺在床上自语道 这三千万的违约金压的她喘不过气 我只是想简简单单做个演员 难道就这么困难吗 高璇盈心中有些不甘 但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 让她不得不接受现实 就在这时 高璇盈刚挂断的电话 现在又响了起来 是弟弟高浪 高浪激动地说 她帮忙找了个神通广大的靠山 钱的事情不用担心了 高璇盈有些疑惑 靠山 什么靠山 你最近开始拉皮条了 什么拉皮条 说得这么难听 高浪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姐 听完高浪的介绍 一个油腻胖大叔的形象 出现在高璇盈的脑中 可如果高璇盈知道 燕总不仅多金还很帅 那又会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哄女星进成了老男人的交易品 可当她见到燕总的那一刻 却露出了一丝羞难 燕总表面是来看房买房 但实际目标却是女星 燕总直击主题 我想让你做我的地下恋人 听完燕总的话 女星并没拒绝 而是说也不是不行 但有条件 由于高璇盈遭到陷害 欠下三千万违约金 于是弟弟高浪就给她找来了 神豪燕总 可高璇盈听完却把高浪骂了一通 什么狗屁神豪 不过是个想占便宜的老男人吧 高浪你帮着外人坑我 等我回家有你好看 高浪连忙解释 姐你就信我一次 燕总真的很牛波 估计他马上就到了 你记得带他看看房子 还有记得对人家大佬态度好点 高浪话还没说完 电话那头就传来高璇盈滚的声音 挂断电话后 高璇盈心情更加不爽了 男人没个好东西 就连亲帝也一样 高璇盈一边怒骂一边手舞足蹈 内心极其崩溃 随即她又朝天大吼 我高璇盈就算从楼上跳下去 死家里也不要男人一分钱 她吼得极其大声 就像是某种不会被打破的誓言 十来分钟过后 陈远来到了这片别墅区 看着眼前的房子 陈远觉得还不错 跟之前买的别墅区还挺近 楼间距和朝向都不错 一想到这就是高璇盈的家 陈远就不禁感叹 自己竟和大明星这么近 随后陈远走向门口按响门铃 高璇盈知道 肯定是高浪说的那个烟总到了 然后她心中又是一阵反感 这么快就到了 真是上辈子没见过女人 恶心恶心恶心心 来了来了 别碍了 听着不断响起的门铃声 高璇盈连忙劈了件外套走了出去 本来心情就不好的高璇盈 听着急躁的门铃声 心情就更不好了 她直接对着门口大叫 年纪一大把了还这么急性的 门铃都要被你按坏 但下一刻高璇盈闭上了嘴 停止了说话 因为她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导致她的秀脸瞬间泛起了一抹红晕 你好 请问你是高璇盈小姐吗 我是高浪的朋友 陈远友好的做起了自我介绍 陈远的模样和高璇盈心中所想完全不同 她还以为对方是个油腻大叔 而年轻帅气的陈远和她所想形成了反差 这让高璇盈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 好半天没吐出一个字来 陈远只好主动走进屋内 并没表现出太多情绪 回过神的高璇盈此时就像个小弥媚 这货就是燕哥 也太太太年轻了吧 而且也太太太帅了吧 我拍了这么久的戏 还没见过哪个男演员有这样的气度 不知道为何 高璇盈总感觉 陈远浑身都散发着一股超能力的味道 高小姐你不要太拘束了 坐吧 明明陈远是客人却表现得像主人 而身为主人的高璇盈却像个客人 回过神的高璇盈心中开始吐槽 我去 这是我家呀 高璇盈有些扭捏的问道 燕 那个哥 你不继续看看房子吗 陈远表示房子挺好 他已经看完了 当然重要的并不是房子 陈远打算不拐弯抹角直接进入主题 内燕哥你的意思是 不知道为何 高璇盈总觉得陈远的眼神怪怪的 看得他浑身发毛 搞得他很不自在 重要的是你 我想你做我的地下恋人 当陈远说出这些话后 舔狗行动也正式开始 高璇盈绑定成功 目前高璇盈对陈远的好感为负三十五 逆袭后将会获得反线舔狗筋和强化点 以及表演精通技能 陈远认为 与其弯弯绕绕 不如出气不易 阁下现在又该如何应对呢 现在陈远很期待高璇盈的回答 而高璇盈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地下恋人 你在侮辱谁呢 有几个小钱给你狂的 看老娘怎么羞辱你 紧紧片刻间高璇盈就知道该怎么回应了 高璇盈看向陈远开口 你倒是挺直接的 也不是不可以 但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一辆千万以上的豪车 第二个条件 我读汤晨一品一套房 至于这第三个吗 你要给我投资两部五亿以上的电影 当然女主角必须是我 你要是觉得条件太可 真的吗 这样就可以吗 这就太好办了呀 汤晨一品一套不够吧 咱要不要多来几套 你弟弟你们一家人都各自一套好不好 陈远突然打断高璇盈 并且还秒答应 这让高璇盈瞬间傻眼 他本以为陈远会支拿而退 可陈远却答应得非常干净利落 这让他不禁怀疑 这货脑子不会是有毛病吧 总只是和当红女星见了一面 就让女星满脑子都是他 甚至想要倒贴 而秦学姐也即将毕业 但在和学妹无意间的对话中得知 自己好像错怪了陈远 他真的是个好人 陈远和高璇盈聊完后就离开了别墅 陈远前脚刚走 高璇盈的弟弟高浪就回到了家 他一眼就认出了陈远的车 高浪有些激动的大叫 这不是烟总的法拉利吗 难道他还没走 进屋后高浪立马来到客厅 发现姐姐正坐在沙发上发呆 姐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烟总呢 我看他车还在楼下 还以为烟总在呢 白开心了 此时高璇盈双眼呆滞神游天外 他自言自语道 你说那辆法拉利拉法呀 烟总送给我了 高浪一听当场羡慕哭了 两千多万的车送给你了 他怎么不送给我呀 好酸好酸 高璇盈继续自言自语 烟总不但把车送给了我 还给我打了一笔钱 由于太不真实 这导致高璇盈到现在还没回过神 买房子的定金吗 多少多少 两百万还是三百万 听烟总打的钱 高浪心里就放松了不少 毕竟姐姐还欠了三千万的违约金要赔付 突然震惊高浪一千万年 因为高璇盈的手机画面太过震撼 烟总打的钱竟是九位数 竟是一个亿 他原本只是想碰碰运气 却没想到烟总的手段如此强大 高浪心想 这房子还没买 就已经给出去了一两千万 烟总这摆明是看上我姐了 我就说有戏 我要做烟总的小舅子了 那也太爽了 一想到这里 高浪就开始撒花庆祝 而高璇盈终于确认 这个弟弟果然是不能要了 脑子好像确实出了点问题 需要置之 与此同时高璇盈又想起了烟总的那句话 做我的地下恋人吧 陈远说的是那么的直接 正常来讲高璇盈肯定会拒绝 可现在他却发现自己有些不对劲 自己不但不讨厌 反而还接受了 最终高璇盈弄明白了 原因是烟总给钱给的太干净利落 车转到你名下了 这一个亿你先拿去用 不够我再给 我这个人就是见不得漂亮女人吃苦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高璇盈还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烟总从头到尾都没对自己动手动脚 可以说是绅士中的绅士 一想到这里 他对陈远的好感度就提升了十点 想着想着高璇盈就有些无法自拔了 这个家伙 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人 不仅多精长得还帅 就连气质都是我见过最顶尖的 高璇盈越想就越觉得陈远好 越想脸颊就越发的滚烫 目前他对陈远的好感度已经达到负 几日后湖大校园内 今天是大三毕业季 学生们都穿着毕业服拍毕业照 想留下美好的回忆 而秦冰雪则是叫住了赵玉琪 预期陈远不是傻好人 你趁早离开他吧 过了今天我就毕业了 以后就护不住你了 赵玉琪连忙摆手 秦雪姐陈远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秦冰雪又说 那次篮球赛你也看到了 那么多女生给他送水 足以说明他朝三暮四不守难得 我看到了呀 但陈远不是没接任何一个人的水就走了 他做得很好啊 我觉得没毛病 这句话让秦冰雪无言以对 那我要是告诉你 你生日会那天晚上 陈远在我回家路上自导自演英雄救命 想泡我呢 你还觉得没毛病吗 秦冰雪说出了那晚遇到混混的事 想以此来让赵玉琪认清现实 赵玉琪听完拿出手机开始翻炒 秦雪姐我觉得你有时候吧 就是太妖魔化男人了 其实我有点担心你的精神状态 陈远这个人哪都好 就是正义感太强了 他见义勇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看赵玉琪打开了一些证据 拿给秦冰雪看 而且他那天压根不知道你会来 我也没告诉他 他不可能自导自演的 赵玉琪说的有理有据 事实上他很清楚 陈远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 这一切反而是秦雪姐在胡思乱想 听到这里秦冰雪顿时一惊 难道我真的误会了陈远 是我太妖魔化男人了 这时秦冰雪开始反省自己 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直接离开了这里 赵玉琪连忙询问 秦雪姐你要去哪里啊 你们班还没拍照呢 殊不知秦冰雪早已惭愧地羞红了脸 他怎么可能把这副表情给别人看到 太丢人了 这一切竟都是我的自作多情 那么得知真相的秦雪姐 接下来又会如何对待陈远呢 冰山雪姐竟也恋爱了 明明已经步入社会开始上班 可雪姐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是陈远 而女星高悬营针对影视圈大佬的反击 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与此同时一场慈善拍卖会 让陈远充满了兴趣 毕业后秦冰雪进入了一家公司上班 可她却整天都在想跟赵玉琪的对话 好丢人啊 我居然跟玉琪说什么陈远想泡我的话 而且过了这么多天 都上班了我还是忘不掉那种羞耻感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而且更加奇怪的是 每次秦冰雪回忆起这种羞耻感 陈远的脸都会浮现在脑海中 每次一想到这里 秦冰雪的秀脸上总会泛起一亩红韵 就如那熟透的红苹果 通红而发烫 这让她上班总是魂不守舍 就在这时老板传话 小秦你过来一下 有点事吩咐你 秦冰雪连忙回应 好的老板 随后秦冰雪来到了老板办公室 慈善晚宴 秦冰雪有些疑惑 不明白老板说慈善晚宴是啥意思 最近汉城的商界名流搞了个慈善晚宴 你作为我的助理 代表我出席一下吧 而且有个任务交给你 据说这次慈善晚宴邀请了神秘土豪燕哥 你的任务就是去结交一下这个神好 给公司接下来的业务铺路 听完老板的话 秦冰雪有些沉默 又是这样 她还以为女性当老板的公司 能避免这种事 但仔细一想她又释怀了 毕竟是入职后的第一个任务 而且也只是普通结交 好吧我尽量 秦冰雪有些不情愿地接下了任务 而老板的呵斥立马传来 不是尽量 是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另一边学校宿舍内 陈远正在跟车神浩天通话 浩天激动地说道 燕总看新闻了吗 高浪他姐亲自下场首撕影视圈大佬 现在这件事的话题爆火 很多人都在议论吃瓜 高浪的姐姐高璇宁 这么精彩的吗 我去看看 一听有这种大瓜 陈远连忙做到电脑前 准备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个事 我去热度这么高 陈远刚打开新闻 就发现热搜第一的头条上写着 高璇宁首撕影视圈大佬 热度2.7亿 高璇宁主动发声 事已至此我无法再沉默 我要替所有被这个人渣 伤害过的姐妹发声 高璇宁刚发声没多久 帖子就超过了60万点赞 并且还有很多人都表示支持高璇宁 那个影视圈大佬看高家不太行 于是就想前高璇宁 但他不乐意就被泼脏水封杀 听完浩天的话 陈远对高璇宁的看法 发现了些许改变 陈远回应浩天 高璇宁这个女人倒是蛮有骨气的 在你们这个圈子里还挺特别 陈远一边说 一边查看跟高璇宁有关的帖子 谁说不是呢 说到圈子 正好有个慈善拍卖会 届时汉城有头有脸的名流都会来 燕总明可一定要赏脸了 借着高璇宁的话题浩天聊起了拍卖会 慈善拍卖会 一听是拍卖会 陈远首先想到的就是 估计又是个可以使尽花钱的好地方 倒是可以去看看 不过在这之前 还有件事得去做一做 想到这里 陈远不禁露出了一抹微笑 与此同时一道急迫的声音 从高璇宁家里传出 对方的水军开始发力了 快开小号把他们的评论顶下去 我就不信了真相还能被谎言掩盖 高璇宁看着话题不断升高的热搜 气得不行 因为他在揭开真相 但对方却在用水军掩埋真相 高小姐对方火力比我们猛 我们快支撑不住了 他们也砸了很多钱 也有很专业的公关和水军 高璇宁的公关大户出声 有些快顶不住了 就在这时 高璇宁的手机出现了一条短信 他连忙打开手机查看 竟然又是到账一个亿的提示 而一旁的助理也收到了通知 公司账户上面的资金不足 有点顶不住对方的水军了 看着道账短信 高璇宁撬脸上出现了一片羞红 他心想 难道他看到了热搜上的骂战 担心我钱不够 于是就打钱过来 用这种方式来支援我 该死的渣男 有几个臭钱就瞎显摆 就他钱多 虽然是这么想 但高璇宁对陈远的好感度 却又提升了20 我只想说 超能力的威力果然强大 热搜来参加慈善拍卖会 可他却发现自己和保安撞山了 并且还遭到了黄毛的嘲讽 保安岗位已经不缺人了 倒是缺几个端盘子的 今晚是汉城的慈善拍卖会 这里聚集了各界名流 大家身穿西装和礼服 表面是交流和分享 实际上却是一场权贵之间的较量 富二代圈子也都来了 白麒麟看着高浪说道 高浪你小子最近容光焕发呀 之前一直因为你姐的是愁眉苦脸的 今天跟变了个人似的 高浪回应 我姐最近不是认识了燕总吗 现在燕总算我半个姐夫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燕总 室内的在鲨鱼狂刷几个亿 收购萧家股份的那个燕总吗 另一人接话说道 没错 听说这个燕总神通广大 连寒三水都被他把脸按在地上踩 难怪前几天看你姐在网上 和大半个娱乐圈对吗 有这样的后盾确实腰杆子硬 这时有副哥说道 浪嫂哪天有机会了 也介绍我认识认识燕总啊 我们家老爷子想认识他很久了 高浪被少爷们恭维 这让他很是舒爽 他硬生点头 好说好说 我姐夫前几天还约我喝酒呢 这是白麒麟看向一旁问的 修文你去哪里 你们聊 我去个洗手间 唐修文不仅是校草 也是汉城唐氏集团富二代 不过前几天他被陈远疯狂打脸 先是钢琴输给陈远 篮球比赛也输了 当时丢尽脸面 离开几人后黄毛一脸不爽 恶心人 不就是姐姐给人做妾吗 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没有燕总你给劳资提鞋都不配 黄毛知道今天这个慈善拍卖会 本质是汉城权贵们分蛋糕的猎场 借由一场晚宴 实现未来十年的利益分配 黄毛还得到消息 燕总更是今晚邀请的重磅嘉宾 而关于这个神秘的燕总 其实黄毛也早就做了调查 他搜罗了关于燕总声音的新闻 并且还给燕总做了个心理形象测写 最终得出的结果误差 不会超出百分之五 一想到这里黄毛嘴角就开始微微上扬 他有信心比别人更轻易结交燕总 然后借着燕总起飞 在黄毛看来 燕总是个优雅又有诚服 并且深谋远律的长者 即使生性低调 他出众的气质也难以掩盖 哪怕是在茫茫人群中 他也能一眼就认出燕总来 黄毛来到宴会大门口心想 就你们也想结交燕总 真是想屁吃 我就守住带兔直接在门口等 燕总一来我就能直接截胡 然后留下好印象以此为后续铺路 唐二杰看着吧 我会用行动证明 我才是唐氏集团最有价值的继承人 突然黄毛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不是陈远吗 他怎么也在这里 居然还穿着保安的衣服 出现在黄毛面前的事 身穿西装的陈远 只不过此时的陈远显得有些紧张不自在 看着正大排场的慈善晚宴 陈远心中不禁暗想 这就是慈善晚宴 好唬人啊 为了参加这个什么晚宴 我可是下血本了 这次陈远没有再穿祖传短袖 而是到商场买了一套正装 这是他豪至两万块买的一身行头 现在陈远一想起来就很肉痛 他终于明白 花自己的钱原来是这种感觉 很心痛 和花田狗精实的心态完全不同 突然陈远也睁大了双眼有些震惊 我去什么情况 这居然还撞伤了 有钱人的保安都穿这么贵的西服吗 真是猪门酒肉臭 陈远花巨资买的西装 居然是和保安穿的一个等级 这让他心中有些不平衡 这不是篮球王子陈远吗 几天不见怎么变成保安了呀 这是一旁传来一道赤耳的声音 而陈远立马就听出了这娘们唧唧的声音 黄毛走向前说道 最近手头紧缺钱了 跑来兼职做保安了 陈远淡淡回应 不好意思 我不是保安 我是受邀来参加晚宴的 还有我们没有那么说 请你自重离我远点 参加晚宴啊 正好 我也是来参加晚宴的 我们一起进去吧 黄毛心想 就你还跟我装 臭保安我一会就让你下不来台 丢人丢到姥姥家 先生请出示您的请柬 这是一名保安说道 陈远有些懵逼 请柬 什么请柬 他可没听说还需要这东西 黄毛见状立马就得瑟了起来 不会吧不会吧 哪有人受邀请没有请柬的 此时黄毛心中爽的不行 他期待看陈远笑话已经很久了 今天看样子终于要实现了 陈远你就别装了 当保安也不是丢人的事 至于打肿脸充胖子吗 黄毛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兴奋 而陈远此时已经出现了一丝怒意 陈远做了个决定 今天一定要再次狠狠打黄毛的脸 燕总参加拍卖会却被当成保安 而这一幕正好被高冷学姐看到 学姐拿出邀请函要帮燕总解围 可燕总不但不感谢还很愤怒 更是让学姐不要多管闲事 只因学姐打断了他装备的机会 这时白毛出来迎接燕总 可他却发现燕总正在被黄毛疯狂嘲讽 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前 一辆黑色商务车来到了会场门口 是秦冰雪到了 他接到老板的命令 今天代表公司来参加慈善晚宴 同时老板还让秦冰雪结交神秘神豪燕总 以此来为公司未来的发展铺路 虽然秦冰雪并不情愿 但还是向现实低下了头 秦冰雪刚下车 就吸引了一大群精英男的目光 这女生是谁啊 也太太太漂亮了吧 我觉得就算是肖家的肖若宇 还有高家的高悬营 都不一定能在姿色上盖过她 秦冰雪本就属于高冷大玉姐 配上这身礼服 更是让她的美貌大大提升 吸引到众人并不算奇怪 秦冰雪其实并不是太喜欢这种场合 但毕竟自己接了老板的任务 那今晚说什么也要完成任务 认识然后说服燕总 投资公司 毕竟秦冰雪已经进入社会 她的思想也在跟着改变 没勤俭也想参加晚宴 你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吗 这时秦冰雪听到一旁传来的呵斥声 秦冰雪立马就认出了穿着西装 并且和保安撞衫的陈远 这让秦冰雪非常疑惑 她想不通陈远为何也会在这里 我说了我没有邀请函 但我确实是受邀嘉宾 陈远超级不爽 自己明明是受邀而来 现在却连门都进不去 还被黄毛当成保安羞辱 据我所知 所有的受邀嘉宾都发放了邀请函 黄毛连忙接话 没错 没有邀请函的都是特邀嘉宾 比如我大哥 唐氏集团的唐奥姐 鲨鱼的程总 以及网络第一神豪燕总 只有这几个是特邀嘉宾 陈远请问你是哪个总啊 黄毛一脸得意 现在大家都在看着这边 她越是嘲讽陈远 越是让陈远难堪 黄毛的心里就越是舒爽 这个人是跟我来的 每张邀请函都可以带一个人进场对吧 她是我朋友 这时秦冰雪主动亮出了自己的邀请函 要帮陈远解围 自从她知道陈远救过自己后 几乎整天都在想陈远 但她高冷的人设不允许她当面表露出来 好的女士 保安接过秦冰雪的邀请函 而一旁的陈远则是有些意外 这个死女人应该很讨厌我才对啊 现在居然帮我解围 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秦冰雪的解围让陈远很是疑惑不解 一起进去吧 告诉你 我帮你不是因为对你改观了 而是还你一个人情 秦冰雪淡淡的说道 她自然不可能像赵玉琪那样热情 只能像这样来表达出来 那天晚上是我误会你了 就这样而已 当说到这里的时候 秦冰雪脸上竟出现了一抹羞红 要知道她可是大家眼中的冰山学姐 可她此时却也脸红了 还人情 我本来还想打个电话装杯羞辱堂皇毛 这下都被你给破坏了 偏偏你还觉得是帮了我 谁给你的自信啊秦冰雪 陈远心中暗响 同时她的表情也气得争鸣了起来 然后陈远摇头晃脑地说道 你这就当还人情了 我感觉好亏啊 我是受邀来的 可不是你的小跟班 在秦冰雪眼里 陈远是在阴阳怪气 可陈远说的却是事实 秦会长别多管闲事了 这里可不是胡大学生会 陈远的话听在秦冰雪而已 让她心里很难说不是滋味 秦冰雪心情立马就坏了起来 我我就不该管她死活 好心给你姐为你还嘲讽我 去死去死去死吧 男人果然不配有好脸色 秦冰雪气得不行 而陈远看着气得浑身发抖的秦冰雪 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毕竟陈远对秦冰雪并没什么好印象 更何况自己曾救过她 最后反而被她说是自己演的戏 这时黄毛的声音再次响起 刚刚我就想说的 你个没勤俭的屌丝也想混进上流社会 现在人家带你进去还这么转 这年头骗吃骗喝的真多 这种男人最恶心了 没本事还心比天高 真是恶心的垃圾 陈远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但你明明是做保安的却硬要装受邀嘉宾 做人这么虚荣 小心以后的路可不好走啊 黄毛的话说完 在场众人都纷纷赞同 觉得她说的对 笑吧笑吧 等一下咱们看看谁的路更不好走 此时陈远即将爆发 她这次说什么也要狠狠打黄毛的脸 不仅要让她丢进脸面 更要让她颜面扫地 这么多人挤在这里干啥呢 有什么热闹看吗 白毛白麒麟听到门口动静很大 于是就走了出来 可当她看到这副场景时却吓了一跳 因为正在被黄毛嘲讽的人 正是被他们当成压轴嘉宾受邀而来的烟总 可这么牛皮的一个人物 此时却在被黄毛当众疯狂嘲讽 如果烟总真的发怒 那没人能承受得起怒火 黄毛终于遭到打脸 但动手之人并不是烟总 而是她的大哥 是黄毛经常拿来装杯 总是挂在嘴边的大哥 此时拍卖会场馆大门口 由于黄毛说陈远是保安 引来了无数人的关注 而在场馆办公室内 有两人正在交谈 听说今天晚上烟总也来对吧 我早就想结交一番了 届时还需要张总帮忙引荐一下 此人正是黄毛唐修文的大哥唐奥杰 也是唐氏集团目前的掌舵人 在汉城可以说无人不知 财力极其雄厚 在唐奥杰对面的是车神浩天 浩天说道 唐总言中了 烟总虽然是我朋友 但他的事我也说不上什么话 我是把他当大哥处的 唐奥杰连忙表示 张总谦虚了 谁不知道烟总和你 唐奥杰话还没说完 浩天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抱歉 接个电话 浩天拿起手机 发现竟是小白打来的 小白啥事啊 我不是让你出去接烟总了吗 可浩天话刚问完 电话那头就传来了 小白急迫的惊叫声 浩天哥 我好了 烟总被人拦在了大门口 还有人在羞辱烟总 就是个臭保安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 什么 谁特么的敢这么不知死活 竟敢羞辱今晚的特邀嘉宾 浩天听完当场暴怒 烟总可是他亲自邀请的 现在却被人拦在门口羞辱 这怎能让他不生气 还能有谁啊 是唐家的老二唐修文 小白刚说完 唐奥杰刚入口的茶水就喷了一滴 他还打算今晚结交一下烟总 但此时二弟却惹出了这种大火 直接让他的计划泡汤了 一想到这里 唐奥杰就以每秒20米的速度冲出了门 他要用最短的时间制止二弟 如果被他惹出更大的火 到时恐怕整个唐氏集团都要遭殃 唐奥杰一边跑一边大叫着 真是个不争气的玩意 浩天连忙说道 唐总 唐总你别激动 此时场馆大门口 黄毛的挑衅嘲讽依旧在进行中 他一边拍陈远的肩膀一边说 陈远我说你啊 干嘛自不量力的非要混进我们这个圈子呢 其实保安也很适合你 职业不分贵贱 你不应该嫌弃当保安才对啊 陈远一把打开黄毛的手 把你的爪子拿开 你这个娘娘枪没资格教训我 陈远愤怒之早已达到了巅峰 现在随时都会爆发 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你哥也没资格 陈远又继续补充 他有这个信心和实力 能碾压在场所有人 听到陈远这么说 黄毛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张开双手大叫 你这个臭保安还挺狂 瞧不上这个瞧不上那个的 你知道我哥是谁吗 我哥唐奥杰 唐氏集团掌舵人 坐拥百亿资产 手上的产业数都数不清 他打个喷嚏整个汉城都要抖上一桶 而我作为唐氏的次子 唐奥杰的弟弟 就教训你了 你能奈我何 我今天说你陈远是个臭保安 你今天就得是个臭保安 在黄毛眼里 大哥是无所不能的 只要有大哥撑腰 他就能为所欲为 一切麻烦大哥都会帮他解决 人群中的秦冰雪也在看着这一幕 他心中暗想 这个唐修文张口闭口唐氏和他哥 也不过是个无能的二世祖罢了 如果没有他哥和他的绅士 他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人 但就算这样也比陈远强多了 好心荡成驴肝肺 陈远你活该 秦冰雪还在为刚才陈远的不领情较劲 他明明是想帮陈远的 可陈远不但拒绝说的话还很难听 这让秦冰雪气的怒火无处法 唐总来了 还有张绍张浩天也来了 这事有人惊呼 在人群中走来两道身影 众人纷纷为他们让路 这两人是站在汉城顶点的几个人物之二 大小企业家们见了他们都会给个面子 唐总好像心情不好的样子 是谁惹他生气了 有人暗自议论 因为他们见唐浩杰一脸怒意 想必是有事要发生了 见大哥也出来了 黄毛连忙开口说道 哥你怎么来了 这点小事我可以处理好 不用麻烦你 我这就把这个臭保安杆 但黄毛话还没说完 大哥的一戒耳光就狠狠扇在了黄毛脸上 这戒耳光生在寂静的场面显得是那么的响亮 哥你干什么 为什么打我 黄毛捂着肿胀的脸大叫 他搞不懂大哥为何打自己 自己只不过是在驱赶一个保安罢了 你还有脸问为什么 你做的蠢是心里没点逼数吗 赶紧给燕总道歉 唐浩杰指着陈远朝黄毛大叫 并且他直接说出了陈远的身份 表明这个人就是燕总 燕 赶紧给你 发出了惊恶之声 接着立马有人开始大叫 坐拥百亿的大佬 又是今晚特邀嘉宾 确实不需要请柬 燕总这么低调真是好有魅力 更有人说自己是燕总的粉丝 想跟燕总要个签名 实际这些人都是刚才嘲讽陈远保安的人 此刻最震惊的还是黄毛 他捂着脸表情既惊讶又扭曲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弹钢琴打篮球我都输给了他 就连家事背景我也输了 黄毛非常不能接受 但事实就是如此 毕竟大哥都对陈远鞠躬道歉了 看着受万人瞩目的陈远 黄毛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难道他才是书中主角 是我的命中克星 一想到这里 黄毛发现陈远身上 竟散发着一股高贵气质 那是自信到巅峰才会有的气质 绝不是保安能拥有的东西 燕哥今天是我没安排好 您也是的 应该给我打个电话的 太见外了 浩天表达歉意 同时又说陈远太见外 毕竟两人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 陈远拍了拍浩天的肩膀说道 以咱们的关系 我会以为这些是怪你吗 张总才是见外呀 陈远并没有在黄毛这件事上多做计较 其实他也不屑和黄毛计较 因为黄毛真的不配 诸位 晚宴就快开始了 咱们还是别站在这里了 各位都是汉城有头有脸的人 咱们进去吧 浩天示意众人进入会场 毕竟今晚的主题马上就要开始了 同时他也顺势把这场闹剧一笔带过 看着陈远的背影 秦冰雪心中无味杂陈 他本以为陈远是个嘚瑟肤浅的人 可让秦冰雪没想到的是 陈远是真的低调 低调到看起来就像个屌丝 秦冰雪知道 如果陈远愿意的话 以他神豪燕总的身份 学校会有无数女生争先恐后地追他 毕竟燕总的真正实力无人知晓 目前他只是略微出手 只是展露了冰山一角 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波澜 并且每次都能登顶热搜 想到这里秦冰雪不禁有些尴尬 他终于知道陈远说不需要他帮忙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他在自作多情 如果不是老板的任务 他恨不得现在立马掉头离开 可现在这么尴尬 这让秦冰雪有些不知所措 而且老板交给他的任务 他也接下来 肯定是要完成的 难道真的要靠色相 想来想去 秦冰雪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但为了完成老板的任务 他今晚说什么也不能退缩 众人进入会场后都坐了下来 然后等待即将开始的晚宴项目 燕哥今天晚宴第一个环节就是慈善拍卖会 不但有珠宝 古董 公司的股份 甚至还有地皮 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浩天为陈远介绍今晚的晚宴流程 当听到拍卖还有地皮的时候 陈远有些不急 浩天连忙解释 没错 这次汉成为了支持慈善拍卖会 拿出了一块非常优质的地皮 以供拍卖使用 陈远听完心中暗喜 看来今晚拍卖会倒是挺有意思 是个花钱的好地方 如果操作得当 今晚能比密西好几个妹子赚的还多 因为公司和地皮这些东西超级费钱 他就没有消费过甜狗精了 但是该送给谁才好呢 肖若宇还是赵玉琪 陈远有些纠结 不知买来送给谁才好 因为能想到的人都不在场 又或者陈远看向身后 又或者送给这里现成的一个秦冰雪 其他绑定的妹子都不在 陈远把目光放在了秦冰雪身上 他开始思考这样到底可不可行 但这个想法立马就被陈远打笑 秦冰雪还是算了吧 脑子有毛病的女人 我送钱给她 她也不一定领情 到时候说不定还要被她臭骂白脸色 现在陈远也有些不知该送谁才好 就在这时 身后几人全部看向了一个方向 并且口中还发出惊呼 是她 她怎么也来了 陈远见状也回头望去 首先出现在陈远眼中的 是一袭金粉色的连衣长裙 而来人正是当红女星高玄莹 陈远有些意外 没想到高玄莹居然也来了 那么突然现身的高玄莹 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她来了 市长之女楚玉莫终于登场 她代表父亲来参加拍卖会 可燕总却不想和她有交集 但越是回避楚玉莫 就越想和燕总说话 最终燕总不情愿地打了个招呼 可招呼刚打完 两人就绑定了舔狗关系 拍卖会正式开始前 当红女星高玄莹竟也到场了 陈远正愁买下东西没人送 现在高玄莹的到场 让陈远松了一口气 陈远在想 要不要今晚把东西干脆全拍下来 然后打包全部送给高玄莹 可是这样好像有点太高调了 突然陈远发现了个有意思的现象 今晚做次排的很有意思 高玄莹作为女星 这次陈远发现一旁座位 写着楚同辉三个大字 陈远瞬间就认出了此人 这不是汉城是一把手的名字吗 这么看我这个燕总的名号 在汉城倒是挺有排面了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子从陈远面前经过 然后坐在了陈远旁边的位置 陈远瞬间就被吸引住了目光 因为她发现此人并不是楚同辉 而是一位长相极其甜美的女孩 虽然这个女孩表情有些不悦 眉头有些紧状 但陈远还是能一眼看出 这个女孩在长相上 绝对不输给她认识的任何一个女孩 而她现在却坐在市长位置上 想必她的身份必然不简单 女孩的到来瞬间便引起了众人的议论 有人问这个女孩是谁 居然坐在楚市长位置上 这是楚市长的独生女楚玉默 楚市长今天有事来不了 原来她就是楚玉默了 气质真是不寻常 要是能追到她 不计我能少奋斗五十年 就凭你 你就想屁吃吧 陈远张开大耳朵听着后方的议论 楚玉默的信息瞬间被她了解 一想到这里陈远居然少见的脸红了 她是真的没想到 一把手的女儿居然还这么漂亮 即使是陈远这种老油条 都忍不住想多看几眼 更何况现在楚玉默就坐在她旁边 可是当陈远清醒过来后 就立马能确定 这种女孩绝对不能招惹 否则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当认清这一点后 陈远就立马转过身 生怕和楚玉默对视然后有所交集 楚小姐您好 我是唐奥杰 很高兴认识你 就在这时唐奥杰文质彬彬的伸出手 和楚玉默打了个招呼 楚玉默表现得非常绅士 看起来非常正常 可实际上她的想法却并不单纯 楚玉默是一把手的女儿 如果能搭上关系 那对唐氏集团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如果能再进一步就算联姻也不是不可能 唐总您好 很高兴认识你 楚玉默也友好的伸出手 然后和唐奥杰握了握手以示回应 虽然楚玉默表面上很有礼貌也很客气 但实际上她非常讨厌这种场合 这熟悉的客套和巴结 她经历了都不知道多少次了 楚玉默心想 早知道就不答应爸爸来参加这个什么破碗宴了 话说这个人是谁啊 这么年轻却和唐奥杰这些老东西坐一起 看起来很面生啊 由于陈远就坐在楚玉默旁边 这让楚玉默下意识多看了两眼 可就是这两眼 让楚玉默对陈远产生了一些兴趣 你好 我叫楚玉默 你叫什么名字啊 楚玉默主动打招呼 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 可陈远却转过身就像个木头人一样 他只希望楚玉默快点转过去 不要和自己说话 楚玉默疑惑不解 这人是怎么回事 一副对我退避三射的样子 我很可怕吗 楚玉默搞不懂 他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 以往都是别人巴结他 主动想结交他 可眼前这个人却一直在躲着自己 陈远的想法是 绝不能和他有什么语言上的交流 万一系统又擅自给他绑定那就完蛋了 于是陈远就不和楚玉默对视 也不开口说话 这样就不会触发系统的绑定机制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问你名字也不说 太没礼貌了吧 楚玉默还在喋喋不休地问 可越是这样陈远就越是紧张 此时他那两万块的吸服都被汗水浸湿 但陈远却顾不得这些 他只要坚决不开口不对视就行 燕总你也太高冷了吧 这可是楚市长的女儿啊 唐奥杰健壮上来说道 毕竟陈远现在的举动确实有些反常 也不怪别人这样问 就连一旁的浩天都开口了 燕哥您要不要打个招呼 浩天都这样说了 陈远打算豁出去吧 你好 我叫陈远 做出决定后陈远转过身 和楚玉默对视 然后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楚玉默心想 什么嘛 也不是长得不能见人了 与此同时 陈远和楚玉默绑定成功 楚玉默的信息也展现了出来 若逆袭成功 陈远将获得10%填狗金和强化点 以及机械精通技能 果然 狗系统又坑我 陈远当场大哭 他就知道会这样 早知道说什么也不开口了 自己这相当于主动惹祸上身了 陈远妈 我记住你了 行为有些反常的陈远 让楚玉默记在了心里 而即将开始的拍卖会 也会让楚玉默对陈远记得更加深刻 总在拍卖会上秀翻全场 第一件拍品是全球仅存的海洋之星项链 无数妹子都想拥有它 拍卖当开始燕总就直接报价三个亿拿下 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 燕总竟直接把项链送给了当红女星 随着今晚所有嘉宾到场 汉城第32届慈善晚宴也正式开始 今晚的主持人是知名演员欧阳玲 欧阳玲放声大叫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请出我们今晚第一件拍卖品 第一件拍品是根据泰塔尼克号 里面的海洋之星1比1还原定制 知名珠宝公司出品 并有顶级设计师匠星独运的项链 项链以白金镶嵌罕见的蓝色星形钻石 周边白钻点缀 全球只此一条 象征着至死不渝的爱情 而项链的起拍价位为一亿两千万 随着拍卖官介绍完第一件拍品 厂下的妹子们激动坏了 有人惊呼 居然是海洋之星 全球只有一条啊 谁能买给我我愿意改嫁 还有妹子痛哭流涕 好恨我爸爸不够努力 买不起这条项链 如果得不到这条项链 我的身材和容貌 还有社交礼仪美好品格 甚至灵魂都被混了 没多久厂下就开始有人报价一亿三千万 紧接着陆陆续续有人加价 但都是一千万一千万的在价 当加到一亿六千万时 陈远直接举起牌子报价 他报的价格是三个亿 这个价格对于陈远来说轻轻松松 但对于在场众人来说却是震惊无比 他们自然听说过燕总的事迹 可真正见识到燕总的力量后 他们还是忍不住的震惊 就连一旁的楚玉墨都转头多看了陈远两眼 楚玉墨心想 这家伙居然这么豪气的吗 本来还以为是哪个豪门的子弟 没想到人家自己就是豪门 这一刻楚玉墨初不认识到了燕总的强大 拍卖官张着大嘴难以置信 直接翻一辈 哪有这样加价的 你让别人怎么跟你争二位 但作为拍卖官他还是拿起锤子说道 五号位的燕总出价三个亿 请问还有出价更高准吗 若是有现在可以加价了 不是大家不想要 而只是三亿对于大多人来说都是天价 其中有人是带着任务来的 他家老太太指明要海洋置信 但现在他却无能为力 宝贝后面还有呢 咱们拍其他的就好 就在这时响起了拍卖官的声音 三亿两次 三亿三次 成交 由于没人加价 拍卖官直接敲下了锤子 这代表海洋之星项链属于陈远了 陈远拿出填狗卡说道 这条项链你们包好送给后排的高悬莹女士就好 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 服务人员恭敬的回应 好的燕总 让人没想到的是 燕总拍下项链后立马就送人了 当听到是绯闻女星高悬莹后 秦冰雪心中竟有些不爽 而高悬莹本人则是有些惊讶 但她立马就从惊讶中回过了神 一瞬间她的秀脸上便泛起了一抹羞红 同时她对陈远的好感度也在提升 高浪激动的大叫 这是什么霸总剧情 居然真的发生了 姐 燕总竟要把海洋之星送给你 我的老天爷 燕总这是看上你了呀 高悬莹早已听不到他人的声音 此刻她就像个恋爱中的小女生 像受到心爱之人礼物的小女生 这时高悬莹内心也在发生变化 好奇怪 我明明知道她是个玩弄情感的渣男 但当她送给我这条项链时 我还是感到了羞涩 甚至有些窃喜 这种特殊的情感让高悬莹有些小心奋 此时她的好感度已达到了35 但仅仅是片刻间高悬莹就清醒了过来 不对 这不是我 不行 高悬莹你不可以掉进她的陷阱 你是个有理想有报复的独立女性 你绝对不能轻易上了她的当 我绝不能轻易被陈远感动 不是要用钱砸我吗 那我就往死里花你的钱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让你感觉到痛 这是高悬莹此刻的想法 但如果她的想法被陈远知道 那陈远也许能激动地整晚睡不着觉 随着第一件拍卖品结束 主持人又开始介绍起了第二件拍品 在主持人面前的是一块红布 而这件拍品也是今晚的重头戏之一 这是一架钢琴 但却不是普通的钢琴 是亨泽曼水晶钢琴 世界十大名琴排名第二 纯水晶制作 钢琴宗师郎郎曾经就使用过这架钢琴 而这件钢琴的起拍价为三千万 随着主持人的介绍完毕 第二件拍品的拍卖也正式开始 我出三千五百万 我出四千万 起拍开始后便有人开始报价 但报的价格并没有很高 我出四千五百万 这是一位大叔举起牌子 出了目前最高的价位 但他话刚说完 陈远就举起牌子大叫 我出两个亿 一瞬间在场发出了惊呼声 怎么又是这个家伙 一出价就以亿为单位 还让不让人玩了 陈远摸了摸下巴微微一笑 这个钢琴倒是可以送给副会长完了 因为赵玉琪本就喜欢弹钢琴 送给他他肯定会喜欢 但就在陈远得意地以为 能顺利拿下钢琴时 后面传来了一道响亮的声音 我出两一千万 面对突如其来的对手 陈远会如何应对 而此人又究竟是谁 拍下水晶钢琴烟总出价两个亿 但有人却较价三亿挑战烟总 烟总一路之下抬到五亿 女人表示钢琴不是摆设得会弹才行 为了装备打脸 烟总化身当代贝多芬现场演奏 演奏完毕 学姐和女星彻底被烟总征服 甚至感动落泪 就连高玄银都想嫁烟总交朋友 由于陈远报价两亿拍水晶钢琴 可却有人报价两亿一千万 于是陈远有些感到惊讶 他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能跟上自己的步伐 随即他回头望去 只见叫嫁者是个女人 而陈远自然也认出了此人身份 他是真火集团千金上官火 也难怪他能叫嫁 因为他家是做手游的 用四个字形容 那就是财大气粗 跟陈远简单过两招还是没问题的 想到这里陈远也不磨叽 直接报价三个亿 要知道水晶钢琴起拍价才三千万 然而现在陈远报的价格已经是他的十倍 但为了送给副会长 这都无所谓 上官火儿依旧没有退缩 报出了三亿一千万的价格 相对于陈远的以议为单位 他只敢一千万一千万的价 毕竟家里再有钱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见对方还在跟拍 陈远有些不爽啊 随即陈远轻描淡写地爆出了五亿 五个亿买一架水晶钢琴绝对是前所未闻 在场众人全都惊掉了下巴 这种阵仗哪怕是在电影里他们都没见过 更何况真实发生了 如果拿出说都不一定有人信 三千万的东西拍出五个亿 我好恨有钱人啊 有人当场酸哭了 五号为的烟总出价五个亿 请问还有谁出更高的价格吗 这时拍卖官开始问话 但当他问完在场监视寂静无声 没一人回应 然后拍卖官开始喊五亿第一次 传说中的烟总 五亿第三次 成交 随着拍卖官一锤落下 这架水晶钢琴正是归陈远所有 此时上官火儿脸色有些发寒 如果不是烟总 他肯定能拍下水晶钢琴 感谢烟总对慈善事业的大力支持 拍卖官满脸笑容 心里止不住的欢喜 整个人在这一刻似乎年轻了十岁 这时上官火儿说道 烟总财大气粗我甘拜下风 不过钢琴这东西买回去摆着可是没用的 得会弹才行啊 上官火儿故意这么说 他是想告诉陈远你买了不会弹又如何 照样只是个摆设 陈远扭过头回应 上官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会弹琴的 陈远心想 小娘皮还想挤对我 看来不装个杯你是不会消停啊 想到这里陈远决定现场露一首 也好让众人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 既然上官小姐强烈要求了 那我就上去演奏一曲 顺带试试这个顶级鸣琴好了 陈远走向钢琴 上次陈远弹钢琴已经打脸黄毛 当时只有同学们知道 而这一次陈远决定让众人感受一下 他那六十年钢琴专精记忆的恐怖力量 他相信钢琴弹完 不再会有任何人小看自己 同时也会让很多人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随后陈远坐在琴前拨动琴弦 一瞬间美妙的音符出现在众人耳中 陈远弹奏的是那么优美 就像是来自森林中精灵的歌唱 让人忍不住沉沦陶醉 上官火儿先是一惊 他没想到这家伙居然真的会弹琴 而现场其他妹子早已被折服 甚至有人边哭边说 这也太好听了吧 烟总的这个水平 已经超越了当代所有钢琴大宗师了吧 此刻的陈远双眼紧闭 只有双手在琴弦上跳跃 在钢琴上跳舞 但就是这双手 却弹奏出了让人感动到想哭的乐声 陈远弹得非常忘卧 现在的他既优雅而优美 如同行走在音乐海洋中的舞者 有人当场听哭 我好像看见我的初恋了 是小美 小美我当初离开你是迫不对 太姥姥 我看到我太姥姥了 姥姥我好想你 爷爷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在优美的琴音中 高玄银内心也是大为触动 他在想 能弹出这种音乐的人 内心真的会是肮脏的吗 难道是自己对他有误解 一想到这里 高玄银对陈远的好感就提升了三十 目前好感度为五十五 与此同时琴冰雪早已泣不成声 此刻他终于明白 玉琦为什么会喜欢上陈远 家世 财富 才华和颜值 陈远完全满足了男神的一切标准 同时琴冰雪又觉得自己好肤浅 能弹出这种音乐的人 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琴冰雪又为上次陈远救了自己 自己却误会他而感到愧疚 这一刻琴冰雪彻底被陈远折服 她的好感度一瞬间提升了一百 此刻好感度为五 弹奏完毕的陈远都吃了一惊 搞什么鬼啊喂 暴涨一百点 这个女人情绪波动这么大的吗 难道被我的才华征服了 果然 在某些场合 才华比金钱更有效了 想到这里 陈远又成长了 她知道不能只靠花钱 自己的才华也同样很重要 此时的楚玉墨脸颊泛红 显得有些激动 没想到你情谈得这么好 要不我加你一下吧 其实我有一些专业技巧方面的问题 想请教你一下 陈远总在拍卖会上弹钢琴 优美的琴声让妹子们感动落泪 市长之女更是要和燕总交朋友 陈远有些愣神 自己和楚玉墨才第一天认识 难道她这是被自己才华吸引 看上自己了 但很可惜 陈远并不想和这个女人有什么牵扯 于是陈远微微一笑回应 不好意思没带手机 这个理由其实很扯 毕竟在这个时代出门 不带手机是不可能的 可楚玉墨听完反而很开心 居然拒绝我 好特别的男人 他对我一定没有别的企图 以往都是别人主动贴上门 如今碰到陈远这种男人 楚玉墨兴趣更萌了 同时他对陈远的好感度也在提升 短短片刻间好感就达到了30 陈远直接大无语 这特么的还长好感度 最近怎么老碰上有毛病的女的 一想到这里 陈远就觉得这个女人很难办 就更不想认识了 没带手机也没关系 你可以给我你的手机号 或者求求号 我可以去加你 楚玉墨伸出双手满脸笑容 就像个小孩子 他丝毫没因为陈远拒绝而放弃 这反而更想让他结交认识陈远了 陈远挠了挠头说道 我记性不太好 不记得自己手机号 楚玉墨立马回应 没关系 你身份证给我 我派人去查你手机号 楚玉墨直接查户口 一瞬间陈远都不知该如何接话了 场面一瞬间变得极其尴尬 大姐我真被你给打败了 我家你还不行吗 陈远张开双手选择了妥协 他知道这个女人很难办 既然这样直接答应他就好了 大不了迎打而上 我就知道你带了手机 还想骗我 加完陈远后楚玉墨满脸泛红 同时心中狂喜 果然 自己争取来的才是最好的 主动倒贴的一般都不是好货色 陈远跟以往的那些男生都不一样 他是特别的 随后第三场拍卖也将开始 主持人开始向大家介绍 接下来咱们拍卖的物品 和之前的有些区别 不是具体的物品 而是破产公司的抵押拍卖 陈远听完满眼泛光 对于他来说 这个才是今晚的重头戏 这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 其他的只是附带品罢了 第三件拍卖品是一家公司 大猫TV 互联网直播发展黄金70 曾经是前五的直播平台 市值一度达到过十几亿 但因为种种原因宣告破产 现在的起拍价为5000万 主持人将第三件拍品介绍完毕 但主持人话音刚落 陈远就再次举起了牌子 并大叫六千万 这个拍品陈远志在必得 于是他便第一个报价 可当陈远报完价 现场再次陷入了安静 寂静的只有众人的呼吸心跳声 只因第一个报价的是燕总 而燕总的强大他们已经见识过了 陈远有些疑惑的回头看去 怎么回事 居然没人叫价 大猫TV这么让人望而生畏吗 陈远心里没点逼数 还以为大家不想拍 觉得他没价值 可让众人看到陈远疑惑的眼神后 瞬间就暴怒了起来 你小子疑惑的锤子 就你那张翻倍叫价的方式 谁敢跟你抢啊 我们还拿什么叫价 剑没人跟拍拍卖官便开口说道 五号位的燕总出价五千万 这已经是他今晚拍到的第三个拍卖品 真是豪气甘云啊 真的没有人想叫价了吗 剑真的没人跟拍拍卖官便大喊六千万一次 六千万两次 六千万三次成交 拍卖官一锤定音 这第三件拍品也被陈远成功拿下 希望大猫TV在燕总手中 能重现昔日的辉煌 随着拍卖官话音落下 现场众人皆是响起了热情的掌声 就在这时韩三水手机收到信息 他打开一看 是请来的私家侦探发来的信息 内容为 关于燕总也就是陈远的资料已经查到 预知详情可回变 陈远是吧 我看你还能得意到几时 韩三水心中暗笑 他在为上次陈远就总削弱与打脸他而怀恨在心 于是他想调查陈远的身份 然后借此来让陈远身败名列 片刻后 不少人都离开了拍卖会场 韩三水找机会拨通了侦探的电话 是我 关于陈远你都查到了些什么 事无巨细都告诉我 我要弄死他 燕总的真实身份终于曝光 当得知燕总背景后 妹子们就向蜜蜂见了蜜围了上来 而调查燕总的韩三水也被吓得汗流浃背 韩三水找了个侦探帮他调查陈远的信息 侦探151时全部说了出来 陈远男 年龄21岁 出生于乐省天门市马阳县 自出生起就没出过省 而他的父亲陈建红 母亲马丘梅都是做水果种植的农民 家里还包了两个鱼塘 每年的收入只能说很一般 这些年把陈远拉扯养大 可以说是非常普通的家庭了 陈远小学就读于双峰小学 一到六年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初中就读于县城三中 期间也是跟普通人一样 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而高中就读于天意高中 大学也就是现在的胡大 都很普通 几乎没有任何出彩之处 光看这些 陈远怎么看都是个普通人 可当侦探查过陈远的支付银行账号后 竟发现这是全球顶级最高级别的尊贵账户 拥有这个账户的人全球不超过50个 当查到这里的时候 侦探被吓了一大条 要知道这种账户没有任何支付限制 一次性转几百亿都没问题 一般用于国籍大额拨款专用 寒三水听完后心中意紧 这也叫普通家庭 这在开什么国籍大玩笑 普通家庭的孩子能有这种财力 普通家庭的孩子 能送人几个亿的宝石眼睛都不眨 上千万的直播平台当成礼物随便送 这花钱如喝水般丝滑的操作 让寒三水认为陈远绝对不可能是普通家庭 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陈远的资料被篡改过 绝对被人篡改过 等等 能够做到篡改官方资料 这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家族事例啊 当想到这里后 寒三水满脸流出了痘大的汗珠 昂贵的西装此刻瞬间被汗水浸湿 可他顾不得这些 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马上停止调查 立即停止 听到没有 寒三水立马让侦探停止一切对陈远的调查 他可不敢再查下去了 他有预感 再查说不定他将会万劫不复 由于寒三水喊的声音很大 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唐奥杰所听到 差点出大事 挂完电话 寒三水心惊地喊叫着 唐奥杰自然听出了寒三水的意思 看样子寒家的寒三水在查燕总的资料 但是好像查出来的结果把他吓尿了 这代表燕总的背景极其强大 难道说 燕总真的是什么影视家族的子弟 唐奥杰想来想去 得出了这个结论 毕竟陈远的手段确实逆天 就算是有钱的家族 也做不到陈远这样花钱如喝水般丝滑 随着拍卖会结束 大家开始中场休息 大家喝着红酒相互交谈 也有人想趁机结交大人物 而刚听到消息的寒三水 此刻开始散播消息 我跟你们说 燕总你们知道吧 其实他的真实身份 短短片刻间 这条消息就迅速在会场中传开 天歌天歌 我听到一个关于燕总身份背景的传言 小白听到消息后又告知了浩天 浩天有些兴趣 让小白说来听听 小白认真的说道 我听说燕总出自华夏四大神秘家族之一的陈家 这个家族很神秘 一直隐藏在暗处 但历史上到处都是这个家族的影子 他们的手段超乎想象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而燕总据说就是陈家的少主 他的出现很可能代表陈家要决定出事了 真是风雨欲来啊 小白一脸激动又一脸崇拜 现在陈远在他心目中更加高大伟岸了 难怪燕总气度不凡 原来是真正的影视财阀出身了 果然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我张是偏安于汉城 但比起抵御深厚的影视家族 果然拍马也赶不上啊 浩天没有丝毫怀疑小白说的话 因为燕总在他眼里确实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少主 传承多年的影视家族 老爸不是卖水果的吗 你们也太能吹了吧 当这些话进入陈远耳中后 他直接被吴语住 陈远是真的很佩服这些人的想象力 没错那个就是燕总 就在这时 陈远身后传来了赤匿崇拜的尖叫声 燕总我能邀请你跳舞吗 燕总这是我的电话 我在2706等你哦 燕总我手机忘带了 可以借你手机打个电话吗 燕总我家猫会后空泛 你要来我家看吗 紧紧片刻间 陈远就被一大群迷妹所包围 并且每个对她都是超级崇拜 陈远当场懵逼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但燕总不但会弹琴还会跳舞 为了摆脱迷妹们的纠缠 燕总直接邀请女星跳一支舞 女星也在此刻动了芳心 两人就像一对碧人 在人群中是那么的耀眼 这让市长之女有些促意 她竟也邀请燕总跳舞 由于燕总身世曝光 这导致她瞬间多出了18个迷妹 虽然那只是传出来的谣言 但众人却信以为真 毕竟陈远的实力太过强大 在这中场休息间 迷妹们纷纷拉着陈远去跳舞 哥哥我们去跳舞好不好 不嘛不嘛 燕总先跟人家跳 人家先来的 迷妹们的热情让陈远有些难办 突然陈远看向了前方 原来是高悬营正在与人闲聊 见到高悬营 陈远瞬间就想到办法脱困了 同时还有机会让高悬营长长好感 一举两得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有舞伴了 就在那边 陈远有些尴尬的指向前方 主要这么多的迷妹 她是真的没办法选择 尊敬美丽的小姐 我是否有荣幸邀请你跳一支舞呢 看着邀请自己跳舞的陈远 高悬营心里立马就有了波兰 她邀请我跳舞 我是不是该拒绝 万一她占我便宜该怎么办 对于高悬营来说 她还没有和异性亲密接触过 可面对陈远 她心里却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她刚才送了我那么贵重的项链 要是不给面子似乎不太好吧 一想到这里 高悬营秀脸竟泛起了一抹娇红 还不等高悬营开口回应 陈远的大手就主动拉住了她 将她的小手轻轻握起 同时另一只手搀扶在高悬营后背 这让高悬营一阵紧张 她没想到这个陈远竟会如此 你干什么 高悬营修的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而陈远则是绅士的微微一笑 今晚为了和你跳舞 我可是拒绝了18位女士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 陈远说出了一番让高悬营无法拒绝的话 随后陈远发动舞蹈专精技能 开始和高悬营在舞池中漫步 两人看起来丝毫没有违和感 甚至两人本就该如此 是如此的般配 高悬营确实无法拒绝 她心中暗响 该死 本以为她就是个爆发虎 没想到还会跳舞 她的手怎么会这么热 两人在跳舞中 高悬营碰到了陈远的大手 可她却发现陈远的手很热 但这股热量却让她脸颊发烫 让她小路乱撞 让她紧张不已 这家伙总是会做一些 让我粗不及防的事 这是她的恶趣味吗 但我好像并不讨厌她这样 高悬营跟陈远四目对视 她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陈远 她发现陈远似乎并没有那么讨厌 甚至还有点小帅 不对 是非常帅 至少她没见过这么帅的男人 不仅仅是帅这么简单 高悬营甚至有点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一想到这里 她的秀脸就越发的羞红 同时高悬营对陈远的好感度也提升了五点 目前为六十点 好一对逼人了 男的帅女的美 可不是吗 这种画面我只在电影里看到过 我要是早出生三十年 肯定轮不到这小路 众人虽然也在跳舞 但大家的目光都焦距在了高悬营和陈远身上 两人就像是舞池中最亮眼的星星 让人无法离开视线 这就是她送项链的女孩子吗 陈远这个家伙还挺专一的 似乎完全不在乎她的绯闻和非译 一旁的楚玉莫看着这一幕 心里对陈远的想法似乎有些改变 我还以为她会倒在那些蜘蛛精的怀里呢 看来确实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不多见了 此时陈远在楚玉莫心里就是个超级好男人 但她却拒绝了我 我哪里不如高悬营啊 一想到之前陈远拒绝了自己 现在却对高悬营那么好 这让楚玉莫心中很是不爽 楚小姐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这时唐奥杰朝楚玉莫伸出了手 她一直在观察 见楚玉莫一直坐在这里 并且没人邀请 于是便趁机想和她跳一支舞 不了 我不会跳舞 而且我对老男人没兴趣 你别再刻意接近我了 楚玉莫本就不爽 唐奥杰又撞在她枪口上 于是楚玉莫直接就实话实说了 丝毫不给唐奥杰任何情面 当听到楚玉莫说自己老男人后 唐奥杰整队人都不好了 要知道她才三十岁 而且还是事业有成的精英男 但此刻却被人说老男人 这让她有些无法接受 片刻后两人跳完了舞 陈远看着多出五点的好感度有些开心 这支舞看来也不算白跳 而一旁的高悬营早已神游天外 还在回味刚才陈远带给她的那种感觉 陈远你等下再走 就在陈远准备离开时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叫住了陈远 你不介意的话就跟我跳支舞吧 原来是楚玉莫 他拒绝唐奥杰后 又主动朝陈远发起了邀请 他就不信 自己还比不过那个女星了 你不是说你不会跳舞吗 唐奥杰见状当场崩溃 而二帝黄毛则是安慰的 哥 你现在理解我的感受了吗 四个字形容 难兄难弟 但燕总只是女星的提款工具 楚玉莫认为燕总被女星骗了 他更是由于可怜而流出了怜悯的泪水 殊不知恰恰相反 燕总才是真正的幕后大海王 他根本就不知道燕总的段位和实力 由于陈远邀请女星高悬营跳舞 楚玉莫健壮也主动邀请陈远 可陈远却摆了白手说道 抱歉我有点累了 不打算再跳了 楚小姐见谅 陈远直接拒绝 主要是他对这个楚玉莫并没什么兴趣 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那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楚玉莫并没有气馁 反而是对陈远更感兴趣 他想对这个男人了解更多 那好吧 楚小姐既然这么想了解我 我们不如去边上聊 陈远有些无奈地指向旁边的休息室 同时他也在想 这女的真有毅力 这个心力放在工作上不好吗 干嘛放在我身上 随后两人来到了贵宾休息室 这里非常适合上流人士之间的闲聊 楚玉莫拿着酒杯采访陈远 你有女朋友吗 我的意思是 高悬营是你女朋友吗 楚玉莫一脸激动 非常期待陈远的回答 而陈远则表示目前还不是 还有你问这个干啥 关系还没成 那说明我还是有机会的 一想到这里 楚玉莫就更加激动 他相信只要自己主动点 肯定能拿下这个男人 那你知道高悬营的那些绯闻 你不介意吗 楚玉莫直接说出了前段时间 爆火网络的绯闻事件 记忆吗 记忆吗 请说出你的感想 陈远看着手机漫不经心的回应 不介意啊 他很快就能洗白了 反正我给他花钱 花钱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的样子 楚玉莫发现有些奇怪 于是他又问 你给他花了多少钱了 也花不了多少 他之前说要一两千万级的豪车 一套汤城一品的房子 还有两部武艺投资的电影 我觉得要求有点低 就主动给他翻了一杯 楚玉莫听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这家伙怕不是被人当铠子了吧 是了 像他这样出身豪门 从小被培养各种专业技能 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根本不知道人心险恶 想到这里楚玉莫有些心疼陈远 同时一个画面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在他想象的画面里 陈远只是楚玉莹的提款工具 需要的时候才用得到 不需要的时候陈远就啥都不是 高玄莹利用他偿还高额违约金也就算了 居然还提出这么多过分的条件 简直是捞女中的战斗机 想到这里楚玉莫气得不行 当场把酒杯捏了个稀巴烂 陈远你不觉得高玄莹 向你提出的条件很过分吗 楚玉莫大声质问 他怎么想都觉得高玄莹很过分 没什么过分的呀 男人给女人花钱天经地义 我只是给他转了两亿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陈远依旧是看着手机回应 主要是陈远真不想待在这里了 想赶快离开 两个亿还不够吗 他已经花了你这么多钱了 还没跟你确定关系 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他的伎俩吗 他就是个绿茶呀 你这个大笨蛋 陈远有些慌 那个楚小姐 你你你别激动 算了 你爱给谁花钱是你的自由 但你也要留个心眼了 不然以后迟早会吃亏的 说完他还帮陈远抚平了领带 陈远说道 楚小姐我们可能有点误会 我没你想的那么傻 听完陈远的话 楚于陌露出了一股怜悯可怜的眼神 在他看来 每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人 都觉得自己不是傻子 而此时的陈远就是这样 他明明钢琴弹得好 是个多才多艺的好男人 同时又很有钱 能轻易地将拍下的东西送出去 可谁又能想到这样优秀出色的男人 内心却这样单纯 甚至不如初中生 想着想着 楚于墨镜流出了几滴可怜的泪水 同时他的好感度也在提升 短短片刻他的好感就达到了四十五 陈远倒是有些意外 这长得也太轻松了吧 心疼我 怜悯我 还觉得我是被人套路的摇钱术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呀妹妹 殊不知哥才是终极大海王啊 不管是初恋 还是细华 又或是笑花和高冷学姐 不管是哪个 都能被陈远轻松拿捏 只要陈远想出手 他们甚至要倒贴 只是楚于墨根本就看不透吧 你根本不清楚哥的实力和段位呀妹妹 想着想着 陈远露出了一抹怪小 一晃眼的功夫 高玄莹怎么不见了 突然陈远发现好长时间没看到高玄莹了 楚于墨见陈远在东张西望有些生气 他好像跟主持人欧阳林进包厢了 你看你又提高玄莹 我刚才说的你都没听进去吗 突然陈远一脸严肃地看向楚于墨 我听了 不过我希望你以后别再说玄莹的坏话 你不觉得你现在的样子 和你口中的绿茶很相似吗 陈远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让楚于墨睁大了双眼 他知道自己过界了 和燕总同行学姐进双手拦车 他打开车门主动出击 要让燕总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殊不知他即将反被燕总拿捏 由于楚于墨一直说高玄莹的不好 原是陈远忍不了了 你不觉得你现在和你口中的绿茶很香吗 见陈远竟这么说自己 楚于墨当场站起了身 同时他心里十分不爽 自己的好心却被当作了驴肝匪 自己明明说的都是事实 并且不论是长相还是家世内涵 他哪样都比那个戏子强 陈远你给我等着 我楚于墨看中的东西 从小到大就没有得不到的 你迟早是我的 带着这种坚定的决心 楚于墨气汹汹的离开了会场 而陈远则是一脸懵逼 对于这个楚于墨 他是真的搞不懂 也不想搞懂 至于骂这么大火气 真是难伺候的大小姐 下次可得躲远点了 对付笑话细话陈远可能在行 但对于这种大小姐 陈远打心底里觉得自己拿捏不了 最关键的是陈远很排斥楚于墨 不想和他有太多交集 片刻后拍卖会正式结束 众人都开始纷纷离开回家 燕总走了呀 常联络 燕总有时间记得通过我的好友申请了 燕总有时间来我家做客呀 名流们纷纷向陈远打招呼 即使只是一次交谈 他们也都赶着来 而陈远则是回应 好的好的 诸位年轻才俊一路顺风 送走众人后 陈远这才想起来 自己已经把车送给高悬营了 于是陈远掏出手机 准备打个车回家 今天也挺累了 回去要睡个大觉 就在陈远等车时 浩天带着一个人走了过来 浩天说道 燕总今天大显神威啊 让我开了眼 事实确实如此 陈远今天的表现 再次刷新了浩天的认知 此时陈远就像一座神秘 且看不清高度的大山 燕总介绍一下 这是朱小薇 我的小弟兄 小薇头抬起来 人我带你见了 是能不能成就看你自己了 浩天拍了拍那个 被称为小薇的胖子 小薇可能是由于紧张 还有一丝羞涩 整个人不自觉都在颤抖 啥事啊 整个这么神秘 虽然不知道啥情况 但陈远知道 搞不好会有好事发生 这是她超能力的直觉 小薇紧张地说道 燕燕燕燕总 事事事这样 我家有有有 有个写字楼要出手 你有兴趣吗 由于太紧张 小薇说话说得结结巴巴 而陈远听到写字楼后 瞬间大喜 写字楼 一整洞 是的一整洞 大概四十多层 每层一千平 我父母要去魔都发展了 所以打算出手 大概二十亿的样子 当说起业务的时候 小薇也不结巴了 一口气把情况 清清楚楚地告诉了陈远 此时最震惊的还是浩天 这可是二十亿啊 我可真是瞎了眼 想不到这小子也是巨幅 这一刻 浩天更加觉得自己很渺小 可以 你家我个好友吧 我改天去看看 你家就这一栋楼吗 还有多的我也可以考虑考虑啊 陈远拿出手机说道 见燕总问话 小薇又结巴了起来 没没没多的了 就就就这一栋 小薇边加陈远好友边想 本以为燕总顶多也就是买基层 结果人家全包圆了 我还想装个杯呢 果然还得是燕总 还是燕总牛啊 燕总爱老虎油 对了 你们也别联系别的买家了 我不喜欢买东西的时候 还跟人分一份 陈远走向刚到的出租车回头提醒 小薇立马回应 好的燕总 还是您好起 我这就给我老爸打电话 开始帮您安排起来 浩天搭着小薇的肩微微一笑 看不出来啊 你小子这么有钱 结巴也是装的吧 被浩天这么一问 小薇又结巴了起来 浩浩浩天哥 你你你就别笑话我了 随后陈远进了出租车 他在想一个问题 这个楼买下来送给谁会比较好 要知道这可是二十亿 寻常女生肯定会被吓到 所以得找个心理素质特别好的人才行 现在陈远一旦得到贵重东西 首先想到的就是送人 就在陈远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出租车突然一个急杀 将陈远拉回了现实 身紧冰啊 找死了是不是 你这女的有病吧 出租车师傅朝车外大吼 他很生气 陈远顺着师傅的话向前看去 只见高冷学姐秦冰雪 正张开双手拦住了这辆出租车 陈远心想 这不是秦冰雪吗 她又在发什么电 对于秦冰雪陈远没什么好印象 觉得她是个疯婆娘 秦冰雪没有开口 而是快步朝出租车走去 不等师傅说话 她就主动打开车门 坐进了后排 就好像她也是乘客 是来坐车的 而陈远和司机当场傻眼 这女人想干嘛 两人一脸疑惑地冰着秦冰雪 希望能得到她的解释 可秦冰雪却是脸色一寒开口大叫 看什么看 开你的车 开车二十年的老司机被吓了一条 刚才的气焰此刻全无 只得老老实实赵走 因为秦冰雪让她想起了家里的兄婆娘 瞻学姐竟也向燕总服软了 可燕总却不打算轻易原谅她 学姐还以为燕总要对她不轨 当即就要下车 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由于秦冰雪是带着任务来的 于是她主动拦下了陈远的车 看着默不作声的秦冰雪 陈远有些疑惑 她搞不懂这个女的想干什么 这个女人不是很讨厌自己的吗 可现在却还主动接近 实际秦冰雪是带着老板的任务而来 这是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秦冰雪想要完成这个任务 不辜负老板的嘱托 并且这也是她最后的机会了 想到这里 秦冰雪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那个秦雪姐你 陈远有些尴尬 她见秦冰雪一直不说话 搞得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并且陈远和秦冰雪也没说过几次话 就算有说也是被秦冰雪讥讽 所以现在陈远恨不得赶紧下车 送走了楚玉墨 又来的秦冰雪 我今晚是走被自骂 竟是遇到一些女身紧冰 陈远气得不行 她今晚就没遇到正常的女人 并且不正常的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来 就在这时秦冰雪一脸严肃的开口 我今天代表的是鲤鱼公司 希望争取到你的投资 我们公司非常有潜力 主打年轻人的社交 目前下载量突破了一百万 日活也过了五十万 你可以来我们工 秦冰雪话还没说完 陈远就开口打断了她 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 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想求我帮忙对吧 陈远听出了秦冰雪话里的意思 这不就是跟其他人一样 求自己帮忙办事吗 可以这么说 但我觉得你投资我们是双赢 因为我们真的很有潜力 话被陈远打断 秦冰雪瞬间有些小紧张了起来 她生怕陈远会拒绝 所以说你现在是在求我 对吧 陈远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秦冰雪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此刻她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再和一个低她很多级的人对话 被这么一丁秦冰雪当场炸锚 心态瞬间引爆 对对对 我想请你帮忙 我求你 可以了吧 你满意了吧 秦冰雪说的声音很大 虽然是在求陈远帮忙 但她依旧不愿被陈远踩一头 这也跟她高涌的性格有关 该死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可以这样羞辱我吗 想着想着 秦冰雪眼角净掉出了几滴泪 性格冷傲的她还没像人这样 低三下四股 现在面对陈远后 她一时有些委屈 而秦冰雪的表情 陈远尽收眼底 秦冰雪越是委屈 陈远就越是爽 真姐妻啊 你不是很转吗 原来也有求我的时候啊 接下来让我来逗逗你 想到这里 陈远心里就更加的愉悦 这也不能怪陈远 毕竟当时陈远好心救了她 却反被秦冰雪骂了一顿 秦雪姐求人就该拿出求人的态度 有时候你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就要学会付出一些东西 此时陈远故意装成灯徒子 捧起秦冰雪的一缕秀法 放在鼻尖上狂吸 她故意这么做 就是想看看秦冰雪适合反应 所以秦雪姐你懂我意思吗 陈远边说边和秦冰雪对视 好让她看到自己眼中的贪欲 让她明白自己的目的 两人的对话被出租车司机听入耳中 司机都有些听不下去了 她心中一阵暗骂 真是个恶心的渣男 而秦冰雪则是当场打开了陈远的手 同时她也愤怒地大吼了起来 陈远你真是超级大败类 你居然想你这样对得起预期吗 陈远的几句话 就让秦冰雪再次对陈远产生厌恶 同时她的好感度也降了失误 陈远摆了摆手笑道 真是笑死人了 秦雪姐你自我感觉也太良好吧 我对你这样冷冰冰的女人可没有兴趣 陈远实话实说 她相信这番话肯定会让秦冰雪深受打击 会更让她愤怒 不过陈远也不在乎 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果然 当听陈远静这么说之后 秦冰雪表情当场就争鸣了起来 陈远你你你你什么意思 此刻秦冰雪那张秀脸上净是怒意 她朝陈远大吼 不愿被陈远看低 不愿屈服于人 她心中有股傲气让她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陈远说出口的话 什么意思 你不会以为这个世界在围着你赚吧 你要投资我就给你投资 我们总共见面才两次 有那么熟吗 并且第一次见面还被你骂了一顿 你都忘了吗 陈远淡淡地说道 可这些话听在秦冰雪耳中 却是那么的刺耳 而且上次你误会我 也没有向我道歉过 你有尊重过我吗 陈远说的是事实 秦冰雪连忙回应 我不是我没有 我今晚明明都 可说到这里她又说不出口了 行我明白你意思了 这时秦冰雪紧摇嘴唇 似乎下定了决心 我是自取其辱了 我这就走 秦冰雪一声大吼 像是在宣泄心中的怒火 但她也想好了 与其被陈远这么羞辱 还不如一走两只 完不成任务就完不成 自己已经尽力了 司机停 不对 这是哪里 秦冰雪正准备让司机停车 可突然她发现了不对劲 陈远也看出了问题 这条路并不是去湖大的路 现在有大问题 就在这时出租车停了下来 陈远低头无脸 她就知道 和这个女的呆一起指定 就没啥好事 原来是三辆车 前后一起拦住了出租车 陈远居然遇到劫道的了 陈远总回家却遇到团伙打劫 她本想得点钱消灾 可对方却不识好歹 忍无可忍的燕总直接出手 就连高隆学姐也加入了战斗 让人意外的是 她竟超级犀利 为了任务 秦冰雪在车上和陈远谈合作 可就在这时 他们遇上了难道的 之后从三辆车上下来了一群人 这些人各个五大三粗 贼没熟脸 一看就知道不好惹 并且为首的人 竟是出租车司机 陈远立马就看懂了 好家伙原来是团伙合作 甚至还有内影 此时那群人看着陈远和秦冰雪 就像野兽看着戴杀的羔羊 虽然不想惹是上身 但陈远知道今晚是无法善了 一旁的秦冰雪有些紧张 他看向陈远问道 陈远怎么办了 还能怎么办 认怂呗 陈远摆了白手这样说道 秦冰雪直接傻眼 你认真的吗 在他看来陈远无所不能 此时却要认怂 想不到这么简单就得手了 老二你的主意还真不错 绑架晚宴富豪 一旁的小弟连忙恭维 大哥您严重了 点子虽然是我想的 但还是大哥您领导有防 战略上把控得当 这个被称为大哥的正式出租车司机 这时陈远有些怕他的看向众人 各位英雄 各位大哥 别动手 你们想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 凡事好商量 有话好好说呀 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 陈远就一定会用超能力 出租车司机也就是大哥健壮双眼泛光 嘴里不断发出震震邪笑 行啊 你既然这么自觉我就不为难你了 一会绑你的时候我松 可司机话还没说完 陈远的一记飞毛脚就狠狠踹在了他脸上 陈远本打算用钱解决 可对方不识好歹 陈远也只能被迫动手了 这一脚下来 司机竟当场被踹飞了机密远 并倒在地上晕厥了过去 小弟们惊呼地大叫 大哥你怎么样了 他们没想到 一个小年轻竟有这种实力 而陈远也看出来了 这些人明显训练有素 并非寻常的混混 而是汉匪 这让陈远产生了一丝疑惑 难道这些人是受人指使 大家一起上 弄死他 大哥被放倒 小弟们也怒了 他们一起围了上来 将陈远团团围在了中间 但对于陈远来说就是一拳的事 只需一拳他就能解决一个混混 来一个一拳 来两个就两拳 我去这小伙有点扎手 老三你带几个人先缠住他 我和老四去逮住那个女的 有他在手 这个男的肯定会束手无策 到时候一切都好说 混混们打算从秦冰雪下手 毕竟秦冰雪怎么看都是个弱女子 见对方这么看不起自己 秦冰雪当场就怒了 待我 你们也太小看老娘了吧 要知道他非常痛恨男人 所以秦冰雪从小就练就了一身格斗术 他并非看起来那么弱小 果然当一个混混冲上来时 秦冰雪直接一击飞脚踢出 当场将那名混混踢飞 秦冰雪大叫 你们都在想屁吃 给老娘死 我去这娘们也好能打 混混发现了不对劲 那个男的能打就算了 结果这个女的也不是擅长 怎么看都像是练过的 另一边的陈远倒是没什么问题 他有信心将混混全部撂倒 可陈远就怕秦冰雪顶不了太久 想到这里陈远决定速战速决 绝对不能再拖下去了 做完决定陈远果断进行身体强化 这瞬间陈远的力量提升了十点 体质提升十点 以及二十点的敏捷提升 现在的陈远比起以前更加强大 他的身上甚至有种霸气 称他为小超人都不为果 现在他的各项属性都比常人要高出十倍 甚至几十倍 随着陈远一声大吼 无数的拳头如雨水落下 全速快到出现了幻影 更是有种破空之声发出 那是由于速度太快产生的阴暴 在这种疯狂猛攻下 每一个混混能挨上一拳 一拳下去混混倒地 此时陈远就像砍瓜切菜 非常轻松 老五老六 混混有些不能接受 他无法想象这个年轻人 为何会有这种力量 竟击败了他们所有人 看哪呢 五奶奶还在你还敢到处乱看 秦冰雪一边大吼一边踢出飞毛腿 这一脚下来 混混跪在地上捂着当浑身颤抖 嘴里不断地发出阵阵惨叫 臭男人不自量力 秦冰雪最瞧不起的就是这些混混 今天能教育他们 这让他心情大好 但就在这时 混混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刀 他争鸣地大叫 臭娘们老子要给你点颜色探难 混混失去了理智 直接就要动刀 秦冰雪没想到对方竟会如此 一瞬间他有些没回过神来 忽然一只大手抓住了短刀 对女人动刀可不是好习惯 看来我有必要教育教育你了 陈远怒了 他彻底怒了 下拿下 高冷雪姐终于被烟总拿下 看着这个拼命保护自己的男人 雪姐认为他就是自己的大英雄 由于陈远和雪姐回家路上遇到混混拦路 于是两人开始重拳出击 进行混合双打 可突然一个混混拿刀冲向了秦冰雪 但让秦冰雪惊讶的是 陈远竟徒手接下了短刀 他能确信 如果刚才不是陈远 他肯定反应不过来 也就是说陈远救了他的命 看着这一幕秦冰雪想起了很多事 一股强烈的情绪出现在他心中 多心不易避自闭 给也死 陈远一边大叫 一边踢出了一记飞毛腿 那名混混竞当场被陈远踢飞了五米高 此时现场混混全被解决 他们全倒在地上 再没人有一战之力 这时秦冰雪轻声叫住了陈远 陈远有些疑惑 可陈远不知道的是 秦冰雪现在内心屏障已被打破 那股高傲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秦冰雪紧紧地抱着陈远大哭出声 我刚才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谢谢你 陈远谢谢你 秦冰雪一边哭一边感谢 现在他对陈远的那些偏见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优秀 陈远被秦冰雪这么一抱 脸上竟泛起了一丝通红 虽说陈远之前不喜欢秦冰雪这种高冷女人 可秦冰雪的长相绝对是没话说的 在陈远认识的妹子里 秦冰雪的长相能排进前三 可这样的人现在却紧紧拥抱自己 这让陈远怎能不激动 看着这样的秦雪姐 陈远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估计所有人都想象不到 大名鼎鼎的秦冰快 居然也有这样脆弱的一面 倒是挺可爱的 跟秦冰雪一样 陈远对她的看法也在改变 知道了她那高傲的外表下 也有一颗脆弱的心 没事了有我呢 坐车时候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你其实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陈远见时机合适 便说之前说她不好 打击她的话都是假的 只是故意那么说的而已 陈远轻轻抱着哭泣的雪姐 心里难免产生了几分怜悯 这让陈远有些心疼 真的吗 你真是这么觉得的吗 听到陈远之前 打击自己的话都是假的 现在秦冰雪内心非常开心 她抬起头 楚楚可怜地看着陈远 其实她早就对陈远有了好感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但通过这件事之后 就是最合适的机会 陈远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 是的 关于你说投资领域公司的事 我会考虑的 过几天我会去你们公司考察一下 投资的小公司 对陈远来说简直不要太轻松 只是陈远也要看对方是谁 若是之前的秦冰雪 陈远肯定拒绝 但现在这么可爱的秦冰雪 陈远自然就会答应了 见陈远答应了下来 秦冰雪心中更加感动 她知道陈远这人是刀子嘴豆腐心 这点和其他男人完全不同 总是装出一副无耻的样子 但却比任何人都要刚强果断 想着想着 秦冰雪心速越跳越快 一股甜蜜的情绪让秦冰雪脸颊泛红 可当他看到陈远 为救自己而被割伤的手势 他又非常心疼 这一刻秦冰雪终于明白 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男人 是可以在他危险的时候 会不顾一切地保护他 秦冰雪捧着陈远的大手 眼里充满了心疼 现在反倒是陈远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红着脸说道 这个没事的 只不过是一点小伤而已了 陈远话刚说完 秦冰雪就将那只大手 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袖脸上 他感受着陈远手中的余温 他想对陈远更加了解 此时的陈远就是 秦冰雪心中的大英雄 是打开他高傲内心的男人 与此同时 秦冰雪的好感度也在迅速提升 短短片刻间就达到了八十点 随后两人抱了紧 叔叔们到场后 便将这些混混全部统一带走 陈远这才几个小时不见 你就又摊上市了 就在陈远和秦冰雪做笔录的时候 一旁传来了一道声音 并且此人似乎还认识陈远 怎么是你 陈远扭头望去 他怎么都没想到 来人竟然会是他 出现在陈远眼前的事 身穿一服锦衣的楚玉墨 是市长之女楚玉墨 楚玉墨看着陈远微微一笑 怎么就不能是我了 那完了 燕总竟然被抓了 可面对他的并不是处罚 而是楚队长的情感提问 由于燕总遇到混混拦路 于是他只能被迫将混混击倒 就在陈远和秦冰雪接受调查的时候 楚玉墨带着人也赶到了 而楚玉墨竟然是队长 从调查得知 现场经过了激烈打斗 一死七重伤 八个都是在逃犯 其中甚至有个国际重大通缉犯 可以说都不是普通的恶徒 当楚玉墨听完报告后 他又看向了陈远 八个汉匪 有阻止有计划的绑架 可陈远这样都能反杀 不但灭了一个还打砸了七个 这种能力已经不能用普通人来形容了 并且从陈远和秦冰雪的外表来看 两人似乎并没受到什么伤害 这样一来就更显得陈远强大 想到这里楚玉墨对陈远就更加好奇 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格斗水平堪比都市兵王 楚玉墨眼神中尽是陈远 此刻他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将陈远追到手 他楚玉墨最喜欢的就是强大的男人 尤其是格斗方面厉害的他就越是喜欢 不过有一点也让楚玉墨很是烦恼 那就是陈远太招女人惦记 高悬莹才刚走 现在他身边又来了个新的 并且从两人对话以及女人表情中得知 他似乎对陈远很有好感 并且还是很崇拜很喜欢的那种情感 真是让人火大 真是让人不省心 楚玉墨气得不行 他在想 要是陈远身边没这么多女人就好了 只属于他一人 那该多好啊 可惜现实就是如此 陈远身边不可能没其他妹子 随后楚玉墨走到陈远面前开口说道 两位请你们配合我们去一趟局里 录一下口供 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件 楚玉墨还是要把事情调查清楚 该走的流程也要走一走 以免遗漏什么关键线索 片刻后陈远和秦冰雪被带到了局里 经过一番调查 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三点半 叔叔朝秦冰雪说道 秦同雪你可以离开了 基本都查清楚了 不过后续如果需要对你传唤 你需要随时配合 好的好的 警官我想问下陈远呢 他也可以走了吗 虽然到了这么晚 秦冰雪挺累的 但他最关心的还是陈远 毕竟陈远是为了救他 而他现在也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陈远 所以他现在对陈远的事非常伤心 他呀 他不能走 我们队长正在对他进行训诫 叔叔似乎有些为难 说出了陈远现在的情况 秦冰雪一听当场就不乐意了 不行 他不走我也不走 我就在这里等他 叔叔回应 行吧 你想等就等吧 秦冰雪认为一定要和陈远一起走 绝不能把陈远一个人留下来 于是他又坐回了椅子上 等待陈远出来 和他一起回去 这时叔叔发现有些奇怪 队长不但要单独录陈远的口部 还让他把监控器给关了 似乎不想让人听到两人的谈话 难道队长是想让这小子坐到插门吗 想到这里大叔不禁坏笑了起来 另一间审讯室内 我说他绿茶这件事 由于等了这么久 所以陈远也有些不耐烦了 他只想快点回去睡觉 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打开了 来先吃点东西吧 这时楚玉墨走来 递给了陈远一份外卖 而陈远也等待了很久 肚子确实有点饿了 想不到你居然是警官 还是队长 陈远打开外卖就大口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和楚玉墨谈话 他是真的没想到楚玉墨竟会是队长 你想不到的是多了呢 楚玉墨双手插腰嘴角撅起 她的好感就提升了五点 目前为五十点 陈远有些疑惑 吃了面也长好感度 这个女人真是怪怪的 还是吃了面赶紧走吧 以往别的妹子都是送各种东西 才会长好感度 而自己只是吃了面条楚玉墨就长了 这让陈远有些不适应 他现在只想赶快离开 楚警官我是受害者 你这样靠着我不好吧 我啥时候能走啊 陈远抬起手看向楚玉墨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起吗 你是受害者没错 但你也打死了人了 楚玉墨靠近陈远 似乎想更清楚地了解陈远 还有那个秦冰雪跟你什么关系 楚玉墨一边说一边 抬起了陈远的下巴 似乎有种拿捏的感觉 陈远一时间有些小尴尬 他呀 就我一学姐 来找我拉投资的 谁知道回去的路上 遇到了这种事 陈远眼神有些不自然地看向一旁 不和楚玉墨对视 怕被他看出了什么问题 忽然楚玉墨用力抓住陈远的手 另一只手用力扯住了陈远的衣服 当他扯开衣服后 陈远身上的伤痕竟显无疑 陈远眼神有些冰冷地问道 楚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花给受伤的燕总商药 可燕总却认为这是对方的陷阱 先对你关心让你心愿意马 然后再一步步将你拿捏 而燕总作为细格马男人 绝不会落入女人的陷阱 但燕总越是这样 景花就越发地爱上了燕总 累了一天的燕总准备来别墅洗个澡 可刚进门 就遇到了副会长的考验 当楚玉墨拉开陈远的衣服后 发现他身上挂满了伤痕 楚玉墨就知道陈远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于是他拿出医药箱 楚玉墨认真地看着陈远 你说我什么意思 当然是给你上药啊 就知道逞能 还一个打八个 你看看你身上都啥样啊 楚玉墨带着有些责怪又有些心疼的语气 就像妻子因为丈夫受了伤 而说出的责怪 陈远听完有些愣神 他没想到楚玉墨竟会这么关心自己 并且还关心得非常强势 这让他有种特别的感觉 陈远你这是什么表情 可是楚玉墨却又表现得太熟了 这让陈远有些不太适应 楚警官要不我自己来吧 你公务繁忙 我怎么敢劳烦你 看着为自己擦拭伤口的楚玉墨陈远在想 男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这也太难熬了吧 如果是笑话或初恋 陈远肯定乐意至极 但楚玉墨却是让他很煎熬 你别乱动 你们男孩子笨手笨脚的 伤口要是感染了怎么办呀 听话乖 楚玉墨强势地为陈远擦拭伤口 表情中带着坚定又带着一丝羞涩 而陈远一时间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他只能乖乖听楚玉墨的话 突然陈远发现了不对劲 他终于感受到了这股不寻常的气息 不对不对不对 麻蛋 这女的是想套路我 紧紧瞬间陈远就清醒了过来 这种感觉他再熟悉不过了 楚玉墨现在的做法 和陈远曾经经历过的实在太小 女人最惯用的伎俩就是先对你虚寒问暖 关心被制 让你心愿一马难以自控 这样做会让你陷入温柔乡 满脑子都是她 认为她是世界上最温柔最好的女人 让你逐渐地离不开她 可当你反过来追她时 她就欲拒还迎 忽冷忽热 让你心态失衡 让你茶饭不思 让你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 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好 这时你会不断地反思自己 而伴随着主动权的丧失 便会一步步地沦为舔狗 最终成为小丑 成为被女人随意拿捏 可以随意抛弃的小丑 陈远亲身经历过 她太懂这种感觉了 所以她并没有陷入温柔乡 而是片刻间就清醒了过来 此刻楚玉墨在陈远眼里 就是个玩弄人心的魔女 但现在的陈远早已看穿了 楚玉墨的心思 她绝不会上班 毕竟陈远作为西格马男人 绝不会落入女人的陷阱 绝对不会 想到这里陈远直接跳了起来 然后她整理好衣领说道 楚队长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 咱们才认识一天 请你自重 这句话让楚玉墨听得有些愣神 她搞不懂陈远怎么变得这么快 你这是干嘛呀 人家看你受伤给你包扎一下 你怎么还生气了 楚玉墨有些委屈的说道 事实上她真的只是出于好心 但很可惜 她面对的是有八百个心眼 外加经验超级丰富的烟组 我没有生气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只是不希望你对我产生误会 陈远回头淡淡的回忆 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不再遮遮掩掩 同时也告诉楚玉墨不要带有幻想 你是个很好的女孩 如果我们早点遇见 我可能会大胆追求你 但生活没有那么多如果 如果我是个朝三暮四的人 你肯定也会讨厌我的不是吗 这是网络上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只不过现在男女互换 变成了陈远对楚玉墨所说 这个家伙放荡不羁的外表下 居然是个专情的纯爱战士 陈远越是这样 楚玉墨就反而越发的喜欢了 在楚玉墨眼里 陈远是他最喜欢的纯爱战士 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人 现在却出现在了他本人面前 这怎能让楚玉墨不激动 又怎能不心动 我的天 陈远完全戳中了我 我也太爱了 在陈远离去的背影中 楚玉墨已变成了他的迷妹 眼神中竟是爱恋爱慕之情 等陈远离开橘子已是清晨 天也灰灰亮了起来 昨晚的拍卖会加上遇到混混 又来接受调查 现在陈远只感觉浑身疲累 看着进入出租车的陈远 楚玉墨做了个决定 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陈远我们来日方长 你想推开我 玩都没有这么极品的男人 我怎么会让给那些坏女人呢 你是我的 咱们走着瞧 此时陈远似乎忘了一个人 那就是一直在等陈远的秦冰雪 由于太困秦冰雪 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而陈远并不知道秦雪姐在等她 于是她直接打车来到了别墅区 折腾了一天一夜累死了 身上都馊了 来副会长这里先洗个澡补个觉吧 陈远准备等醒来后再回学校 陈远刚进门就听到屋内有花花的水流声 副会长居然在家 陈远推开门向李望去 她还以为赵玉琪已经去了学校 陈远不看还好 一看简直不得了 陈远心中大呼 副会长你拿这个考验我 你也太相信我的定力了吧 总洗澡却撞见一个陌生妹子 原来她是校花的好闺蜜 燕总让校花帮忙解释一下 她先去冲个澡 闺蜜劝校花不要和这种男人混在一起 要找就该找个神豪 就比如昨晚花五一拍下钢琴的那种 但就在这时校花的快递到了 据说里面是架钢琴 累了一天的陈远准备来别墅洗个澡 可来到浴室门口却发现里面有人 陈远当即就心愿一码了起来 她在想要不要进去 如果进去了副会长应该不会介意吧 但是这样又好像不妥 天使人格告诉陈远 不行的 你不能让副会长失望 恶魔人格才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让陈远大胆地进 还没等陈远做决定 浴室的门就被打开了 预期你们家这个浴室都快有我家大了 在里面沐浴真的是太舒适了 从浴室走出来的 是一位笑盈盈的灰发女子 从她的话中得知 她大概是赵玉琦的朋友 然而下一秒 出现在她眼前的并不是赵玉琦 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此刻场面极其尴尬 陈远怎么都没想到 会有这种展开 这让她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原本很舒适的妹子 眼神在这一瞬间立马变得惊恐了起来 然后她浑身颤抖地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有流氓来人啊 救命啊 这道声音如同大喇叭发出 声音之大仿佛能传出地球 此刻陈远也是极其尴尬 这女的是谁啊 怎么会在父会长家里 没多久赵玉琦就下了楼 妹子立马扑在赵玉琦怀里大哭了起来 我嫁不出去了让看光了 琪琦你要给我做主啊 妹子一脸委屈 泪水就像雨水般不断落下 原来她是赵玉琦的闺蜜钱蒙蒙 赵玉琦安慰她别哭 都是误会 看着大哭的钱蒙蒙 陈远并没多做解释 她反而是解下领带朝赵玉琦说道 玉琦你帮我解释一下 我先去冲个澡 陈远这一天实在是太累了 她真不想再花时间去解释一个误会 这种事交给被攻略的父会长就好 误会个屁 那个男的就是个流氓 看了我连个道歉都没有 还有玉琦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啊 见陈远连个道歉都没有 钱蒙蒙就更加的恼怒 她打心底里认为这不是个好男人 八成是那种下头男之类的 见钱蒙蒙发问赵玉琦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她红着脸结巴的回应 她她是我的一个朋友 钱蒙蒙一见赵玉琦这不对劲的小表情 她就知道里面肯定有情况 事情绝对不简单 肯定不只是表面朋友那么简单 这不对劲 实在是太不对劲了 琪琦第一次这么袒护一个男人 我以前还没遇到过 通过赵玉琦的表情 钱蒙蒙就能断定 玉琦和那个男人间搞不好有某种关系 难道 难道说琪琦和她有一腿 当想到这里的时候 钱蒙蒙立马就认定了下来 因为现在她发现玉琦的脸红得不像话 如果只是一个朋友 不应该这样害羞 那只有一个可能 玉琦喜欢她 对她很有好感 玉琦我要好好劝劝你了 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小富婆了 不要老跟底层屌丝混在一起 真的很跌粉 一想到这里 钱蒙蒙就控制不住地劝玉琦 她很难接受玉琦和这种人在一起 而赵玉琦一时间有些懵 你在说什么 屌丝 你说谁啊 还能是谁 刚才那个呀 玉琦你看你现在大别墅住着 做主播也挣了那么多钱 已经是精英阶层了 她那种谱性男下头男怎么配的上 钱蒙蒙也不去证实真假 直接就给陈远贴上了这种标签 她竭力的大吼 似乎想让玉琦认清陈远 殊不知 赵玉琦的这一切都是陈远给的 蒙蒙那个她 你说陈远吗 陈远人很好的 而且她真的很优秀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一说起陈远赵玉琦又羞红了脸 别人不知道 但她自己却是非常清楚 陈远就是极品超级无敌之好男人 其实赵玉琦现在非常尴尬 她邀请钱蒙蒙来家里的时候 一时虚荣心作祟 让她以为这个别墅真是自己买的了 优秀 这个社会是讲资源和背景的 她的优秀能变成钱吗 你还年轻 要好好把握择偶机会才对 钱蒙蒙的声音变成了咆哮 她今天说什么也要让玉琦改变看法 让玉琦认清陈远就是个下头男 就比如昨天那个拍卖会 有个神豪直接花五个亿拍下了一架钢琴 估计要送给自己的心上人 这多浪漫啊 你要找的应该是这种男人才对 知道了吗 我的好姐妹 昨晚拍卖会的新闻钱蒙蒙看了 那个神豪让钱蒙蒙非常崇拜 这样浪漫的男人才是我的心血 是我的猜 说着说着钱蒙蒙有些无法自拔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那个神豪就是她口中的下头男 是被她贬低被她看不起的陈远 您好 是赵玉琦女士吗 您托运的物品到了 请和对验收一下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门铃声 似乎是有人送给赵玉琦的快递道 钱蒙蒙走上前问道 琪琦你网够了啥 赵玉琦一边签字一边回应 陈远昨天说要送我个礼物 好像是钢琴来着 钢琴 我倒要看看这个下头男能送琪琦什么钢琴 别是什么钢琴模型吧 赵玉琦听完脸上出现了一些怒意 蒙蒙你再这么说我就生气了 动摇动摇 我是动摆我是动摆 不不已到位 现场无异常 这是一架亚运机飞到了别墅上空 赵玉琦见状连忙出了别墅 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一幕 让他大为震惊 只见一群武装人员严阵以待 竟只是为了保护快递的安全 在他们身后是一辆大货车 而赵玉琦的快递就在里面 两个妹子当场傻眼 他们都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去 送的钢琴需要这么大阵仗 这钢琴是秦始皇弹过的吧 总送笑花礼物竟被武装押运 更有飞机保驾护航 笑花的闺蜜认为 陈远不过是在故弄玄虚 可他打开盖部才发现 这竟是一架昂贵的水晶钢琴 突然电视播报了昨晚的新闻 这一刻闺蜜的表情震惊到当场抽搐 由于陈远累了一天 便打算先来别墅冲个走 而这时陈远送给赵玉琦的礼物也到了 当工作人员将礼物抬进屋后 两人看着这东西有些沉默 毕竟刚才那一幕太过震撼 哪有送东西搞那么大阵仗呢 陈远片刻后赵玉琦开口 陈远这是买了个什么钢琴啊 又是安导又是查验本人的 我感觉像是收到了个国宝 钱蒙蒙冷哼一声 故弄玄虚罢了 肯定是在树殿找来的演员 越是对礼物不自信的男人 就越会在包装上下那么大的功夫 我倒要看看里面盖着什么 钱蒙蒙一把将红盖部揭开 他就不信陈远那种下头难 能送出什么贵重的钢琴 肯定是个模型之类的东西 然而就在钱蒙蒙掀开盖部的瞬间 一股强烈的亮光闪得他睁不开眼 这道亮光就像是在和太阳对视 让人无法睁开眼 随即出现在两人眼前的 是一架荧光闪闪的水晶钢琴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这都是一架高级尊贵的钢琴 他就像钢琴里的女王 是那么的高贵 让人忍不住的想去触摸弹奏 紧紧瞬间赵玉琦就确信 自己非常喜欢这架钢琴 他嘴角青南 这是水晶制作的钢琴 好美啊 赵玉琦本就喜欢弹钢琴 现在陈远又送他一架水晶钢琴 这怎么让赵玉琦不心动 而钱蒙蒙还是有些不幸 他来到钢琴面前敲了敲 但是那种触感让他发现并不像假的 这一整块水晶制作的钢琴给多少钱了 难道那家伙是个副歌 是我看走眼了 其实钱蒙蒙犯了个很大的错 那就是他主观意识太强 这让他认为陈远就是个下头男 其实恰恰相反 不可能啊 哪有这么拉他下头的副歌 他看着跟我家楼下的保安没啥区别 钱蒙蒙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他拼命地往陈远就是下头男的方向去想 想证明自己猜的没错 可就在这时 客厅那超大英寸的电视里出现了一则新闻 昨日汉城慈善晚宴顺利举办 名流奇剧 并且拍卖会上还出现了令人咋舌的一幕 我是神秘土豪烟总现身 豪志武一拍下一架水晶钢琴 打破了拍卖公司的记录 出现在屏幕上的人 正是在冲早 被钱蒙蒙瞧不起的陈远 这一瞬间钱蒙蒙似乎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他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 眼前这架钢琴竞价值五个亿 由于太过昂贵 这导致他表情当场延绎 大脑已经无法继续正常思考 因为他之前的所想 此刻全被颠覆 赵玉琦满眼泛光地看着钱蒙蒙 我早就跟你说了陈远很优秀的 我说的可不止他的财富 我更看重的是他的人品和内在 见闺蜜见识到了陈远的强大 这让赵玉琦也是内心非常欢喜 钢琴已经送到了呀 就在这时陈远的声音响起 钱蒙蒙立马回头望去 只见陈远已经冲好了走 正从楼上缓步走下 我以为明天才到呢 还挺快 也许是刚冲过走 又或是钱蒙蒙看现在的陈远 自动带上了一层滤镜 这导致钱蒙蒙看现在的陈远 看起来非常的帅 就像是刚出道的练习生 再也没了那种下头男的气息 只是看了一眼 他在心里就自动发出了惊呼 我去这也太帅了吧 我刚才怎么没发现 陈远谢谢你 这个礼物很喜欢 就是太贵重了 赵玉琦喜欢钢琴是真的 但更喜欢的还是陈远 此时他望着陈远有些害羞 陈远微微一笑 不贵重怎么配得上你呢 你在我心里可是无价之宝 一番土味情画下来 说的赵玉琦更是芳心乱颤 片刻后陈远拿起手机 朝赵玉琦说道 对了 等一下我要出去谈个生意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陈远差点忘了 也该去看看小胖子的写字楼了 算算时间现在应该正好 如果钱蒙蒙不在这里 赵玉琦肯定是会跟着一起去的 可钱蒙蒙是她闺蜜 赵玉琦认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 好像不太合适 一时间赵玉琦有些纠结 想了想赵玉琦有些歉意地说道 抱歉我不能陪你去了 今天我闺蜜来陪我 我可不能做见色望有的女人 然而单纯的赵玉琦却不知道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 就在陈远走出别墅的瞬间 钱蒙蒙已经成功绑定了陈远 目前好感度为二十 陈远冷声一笑 见色忘有 副会长你可真是个傻白甜啊 把这种绿茶当做朋友 你不知道的是 他可是惦记上了你男人我呀 不过陈远也不在乎 只要逆心后有强化点拿就好 至于多一个还是多两个都无所谓 别墅内 赵玉琦一边弹钢琴一边说 蒙蒙你看 这个音色真的很棒 现在钱蒙蒙可没心思弹琴 他在想 这么有钱的帅逼 要是我男朋友该多好啊 一想到这里 钱蒙蒙心中便出现了一个计划 练陶克陪燕总谈生意 可刚见面初恋就超级生气 燕总并没打算道歉或哄他 而是要买下这座写字楼送给初恋 砸钱砸到他怀疑人生 可当燕总开始谈生意时 却意外被前女友撞见 这里是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购物商场 此时有一道愤怒的声音传出 此陈远这么多天不见人 一联系我就是让我出来陪他谈生意 想不到我头一回陶克居然是为了男人 谈生意就谈生意 居然还让我自己走过来 气死了气死了 真是气死我了 由于赵玉琪拒绝了跟陈远来谈生意 于是陈远就将初恋肖若宇叫了过来 但此时的肖若宇确实非常生气 肖若宇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他发现最近陈远对自己很冷淡 难道是因为那天晚上没有得到我吗 因为这件事就对我冷淡了吗 我又不是故意误会他的 我也道歉了呀 为什么就不能哄哄我呢 想到这里肖若宇有些委屈 想着想着他就在大街上期的首舞足蹈 同时他的好感度也降低了一点 目前好感度为95 依旧在攻略范围内 看着肖若宇降低的一点好感度 陈远有些小无语 咋了呀这是 咋还降低好感度了呢 虽然只是一点 但陈远还是有些搞不懂肖若宇的想法 我只是约他见个面了 没什么问题吧 陈远可没想那么多 他只是觉得叫出来谈个生意而已 但肖若宇想的却是很多 刚见面他就气汹汹的看着陈远 虽然没说话 但表情似乎在说 不是要去谈生意吗 快走吧 陈远终于想起来了 难道就是因为我没去接他 然后他就生气了 女人的想法有时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看着撅嘴生气的肖若宇 陈远一时有些犯愁 不过陈远还是一把抓住了肖若宇的御手 然后他给小胖打去了电话 小薇啊 我快到你们家写字楼了 要麻烦你派人下来接我一下 电话那头传来小薇的声音 好的燕哥 您就放心吧 陈远表面是在跟小薇打电话 实则是在转移注意力 他知道现在道歉是没用的 就比如 那我给你磕个头 陈远知道这个时候道歉或安抚没任何作用 只会助长对方无理取闹的气焰 只有用钱砸才是最有效的 砸到他无话可说 砸到他怀疑人生 这就是陈远现在最擅长的超能力 片刻后陈远来到了指定地点 这是一座处于繁华地段的写字楼 上面是写字楼 下面是购物商场 每天的人流量极大 儿子这个叫燕总的真的这么有背景 值得我们这么欢迎他 为了迎接陈远的到来 小薇父子二人骑上阵 不仅准备了红地毯欢迎 烟烟烟总财力惊人 要要要把咱家整个楼都买下来 小薇是见识过烟总神通的人 他一脸自信地向父亲保证 如果烟总想买肯定没问题 汉成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人物 我今天倒要领略一下他的风采 看看这个传说中的烟总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让你们给出这样的夸赞 今天是什么日子 朱总居然亲自下来接人了 就在这时 一个地中海看到了小薇父子两人 他非常震惊 因为这位朱总是这里的董事长 可现在却放低身段 亲自下来迎接客人 朱总是谁啊 很有排面吗 在地中海旁边的 是陈远的前女友林书彤 两人已经有很久没见过面了 现在林书彤来到这里实习 听老板说起朱总他有些好奇 小林你刚来实习可能不知道 咱们公司在的这整个写字楼 都是朱总家的 地中海老板向林书彤解释道 要是在平时 他连见朱总一面都很困难 我虽然开了个公司 也算小有身家 年收入破千万 但在朱总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 谈起朱总地中海 就羡慕得泪水直流 而听完老板的话 林书彤则是当场震惊 难道这就是有钱人的事件吗 年入千万步如狗 林书彤曾经有过一次翻身的机会 但他依旧拜金本质难改 让陈远对他失望透顶 到现在林书彤依旧很穷 突然林书彤睁大了双眼 他发现正和朱总说话的人 似乎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林书彤大脑飞速运转 他想看清那个人到底是谁 等他走近看到陈远的脸后 他终于认出那竟是陈远 是曾经被他抛弃的前男友 是那个对他无微不至 最后却被他无情抛弃的陈远 燕总您好 笔人朱辉 是金茂大厦的产权所有人 早就听犬子介绍过你了 欢迎欢迎啊 陈远伸出手回应 朱总您言重了 居然劳烦您亲自下来迎接 您也太客气了 一番寒暄后 小薇笑着伸出手 燕燕燕总理里面请 我来给给您做介绍 朱辉立马说道 小薇你去按电梯 让你来介绍 估计要介绍到下午 还是我来介绍吧 哈哈哈哈 您二位还真是幽默 陈远微微一笑 表现得非常平易近人 丝毫没有拖大装大款的样子 这时林书童手中的文件全部落地 他怀疑自己听错看错了 陈远怎么会在这里 朱总要接待的人居然是他 燕总买下30亿的写字楼 却当场要送给初恋 卖家父子怀疑自己听错了 而原本还在生气的初恋瞬间变脸 只楼龄也才9年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写字楼 目前入住公司大概有300多家 朱辉一边向陈远介绍 一边来到电梯口 让陈远看清每一层的大体情况 一到十层是商场 有服装专柜 电影院 KTV等等 虽然实体现在有点衰落 但这个楼的地段很好 所以现在生意一样爆火 不缺人流量 而十层以上就是办公区了 有金融公司 网络游戏开发公司 也有中介公司 更有练习生培训公司等等 光是每年的场地费都不少收 几人边走边聊 已经来到了楼上的办公区 此时陈远身后的肖若宇表情难看至极 他心想真是美景 要是单纯出来谈生意 你可以不约我出来啊 现在约我出来还对我不理不睬的 拜托 我可是为了你都逃课了 你就这样对我 气死了气死了 一想到这里肖若宇就超级不爽 他甚至有种想找个借口离开的冲动 这时朱辉又朝陈远笑道 编总要不要我带您去一层看看 那里的场地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陈远微笑回应 先不忙着看 随即陈远又看向肖若宇 若宇你觉得这栋大厦怎么样 肖若宇没想到陈远会突然问自己这个问题 但他还是说了句挺好的 虽然肖若宇并没认真参观 但这栋大厦给他的印象确实很好 那好 你觉得好就行 这个楼我买了 朱总这大厦你开个价吧 产权直接过户给我身边的这位女士 听到肖若宇说挺好 陈远直接做了决定 要将大厦买下 怀疑自己听错了 陈远居然说要将这栋楼送给自己 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贬书 而是价值几十亿的大楼啊 可陈远却说出了送这个字 就连朱辉父子此刻都有点蹬不住了 烟总您认真的 真的要买下金帽送给这位女士 朱辉也算得大富豪 可才刚见面没多久 他就见识到了烟总的强大 仅仅只是一句话就让他震惊一万年 是的 只要他喜欢 什么都不是问题 陈远说得云淡风轻 似乎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就像喝了口水那般轻松 但也正是这种随意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朱辉的心绪很乱 买大厦他还能理解 毕竟烟总有钱这一点都知道 但几十亿的东西转眼就送人 却怕不是在开玩笑吧 再有钱也没有这样花的呀 由于震惊到被水呛到 小胖到现在还没缓回来 陈远你开玩笑的吧 这这这可是一栋大厦呀 现在肖若宇再也没了那股怒意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动和紧张感 他不确定陈远是否在开玩笑 但他也认识陈远了这么久 心底似乎确信陈远说的就是真的 当然不是开玩笑了 若宇 这栋楼满下来 你以后就可以安心做个包足口了 陈远认真看着肖若宇的眼睛说道 他越是这样说 就越是让肖若宇心跳加速 你现在是肖氏的控股人 看似风光实际上也顶着巨大压力 我不想你这么累 但现在就好了 有了这栋楼不论肖氏如何 若宇你这一辈子都有保障了 陈远说的倒也是事实 虽然肖若宇有了肖氏股份 但毕竟都是家人 实际运作人还是父母 他并没有什么实权 但肖若宇现在可没想这些 他只是看着陈远想到了很多 陈远这样温柔体贴的男人 我居然会怪他愿他猜一他 我是不是真的该改改自己大小姐的脾气了 想到这里肖若宇的好感就提升了三点 目前为98 同时由于好感突破98 陈远再次获得20强化点 突然朱辉打断了两人 他已经回过了神 现在也是非常激动 朱辉笑着说道 朱辉开了这个价 这个价位是偏高的 如果燕总不答应 他可以再慢慢讲 可朱辉话音刚落 陈远就掏出至尊塔当场答应 可以 就26亿 咱们开始走程序吧 只要手续办好 26亿今天就到账 全老板竟对一个女人毕恭毕敬 原来燕总刚刚买下了这栋写字楼 又将写字楼送给了初恋 前女友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幕 她后悔万分 因为这原本属于她 但却被她搞砸了 面对开价26亿的写字楼 陈远丝毫没有犹豫 仅仅用了一个小时 相关手续便已经办理完成 朱辉笑得满脸肥肉乱颤 烟总合同和产权的交割办理已经完毕 您这边款项也到了 现在您就是经贸大厦的新主人了 为了迎接新主人 朱辉还将物业以及老板们都叫了过来 我就是个出钱的 大厦的新主人是我身后的萧女士 和之前说的一样 陈远再次向众人说要将大厦送给萧若宇 萧总好 这时在场众人全部齐刷刷的向萧若宇鞠躬行李 而萧若宇看着这一幕 心绪也是激动无比 现在她就是女王 是万人之上的存在 这就是做老板的感觉吗 仅仅是这一幕 萧若宇就体验到了一丝愉悦 她曾以为当老板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此时她却不这么想了 这时萧若宇又想起了父亲 难怪爸爸整天待在公司都不愿意回家 原来当老板是这么的快乐 只是片刻间 萧若宇似乎就成长了很多 明白了很多 她也开始逐渐适应当老板的感觉 这种走到哪都有人鞠躬的感觉 确实让人迷恋 挺爽的 这是萧若宇的心理想法 于是萧若宇便打算好好地做好老板 与此同时一旁的林书桐 她发现旁边有些吵闹 于是她问旁边的同事 那边怎么这么多大厦物业的人呢 怎么都聚集在一起 你还不知道吧 经贸大厦的老板已经坏人了 现在的老板是个二十出头的妹子 可年轻了 并且长得还漂亮 真是前所未闻 同事向林书桐解释道 听说是有人花二十多亿 直接买下大厦 当场又送给了她 我去真的是大手笔 网文都不敢这么写吧 看着如众星捧月般的萧若宇 林书桐则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她自然看出了 萧若宇是和陈远一起来的 而花钱的肯定是陈远 要是有人也能送我 你人呢 同事说着说着 却发现林书桐不见了身影 此时林书桐再也没有勇气待下去 她流着泪逃离了这里 同事她心里大喊 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 都是我的呀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被众星捧月的人不是我 好恨 好恨啊 陈远我一定要追回你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林书桐下定了决心 不管怎么样都要将陈远重新追回来 片刻后 陈远和萧若宇办完了手续 然后便一起回家 陈远你今天居然跟我一起坐地铁 你平时开的那辆法拉利呢 萧若宇有些惊讶 陈远居然会陪自己坐地铁 要知道她平时都是开车回家的 开法拉利没意思 我想和你多待一会 地铁公交也很好啊 我喜欢贴近生活的感觉 陈远有些尴尬 连忙找了个借口解释 萧若宇听完轻声一笑 我也这么觉得 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 对了对了 陈远你知道高悬营吗 突然萧若宇又聊起了高悬营 当听到这个名字 陈远瞬间如遭雷击 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高悬营好像是个女明星吧 她怎么了 陈远已经有些绷不住了 她心中在想 难道若宇发现了什么 现在是在对自己进行试探 陈远别慌 你得沉住气 也没有 就是最近她和一个叫虎爷的导演 两人互私不是很多人讨论的吗 今天微博都炸了 萧若宇拿出手机打开了头条 她表现得很平常 就像女友跟男友分享一些有趣的日常 可陈远此时却超级不自在 她眼神躲闪有些糊弄的回应 是吗 我不太关心网上的事 陈远心想 若宇应该只是随口说说 吓死我了 要是被她知道我和高悬营的事 那还不得完蛋 确实 现在网络上的话题都挺没意思的 我前几天看到个热搜 有个什么蠢货付好五个亿拍下水晶钢琴 就当陈远认为若宇只是随口说的时候 萧若宇的又一句话让陈远心痛无比 陈远紧张地问 那你点进去看了吗 萧若宇回应 当然没有啊 这种没营养的新闻 五个亿买钢琴 脑子嗅抖了吧 也不知道买了要送水 陈远你怎么流了那么多汗呢 萧若宇有些疑惑地看向陈远 但陈远却是紧张地扭头回应 有吗 可能是地铁太热了吧 此时陈远极其煎熬 两万块的西服早已汗流浃背 片刻后 两人在地铁口告别 接下来不行就可以到家了 而陈远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这哪是坐地铁 这特么完全是在坐牢啊 不过陈远也开始分析了起来 萧若宇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故意在试探我 连续几个问题都很刁钻 一般来说没有这么巧合的事吧 就在这时室友的电话 打断了陈远的衣服 远子快回寝室看热闹 秦冰雪学姐在南寝楼下 站了六个小时 不知道在等谁 那么秦冰雪这么做的目标 究竟又是什么呢 来了 学姐被烟总带到南宿舍 并且学姐还要为烟总洗脏苦茶 不久前 陈远接到室友的电话 说秦学姐在南寝室楼下 站了六个小时 似乎在等人 这一幕引来众同学的围观 要知道秦学姐已经毕业了 再加上她曾是胡大第一女神 此刻她的举动开始被大家猜疑 她从下午就站在这里了 好像在等什么人 我去谁有这么大本事啊 能让秦学姐跟个望夫时一样 我记得她不是喜欢女生吗 秦冰雪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她发现已经等了六个小时了 可陈远还是没出现 现在她有点紧张 因为她来这里就是为了见陈远 但陈远似乎并不在寝室 秦冰雪原本在局里等陈远 可她一不小心睡过头了 再加上陈远并不知道学姐在等她 于是秦冰雪今早醒来后 发现陈远不见了 鬼使神差的就来到了这里 这类似于一种本能驱使 她本能驱使着来到了男情楼下 总感觉看不见她 我的心就会七上八下的 到底是为什么呢 秦冰雪一想起陈远 秀脸上就再次泛起一片焦红 难道我喜欢上陈远吗 最后这么一个念头出现在了秦冰雪心中 毕竟这种从未有过的甜蜜感觉 似乎只能是人们口中的恋爱了 可以想到赵玉琪她就立马摇了摇头 不可能 绝对不行 陈远是玉琪的男朋友 我不能这样 虽然秦冰雪喜欢陈远 但她的三观还是很正 她的本能告诉她 绝对不能对不起玉琪学妹 此时陈远已经来到了男情楼下 她一看果然是这样 还真是秦冰雪 难道她是要在这里赌我 看着秦冰雪陈远有些小紧张 生怕会闹出什么大事 我肯定是放不下去公司融资的事 所以才会跑来这里 一定是这样没错 秦冰雪极力去否认喜欢陈远的事实 她告诉自己来这里只是为了任务 突然秦冰雪看到了人群中的陈远 她眼神瞬间便充满了光 随即她立马冲了过去 就像恋爱中一年没见男友的小女生 此刻再次相见那样 秦冰雪再也不顾那些世俗 那些她想否认的东西全部消失 秦冰雪紧紧地扑进陈远怀里 甚至激动地落了泪 陈远心中大惊 我去这也太猛了 秦冰雪姐这是要干啥呀 这一幕让同学们当场惊呼出声 我的天 我看到了什么 秦冰雪姐头怀送抱 这人是谁呀 就是这种感觉 她是温暖 被保护的感觉 在陈远怀里 秦冰雪再次感受到了那种安全感 她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她现在只想遵从自己的内心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那个秦雪姐 陈远有些不好意思了 虽然她有钱 但面对秦冰雪这种冰山女神 她还是有些心愿意马 秦冰雪发出了很轻的声音 不要推开我 让我多抱一会儿 就一小会儿 马上就好 此时楼上的三个室友 用望远镜看着这一幕 他们惊叫声不断发出 老熊快给我个大嘴巴子 秦雪姐在抱远子 我却还真是远子 我特不得要杀了她 就在这时 一道响雷砸下 天空瞬间暗了下来 眨眼间倾盆大雨便降落在地 下雨了快跑啊 看戏的同学们此刻全部慌乱离开 毕竟没人会在大雨中看戏 陈远扶起秦冰雪温柔地说道 秦雪姐雨这么大 我们还是躲躲雨吧 怪冷的 要是感冒就不好了 听到陈远说躲雨 秦冰雪有些疑惑 要去哪躲雨 那必须是来宿舍躲雨了 陈远把秦冰雪带进南寝说道 秦雪姐你随便坐吧 我给你倒杯水 此刻三个室友嘴巴 就像吃了翔斑难看 他们睁大双眼 一脸不可置信 秦冰雪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 他发现男生寝室 好像也不像传说中那么脏乱茶 反而倒是挺干净的 秦冰雪一边看一边打量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 放脏衣服的篮子里 远子你居然把秦雪姐带寝室来了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陈远回忆 你可拉倒吧 你以为我想带她来啊 眼镜哥听完又问 你小子不对 还想把她带去哪里 就在这时秦冰雪的声音打断了几人 陈远你居然堆了这么多脏衣服没洗 哎这是什么 陈远有些紧张地回头望去 只见秦冰雪正拿着一件布料认真打量 陈远暗叫不好 因为这正是他还没洗的脏苦茶 姐姐来到男生宿舍拿起一块布料 殊不知那正是烟总的脏苦茶 当得知真相后 秦雪姐休得想找个洞钻下去 自己居然拎着陈远的那个 并且还认真看了半天 就像拿着一件宝贝似的 片刻后夜晚来临 雨也停了下来 陈远来到阳台看向秦冰雪 秦雪姐雨停了 天色也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吧 秦冰雪有些尴尬地说了声好 走出男生宿舍 陈远又问 秦雪姐这次来找我 是为了融资的事吗 其实你只要在卫星上跟我说一声就好了 对于陈远来说花钱的事都不叫事 就像普通人喝水一样简单 听到陈远说融资秦冰雪 这才想了起来 啊对 我是为了融资 同时她心里也在告诉自己 我找你就是为了融资 绝对不是为了想见你才来的 绝对是这样没错 但我没有你卫星 陈远你能让我加一下吗 说完这两句话 秦冰雪松了一口气 其实她一直都想加陈远 但爱于性格不好开口 现在说完她终于如释重负 陈远有些无语 就因为这个在楼下等我六个小时 至少不再是那么冷冰冰 随后陈远叫了个车 将秦冰雪送回了家 而秦冰雪也终于加上了陈远 加上了那个让她日思夜想的男人 好了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找到我了 秦冰雪拿着手机一脸激动开心 真的吗 随时都可以找你吗 秦冰雪就像个恋爱中的小女生 一点小事都能让她开心半天 但前提是对方只能是陈远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关于融资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找你吗 秦冰雪这才发现她有些太过激动 然后她立马用融资这件事来掩盖 毕竟她还没熟悉高棱以外的性格 融资的事情你就放心好了 明天上午你带我去理育科技考察就行 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陈远让秦冰雪放心 这种小事她绝对会帮忙搞定 看着陈远离去的背影 秦冰雪心中甜蜜到了极点 她在想自己这样到底算不算是坏女人 但只要靠近陈远 她就真的会觉得很温暖很安息 这种甜蜜的感觉让她很喜欢 可她终归是别人的男朋友 玉琪会怎么看我呢 秦冰雪虽然喜欢陈远 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对不起赵玉琪 这让秦冰雪有些痛苦煎熬 想到这里她不禁掉落了几滴伤心的泪水 隔天一大早 肖若宇就给陈远发来的消息 陈远今天经贸大厦要收租了 你能陪我去吗 陈远回应 若宇你都是老板的 不要啥事都亲力亲为 这种事让手下人去办不就好了吗 我今天有点事 出租车上 秦冰雪一脸阴沉的说道 和哪个女生聊那么欢呢 不会是玉琪吧 两人昨天就说好了 今天陈远会陪秦冰雪去公司谈融资的事 陈远有些小无语 我哪里又糟蹋了 才一个晚上又变回那个喜怒无常的棺材脸了 这女的不会是有多重人格吧 一天一个样 看到秦冰雪又变回了那个高冷学姐 陈远又有些不自在了起来 实际秦冰雪想的是 再怎么迷恋她的安全感 她也是玉琪的男朋友 我可不能做破坏别人感情的人 更何况这家伙身边可不止一个女人 秦冰雪虽然喜欢陈远 但她却不恋爱闹 看得很开很透彻 这时秦冰雪接到老板打来的电话 老板烟总还有十分钟就到了 好的老板 您说的我都会注意的 十分钟后 出租车到达了目的地 看着眼前的建筑陈远又被无语道 因为秦冰雪的公司就在这经贸大厦里 而这座大厦的老板现在正是萧若宇 你们公司不会在这个大厦里吧 秦冰雪淡淡回应 是啊 刚才你不是已经问过了吗 话说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陈远听完彻底慌了 她和刘甲被冷汗直冒 汗成这么多办公楼 为什么偏偏是这里要为 这也太巧了 万一撞上若宇就完蛋了 怎么办该怎么办才好 不过应该不至于这么巧吧 陈远抱着侥幸的心理 和秦冰雪等待电梯 她心里不停地念叨着 千万不要撞见 随着按下电梯开门按钮 电梯门被打开 而里面出现了一道声音 不等陈远看去 里面就主动传出了声音 陈远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说今天上午有事吗 从电梯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肖若宇 陈远越是担心什么 就越会发生什么 面对如此情况 陈远又会如何应对呢 总和初恋雪姐一起坐电梯 两人都喜欢燕总 刚见面就火药味十足 燕总紧张得狂流石金冷汗 为了让初恋不生气 他竟跟初恋说雪姐是女童 雪姐专门找漂亮女生下手 一定要小心 由于陈远来陪雪姐谈合作 但正好遇到了初恋 要知道初恋刚刚给陈远发消息 让他陪自己来收租 而陈远说没时间 可现在却出现在这里 并且身边还跟着一个漂亮女生 这种尴尬的气息 让陈远有些窒息 虽然没人说话 但陈远却狂流冷汗 他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慌 一定要冷静 不能有任何心虚的表现 虽然是这么想 但陈远的冷汗就像雨水不断落下 战神短袖瞬间便被禁尸 怎么看都像是很慌很心虚 然后陈远还是开口了 若宇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秦冰雪 胡大的前学生会会长 陈远向若宇介绍 希望打破这种尴尬 随即他又看向秦冰雪 秦雪姐这是肖若宇 我的高中同学 她现在是经贸大厦的老板 这栋大厦就是她的 听完陈远的话 秦冰雪有些震惊 经贸大厦的老板 这么年轻居然这么有钱 这大厦的租金一年少说 也得上一了吧 在秦冰雪印象里 大厦老板是个中年人 可事实却是个和陈远认识的年轻人 并且肖若宇不但有钱还漂亮 还是陈远的高中同学 秦冰雪能确信 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寻常 说不定有某种联系 你好我是秦冰雪 很高兴认识你 秦冰雪礼貌地伸出手打招呼 毕竟陈远都介绍了 她肯定不能不给面子 肖若宇默不作声有些沉默 毕竟她现在是有些生气的 因为陈远骗她和这个女人来谈合作 不过她还是伸出手说了声你好 但两人在握手的那一刻 我要为瞬间升了上来 两人针锋相对 瞬间就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对手 这是属于女人的直觉 这么漂亮的学姐 谈生意 陈远你骗鬼去吧 我知道有钱男人都花心 可你在花心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了 肖若宇有些气鼓鼓的 她知道陈远认识很多女生 但也不能这么明显了 约你陪我收租就没空 和漂亮学姐谈生意就有空 陈远我跟你没完 肖若宇紧紧盯着陈远 虽然没说话 但陈远已经感受到了如芒在北 整个人都慌得不行 就在这时电梯终于到了 秦冰雪说道 陈远我们公司到了 我先进去和老板说一下 你先等等 陈远现在有多尴尬 秦冰雪自然是知道的 但她却有些小开心 秦冰雪心想 让你到处聊妹 翻车了吧 活该哟 陈远看着离去的秦冰雪 绝望感瞬间提升 因为她身边的肖若宇 似乎就快气炸了 只剩两人留在这里 她指定没好果子吃了 若宇我有话跟你说 陈远知道还是要解释 不然这种气息会一直持续下去 得让肖若宇先消气 并打消一律 肖若宇心里想的是 现在想起来道歉了 晚了 哄不好了 但她还是双手插腰气汹汹地 看向陈远 说吧 她倒要看看 陈远究竟会怎么解释这件事 如果解释不通 那肯定没完 若宇你要小心这个秦冰雪 陈远轻声地说道 肖若宇有些疑惑 小心她 为什么呀 肖若宇有些倒不懂 不就是个漂亮学姐吗 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陈远一脸郑重地说道 她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女童 专找漂亮女生下手 我担心她可能会把你掰弯了 刚才她不就主动要跟你握手吗 我感觉那就是个危险的信号 她可能已经盯上你了 肖若宇当场发出了惊呼 真的假的 还有这种事 陈远见若宇有些信了 她立马严肃地说 当然是真的呀 你要信我 记住了 千万要小心别被她掰弯了 陈远进来吧 我们老板在会议室等着你了 这时秦冰雪走了过来 让陈远去谈合作 秦冰雪不知道的是 在她离开的这片刻间 自己竟莫名背上了一口 喜欢女生的大锅 好的我这就去 随即陈远又回头看向肖若宇 我去他们公司谈的项目 若宇中午有空可以一起吃饭 只能说不愧是强大的烟总 两边都不耽误 即使面对两人依旧能游刃有余 看着离去的两人 肖若宇表情有些阴冷 她在想陈远的话 胡大学生会会长喜欢女人 我得找个人确认一下才行 刚好我记得有个追了我很久 最后被我屏蔽了的学长 竟是两妹收割机 由于陈远跟初恋说 秦学姐喜欢女生 于是肖若宇就给在胡大读书 曾经追过她的学长打电话 确认真假 当接到肖若宇主动打来的电话后 李扬激动地怀疑自己在做梦 要知道肖若宇就是她最完美的女神 然而女神现在却主动联系自己 李扬心中狂喜 难道我这是要逆袭了 于是她立马摆出一副很帅的姿势说道 哈喽肖同学 什么 你问秦冰雪呀 我当然知道了 她可是我们学校的高冷笑话 一旁的同学见李扬原地耍帅 还以为她在抽风 秦学姐很可怜的 她小时候遇到过绑架 虽然没受到伤害 但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 因此她性情大变 极端仇视厌恶男人 李扬将她关于秦冰雪所知道的一切 全部说给了肖若宇听 虽然是在聊别人 但她却格外的开心 所以她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女徒 我们学校好几个女生据说都被她掰弯了 这个消息也是学校传出来的 大家也不在乎真假 只知道也许有这么一回事 当听完李扬说的话后 肖若宇陷入了沉默 她是学生会长 难道整个学生会都是她的后宫 天哪 这究竟是多么霸道的一个女生 我以后千万要小心了 虽然都是真的 陈远竟然没有骗我 看来她和秦冰雪确实没什么关系 得到证实后肖若宇激动的自言自语 都忘了还在和李扬通话中 突然李扬有些激动 因为她听到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随即李扬大叫 等等 陈远 肖同学你怎么提到了陈远呢 你等 然而李扬话还没说完 那头就传来肖若宇的声音 好的谢谢你了李扬 拜拜了 就这样肖若宇光速挂断了电话 李扬有些无法接受 难道陈远这个狗币和肖同学在一起吗 不行不行 我要给肖同学发消息 让他认清楚陈远的真面目 然而让李扬更加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肖同学你听我说 陈远不是好人 感叹号 肖同学你为什么拉黑我呀 我做错了什么 感叹号 得到李扬的消息后 肖若宇能确定一点 那就是陈远并没有骗自己 秦冰雪肯定不会喜欢陈远 那这样的话 好像一切就没有问题了 倒是这个李扬 背后说女生八卦说的这么开心 应该不是傻好人 还是拉黑比较好 从李扬的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千万不能作废洋洋 否则下场只能是个小丑 与此同时经贸大厦内 我们李域APP从2018年推出到现在 短短三年已经有了3000万的用户 我们的日活数据也在500万左右 这个成绩在所有的互联网创业公司里名列前茅 我们后续还会推出更多技术来革新整个行业 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欲 陈远听着老板的介绍 但他只觉得无聊 听得值饭困 老板竟说些他听不懂的东西 行了余总 陈远伸手打断了喋喋不休的余总 再讲下去陈远真怕自己当场睡着了 他现在要使用自己最擅长的能力了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 你自己报个价吧 你觉得你们公司值多少钱 陈远直接开门见山 这样不但效率高 还能节省时间回宿舍打200游戏 报价 燕总这么直接的吗 女老板心中一惊 他发现这个燕总不按常理出牌 别人都会慎重考虑 可燕总似乎根本不在乎 直接就要问价格 以他的身份背景 确实有实力不按常理出牌 我的心理价位是10亿 但之前融资失败 对方只愿意出一个亿 希望燕总砍价不要砍得那么狠 女老板吞了吞口水准备报价了 燕总快人快语 那我就敞开说了 我们公司估值是10亿 女老板说出了报价 但是说完她也非常紧张 生怕燕总会觉得价格高了 果然当陈远听到这个价格后 直接叫出了声 10亿 这两个姿势带着疑问的 看起来就像是很震惊 果然还是开太高了吗 女老板紧张地冒出了几滴冷汗 她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燕总似乎要拒绝 这让她还是有些难受 才区区10亿你跟我掰扯这么半天 早知道直接说就好了呀 陈远一边抠鼻子一边开口 她还以为对方说了这么半天 是个稍微高一点的价格呢 没想到也就这 然而此刻女老板却是如遭雷劈 区区10亿 这四个字让她惊得说不出话来 以至于陈远在抠鼻子那不雅的动作 都让女老板觉得是那么的优雅 这样吧 10亿我买你公司49%的股份 但是我有个条件 谈好价格后 陈远又说了个小条件 条件 她要提什么条件 女老板有些疑惑 突然她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难道她想要跟我 不能吧 我都大开一轮了 但好像有些有钱人癖好会比较特别 叫什么俄秋普斯情节 想到这里女老板不禁泛起了花痴 她觉得如果真是这样好像也不是不行 就在这时陈远轻声开口说道 我的条件是 股份转让到秦冰雪名下 女老板瞬间清醒 然后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中 学姐让燕总在初恋和笑话里选一个 可燕总却说她全都要 甚至还想将学姐收入囊中 这种拿捏学姐的感觉 让燕总爽到表情炎异 而学姐也发现自己似乎有些虚伪了 虽然陈远答应了女老板的投资 但也加了个小条件 片刻后两人谈好了合作 见陈远出来 秦冰雪有些惊讶 她还以为两人会谈很久 却没想到这么快就谈完了 为了防止陈远谈得口渴 她还专门端了一杯茶水等候 陈远你跟我们老板谈得怎么样啊 秦冰雪很急 很想知道谈的具体内容 究竟是谈成了 还是没谈成 还可以吧 你好好干 以你的才华很快就能升职加薪了 陈远并没正面做出回答 因为她给女老板提的条件就是 股份转让一部分到秦冰雪名下 我倒是没想过升职加薪 我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秦冰雪绕开话题 而陈远却是有些疑惑 什么怎么打算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外面那个肖若宇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们的关系 我问你 肖若宇和赵玉琪你到底打算选谁 玉琪对你可是真心的 秦冰雪有些激动 她早就看出了陈远和肖若宇的对劲 可当秦冰雪说出这番话后 她心中也在暗想 如何打算的 这个问题又何尝不是问我自己呢 对她对玉琪 如何打算 秦冰雪知道自己提玉琪只是个借口 其实她自己也喜欢上了陈远 只是不好开口面对 我为什么要选了 突然陈远露出了一抹坏笑 我当然是全都要了 陈远没有丝毫的隐瞒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因为在秦冰雪这种聪明女人面前 就没隐藏的必要 反而是直接实话实说才更有冲击力 你你你都要 这一刻秦冰雪紧摇嘴唇 她没想到陈远竟会说出这种话来 简直是有些不要脸了 一瞬间秦冰雪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对啊 不行吗 陈远再次发出渐渐的坏笑 她故意这么说 就是想看看秦冰雪到底想怎样 你可真行 这么不要脸的话你也说得出口 亏我当时还觉得 这时陈远打断秦冰雪的话 觉得什么 你不早就知道我喜欢沾花惹草了吗 陈远一眼看穿了秦冰雪的心思 你知道我扎你昨天还对我头怀送抱 还让我送你回家 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矛盾的 就像昨天那样不挺好吗 怎么今天又变回去了呢 还有你喜欢我 为什么就不大大方方承认呢 还拐弯抹角地问我到底要选谁 怎么不问我会不会选你呢 这番话说完 秦冰雪冰冷地秀脸上 瞬间泛起了一片红韵 她是真的没想到 陈远竟会说得这么大胆 你如果真的要维护赵玉琪 昨天就不该苟瘾我 陈远的这句话让秦冰雪突然清醒 在感情上我觉得我比你更坦当 你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呢 陈远说得云淡风轻 但也全都是事实 你想明白了再找我吧 别送了 现在合作也谈好了 话也说完了 陈远便打算离开 随后陈远走出了经贸大厦 陈远心想 这种指着高高在上的笑话 鼻子骂的感觉 真爽 由于确实很爽 陈远的表情甚至发生了些许的炎异 这也证明她真的很开心 这种感觉还真的是头一次 毕竟对方可是高高在上的秦雪姐 而此时秦冰雪则是在想陈远的话 我真的这么虚伪吗 这么说我也确实没资格教训陈远 陈远已经走了半天 秦冰雪却还站在原地端着茶水 因为陈远的话对她打击真的很大 让她开始怀疑起了自己 突然同事叫醒了秦冰雪 小雪你怎么还处在这里 余总召开全员紧急会议了 快走吧 此时同事们都拿着文件走向会议室 是女老板召开了紧急会议 全员紧急会议 出什么事了 难道融资的事情谈崩吗 秦冰雪想到了最坏的结果 如果真的这样 那这家公司岂不是要倒闭了 当众人全部到齐后 都是开始议论了起来 怎么突然开会啊 还是全员大会 公司怕是要黄了 原地解散 你这家伙别乱说 会不会是要给大家发奖金 秦冰雪知道余总一贯做事有章法 这次究竟要干什么 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的 跟其他人一样 秦冰雪也是有些紧张 各位静一静 今天开会主要是宣布一个新的人事任命 接下来公司的副总裁职务 将由秦冰雪女士担任 此话一出 在场皆是发出了惊呼声 而秦冰雪本人更是难以置信 自己竟升职副总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下拿下 高冷学姐终于被燕总攻略 此刻学姐只想立马见到燕总 与此同时女星也打来电话 她在网上的舆议隐瞒反转 众多大咖力挺黑心导演 燕总听完彻底怒了 她要强势出手了 由于女老板宣布秦冰雪任命副总裁职务 于是现场皆是发出了一阵惊呼 要知道她只是个刚入职的新员工啊 小秦上周才入职 何德何能可以担任副总裁 论资排辈哪轮的到她 没错 于总这个任命太草率了 我不服 很明显于总的任命让众多老员工不服 毕竟秦冰雪只是个新员小丫头 而他们都是干了很久的老员工了 小秦虽然资历浅 但能力出类拔萃 你们根本想不到她为了公司做了多大贡献 于总一边说一边递出了一张协议书 这是一份股权协议书 她现在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占比49% 她给我们公司拉来了十个亿的注资 这份协议只要秦冰雪签下 她就将会是公司的副总裁 现在你们还有疑问吗 于总清楚地知道 如果没有秦冰雪就不会有这里投资 虽然这是燕总亲自要求的 但于总也觉得很合适 一点都不过分 想起燕总于总老脸又有些红了 这是什么霸总情节 十个亿买股份送人 小秦啊 我要是年轻个二十岁 说什么都要和你争一争这个男人 十个亿啊 公司打包卖了都不一定值这么多 她是怎么办到的 人不可貌相啊 小秦居然这么有实力 我现在加她好友还来得及吗 于总的话让同事们议论了起来 既然大家没意见的话 这个任命就这么定了 顺便告诉大家 因为新的注资 今年年中所有人都有分红奖励 让我们大家为小秦鼓掌 于总的话说完瞬间 响起了一片掌声 而秦冰雪本人早已惊讶地捂住了嘴 十个亿 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是陈远 为什么呀 秦冰雪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她想起了一件事 她记得刚才陈远说 怎么不问我会不会选你呢 当时秦冰雪还以为陈远在调侃 但事实好像并不是她想的那样 难道陈远真正喜欢的骑士是我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 秦冰雪的袖脸红得有些滚烫 此时她心中无比激动 原来陈远真正想选的是我 她喜欢我 现在秦冰雪再也没了那股高涌的傲气 她现在只是个陷入爱河的小女生 是个一心想着心爱之人的小姑娘 陈远你在哪里 我要见你 秦冰雪也顾不得于总任命的副总 她现在只想赶快立马见到陈远 这股冲动越来越强烈 她的好感度也在不断提升 最终秦冰雪的好感度突破到了95 这也代表她已经成功被陈远逆袭 由于太过激动 秦冰雪的眼中竟流出了几滴泪水 而逆袭秦冰雪的奖励为35强化点 以及技能格斗精通 同时为秦冰雪消费共计11天狗金 奖励反现一 感受到这一切的陈远也是无比激动 果然是逆袭了 果然有策略的花钱比硬杂强得多 高冷雪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要知道刚认识的时候 她的好感度可是负90 硬杂只会让人觉得你肤浅装备 反而会让人加强戒备 甚至会导致对方好感降低 当初徐乐乐就是这样 而迂回则会让他们觉得你在默默付出 陈远走在大街上心情无比开心 现在也没啥事可做了 陈远打算回宿舍打游戏 但也在这时陈远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竟是女星高璇盈打来的 这让陈远有些惊讶 她居然会主动给自己打电话 要知道给她花钱 她都没这么主动过 当接通电话就传来了高璇盈的哭声 陈远我是不是很蠢呢 还没说完一句话 高璇盈又哭唧唧地哭了起来 陈远问 这是咋了怎么还哭哭啼啼的 舆论又反转了 几个咖位很大的女明星 都站出来立体妹的导演虎爷 现在网上都是骂我的 可我明明是清白的呀 高璇盈十分委屈 面对这种情况她很无力 但能想到的人也只有陈远了 陈远打开新闻一看 知名女星方静声援导演虎爷 多名业内人士联名力挺虎爷 舆论再度反转 高璇盈账号被封禁 反转了 两个一花出去还被人反转了 这特么和下路四抓一被反杀 有什么区别 陈远气得一头怒火 她有些无法接受 好了别哭了 我来帮你捣定 这股气陈远说什么都要发泄出去 而那些业内人士不知道的是 他们即将迎接燕总的怒火 那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反击 心哭唧唧地向燕总求助 他在网上的舆论再次迎来反转 燕总决定给娱乐圈来个大喜派 燕总先是找到浩天打听消息 浩天解释 这个知名导演叫王虎 人称虎爷 影视圈大佬 此人喜欢利用手中资源前女艺人 即使被抓拍到了好几次 但始终没有实锤 这次就是因为虎爷想钱高璇盈 但被拒绝 于是虎爷就污蔑高璇盈 给他泼脏水 原本舆论对高璇盈非常有利 但突然迎来了反转 而反转的主要原因 就是有好几名当红女星 给虎爷站台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影后方静元 方静元在影视圈名气很大 话语权也很高 有了他的发声 高璇盈瞬间陷入被动 方静元 他有这么大的能量 陈元有些搞不懂 不就是个演员吗 怎么能量这么大 浩天解释 方静元得意双心 喜欢做公益慈善 公众形象非常正面 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很高 他说的话也很有影响力 而虎爷这次之所以能翻盘 几乎全靠方静元的影响力 如果没有方静元 虎爷早就该败了 而方静元站台虎爷 也说明他并非表面上那样干净 所以我觉得要扳倒虎爷 得出奇招 突然浩天这么说道 他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奇招 陈远花钱在行 但对于这种娱乐圈的事情 他还是有些陌生 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找浩天帮忙 我找了好几个私家侦探 他们调查后认为 这个人手上应该有虎爷的黑料 浩天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一张纸条 在上面有个人名和他的地址 找到这个人 也许就能轻松扳倒虎爷了 陈远听着浩天的话 又看向杨思金这三个字陷入了思考 随后陈远按照地址来到了一片巷子 这里类似于城中村老城区 什么样的人会在这种地方办公啊 陈远拿着纸条看向门牌号 毕竟在这里住的一般都不是富人 陈远刚来到305门口 就听到屋内传来的大吼声 你磕得上个月说这个月 这个月说下个月 你当我们搞慈善呢 从声音得知 里面似乎有人在催收 陈远来到门口一看当场无语注了 因为他认识里面的人 只见屋内一个胖子拿着棒球棒 身后站着几名保镖 此时他正对着眼前人吼叫 杨思金你今天如果不还钱 我就卸你一只手 此人正是之前想对肖若宇下手的韩小刚 当时就被陈远小小教训了一番 而在韩小刚面前的就是杨思金 他看起来有些邋遢 杨思金恳求的说道 韩绍您再宽限几天 我正在筹拍新电影 这个片子绝对会爆火的 到时候借您的钱我十倍还您 这么说我应该再借你点钱 我听说你是得罪了影视圈大老虎业 才变得这么落魄的 就你还想东山再起 韩小刚一把抓住杨思金的肥脸 然后恶狠狠的说道 韩绍我这部新片子真的很有潜力 杨思金哀求 希望韩小刚能再给他点时间 他有信心新片能爆火 到时候就有钱了 还跟我谈电影 老子今天就让你长长继续 韩小刚说罢就举起手中棒球棒 但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助手的声音 助手 我助你 然而韩小刚话还没说完 一记凶猛铁拳就狠狠砸在了他那肥猪脸上 甚至还砸掉了一颗大门牙 在这一记铁拳下 韩小刚直接被砸飞十米远 要知道韩小刚虽然长得矮 但是他也很胖 体质早已突破至250斤 然而他依旧起飞了 你磅是谁 是想找死吗 早死了 就算你颠韩三水在我面前 也不敢这么放肆 韩小刚我劝你谨言慎行 小心拖整个韩家下水 陈远冷冷地盯着韩小刚 而韩小刚见到是陈远后 当场打了个冷战 他没想到又是陈远这个温神 韩小刚听爸爸说烟总很神秘 他出身影视财阀家族陈家 是陈家的当代继承人 是个能力巨大的强者 爸爸告诫过我 绝对不能再招惹他 韩小刚虽然嚣张跋扈 但也不是没有脑子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父亲的话 陈远这个人绝对不能招惹 于是韩小刚立马就变了个态度 恭迎地说道 这不是我陈叔吗 既然您来了那我就该走了 您也别送我了 我这就走这就走 毕竟在神秘的烟总面前 韩小刚还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 就算他身上的肥肉再多也不管用 还不等陈远开口 韩小刚就立马带人离开了这里 与其说是离开不如说是逃跑 慌张地逃离了陈远 杨思金瞬间泪流满面 他很清楚韩家人在汉城释出了名的把护 然而这个年轻人居然能让韩小刚如此畏惧 我要是有这种靠山 还怕什么虎爷 碍事的人走了 你就是杨思金吧 我有个事需要你帮忙 陈远也不磨记直接开门见山 杨思金扶了扶破裂的眼睛说道 帮忙的是等下再说 我有个小要求 陈爹 求您收我为义子吧 我以后帮您养老 杨思金直接跪在陈远面前 他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绝对能救他阴命 想拿下 高冷学姐终于被燕总攻略 此刻学姐只想立马见到燕总 与此同时女星也打来电话 她在网上的舆论迎来反转 众多大咖力挺黑心导演 燕总听完彻底怒了 她要强势出手了 由于女老板宣布秦冰雪任命副总裁职务 于是现场皆是发出了一阵惊呼 秦冰雪一脸疑惑 副总裁 为啥是我 他实在搞不懂 为啥于总要让自己当副总 要知道他只是个刚入职的新员工啊 小秦上周才入职 何德何能可以担任副总裁 论资排辈难闻的到他 没错 于总这个任命太草率了 我不服 很明显于总的任命让众多老员工不服 毕竟秦冰雪只是个新员小丫头 而他们都是干了很久的老员工了 小秦虽然资历浅 但能力出类拔萃 你们根本想不到他为了公司做了多大贡献 于总一边说一边递出了一张协议书 这是一份股权协议书 他现在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占比49% 他给我们公司拉来了十个亿的注资 这份协议只要秦冰雪签下 他就将会是公司的副总裁 现在你们还有疑问吗 于总清楚的知道 如果没有秦冰雪就不会有这笔投资 虽然这是燕总亲自要求的 但于总也觉得很合适 一点都不过分 想起燕总于总老脸又有些红了 这是什么霸总情节 十个亿买股份送人 小秦啊 我要是年轻的20岁 说什么都要和你争一争这个男人 十个亿啊 公司打包卖了都不一定值这么多 他是怎么办到的 人不可貌相啊 小秦居然这么有实力 我现在加他好友还来得及吗 于总的话让同事们议论了起来 既然大家没意见的话 这个任命就这么定了 顺便告诉大家 因为新的注资 今年年中所有人都有分红奖励 让我们大家为小秦鼓掌 于总的话说完瞬间想起了一片掌声 而秦冰雪本人早已惊讶地捂住了嘴 十个亿 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是陈远 为什么呀 秦冰雪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 他记得刚才陈远说 怎么不问我会不会选你呢 当时秦冰雪还以为陈远在调侃 但事实好像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难道陈远真正喜欢的其实是我 必想到这个可能性 秦冰雪的秀脸红得有些滚烫 此时他心中无比激动 原来陈远真正想选的是我 他喜欢我 现在秦冰雪再也没了那股高涌的傲气 他现在只是个陷入爱河的小女生 是个一心想着心爱之人的小姑娘 陈远你在哪里 我要见你 秦冰雪也顾不得于总任命的副总 他现在只想赶快立马见到陈远 这股冲动越来越强烈 他的好感度也在不断提升 最终秦冰雪的好感度突破到了95 这也代表他已经成功被陈远逆袭 由于太过激动 秦冰雪的眼中竟流出了几滴泪水 而逆袭秦冰雪的奖励为35强化底 以及技能格斗精通 同时为秦冰雪消费共计10亿填狗精 奖励反现一亿 感受到这一切的陈远也是无比激动 果然是逆袭了 果然有策略的花钱比硬杂强得多 高冷雪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要知道刚认识的时候 她的好感度可是负90 硬杂只会让人觉得你肤浅装备 反而会让人加强戒备 甚至会导致对方好感降低 当初徐乐乐就是这样 而迂回则会让他们觉得你在默默付出 陈远走在大街上心情无比开心 现在也没啥事可做了 陈远打算回宿舍打游戏 但也在这时陈远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竟是女星高悬影打来的 这让陈远有些惊讶 她居然会主动给自己打电话 要知道给她花钱她都没这么主动 刚接通电话就传来了高悬营的哭声 陈远我是不是很蠢啊 还没说完一句话 高悬营又哭唧唧地哭了起来 陈远问 这是咋了怎么还哭哭啼啼的 舆论又反转了 几个咖位很大的女明星 都站出来力挺那个导演虎爷 现在网上都是骂我的 可我明明是清白的呀 高悬营十分委屈 面对这种情况她很无力 但能想到的人也只有陈远了 陈远打开新闻一看 知名女星方靖声援导演虎爷 多名业内人士联名力挺虎爷 舆论再度反转 高悬营账号被封禁 反转啊 两个一花出去还被人反转啊 这特么和下路四抓一被反杀有什么区别 陈远气得一头怒火 她有些无法接受 好了别哭了 我来帮你搞定 这股气陈远说什么都要发泄出去 而那些业内人士不知道的是 他们即将迎接燕总的怒火 那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反击 心哭唧唧的向燕总求助 她在网上的舆论再次迎来反转 燕总决定给娱乐圈来个大喜牌 燕总先是找到浩天打听消息 浩天解释 这个知名导演叫王虎 人称虎爷 影视圈大佬 此人喜欢利用手中资源前女艺人 即使被抓拍到了好几次 但始终没有实锤 这次就是因为虎爷想前高悬营但被拒绝 于是虎爷就污蔑高悬营给她泼脏水 原本舆论对高悬营非常有利 但突然迎来了反转 而反转的主要原因 就是有好几名当红女星给虎爷站台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影后方靖元 方靖元在影视圈名气很大 话语权也很高 有了她的发声高悬营瞬间陷入被动 方靖元 她有这么大的能量 陈元有些搞不懂 不就是个演员吗 怎么能量这么大 浩天解释 方靖元得意双心 喜欢做公益慈善 公众形象非常正面 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很高 她说的话也很有影响力 而虎爷这次之所以能翻盘 几乎全靠方靖元的影响力 如果没有方靖元 虎爷早就该败了 而方靖元站台虎爷 也说明她并非表面上那样干净 所以我觉得要扳倒虎爷 得出奇招 突然浩天这么说道 她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奇招 陈远花钱在行 但对于这种娱乐圈的事情 她还是有些陌生 正是因为这样她才找浩天帮忙 我找了好几个私家侦探 他们调查后认为 这个人手上应该有虎爷的黑料 浩天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一张纸条 在上面有个人名和她的地址 找到这个人 也许就能轻松扳倒虎爷了 陈远听着浩天的话 又看向杨思金这三个字陷入了思考 随后陈远按照地址来到了一片巷子 这里类似于城中村老城区 什么样的人会在这种地方办公啊 陈远拿着纸条看向门牌号 毕竟在这里住的一般都不是妇人 陈远刚来到305门口 就听到屋内传来了大吼声 你特么的上个月说这个月 这个月说下个月 你当我们搞慈善呢 从声音得知 里面似乎有人在催收 陈远来到门口一看当场无语注 因为他认识里面的人 只见屋内一个胖子拿着棒球棒 身后站着几名保镖 此时他正对着眼前人吼叫 杨思金你今天如果不还钱 我就献你一只手 此人正是之前想对肖若宇下手的韩小刚 当时就被陈远小小叫醒了一番 而在韩小刚面前的就是杨思金 他看起来有些邋遢 杨思金恳求地说道 韩少宁在宽限几天 我正在筹拍新电影 这个片子绝对会爆火的 到时候借您的钱我十倍还你 这么说我应该再借你点钱 我听说你是得罪了影视圈大老虎爷 才变得这么落魄 就你还想东山再起 韩小刚一把抓住杨思金的肥脸 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韩少我这部新片子真的很有潜力 杨思金哀求 希望韩小刚能再给他点时间 他有信心新片能爆火 到时候就有钱了 还跟我谈电影 老子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 韩小刚说罢就举起手中棒球罢 但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助手的声音 助手 我助你 然而韩小刚话还没说完 一记凶猛铁拳就狠狠砸在了他那肥猪脸上 甚至还砸掉了一颗大门牙 在这一记铁拳下 韩小刚直接被砸飞十米远 要知道韩小刚虽然长得矮 但是他也很胖 体质早已突破至250斤 然而他依旧起飞了 你他妈是谁 是想找死吗 韩小刚捂着肿胀的肥脸大叫 他嚣张拔护惯了 张口就是一顿狗叫 也不先看看对方是谁 早死了 就算你爹韩三水在我面前 也不敢这么放肆 韩小刚我劝你谨言慎行 小心拖整个韩家下水 陈远冷冷地盯着韩小刚 而韩小刚见到是陈远后 当场打了个冷战 他没想到又是陈远这个温神 韩小刚听爸爸说烟总很神秘 他出身影视财阀家族陈家 是陈家的当代继承员 是个能力巨大的强者 爸爸告诫过我 绝对不能再招惹他 韩小刚虽然嚣张跋扈 但也不是没有脑子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父亲的话 陈远这个人绝对不能招惹 于是韩小刚立马就变了个态度 恭迎地说道 这不是我陈叔吗 既然您来了那我就该走了 您也别送我了 我这就走这就走 毕竟在神秘的烟总面前 韩小刚还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 就算他身上的肥肉再多也不管用 还不等陈远开口 韩小刚就立马带人离开了这里 与其说是离开不如说是逃跑 慌张地逃离了陈远 杨思金瞬间泪流满面 他很清楚韩家人在汉城 释出了名的把护 然而这个年轻人 居然能让韩小刚如此畏惧 我要是有这种靠山 还怕什么虎言 碍事的人走了 你就是杨思金吧 我有个事需要你帮忙 陈远也不磨叽 直接开门见山 杨思金扶了扶破裂的眼镜说道 帮忙的是等一下再说 我有个小要求 陈爹 求您收我为义子吧 我以后帮您养老 杨思金直接跪在陈远面前 他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 绝对能救他一命 面上爱搞公义慈善的影后 背地里却是风流导演的地下恋人 这条录像就是燕总翻盘的证据 燕总迫不及待地给女星打去电话 可女星却开始了幻想 认为燕总是想对他 随着陈远救下杨思金 杨思金竟然要认陈远当干爹 随后陈远说出了来的目的 杨思金听完有些惊讶 所以说干爹林想要扳倒虎言 我说了我不是你干爹 但我来找你确实是为了这件事 被眼前这个胖子不断地叫干爹 陈远有些忍不了了 更何况自己比杨思金小了一轮 杨思金心中暗想 他知道我藏了东西 不过这人看起来很有势力的样子 韩小刚都怕他 如果把东西给他倒也不是不行 我这里确实有可以扳倒虎言的东西 但我有个条件 陈远微微一笑 说说看 价钱你可以随便开 只要杨思金要钱 陈远就可以随便支持 我不要钱 我要干爹你投资我拍电影 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我杨思金哪里跌倒就可以哪里爬起来 突然杨思金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他的条件就是陈远投资他拍电影 他要通过电影来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不是个废物导演 这么有艺术追求的吗 不愧是曾经的天才导演 陈远觉得倒是可以帮帮他 看着如今这么落魄的杨思金 陈远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刚好让高璇英搞了个影视公司 到时候你去找他 钱不够就管我要 现在陈远有了导演 也有演员高璇英 刚刚好可以帮杨思金拍一部好电影 是为之急者死 有干爹你这句话儿子就放心了 杨思金瞬间充满了干劲 这时杨思金掏出了一个U盘说道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这个东西放出去 别说是虎爷 整个娱乐圈都要发生大震动 因为这里面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这些秘密都是致命的 你是说你的大杀器就是这个视频 杨思金激动一笑 没错没错 干爹你点开就明白了 杨思金催促陈远打开视频 随着陈远双击打开 一段画面展现在两人眼前 只见那个为虎爷发生的女星方靖元 靖和虎爷是那种关系 要知道她表面是得意双心的慈善形象 可背地里却是这样的肮脏 影后方靖元居然和虎爷有过这种关系 你也太牛了 有这种东西你可以敲他们一笔啊 杨思金苦笑一声 哪敢啊 这种行为可是要判刑的 而且我也没什么靠山 说不定不知不觉就人间蒸发了 没事现在我照着你 有这个东西在虎爷和方靖元死定了 看着底气十足的陈远 杨思金连忙说道 好的干爹 没问题干爹 与此同事别输区 高璇盈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 虎爷和方靖元到底请了多少水军呢 都骂我三天了还不消停 高璇盈拿着手机不断咒骂 短短几天她就彻底败下阵来 毕竟方靖元的形象太过正面 大家下意识地会相信方靖元 算了算了 大不了就退出娱乐圈吧 我太笨了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高璇盈直接把手机丢出 不再去看那些烦心事 但就在这时 陈远的电话打了过来 看着陈远的来电 高璇盈陷入了沉思 这个家伙怎么这个时候来电话 虽然高璇盈希望陈远能帮她 但实际高璇盈并没抱太大希望 她知道陈远有钱 可毕竟娱乐圈的水太深 不是光靠有钱就行的 高璇盈接通电话传来了陈远的声音 高璇盈你在家吗 高璇盈回应我在 那家里就你一个人吗 算了我现在就去你家找你 你等我一下 陈远的话立马就让高璇盈的秀脸上 泛起了一抹娇红 她压根就没想到陈远为了她在忙东忙西 高璇盈想的是 陈远这个色配要过来 找我干什么呀 还特意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在家 难道 难道她终于忍不住了 想要得到我 想着想着高璇盈就陷入了深深的幻想 不过高璇盈讨厌的同时 却又有一丝丝的期待 面上爱搞公益慈善的影后 背地里却是风流导演的地下恋人 这条录像就是燕总翻盘的证据 燕总迫不及待地给女星打去电话 可女星却开始了幻想 认为燕总是想对她 随着陈远救下杨思金 杨思金竟然要认陈远当干爹 随后陈远说出了来的目的 杨思金听完有些惊讶 所以说干爹林想要扳倒虎爷 我说了我不是你干爹 但我来找你确实是为了这件事 被眼前这个胖子不断地叫干爹 陈远有些忍不了了 更何况自己比杨思金小了一轮 杨思金心中暗想 他知道我藏了东西 不过这人看起来很有视力的样子 韩小刚都怕他 如果把东西给他倒也不是不行 我这里确实有可以扳倒虎爷的东西 但我有个条件 陈远微微一笑 说说看 价钱你可以随便开 只要杨思金要钱 陈远就可以随便支持 我不要钱 我要干爹你投资我拍电影 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我杨思金哪里跌倒 就可以哪里爬起来 突然杨思金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他的条件就是陈远投资他拍电影 他要通过电影来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不是个废物导演 这么有艺术追求的吗 不愧是曾经的天才导演 陈远觉得倒是可以帮帮他 看着如今这么落魄的杨思金 陈远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刚好让高玄英搞了个影视公司 到时候你去找他 钱不够就管我要 现在陈远有了导演 也有演员高玄英 刚刚好可以帮杨思金拍一部好电影 世卫之急折死 有干爹你这句话儿子就放心了 杨思金瞬间充满了干劲 这时杨思金掏出了一个U盘说道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这个东西放出去 别说是虎爷 整个娱乐圈都要发生大震动 因为这里面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这些秘密都是致命的 你是说你的大杀器就是这个视频 杨思金激动一笑 没错没错 干爹你点开就明白了 杨思金催促陈远打开视频 随着陈远双击打开 一段画面展现在两人眼前 只见那个为虎爷发生的女星方靖元 竟和虎爷是那种关系 要知道她表面是得一双心的慈善形象 可背地里却是这样的肮脏 影后方靖元居然和虎爷有过这种关系 你也太牛了 有这种东西你可以敲他们一笔啊 杨思金苦笑一声 哪敢啊 这种行为可是要判刑的 而且我也没什么靠山 说不定不知不觉就人间蒸发了 没事现在我照着你 有这个东西在虎爷和方靖元死定了 看着底气十足的陈远 杨思金连忙说道 好的干爹 没问题干爹 与此同事别输区 高璇颖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 虎爷和方靖元到底请了多少水军呢 都骂我三天了还不消停 高璇颖拿着手机不断咒骂 短短几天她就彻底败下阵来 毕竟方靖元的形象太过正面 大家下意识地会相信方靖元 算了算了 大不了就退出娱乐圈吧 我太笨了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高璇颖直接把手机丢出 不再去看那些烦心事 但就在这时 陈远的电话打了过来 看着陈远的来电 高璇颖陷入了沉思 这个家伙怎么这个时候来电话 虽然高璇颖希望陈远能帮她 但实际高璇颖并没抱太大希望 她知道陈远有钱 可毕竟娱乐圈的水太深 不是光靠有钱就行的 高璇颖接通电话传来了陈远的声音 高璇颖你在家吗 高璇颖回应我在 那家里就你一个人吗 算了我现在就去你家找你 你等我一下 陈远的话立马就让高璇颖的秀脸上 泛起了一抹娇红 她压根就没想到陈远为了她在忙东忙西 高璇颖想的是 陈远这个色配要过来 找我干什么呀 还特意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在家 难道 难道她终于忍不住了 想要得到我 想着想着高璇颖就陷入了深深的幻想 不过高璇颖讨厌的同时 却又有一丝丝的期待 燕总的反击终于开始了 随着神秘录像的曝光 影后瞬间陷入了舆论风波 风流导演更是当场被抓 而高璇颖则是趁机开发布会 她将成立影视公司 会花二十亿拍一部电影 与此同时燕总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陈远拿到关键的证据 于是她便带着导演来到了高璇颖家里 高璇颖换了一身衣服 心中有些不满 这么快就来了 还真是猴急 看来陈远和别的男人也没什么不同 虽然是这么想 但她还是向门口走去 可当高璇颖开门后 瞬间就被惊住了 她发现陈远身边还有一个人 并且看起来拉里拉搭的 还是个油腻眼镜胖大叔 陈远随便带人 高璇颖瞬间就不开心了 陈远你这个烂人把我当什么了 你一个也就算了 还带人来 陈远有些懵逼 没搞懂高璇颖在说什么 但这都不重要 陈远连忙向高璇颖介绍 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思金导演 这次想要扳倒虎爷全靠她了 杨思金朝高璇颖挥了挥手 高女士你好 高璇颖这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 她发现自己很丢人 原来陈远并不是想 而是真的用心在帮她想办法 想到这里高璇颖有些尴尬的挥手打招呼 但这种有人可以依靠的感觉 让高璇颖觉得也很不错 此刻陈远在高璇颖心中的形象也有所变化 变得高大了一些 当高璇颖看到视频内容后 她激动的不顾淑女当场爆出了粗口 现在有了这个东西 五爷和方静元已是土鸡娃狗不足为据了 我现在给你二十亿 尽快把这个事情搞定 然后成立一个影视公司 杨导也可以有资金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这波双赢 听陈远这么说 杨思金连说陈爹我爱你 一口气花出去二十亿 还有影视公司可以持续烧钱 看来高璇颖这个女人我是绑对了 现在陈远有些小期待 只要将高璇颖攻略 内反的钱将会是两亿 甚至更多 没多久 五爷和方静元的录像就被爆出 并登上热搜 无数记者找到方静元 方静元女士 请您解释一下今天爆出的录像吧 请问您和导演王虎到底是什么关系 方静元的助理怒赤道 走开走开 都是捕风捉影的事 录像也是假的 别骚扰我家一人 当方静元关上车门后 他再也无法淡定 是谁 是谁在背后搞鬼 怎么会有那个时候的录像 方静元实在想不通 那个录像怎么会被爆出 与此同时一家高档酒店内 王虎是吧 现在接到举报 说你涉嫌猥亵多名青年女性 跟我们回去调查吧 此时王虎被抓了个正着 他再也无法进行任何辩解 只能任由叔叔带走 看着手上的手铐王虎知道 他完了 彻底完蛋了 再也没有机会翻身了 紧接着高玄银在隔天 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记者得到消息 最新女星高玄银的 潜规则风波再次反转 一切真相大白 而高玄银也筹备了发布会 表示有重大消息宣布 高玄银对着话筒说道 今天邀请各位来参加发布会 是为了宣布一个消息 此时高玄银和杨思金一起 他们要一起宣布 我与杨思金导演一起 成立了一家新的影视公司 接下来公司将投入预算 20亿来筹牌杨宝芯 请大家拭目以待 高玄银和杨思金 共举公司牌子 公司名就叫 玄银影视艺术有限公司 此话一出 在场瞬间发出了惊呼 好家伙直接20亿 真是财大气突啊 高玄银这是咸鱼翻身了呀 不知道是哪家财阀 在背后挺他 此时陈远早已回到学校 享受着悠闲的校园生活 看着高玄银的发布会 他觉得自己 现在有了种幕后boss的感觉 不过这种感觉倒还挺爽的 然而此时就在 陈远宿舍楼下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出 陈远你这个狗笔 在学校乱来也就算了 居然玷污我女神萧若宇 这次我看你死不死 是被陈远碾压了 好几次的锅盖头李扬 李扬朝电话说道 请问是赵玉七同学吗 我是体育系的李扬 关于陈远我有些事想告诉你 现在陈远再次迎来挑战 但才开始似乎就能看到结局 恶糟了 烟总竟要翻车了 因为一个电话 孝花要找他对质 可孝花却发现学姐也来找陈远 并且那修红的脸好像有些不对劲 找陈远的不止他们 就连初恋也来了 现在四个女生聚在一起 陈远终于要翻车了吗 由于郭盖向孝花赵玉琪打去电话 在他电话里说陈远沾花惹草 说了很多陈远的坏话 于是赵玉琪便决定去找陈远问清楚 钱蒙蒙连忙跟着追了上来 琪琪你慢点啊 你这是要去找陈远对质吗 就因为一个电话 万一电话里说的都是骗人的呢 赵玉琪沉声说道 李扬以他家户口岂是赌咒 说陈远在校内校外乱来 还撬走他对象 听起来不像是假的 我也知道因为李扬一个电话 就去找陈远太貌是吧 但这段时间陈远确实都没怎么找过 我有点不安 赵玉琪这段时间没见过陈远 这让他心里很不好受 现在只想当面找陈远问清楚 钱蒙蒙说道 我明白这么有钱又优秀的男人 换了谁都会换得换失 但陈远看起来是个专情的 就在这时前方同学尖叫了起来 快看秦学姐又来了 又是找那个陈远的吧 真特么的羡慕哭了 钱蒙蒙刚打算说陈远应该不会乱来 结果出现在两人眼前的 竟是已经毕业的秦学姐 此刻她似乎在等人 此时秦冰雪并没注意周围的一切 她在想该怎么和陈远说 陈远如果真的喜欢自己 自己是该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一想到这里她就又羞红了脸 就在这时赵玉琪喊了声秦学姐 秦冰雪瞬间清醒 然后回过了头 同时她心中大喊糟了 玉琪怎么也来了 毕竟她对赵玉琪是有些愧疚的 秦学姐你不是毕业了吗 怎么又回学校了 回学校怎么也不告诉我 赵玉琪非常疑惑 不知道秦学姐回学校有何用意 并且听同学们说 秦冰雪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回学校了 秦冰雪立马紧张地解释 我来找陈远玉琪你别误会 我是来找她谈生意的 但这话一说出口 秦冰雪立马就后悔了 我就不该提陈远这个名字 玉琪肯定起疑心了 糟糕糟糕 此话一出赵玉琪瞬间起了疑心 秦学姐不是一直很反感陈远吗 为什么找陈远谈合作 他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一连串的疑问 让赵玉琪感觉此事不对劲 秦学姐似乎在隐瞒自己一些事情 就在这时 一辆豪车开到了南请楼下 瞬间吸引来了同学们的目光 这是谁啊 开车都开到请示楼下了 随后在三个妹子的注视下 车门被打开 一道熟悉的身影从车中走出 是初恋肖若宇 他也是来找陈远的 肖若宇刚下车就引发轩然波澜 在场同学们惊呼出声 我的天这是在拍电视剧吗 好美啊 这也太犯规了吧 胡大笑花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逊色三分了 赵玉琪看得有些入迷 他喃喃道 好美的姐姐 钱萌萌也跟着附和 而且他还好有气质 只有勤兵学显得极为紧张 他心中大叫完蛋了 他怎么也来了 要火星撞地球了 肖若宇来到三个妹子面前询问 你们好 请问胡大文学习大二的陈远是住这里吗 由于离三人最近 于是肖若宇便找三人询问陈远的消息 你找陈远 你们是什么关系 赵玉琪再次陷入疑惑 秦学姐找陈远还能用谈生意解释 可是眼前这个长相貌美的女生又该怎么解释 听到赵玉琪竟反问自己 肖若宇瞬间就明白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又看向赵玉琪问 不知道你和陈远又是什么关系呢 仅仅只是一句话 肖若宇似乎就明白了一些东西 这也更证实了他心中的猜想 通过女人的直觉 赵玉琪就知道眼前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肯定和陈远有很复杂的关系 还没说两句话 两人就开始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钱蒙蒙说道 那个咱们找个地方做做吧 除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随后几人找了家咖啡馆坐下 四人聚在一起 气氛显得非常微妙 并且四人都被陈远绑定 除了钱蒙蒙外 另外三人都已被陈远攻略 现在心里想的全是陈远 肖若宇率先开口了 既然都不说话 那我先来吧 通过几人的表情 以及现在这尴尬的气氛 肖若宇就知道 恐怕他们应该和自己一样 都喜欢陈远 随后肖若宇微微一笑看向赵玉琪 你喜欢陈远吧 仅仅一句话 赵玉琪就立马黑下了脸 因为赵玉琪知道 眼前这个女人肯定也和自己一样 喜欢陈远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燕总还能轻松倒定吗 热糟了 燕总的后院起火了 沾花惹草 说了很多陈远的坏话 于是赵玉琪便决定 去找陈远问清楚 钱蒙蒙连忙跟着追了上来 琪琪你慢点啊 你这是要去找陈远对峙吗 就因为一个电话 万一电话里说的都是骗人的呢 赵玉琪沉声说道 李扬以他家户口岂是嘴众 说陈远在校内校外乱来 还撬走他对象 听起来不像是假的 我也知道因为李扬一个电话 就去找陈远太冒什么 但这段时间陈远确实都没怎么找过 我有点不安 有钱又优秀的男人 换了谁都会换得换失 但陈远看起来是个专情的 就在这时前方同学尖叫了起来 快看琴学姐又来了 又是找那个陈远的吧 真特么的羡慕哭了 钱蒙蒙刚打算说陈远应该不会乱来 结果出现在两人眼前的 竟是已经毕业的琴学姐 此刻她似乎在等人 此时秦冰雪并没注意周围的一切 她在想该怎么和陈远说 陈远如果真的喜欢自己 自己是该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一想到这里她就又羞红了脸 郁琦怎么也来了 毕竟她对赵郁琦是有些愧疚的 秦学姐你不是毕业了吗 怎么又回学校了 回学校怎么也不告诉我 赵郁琦非常疑惑 不知道秦学姐回学校有何用 并且听同学们说 秦冰雪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回学校了 秦冰雪立马紧张地解释 我来找陈远郁琦你别误了 我是来找她谈生意的 但这话一说出口 秦冰雪立马就后悔了 我就不该提陈远这个名字 郁琦肯定起疑心了 糟糕糟糕 此话一出赵郁琦瞬间起了疑心 秦学姐不是一直很反感陈远吗 为什么找陈远谈合作 他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一连串的疑问 让赵郁琦感觉此事不对劲 秦学姐似乎在隐瞒自己一些事情 就在这时 一辆豪车开到了南请楼下 瞬间吸引来了同学们的目光 这是谁啊 开车都开到请示楼下了 随后在三个妹子的注视下 车门被打开 一道熟悉的身影从车中走出 是初恋萧若宇 他也是来找陈远的 肖若宇刚下车就引发轩然波澜 在场同学们惊呼出声 我的天之是在拍电视剧吗 好美啊 这也太犯规了嘛 胡大笑花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逊色三分啊 赵郁琦看得有些入迷 他喃喃道 好美的姐姐 钱萌萌也跟着附和 而且他还好有气质啊 只有勤兵学显得极为紧张 他心中大叫完蛋了 他怎么也来了 要火星撞地球了 肖若宇来到三个妹子面前询问 你们好 请问胡大文学系大二的陈远是住这里吗 由于离三人最近 于是肖若宇便找三人询问陈远的消息 你找陈远 你们是什么关系 赵郁琦再次陷入疑惑 秦学姐找陈远还能用谈生意解释 可是眼前这个长相貌美的女生又该怎么解释 听到赵郁琦竟反问自己 肖若宇瞬间就明白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又看向赵郁琦问 不知道你和陈远又是什么关系呢 仅仅只是一句话 肖若宇似乎就明白了一些东西 这也更证实了他心中的猜想 通过女人的直觉 赵郁琦就知道眼前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肯定和陈远有很复杂的关系 还没说两句话 两人就开始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钱蒙蒙说道 那个咱们找个地方做做吧 除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随后几人找了家咖啡馆坐下 四人聚在一起 气氛显得非常微妙 并且四人都被陈远绑定 除了钱蒙蒙外 另外三人都已被陈远攻略 现在心里想的全是陈远 肖若宇率先开口了 既然都不说话 那我先来吧 通过几人的表情 以及现在这尴尬的气氛 肖若宇就知道 恐怕他们应该和自己一样 都喜欢陈远 随后肖若宇微微一笑 看向赵玉琪 你喜欢陈远吧 仅仅一句话 赵玉琪就立马黑下了脸 因为赵玉琪知道 眼前这个女人肯定也和自己一样 喜欢陈远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燕总还能轻松搞定吗 好了不好了 燕总的后宫团造反了 他们要组建一个复仇者联盟 还要花光燕总所有的钱 而这就是他们给燕总的报复 随着四个妹子齐聚在咖啡厅 他们也互相知道 自己并非是陈远的唯一 肖若宇看向赵玉琪微微一笑 你应该喜欢陈远吧 从当才肖玉琪问自己肖若宇就能看出 这个女生肯定喜欢陈远 果然当肖若宇的话说完 赵玉琪当场被震惊 没错 我是喜欢陈远 陈远也喜欢我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赵玉琪有些不爽 搞得好像自己喜欢陈远有错次的 于是他理直气壮的直接说了出来 肖若宇听完摆了白手笑道 喜欢你 你可别逗我了 陈远追我追了五年 高中时候更是为我挨过打 小妹妹感情上犯错没关系 但是要敢于承认了 这些话让赵玉琪更是不爽 钱蒙蒙质问 你的意思是我们家玉琪当三 陈远虽然为你打过架 但他可是送了琪琪上千万的别墅 还有五个亿的钢琴 你呢 你有什么 在前蒙蒙看来 陈远能送赵玉琪这些足以说明一切 肖若宇听完当场愣在原地 别墅和钢琴 陈远就是那个拍下水晶钢琴的神秘土豪 他难道真的脚踏两只船 得到证实后 肖若宇显得有些不是滋味 不行 我怎么能输给他们 可以想到自己才是陈远最喜欢的人 他又十分不甘心 不想就这么认输 五个亿很多吗 陈远送了我一栋写字楼 价值二十多个亿 你们觉得陈远更喜欢谁呢 肖若宇也不装了直接摊牌 他想以此来压住眼前几人 赵玉琪听完陷入了沉思 难道陈远之前说的都是骗我的 他真的还有其他的女生 就在赵玉琪思考这一切的时候 秦冰雪也缓缓开口了 他有些歉意地看向赵玉琪说道 其实陈远也送了价值十个亿的股份给我 琪琪对不起 这份对赵玉琪的愧疚 此刻终于被秦冰雪说了出来 也算是坦白了 当秦冰雪这句话说出来后 场面瞬间陷入了可怕的寂静中 寂静的似乎能听到心跳声 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究竟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陈远比他们想象中更过分 赵玉琪终于忍不了了 直接掏出手机翻开陈远的电话 我要打电话给陈远问个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这么花心还要和我确定 然而话说到这里 赵玉琪却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等等 陈远他好像 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确定男女朋友关系 这一切好像都是我自以为是 听赵玉琪这么说 赵玉琪也恍然大悟 他摸着下巴喃喃自语 说 每次要确认关系陈远都会顾左右而言他 难怪他不确定关系 就可以游走在不同女人之间 就不会被道德谴责 陈远打得好想的算盘了 钱萌萌通过以上信息得知 陈远确实是个超级渣渣渣男 我去和陈远说个明白 我萧若宇绝不和别的女人共享一个男人 萧若宇气得直接起身 要去找陈远说个清楚 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在这时钱萌萌却大叫 这位姐姐且慢 你不觉得分手是便宜了他吗 陈远仗着有钱就肆意玩弄女孩子的胆情 他罪该万死 突然钱萌萌产生了一个想法 可以报复陈远 并且还能让他们快乐的方法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不分手难道真的到他不成 萧若宇有些疑惑 钱萌萌把三个女生聚在一起低声说道 陈远玩弄人心的资本是什么 是钱了 他实在太有钱了 你们就算跟他一刀两断 他也没啥损失 大不了换个人继续骗 你们应该 你们应该复仇 展开对陈远的抱负 钱萌萌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 你们要继续装作傻白甜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狠狠花他的钱 往死里花 让他倾家荡产滋食其妒 只要把陈远这个狗笔的钱花干净 花个金光 他就再也不能作妖了 这也是为女性群体出海 当钱萌萌说出这些话后 几个妹子都露出了怪异的笑容 复仇者联盟也在此刻正式成立 妹团成立了复仇者联盟 他们打算花光烟总所有的钱 可烟总却笑了 既然你们想花钱 那我就让你们花个够 花到你们想吐 和几人告别后 赵玉琪回到了别墅区 对于钱萌萌提出的复仇花钱计划 赵玉琪还是觉得有些不妥 这真的合适吗萌萌 我总觉得主动管别人要东西有点不好 钱萌萌立马大叫 对渣男的怜悯就是对自己残忍 你就按我说的给陈远发消息 不行还是我来帮你写吧 不等赵玉琪回忆 钱萌萌就一把夺走了赵玉琪的手机 她要亲自出手 就在这时陈远收到了赵玉琪的消息 看着手机陈远在想 好像有段时间没和副会长联系了 现在她主动找自己有啥事 赵玉琪的信息为 原我最近想尝试创业了 想自己做个直播平台 你觉得怎么样 陈远有些无语 好端端的怎么样搞这万一 这意思是要自己投钱呗 难道副会长开窍了 还是受人指使 不过陈远手上正好有个大猫TV 现在还不知道送给谁 现在一下子就有了思路 送给副会长很适合 陈远回应 玉琪你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 我前阵子收购了一个破产的直播平台 大猫准备送领 你一直当主播也不是个长久之计 应该拥有自己的事业 我准备给你投资50个亿 钱萌萌当场傻眼 她这是要送你一个直播公司 赵玉琪有些愣神 好像是这样的 似乎还要投50个亿 两人本以为陈远会问很多 结果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陈远她早就想好了一切 未雨绸缪在帮我的事业布局 赵玉琪心里泛起一丝甜蜜 她觉得陈远很关心在乎她 可一旁的钱萌萌却黑起了脸 比刚才更不爽了 赵玉琪越想越开心 虽然知道她很渣 但她真的好体贴 不但在乎我的感受 也默默帮助我成长 此刻赵玉琪已经不去管什么复仇者联盟了 只知道陈远对她很好 琪琪你别感动了 赶紧把事情敲定 五十一可不是小数目 别回头让这小子反悔了 钱萌萌显得有些激动紧张 而赵玉琪则是微微一笑 陈远才不是这样的人 她很讲信用的 对线的承诺才是承诺 别画个饼就感动得要死了 我来帮你加把火 钱萌萌一边说一边又打起了字 现在她内心超级不平衡 钱萌萌在想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这么大方的男人 即使是和别人分享我也愿意啊 在羡慕中钱萌萌回了信息 就这么说定了 远哥哥可别反悔哦 陈远回应 没问题 明天我就让人给你办理公司接手程序 与此同时男生宿舍内 陈远看着手机信息陷入了沉默 虽然陈远并不在乎花了多少钱 但她知道这个用赵玉琪手机和自己对话的人 绝对不是赵玉琪 对方的语气和口吻都很陌生 是钱萌萌那个绿茶吗 第一次见面陈远就知道钱萌萌是个什么人 只是陈远当时并没点破 不过既然你们想花钱 那我就让你们花个扣花个手 花到你们想破 要说什么能让陈远最开心 那毫无疑问是花钱了 她不介意给这些女生开开眼 给她们一点见识 与此同时 萧若宇家中传出了一道声音 你是说陈远脚踏两船 萧若宇大叫 没错 我们几个女孩子今天都对了一下 发现她同时在和好几个女生发展 萧若宇的母亲说道 真的吗 和这几个女生都是对象关系 陈远看起来不像这样的人了 虽然没有确定关系 但也差不多 就在萧若宇和母亲聊陈远的时候 她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萧若宇自语 是谁在群里发消息 什么群 母亲有些疑惑地问 这是我们几个女孩子拉的群 在里面商量怎么惩罚陈远 让她得不偿失 萧若宇拿出手机看向影情 而群里的消息是赵玉琪发的 几美们 我刚才跟陈远说要开直播平台 她就送了我一个大猫TV 还追加了50亿的资金 钱蒙蒙立马回了一个666 看着手机信息 萧若宇一脸不说 好家伙直接就给了50亿 凭什么呀 赵玉琪哪点比我强 家是容貌我哪点输给她 这是母亲开口了 萧若你听妈一句话 我觉得你应该是 被这几个女孩子喝起来骗了 听完母亲的话 萧若宇直接疑惑 但又似乎清醒了很多 便发现燕总对她不忠 可母亲却说要相信对方 不要让别的女人钻了空 突然初恋就想明白了 还觉得自己对不起陈远 想要补偿她 在萧若宇把陈远的情况告诉母亲后 母亲却觉得是另外几个女孩子 在合伙骗萧若宇 于是她一边哭一边 说起了当年往事 当年我和你父亲 家庭条件差距很大 我做了很多努力 才终于获得了这份幸福的婚姻 萧母清楚地记得 那天陈远出五个亿 买下萧家60%的股份 只是为了帮萧若宇 咱们家在汉城虽然算不错 但和陈远的背景比 那只能算是寒门中的寒门 你和她的感情 肯定也会存在一些波折 男人太厉害了 就会被周围女人寄予 但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实力 萧母不断地安慰女儿 听完母亲的话 萧若宇也陷入了沉默 萧宇那几个女的 口口声声说陈远渣男 但为什么她们 全都没有离开陈远呢 这是为什么你想过没有 因为她们都想让对方退出 想独占陈远 这个隐世财阀的继承人 萧母的这句话 一针见血似乎揭开了真相 原来是这样 听完母亲的解释 萧若宇瞬间清醒 觉得肯定就是这样 因为她知道赵玉琪 确实很喜欢陈远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激流涌进 一锤定音拿下陈远 女儿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幸福啊 萧母显得有些激动 她可不希望 未来的女婿就这么飞了 没错就是这样 这几天我都和陈远在冷战 实在是不应该 我不能给别的女人可乘之机 此刻萧若宇充满了干劲 再也不受复仇者联盟的影响 与此同时男生宿舍内 陈远坐在床上 发现萧若宇发来的信息 并且还是主动认错 陈远对不起 我一直错怪了你 虽然这几天陈远没和萧若宇联系 但她此刻也是非常疑惑 这是整哪出啊 陈远怎么想都想不通 因为这几天都没怎么和她接触过 又为何莫名的道歉 突然陈远又想起了赵玉琪 今天赵玉琪和萧若宇都很反常 难道他俩互相都知道了对方的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可得主动出击了 想到这里陈远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没多久陈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看着来电萧若宇有些紧张 妈陈远打过来了 我该怎么办 萧母激动的大叫 赶紧接啊 她肯定感受到了你的讯号 萧若宇接起电话说道 陈陈远 电话那天传来陈远的声音 若宇有个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萧若宇又紧张的问是什么事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直播平台 然后给到了一个叫赵玉琪的学姐管理 本来这个事没什么 但是觉得需要跟你说一下比较好 原来是直播呀 我知道了 在陈远说完这些话后 萧若宇便喜滋滋的挂了电话 萧母问陈远怎么说的 萧若宇回应 陈远把赵玉琪投资直播的事跟我说了 我就说吧 陈远这是在表态呢 在他心里你还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见陈远这么说 萧母似乎比女儿还要开心 毕竟那可是传说中影视家族的少主 这怎能让萧母不激动 原来是这样 陈远不是我想的那么坏 她是喜欢我的 此刻萧若宇非常开心 因为她知道陈远是在乎自己的 并非几人说的那样 一想到这里她就开心的不行 她对我完全不设防 我却和其他女人合伙 想着搞她的钱 一想到这里萧若宇就很愧疚 觉得自己很不应该 更是觉得复仇者联盟就是个骗局 我可真是个坏女人 萧若宇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 这种愧疚感让她很是难受 痛苦的泪水不断涌出 哎呀宝贝女儿这是怎么了 好端端的哭什么呀 萧若宇扑进母亲怀里大哭 妈我觉得好对不起陈远 我想补偿她 我要给她送的礼物 她一定会很惊喜 不得不说岳母真是好助攻 那么面对这份愧疚 萧若宇又会送陈远什么礼物呢 萧若宇打算送烟总一辆车 却发现初恋也在选车 就连学姐也出现在了这里 并且她也要送烟总一辆车 不久前 赵玉琪手机收到20亿的道账信息 赵女士您在这个文件上签个字 程序就走得差不多了 赵玉琪是来接手大猫直播平台的 而刚才的20亿自然也是陈远打给她的 赵女士现在您就是大猫的所有人了 关于大猫的亏损情况 也写在相应的报表里 您可以看看 看着报表赵玉琪瞬间陷入绝望 一千多万的亏损了 难怪陈远刚才给我打钱 这要是我自己来公司还没开业 我就先破产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 可靠又贴心 但偏偏又是个花心萝卜 想起陈远为自己做的一切 赵玉琪是既开心又埋怨 开心的是陈远对她好 埋怨的是陈远不是只对她一个人好 这20个亿陈远眉头不皱就打给了我 我也应该有所表示才对 不然我不成白眼狼了吗 今天这里正好在举办活动 各种各样的车都有 赵玉琪在想 如果送车给陈远的话 她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车呢 我记得她之前有辆法拉利来着 要不再送她辆法拉利 不管是什么样的车 赵玉琪现在都送得起 可她并不知道陈远喜欢什么样的 突然赵玉琪当场被惊住 并看向了前方 怎么是她 她怎么也会在这里 出现在赵玉琪眼前的 正是萧若宇 此时赵玉琪正在看车 似乎也想买一辆 这让赵玉琪陷入了疑惑 而萧若宇也发现了赵玉琪 她抬头望去 怎么都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赵玉琪 是你啊萧姐姐 你来这里选车吗 赵玉琪有些尴尬的向萧若宇打招呼 但心里却在想 她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我们想一块去吧 赵玉琪猜测萧若宇也想送陈远一辆车 妹妹有了 我爸爸要过生日了 我来给爸爸选辆车当生日礼物 玉琪妹妹你呢 你该不会是要送车给陈远吧 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后 萧若宇又反问赵玉琪 她什么意思 试探我 难道她也想给陈远送车 萧若宇和赵玉琪一样 也打算送陈远车 但他们不可能明说 毕竟他们都加入了复仇者联盟 怎么可能呢 这个渣男怎么配 我我我也是来给爸爸挑礼物的 心思被猜中 赵玉琪瞬间陷入了慌乱 于是她也编了个理由 说自己也是来给爸爸买车的 萧若宇尴尬的笑了笑 是吗好巧啊 赵玉琪也尴尬的说确实很巧 两人看破不说破 都知道对方的小心思 就在这时传来一道声音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 两人同时回头望去 那道声音他们都非常熟悉 因为那也来自复仇者联盟 也是他们的意愿 正是秦冰雪 赵玉琪和萧若宇同时开口 你怎么也在这里 看着突然出现的秦冰雪 两人心中莫名想到了一起 难道她也是来给陈远选礼物的 秦冰雪尴尬的说道 我要我来帮我爸爸选生日礼物的 秦冰雪随便编了的理由 可当萧若宇听到这句话后 瞬间就黑了脸 因为他们三人都说了一样的话 好巧啊 我们的爸爸都要过生日了 萧若宇也不知是傻了 还是太紧张 她说了句 说不准我们是一个爸爸呢 此刻三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送爸爸礼物 骗鬼去吧 肯定是要买车送陈远 妈妈说的对 什么制裁渣男 都是假的 萧若宇知道他们都想得到陈远 所谓的复仇者联盟更是个笑话 说起来这姓赵的前几天拿了陈远二十亿 我现在兜里可没他有钱 看着眼前的赵玉琪 萧若宇知道自己现在落入了些许下风 但可以找人帮忙 于是他掏出手机 决定呼叫外援 然后在这场三个女人的争斗中胜出 最后成为陈远的唯一 总来车展买定制超跑 却撞见后宫再搞桃园三结役 燕总打算对三人来个测试 帕加尼峰之子 兰博基尼毒药 还有定制的布加迪威龙 他要用这三辆车来个逆风大翻盘 由于三人一起出现在车展 并且他们都想送陈远一辆车 于是萧若宇为了多一些胜算 便给家里打去了电话 怎么了若宇 突然打电话回来 你是打算送辆车给陈远 钱不够 放心小宇 妈来帮你 对于女儿要钱为陈远买车这件事 萧母是一万个赞成的 他朝管家说道 陈博把家族内的资金调出来 给小宇打过去 管家回应 太太那不是给小少爷结婚用的钱吗 陈博你别说了 目前萧家最大的事 就是把陈远绑死在我们这条船上 别的一切都不重要 作为过来人的萧母 他非常明白陈远究竟有多重要 只要让他成为女婿 那么萧家便能彻底翻身 至于我那小儿子 只能让他为了家族兴帅 受点委屈了 不知道为何 管家有些可怜小少爷了 没多久 萧若宇就收到了六千万的道账信息 好快 居然一口气给我打了六千万 看着信息萧若宇有些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毕竟萧家也只是个三流家族 拿出这六千万也绝非一事 一直以为爸妈更天爱弟弟 没想到居然误会了他们 此刻萧若宇感动的有些想哭 因为家人给了他最大的保障 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萧若宇的信心 放心吧妈妈 我一定不会输给赵玉琪 没多久 车展迎来了一位超级大贵宾 是浩天带着陈远到了 浩天我订的那辆不加迪威龙 这就到了 没想到还挺快的 浩天微微一笑 我办事你放心 咱们去贵宾休息室签合同 来到车展陈远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别的不说 这种车展的漂亮妹子还真多 出现在陈远面前的 是各种各样的车膜 要是放以前 陈远绝对没胆子进来 但今是不同往日了 突然陈远愣了一下 他心中疑惑 他们俩怎么在一起 赵玉琪居然和萧若宇一起来了 关系都处得这么铁了 出现在陈远眼前的 是有说有笑的初恋和笑话 要知道两人之前并不认识 可现在却像一对好姐妹 不仅如此 陈远还看到了 给两人送水的学姐秦冰雪 这三人同时出现在车展 让陈远更加疑惑不解 难道他们这是要搞桃园三结役 突然秦冰雪回过了头 他非常敏锐 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 于是便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可他并没看到熟悉的人 只看到了一个他并不认识的浩天 这让秦冰雪心里也很疑惑 奇怪 总感觉有人在看我 赵玉琪问他怎么了 秦冰雪回应没事 我们继续看吧 与此同时变成浩天疑惑了 他疑惑不解地看着身后的陈远 因为陈远震撼流浃背 一脸紧张地贴合在浩天身后 短暂地将浩天当成了挡箭牌 虽然陈远早料到有一天会翻车 却万万没想到翻车会来得这么快 看样子他们应该都知道了对方的存在 一想到这里陈远就更加地紧张 这种感觉让他甚至有了一丝恐慌感 但即使这样他们却没有跟我断交 看来还是舍不得我 浩天连忙上前问道 燕总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想到他们还没和自己断交 陈远便松了一口气 毕竟都是好感度95以上的对象 这倒是他翻盘的好机会 没事没事 刚才脚肚子抽筋了 对了张总 今天你们这里最贵的车是哪几辆 都分别介绍一下吧 听到燕总终于问话 浩天也激动了起来 为了今天他可是花尽了心思 今晚有三辆最贵的车 分别是帕加尼风之子 兰博基尼独要全球限量款 最后就是陈远定的那辆 不加迪威航 不行 三辆我都要了 你开个架吧 陈远的一句话 让浩天当场闪了腰 全全要 这一刻 浩天再次见识到了燕总的强大 而陈远想的是 就用这三辆车来测试一下 你们这个联盟是否牢固吧 对于秦冰雪 赵玉琪 萧若宇 陈远要进行一番测试 而最终的测试结果 也决定了陈远是否会继续和他们发展 他来了 让燕总死心的名场面终于来了 富二代当着燕总的面要加初恋 可初恋居然真的答应了 理由是想让陈远产生危机感 而陈远从此刻起不再相信爱情 这次车展浩天弄来了三辆顶级豪车 可陈远却说他全都要 浩天有些为难 全都要 燕哥这我有些难办了 和平常不同 这次浩天居然有些犯难 陈远笑了笑 价钱不是问题 我的消费水平你懂得 浩天连忙抬手解释 哥你误会了 不是钱的问题 陈远有些疑惑 谁定了 这么财大气粗 平时财大气粗惯了 突然冒出来一个财大气粗的人 这让陈远有些意外和好奇 浩天指向一边说道 燕哥你看那边 就是他 全国首富林氏集团的长子林少 去年就订下了剩下的两辆车 据说要送给他妹妹做礼物 在浩天所指的方向 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人 他就是林少 而在他旁边的就是他的妹妹 此时林少的现身迎来了一群人的恭维 看着林少陈远在想 林氏集团吗 那个横跨全国的巨无霸 要为了车和他们碰一碰吗 前陈远有的事 只是陈远在想要不要强行出手 这是浩天又说 燕哥您别急 我这里还有别的好车 我再陪您选选 就在陈远打算继续看车的时候 一只大手出现在了陈远面前 只见林少来到了初恋肖若云面前 并且一脸绅士的打了个招呼 林少本就是超级富二代 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 这让一般女生很难会拒绝他 小姐你好 我姓林 有这个荣幸能家您认识一下吗 林少也不墨迹直接开门见山 这也是他最擅长的撩妹手法 他相信眼前这个女生肯定也不会拒绝 而肖若予则是有些发懵 紧接着林少又化身为悲情青年 似乎一下子就将自己带入了进去 也不知他说的是真还是假 我知道我很冒昧 但你长得确实很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我的这位朋友 很多年前因病去世 是我一生之遗憾 时隔多年 我看见你仿佛又见到了我的那位朋友 加了你评逼我也没有关系 我只是希望能弥补一个遗憾 林少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机 等待肖若予的同意 但就在这时 肖若予终于看到了来到身边的陈远 肖若予连忙回应 不好意思那个 陈远 此刻陈远的表情极其难看 肖若予自然也看了出来 陈远的眼神非常冷漠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这让肖若予有些埋怨 干嘛呀 我又没打算加这个人 凭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我 你自己花心乱出关系 对我就像防贼一样 凭什么呀 不知是赌气还是什么 肖若予一时有些不爽 然后他紧握双手 似乎做了某种决定 于是肖若予也掏出手机说道 好吧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们就加一下吧 肖若予想的是 加了不聊天 还能给陈远一些危机感 可当肖若予刚加完 就发现陈远不见了踪影 他原本还想弃一弃陈远 可却没想到陈远连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不知为何 此时肖若予心中泛起了一种苦涩的感觉 他在想自己这样做事对还是错 一时间肖若予陷入了反思中 燕哥那个女孩你认识吗 浩天连忙跟上陈远 此时陈远走得飞快 似乎想要立马离开车站 面对浩天的询问 陈远只是冷冷回忆 以前认识 现在吗 不认识了 从陈远的这句话和表情就能看出 他已经变了 不再和以前一样了 随后陈远又停下了脚步说道 浩天那个灵绍的车 我全包了 十个亿够不够 在陈远眼里不存在富二代富三代 现在的他不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 而接下来他将主动出击 让那些女人后悔到想哭 毁了后悔了 初恋终于后悔了 但陈远却不再是他为白月光 由于肖若予当着陈远的面加了林少 于是陈远决定花十亿买下三辆豪车 不过另外两辆已经提前被林三预定 所以陈远也不打算太勉强 浩天我知道你做生意的讲个信誉 如果觉得太为难的话 这话就当我没说过 浩天只是想了想 就将手搭在了陈远的肩上 不为难 完全不为难 林少算个啥 话说真的十个亿吗 陈远微微一笑 当然 我说话一个兔磨一个丁 浩天知道 看来烟总就是为了女人在争中吃醋 得罪了林少 但却可以白赚八个亿 这个买买傻子才不干呢 要知道那三辆车加起来也才两亿 而多出来的八亿相当于是白给的 来到办公区 浩天遇到了林少 但他也只能心里说声抱歉了 对不住了林少 在我这里你可比不上真金白银八个亿 最主要的原因 是浩天更不想得罪烟总 更何况两人的关系本就很好 变客后陈远刷卡全款拿下三辆豪车 现在陈远心里在酝酿 在想该怎么操作 他等一下打算做点什么 至少不能平静地离开 严哥钱打过来了 咱们合作愉快 您这边还有什么吩咐吗 陈远想了想开口说道 我还真有个是要你帮忙 一会我想在车展会场上整个活 浩天有些疑惑 整活 整什么活 此时外面的车展上 萧若宇一直在找陈远 但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远 他想当面和陈远聊聊 可他却觉得陈远似乎在躲着他 于是萧若宇产生了些许的危机感 就在这时两个工作人员 抬出了一架钢琴 一瞬间众人便围观了过来 萧若宇疑惑不解地自语 这是要表演节目吗 好好的车展谁要弹钢琴啊 围观群众也是纷纷猜测 这是整哪出啊 特别节目吗 是哪个厂家的发布会 雷布斯 不知道啊 咱们看看到底是个啥情况 就在这时陈远现身了 他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奏 看到陈远现身萧若宇当场一惊 陈远他这是要干什么 好端端的来弹什么琴 而且陈远弹的这个曲子 我从没听过 但这个琴声似乎很悲伤 在陈远的弹奏中 萧若宇感受到了一种哀伤 虽然他只是个旁听者 但他的心却受到了触动 有些疼痛 有些让他不是滋味 还没听多久 他弹得极其忘物 仿佛融入了这钢琴海洋 伴随着他不断的拨动指尖 悲伤的琴声也不断飘出 不仅是萧若宇 就连围观群众也纷纷大哭出声 好好听的琴声 我想我初恋了 我好像看见我太姥姥了 这人究竟是谁啊 为什么听他弹琴 我会不由自主地流泪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整个车展的人都聚在了这里 而陈远也弹得更加卖领 更加的悲伤 似乎在借弹琴发泄着心中的不快 一旁的赵玉琴好像听出了什么 他喃喃自语 陈远他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琴冰雪回应 是因为刚才萧若宇的事情吗 这时陈远的弹奏也进入了末尾阶段 但也将悲伤推到了巅峰 就像是将琴声变成了真实的画面 一幕幕的展现在了众人眼前 因为谁都知道 陈远的琴声充满了忧郁和哀伤 以及冰冷刺骨的失望 伴随着最后一个音符飘出 陈远也正是弹奏完毕 陈远起身看着身后的萧若宇 表情不再那么的冰冷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示爱 爱一个人就该让他自由 即使自己千疮百孔 若宇你现在自由了 说完这些话 陈远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留下站在原地的萧若宇 此时萧若宇终于明白 终于知道陈远想表达什么 因为刚才他当着陈远的面加灵少 这深深伤到了陈远 而刚才的弹奏就是陈远和他的告别 于是萧若宇再也无法冷静 萧若宇陈远真的还会原谅吗 便蹲在地上痛哭流涕 因为他失去了最爱他的陈远 是他亲手葬送了这份爱情 可即便如此 陈远还是送了他一辆蓝薄金一毒药 初恋终于明白 原来陈远是来给他选礼物的 陈远现场弹奏完钢琴便打算离去 可萧若宇却后悔了 他恳求陈远不要走 还说自己知道错了 不该去做一些伤害陈远的事情 可不管萧若宇如何挽留 陈远都没有停下脚步 最后还是浩天来到了萧若宇面前 浩天拿着一份文件说道 请留步 您是萧若宇女士吧 萧若宇有些疑惑 我是怎么了 他现在只想赶紧追上陈远 将事情解释清楚 不然这件事真的会让他遗憾终深 不想在这里多坐停留 是这样的 刚才燕总买下了全场最贵的 蓝薄金一毒药给你 这是购买合同 请您查收一下 浩天一边解释一边递出了合同文件 这是一份购车协议书 只要萧若宇签下字 那辆全球限量的蓝薄金一毒药就属于他了 你是说这车是陈远买给我的 萧若宇拿着协议书询问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陈远来这里竟是为了给自己选礼 一想到这里 萧若宇心中的愧疚感就更加浓烈 没错 燕总一眼就挑中了最贵的那辆 那辆车已经提前被人预定 可燕总为了送赢 还是出高架拿了下来 燕总出手是真的扩住 但用情也是真的置身啊 浩天表面是在解释 实际又像是在暗示 暗示萧若宇刚才做得很不对 而此时萧若宇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他总是无条件地对我好 但我又为他做了些什么呢 想了半天萧若宇也没想到 可越是这样他就越愧疚 愧疚到眼泪都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我居然为了点小聪明 破坏了他对我的信任 一想到刚才陈远失望的表情 萧若宇心中就更加地后悔 他知道陈远一直都对自己很用心 可换来的却是失望 这让萧若宇极度崩溃 他蹲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 泪水就似雨水 不断地滑落 嘴里不断地念叨着陈远的名字 又不断地发出哽咽声 萧姐姐别哭了 你冷静一点 是啊别哭了 见萧若宇哭成这样 赵玉琪和秦冰雪也有些不忍心 连忙上来安慰 虽然他们都想得到陈远 可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 对了 还有赵小姐和秦小姐 就在这时浩天拿出合同书又继续说 燕总也给你们一人买了一辆千万级别的豪车 这是购车合同你们看一下 原来陈远买下那三辆豪车 是为了分别送给三人 这一刻赵玉琪和秦冰雪也陷入了沉思 陈远的身影再次映入他们的脑海 虽然三人来这里都是为了送一辆车给陈远 可陈远似乎也是如此 秦冰雪一声轻叹 看来陈远早就知道我们已经搞串联的事情 我们的小手段在他面前形同虚设 是啊 但就算这样他也没有猜忌过我们 还为我们不断地付出 当说到这里的时候 赵玉琪也有些惭愧 他看破却不说破 小心翼翼维护着我们关系的平衡 即使花心 他也是真心对待我们每个人的 他总是这样默默为他人付出 却不求回报 赵玉琪说完沉默了 他永远那么可靠 即使总被我误解 却依然守护着我 秦冰雪说完也沉默了 陈远的人格如此伟爱 我却为了一些世俗的眼光合伙 打算骗他的钱 我真的是太丑陋了 萧若宇说完不仅沉默 还陷入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中 就在这一瞬间 校花照育期好感度加1 目前好感度为99点 即将突破100 高冷雪姐秦冰雪好感度加1 目前好感度为99点 即将突破100 陈远的初恋萧若宇好感度为99点 即将突破100 与此同时陈远已经打车 再回学校的路上 看着三人好感同时达到99陈远一阵暗星 就差临门一脚就100点了 看来这十亿没白花呀 太期待了 突破100点后系统会给我什么奖励呢 真的是太期待了 永终于遇到了对她好的女孩 细花为陈远买下一套房子 并且里面贴满了陈远的画像 这些都是细花亲手画的 现在的细花已经改过自新 她想变成配得上陈远的女孩 然后主动对陈远发起追求 自从车展结束后 陈远便回到了学校 而萧若宇也一直在给陈远发消息 陈远我错了 原谅我好吗 而面对萧若宇不停的道歉 陈远只是说都先冷静一下 她想自己待一会 陈远想的是先亮萧若宇几天 不然真以为自己没脾气 女人绝对不能太惯着 至于原不原谅萧若宇就看心情了 陈远果然是你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叫住了陈远 陈远有些疑惑地回头望去 只见一位身穿休闲装 打扮得极其青春靓丽的女孩 正挥手朝陈远打招呼 老远就看着感觉像你 果然是你 好久不见了远哥哥 原来是细花徐乐乐 自从陈远帮她解决过麻烦后 两人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是乐乐呀 看着徐乐乐陈远在想 怎么感觉她今天有点不一样了 不只是打扮 就连气质好像都有些变了 还不等陈远多说 徐乐乐就一把抓住了陈远的手 陈远你跟我来 我带你看的东西 陈远有些发懵 这是要去哪里啊 但徐乐乐并没回答 只是拉着陈远的手朝前方走去 你跟我来就是了 徐乐乐微微一笑 也不说去哪里 暂时给陈远卖了的关子 她这是要干啥 莫非又看中了什么名牌包包 想让我买下来 陈远对徐乐乐的印象并不算好 因为第一次见面 徐乐乐就狠狠宰了陈远一刀 虽然那时候她也刚觉醒了系统 你们这些女人 只有缺钱的时候才会想到我 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抱着这样的想法 陈远被徐乐乐带进了一个小区 你到底要干啥呀 现在可以说了吧 徐乐乐又笑了笑 远哥哥你别急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现在陈远被徐乐乐 带到了一个房门口 随后徐乐乐输入密码将门打开 然后出现在陈远眼前的 是一个装修设计很温暖的大房子 最关键的不是大 而是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手绘画 仔细一看 这些画画的都是陈远 有陈远参加跑步时候的 也有她打篮球时的 包括徐乐乐第一次带陈远去剪头发 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的回忆 这些都是你画的吗 看着屋里的这一幕 陈远有些被震撼到 跟她想的不同 徐乐乐给的惊喜 竟是这么的温馨 并不是让她去花钱消费 徐乐乐卷起发丝又笑了笑 是啊 这房子我刚买下 客厅有点太空了 我就把自己画的一些素描挂了上去 徐乐乐说起这些的时候 脸上也泛起了一丝丝的微红 因为她是喜欢陈远的 但也知道自己有些配不上陈远 所以这段时间在努力的改变 陈远有些小感动 挺好的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 被陈远这么直接的问 徐乐乐更是羞红了脸 她连忙解释 不是的 这些画纸是随便画的 这个房子才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原来徐乐乐带陈远来这里 看画纸是其次 重要的是把这套温馨的房子送给陈远 以往都是陈远送别人东西 而现在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礼物 这让陈远有些惊讶 房子 你是说这套房子要送给我 陈远有些不敢相信 小礼物她收到过 但贵重点又花了很多心思的礼物 她还真没收到过 是的 上次你借了钱给我 还帮我爸爸教训了那些追债的人后 爸爸发誓再也不赌了 我们家也渡过了难关 现在生意也开始好了起来 当说起这些的时候 徐乐乐脸上充满了对陈远的感激 家里情况好些后 我也开始反思从前的自己 曾经的徐乐乐在生活中过得很颓废邋遢 但获得陈远的帮助后 她就发生了改变 过去的我太虚荣太自私了 完全就是个拜金女 远格格看不上我很正常 我想变成能够配得上你的女孩 然后重新追求你 陈远你愿意接受现在的我吗 那么面对徐乐乐改变后的主动 陈远会接受她吗 经拜金堕落的戏话 改过自新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送燕总一套房 并且还主动对燕总发起了追求 陈远有些不可置信 这还是那个拜金女徐乐乐吗 这就算了 徐乐乐居然还要送自己一套房 陈远挠了挠头 虽说追求我 但直接送房子 似乎有点贵重了 徐乐乐微微一笑 你可是借了我五百万呢 这套房子也才三百多万 是我占了远哥哥的便宜 我问了你室友熊涛 她说你总是早出晚归 除了寝室在校外 也没有落脚的地方 我就买了这套房子 对你来说一套房子不算什么 但也是我能回报你的迹象 徐乐乐边说边递出了钥匙 听完徐乐乐的话 又看着手中的钥匙 陈远感受到了这份重量 她已经明白 怪不得徐乐乐最近都没联系自己 原来是在这里憋大招呢 在陈远绑兵的几个女生里 她们的家庭条件 虽说算不上超级大幅 但也远比一般人要强得多 肖若宇的父亲 虽然耍了些小聪明 倒也算合我心意 想到这里陈远便露出了一抹微笑 既然这样那我就收下了 陈远不再拒绝收下了这套房子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再次响起 依旧是那首熟悉的女孩 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 所以学会溺哀 陈远接通电话是室友打来的 远子晚上聚餐啊 月亮酒楼 快放假了咱们吃个饭 陈远表示没问题 她待会就过去 挂断电话陈远又看向徐乐乐 乐乐晚上我们室友聚餐 见陈远主动邀请自己去吃饭 徐乐乐开心的就像个小女孩 由于太过开心 她的好感度也再次加异 目前好感度为96 陈远也因此获得识点强化点 陈远这是要带我进入她的私人圈子 这证明她心里有我 徐乐乐一想到这里就更加开心 她觉得这套房子送的太值了 陈远想的是 徐乐乐倒是个不简单的女人 是时候让鱼塘里来一条大鲶鱼了 陈远倒要看看 徐乐乐能让这潭池水变得多浑浊 所以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乐乐学姐 看着乐呵呵在补妆的徐乐乐 陈远产生了一个想法 既然这些女的想到事 那她不介意配合一下 但不同的是现在加入了徐乐乐 与此同时学校另一边的大街上 一辆出租车到达了目的地 秦冰雪心里堵得慌 她现在有些犯难 因为陈远送了她一辆超级贵的车 虽然是这样 但她并没有很开心 反而因此有了很大压力 不过最主要原因是 她根本没有驾照 所以这辆车就是个摆设 这让秦冰雪欲哭无泪 心里极其难受 女士您说的地方到了 24元您扫码就行 出租车司机提示地方到了 秦冰雪表示马上 这就扫码 就在秦冰雪准备付款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窗外 有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身影 那就是她心心念念的陈远 而且陈远身边竟还跟着一个女生 那女生挽着陈远的肩 看起来极为亲密 最关键的是秦冰雪认识这个女生 艺术学院出了名的交际花徐乐乐 秦冰雪自然是知道的 可现在的场面让秦冰雪更加疑惑 这两人怎么会在一起 难道他俩在一起了 想到这里秦冰雪再也不能淡定 他连忙朝司机大叫 师父帮我跟上前面那辆车 车费我付双倍 车前一块钱 面对秦冰雪双倍的车费 司机选择了接受 不知为何 秦冰雪的第六感告诉他 等下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事实证明秦冰雪猜得没错 即将发生的事情足以将他颠覆 总带戏花来和室友聚餐 室友羡慕的想死 而一旁还有打探情报的学姐 眼看戏花就要追到陈远 他不能淡定了 于是他爱特姐妹团 让大家赶紧过来 当陈远和徐乐乐来到月亮酒楼后 这里早已爆满 因为马上放假 来这里聚餐吃饭的人很多 好在室友已经定好了位置 看着进入酒楼的两人 秦冰雪松了一口气 他一路跟踪两人来到了这里 还以为两人是要去 这时司机提醒能不能把车钱付一下 不好意思师父 我这就扫码 秦冰雪有些不好意思的拿出手机 连忙扫码付款 并且还付了双倍价钱 这是他自己答应的 下车后 秦冰雪也进入了月亮酒楼 他倒要看看陈远在耍什么花样 最主要的是徐乐乐让他产生了危机感 所以他必须要搞清状况 当陈远和徐乐乐进入酒楼后 室友却有些疑惑 因为陈远身边还跟着个亲密的女生 远子后面那个女的是谁啊 好像有点眼熟 此时徐乐乐一脸开心 搭着陈远的胳膊 就像热恋中的小女生 而这不经意的小亲密 让陈远也没那么反感 倒也没有拒绝徐乐乐这样 甚至觉得这样就挺好 我去 这不是细花徐乐乐吗 远子真该死啊 身边怎么这么多妹子 两个室友一个惊呼出声 另一个当场羡慕哭了 陈远坐在对面微微一笑 抱歉来晚了 而徐乐乐也跟着坐了下来 就像是陈远的女朋友 没有一丝的拘谨 乐乐这几位是我的室友 你估计都见过了吧 陈远向徐乐乐介绍室友 现在的徐乐乐在陈远心中很有好感 他也愿意将室友介绍他认识 说不定以后还能有所帮助 随后三个室友分别自我介绍 眼睛说自己叫老曹 中间的叫老熊 而一旁的胖子则是叫老猴 我给你们介绍下 这是徐乐乐 然而陈远话还没说完 胖子就打断了陈远 你就别介绍了 他就算话成灰我也认识他 徐乐乐的大名谁人不知 老熊你在说什么呢 老熊意思是细花 徐乐乐谁不认识啊 室友有些紧张怕说错了话 这时一直没作声的眼镜有话想说 他摆了白眼镜一脸认真的说道 所以你俩现在是什么关系 眼镜直击主题 因为陈远和徐乐乐这么亲密 肯定不是普通的朋友 搞不好已经是情侣关系了 而这句话也确实问到了两人 陈远和徐乐乐一时有些发懵 半天都没说话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似乎有些不好解释 见两人都不说话眼镜又紧张了 他发现自己好像又说错话了 问了不该问的 现在搞得气氛极其尴尬 但就在这时徐乐乐却是微微一笑 然后开了口 你问我们什么关系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呢 应该是我在追陈远吧 但陈远还没答应我呢 徐乐乐若有所思的这么说道 其实他说的也是实话 现在算徐乐乐追求陈远 而陈远并没拒绝 但也没有立马答应 人家都送了远哥哥一套房子 可他还在说考虑考虑呢 我命好苦啊 徐乐乐说完还真摆出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这让三个室友当场急了 真的假的 送房子 远子这魅力也大得有点吓人了吧 网文也不敢这么写吧 什么男妹模样喂 此时室友在看陈远 似乎真的披上了一层帅逼滤镜 就像是小说中很会装杯的大男主 突然一支咖啡杯倒在了桌上 瞬间发出了响声 而这支杯子正是秦冰雪的 他就坐在陈远几人旁边偷听 现在秦冰雪紧张到不行 生怕被陈远发现 而陈远也确实往旁边方向看了看 一想到徐乐乐送陈远房子 秦冰雪就有些心绪复杂 这很明显徐乐乐比自己更用心 现在想想 陈远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好像都没有回报过她什么 秦冰雪发现还真是这样 她和肖若于几人一样 都收到了陈远的好处 却没有回报 这么下去 我在陈远心里的印象分会越来越低 而徐乐乐则会后继薄伐 彻底占据上风 不行 这女人是个劲敌 得赶快通知其他姐妹们 一想到这里 秦冰雪就拿出了手机 她在群里艾特所有人 陈远和一个叫徐乐乐的女人 正在月亮酒楼吃饭 徐乐乐好像送了陈远一套房 当消息发出的瞬间 肖若于立马回复 月亮酒楼是吗 我马上过来 总和室友聚餐 可细花却抢得买单 这一大桌少说也得上千 而细花表示 今天遇到大家很开心 一顿饭钱不用挂怀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陈远 陈远有些不好意思 这怎么好意思啊 我把钱给 然而陈远话还没说完 徐乐乐就开口了 一定要和我这么见外卖吗 哥哥 你不也送了我好几个包 请你们吃顿饭怎么了 我网吧还有事呢 就先回去了 拜拜 主动结过账后 徐乐乐也没停留 直接就要离去 这种距离感她把握得很好 并没有一直黏着陈远 反而是适当地和陈远 保持些许距离感 就连陈远都暗自赞叹 高段位选手就是不一样 以退为进 徐乐乐真是有心计 不过倒是让人讨厌不起来 对于现在的徐乐乐陈远 绝对不讨厌 反而是有些小期待 看着离去的徐乐乐 室友都快羡慕哭了 你小子还真是厌服不浅了 而后方的学姐秦冰雪 则是陷入了沉默 真是叹为观止 不愧是劲敌 这种拿捏的手段 我是学不来的 刚才徐乐乐的一系列操作 让秦冰雪开了眼 如果说之前 她在我心里的等级是钻石 那么现在完全可以达到最强王者 想到这里 秦冰雪也是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让她产生了浓烈的危机感 这时胖子搭着陈远的肩说道 远子你这个泡妞的本事 啥时候能人传人呢 哥们也想学一学 你得指点哥们一二 陈远听完微微一笑 这个嘛 我敢教但你也不敢学啊 还真不是陈远不想教 只是没人学的会啊 毕竟系统这玩意只属于陈远 突然胖子认真的说道 远子不开玩笑了 徐乐乐之前在学校风评不太好 都说她拜金私生活很乱傻的 但接触了之后 我觉得这姑娘人挺好的 常亮 你要真和人家处 可别伤了人家的心啊 老兄你放心 我是那种花心的人吗 陈远又是歪嘴一笑 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陈远很享受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爽 超级爽 谁知道你小子是不是那种人 吃完饭 陈远和室友们打算回去 而就在几人出门的时候 外面又走来了几个时刻 并且这些人陈远并不陌生 还产生过一些交集 于是陈远立马就注意到了 因为他确实认识眼前之人 是锅盖头李扬 他的女神何止因甩了他 原因是因为陈远更有男子气概 而上次他还对女神肖若宇有想法 结果当场被肖若宇拉黑 所以陈远对这个人没有好感 如果对方不搞事 他绝不愿和李扬多说一句话 于是现在两人就算见了面 也是没有多说一句话 各网各的方向走去 此时李扬心中尽是坏想法 陈远估计还不知道我打小报告吧 焦头烂额也不知道谁在使坏 这种感觉真是太爽了 不久前李扬给肖若宇打电话 说陈远三星二亿是个渣男 现在就等着看陈远的好戏 就在这时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饭店门口 要知道这只是一家平民饭店 这种顶级豪车非常少见 正准备吃饭的李扬几人当场震惊 我去 这是劳斯莱斯幻影 九百多万啊这车 居然现实里能遇到 我的妈呀 这时车门打开 一道熟悉的身影从车里走了下来 是肖若宇 但此时的肖若宇眼神极其难看 冰冷刺骨 似乎没有一点感情 就好像被水泥封了心不会再爱了 肖若宇是李扬的女神 此时女神到场 李扬的心就像是安装了一个高速马达 不停地弹跳 不过李扬也在想 女神为什么会来这里 难道是来找陈远算账的 毕竟陈远现在正好就在 抱着这样的心态 李扬打算当个乐子人 看陈远的好戏 等着他出丑 然后再进行嘲讽 一想到这里李扬就兴奋的表情扭曲 甚至有些抽搐 他实在是太想看陈远出丑了 比任何人都想 然而下一秒 李扬期待的事情并没发生 反而是肖若宇扑进陈远的怀里 并且泪水瞬间滑落 嘴里还不断地说着 陈远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总和室友聚餐 可细花却抢得买单 这一大桌少说也得上千 而细花表示今天遇到大家很开心 一顿饭钱不用挂回来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陈远 陈远有些不好意思 这怎么好意思啊 我把钱给 然而陈远话还没说完 徐乐乐就开口了 一定要和我这么见外面远哥哥 你不也送了我好几个包 请你们吃顿饭怎么了 我网吧还有事呢 就先回去了 拜拜 主动结过账后 徐乐乐也没停留 直接就要离去 这种距离感她把握得很好 并没有一直黏着陈远 反而是适当地和陈远 保持些许距离感 就连陈远都暗自赞叹 高段位选手就是不一样 以退为进 徐乐乐真是有心计 不过倒是让人讨厌不起来 对于现在的徐乐乐陈远 绝对不讨厌 反而是有些小期待 看着离去的徐乐乐 室友都快羡慕哭了 你小子还真是厌服不浅了 而后方的学姐秦冰雪 则是陷入了沉默 真是叹为观止 不愧是劲敌 这种拿捏的手段 我是学不来的 刚才徐乐乐的一系列操作 让秦冰雪开了眼 如果说之前 她在我心里的等级是钻石 那么现在完全可以达到最强王者 想到这里 秦冰雪也是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让她产生了浓烈的危机感 这时胖子搭着陈远的肩说道 远子你这个泡妞的本事 啥时候能人传人呢 哥们也想学一学 你得指点哥们一二 陈远听完微微一笑 这个嘛 我敢教但你也不敢学啊 还真不是陈远不想教 只是没人学的会啊 毕竟系统这玩意只属于陈远 突然胖子认真的说道 远子不开玩笑了 徐乐乐之前在学校风评不太好 都说她拜金私生活很乱傻的 但接触了之后 我觉得这姑娘人挺好的 常亮 你要真和人家处 可别伤了人家的心啊 老兄你放心 我是那种花心的人吗 陈远又是歪嘴一笑 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陈远很享受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爽 超级爽 谁知道你小子是不是那种人 吃完饭 陈远和室友们打算回去 而就在几人出门的时候 外面又走来了几个时刻 并且这些人陈远并不陌生 还产生过一些交集 于是陈远立马就注意到了 因为他确实认识眼前之人 是锅盖头李扬 他的女神何止应甩了他 原因是因为陈远更有男子气概 而上次他还对女神肖若宇有想法 结果当场被肖若宇拉黑 所以陈远对这个人没有好感 如果对方不搞事 他绝不愿和李扬多说一句话 于是现在两人就算见了面 也是没有多说一句话 各往各的方向走去 此时李扬心中尽是坏想法 陈远估计还不知道我打小报告吧 焦头烂额也不知道谁在使坏 这种感觉真是太爽了 不久前李扬给肖若宇打电话 说陈远三星二亿是个渣男 现在就等着看陈远的好戏 就在这时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饭店门口 要知道这只是一家平民饭店 这种顶级豪车非常少见 正准备吃饭的李扬几人当场震惊 我去 这是劳斯莱斯换你 九百多万啊这车 居然现实里能遇到 我的妈呀 这时车门打开 一道熟悉的身影从车里走了下来 是肖若宇 但此时的肖若宇眼神极其难看 冰冷刺骨 似乎没有一点感情 就好像被水泥封了心不会再暗了 肖若宇是李扬的女神 此时女神到场 李扬的心就像是安装了一个高速马达 不停地弹跳 不过李扬也在想 女神为什么会来这里 难道是来找陈远算账的 毕竟陈远现在正好就在 抱着这样的心态 李扬打算当个乐子人 看陈远的好戏 等着他出丑然后再进行嘲讽 一想到这里李扬就兴奋地表情扭曲 甚至有些抽搐 他实在是太想看陈远出丑了 比任何人都想 然而下一秒 李扬期待的事情并没发生 反而是肖若宇扑进陈远怀里 并且泪水瞬间滑落 嘴里还不断地说着 陈远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恋未求燕总原谅竟如此卑微 他给燕总买下一辆九百万的豪车 可燕总却反手就要带学姐去兜风 但即使这样初恋依旧认为 认为陈远在故意气她 还是在乎她的 和同学聚完餐后肖若宇找到了陈远 我已经把那个人给删了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肖若宇拿出手机解释 上次就是因为她加了灵少 结果变成了现在这样 而在一旁看戏的路人 确实惊呆了 我了个去 这小子什么来历 不但白富美倒贴 还把白富美训的服服贴贴 真是高手啊 至于喜欢肖若宇的李扬 更是急坏了 她是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的女神在陈远面前 就像个舔狗 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她舔女神可以 女神舔陈远绝对不行 这时陈远终于开口了 同时她也看待了 若宇你没有错 我们本来也不是 什么特别的关系 你的交友自由 我确实无权干涉 我也只是帮过你几次而已 并不是想象中 那么亲密的关系 我没有怪你 你别多想 可当陈远这么说后 肖若宇更急了 陈远不是这样的 我去车展本来 就是给你选礼物的 不知道为什么 事情会变成这样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除了你买的那几辆车 最贵的就是 这辆劳斯莱斯换引了 这辆车是肖若宇开来的 她确实是打算 送陈远一辆车 但却因为 她的小心思倒杀了 然后肖若宇 把车钥匙交给了陈远 我知道你不在乎钱 但这是我道歉的态度 请你收下好不好 肖若宇非常诚恳地 向陈远道歉 希望陈远能够原谅他 可现在的陈远 对肖若宇却很鼓处 已经没有之前的那种感觉了 此时李扬就快气炸了 她心中不停地问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她脚踏几条船 你还愿意到天哪 我那么爱你 你却从不看我一眼 我好气我好气 看着手中的车 要是陈远在响 肖若宇居然也懂得付出 还收敛了大小姐脾气 有进步啊 不过陈远真的已经 不在乎这些了 随即陈远看向肖若宇笑道 可惜我已经不再相信爱情 不会为了你放弃整片森林 你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才行 车我就收下了 但只是不想让你难堪 还有秦雪姐 你在后面都躲半天了吧 你过来我去带你兜风 陈远知道秦冰雪 一直在跟着自己 只是没有点破而已 当见到陈远的操作后 你兜风也该带着他去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秦冰雪还是走向了车门 毕竟现在陈远 很是让秦冰雪着迷 送我了不就是我的车了吗 我想带谁就带谁 你就上车吧 别废话了 陈远不介意削弱与多想 因为现在的陈远 拥有了整片大海 可以在海洋中自由地凹翔 坐就坐嘛 那么凶干什么辣 秦冰雪有些埋怨地坐进了车里 但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要知道一般人 可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等秦冰雪上车后 陈远一脚油门 立马离开了这里 而刚才发生的一切 却让人议论纷纷 看着远去的陈远 肖若宇心里五味杂陈 他有些委屈 但又有些埋怨自己 因为坐在车里的本该是他 甚至他可以成为陈远的唯一 但这些都被他亲手搞砸了 这时李扬大叫了起来 若宇你别难过了 陈远这个狗东西 根本就是在PO你 你送他一辆车 他居然把你丢路边 和别人都疯 他就是个铁厨生 但李扬刚说完 肖若宇就不乐意了 李扬你不说陈远坏话会死是吗 你根本不懂陈远 到底为我付出了多少 就知道一天到晚抹黑陈远 不是 若宇我是为你好 李扬怎么都没想到 都这样的女神还在维护陈远 此刻他和小丑并没两样 若什么语 若宇是你能叫的 我和陈远的事不需要你评价 就算他PO我那也是我的事 跟你没半点关系 肖若宇想的是 陈远这是故意在弃自己 这也说明陈远还是在乎自己的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陈远总的系统终于曝光 可学姐压根就不信 燕总说给学姐花钱 只是为了将她骗到手 可学姐听完后却一点都不介意 反而有些小期待 虽然肖若宇送了陈远一辆900万的车 可陈远反手就要带着学姐去兜风 在车上秦冰雪很是疑惑 他问陈远为什么要对肖若宇这样 这样很伤人心的 可陈远却说没有为什么 并且也实话实说了 可能是她没有成为我期待的样子 有些失望而已 错的可能不是她 而是我 陈远也不知道秦冰雪能不能听语 说的很是隐晦 虽然不知道咋回事 但你其实还是很在乎她的对吗 你们是高中同学 肖若宇是你的初恋吗 对于陈远和肖若宇 秦冰雪还是有过一些了解的 陈远自嘲一笑 我这样的鱼蛋哪有初恋 陈远说的并没错 高中的时候她只是个普通人 只能私下暗恋肖若宇 可现在拥有系统的她却早已经非西比 秦冰雪听完一声冷哼 男人我信一个鬼 秦冰雪压根就不信陈远的话 她觉得身边这个男人一肚子坏水 虽然有时候也很好 在秦冰雪沉默片刻后 似乎做了个决定 陈远我接下来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想好了认真回答我 不许有任何欺骗和隐瞒 秦冰雪一脸认真 这是她很想搞明白的一件事 陈远也摆出一副随意的表情回应 你问吧 其实秦冰雪不说 陈远也大概能猜到她要问什么 你为什么要给我 不理于科技十一的股份 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想法 事到如今秦冰雪也搞不懂陈远的心思 所以她今天干脆直接问清楚 陈远并没立马回应 而是反问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秦冰雪立马就有了些怒意 赶紧说 我说了让你认真点 看着陈远还是一副第二锒铛的样子 秦冰雪就有些怒了 我对你没什么想法 给你股份只是为了博取你的好感度吧 陈远实话实说 因为这就是她的动机 并没其他的想法 可秦冰雪听完却一脸不信 我不信 你对我没想法 为什么还要博取我的好感 在秦冰雪看来 陈远的话很是矛盾 并不能算是一个回答 当然是为了做任务 陈远微微一笑 这也是事实 她对这些女人好 只是为了获得好感度拿奖励 当然这件事只有陈远一个人知道 任务 秦冰雪听到这个回答后 显得有些懵逼 甚至她都不知道陈远在说什么 只是觉得陈远有些奇怪 不然陈远一个急刹车 将车停了下来 她打算摊牌了 告诉秦冰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陈远酝酿了两秒半后 她终于开口解释了 是任务没错 我有个系统 给了我九千万亿的资金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但只能给妹子花 而你就是我的目标之一 这十亿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陈远你能不能别开玩笑了 你要编故事也编个靠谱的 什么任务系统 这种老掉牙的设定网文都不写了 你居然还拿出来说是 也太幼稚了吧 好吧 我承认我是因为你漂亮 长得好看 所以给你花钱目的是为了得到你 你满意了吧 陈远就知道说出来秦冰雪也不信 然而陈远这随口说的一个解释 却让秦冰雪沉默了下来 也许这就是她想要的答案 虽然是陈远编的谎言 是假的 但她就是愿意相信 秦冰雪一脸羞红的在想 如果对方是陈远的话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她是喜欢陈远的 所以秦冰雪是愿意的 陈远顿感无语 这女的我记得以前不这样啊 寡言少语的 现在怎么跟个好奇宝宝一样 陈远无语了 说真话她不信 说假话她就信了 而且还很好奇 难道这就是反差 看着身旁的秦冰雪 陈远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一个很妙的想法 总在下棋 一盘很大的棋 她疯狂消费只为打响名号 目的是为了打造自己的商业版图 吸引无数迷媚 萧若宇更是把陈远当成了神人 当成了堪比诸葛亮足智多谋的男人 陈远带秦冰雪多完封后 就将她送回了家 陈远没有选择停留 便直接离去 看着离去的陈远 秦冰雪陷入了思考 因为她越来越看不透陈远了 起初她还以为陈远是在耍什么把戏 可现在看来 她居然真的是看上了自己 一想到这里 秦冰雪就有些脸红 这个陈远每次都嘴上乱说 但是从来也不见她动手动脚 真是奇奇怪怪的 陈远的无动于衷 让秦冰雪有些不会了 如果她真像她说的要得到我 明明机会就有很多 而且她花出去的钱 足够让无数女孩头怀送抱了 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难道是看不上我吗 好像也不对 至少秦冰雪对自己的相貌 还是很有自信的 我还是觉得陈远的目的不简单 她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不是表面这么简单 突然秦冰雪想到了一个可能 一个非常大胆且离谱的假设 如果真的是她想的那样 那么一切就能解释得通吗 但就在秦冰雪左思右想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仔细一看竟是萧若鱼打来的 她下午送了陈远一辆劳斯来撕 却被陈远带着秦冰雪去兜风 秦冰雪一边切苹果 来当做自己的晚餐 一边跟萧若鱼对话 若鱼啊 你说陈远吗 对她已经回去了 电话那头的萧若鱼是为陈远而来 她想知道陈远的最近情况 因为萧若鱼知道再不行动就没机会了 秦小姐我有个不情之情 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告诉我 陈远在车上和你聊了什么吗 有提到我吗 秦冰雪回忆 我问过她了 但她好像不想谈论这件事 我就没多问 但是有件事我却想不通 萧若鱼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 连忙问是什么事 我想知道陈远为什么给李渔科技投资 还要给我股份 她说是因为对我有好感 但我总觉得言过其事 我也不觉得自己知识各异 听到这里萧若鱼似乎想到了什么 非常激动 你这么一说确实 陈远也跟我说过类似的问题 但我也觉得她的收获与付出完全不成正义 这太反常了 难道说 难道说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从她在直播平台疯狂花钱 打响烟总的名号开始 毕竟花钱也没她那样花的 她花的实在不寻常 她花钱只为得到大量的迷妹 和热搜的曝光度 她物不为盈 先是入资消逝 收购大猫 投资李渔科技 这单独一件事看起来没什么 可一旦串联起来就会发现 陈远在打造一个商业版图 这绝对不是她随意的消费 所以陈远表面上是个败家子 实际上却在运筹帷决胜千里 听完萧若宇的分析 秦冰雪似乎也清醒了过来 好像真是这样 我们领域科技前阵子 研究出的AI智能算法 难道陈远是看中了 这个潜力才投资的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 现在萧若宇更加肯定 自己的猜想了 这就是陈远给自己 打造的商业版图的雏形 一切都通了 所以说摊花好色 都是她的伪装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商业意图 而设置的烟雾弹 所以我的猜想 极有可能就是真相 现在陈远在萧若宇心中就是神 她至多近妖身不可测 萧若宇更是将她看作为现代孔明 是一个智商高达一千 突破人类上限职传说中的男人 萧若宇又在想 陈远会是那个改变世界的男人吗 至少萧若宇认为陈远可能有这个能力 突然萧若宇收到一条短信 有信息请小姐你稍等一下 打开一看是赵玉琪发来的 若宇姐我这边不是公司要筹备开业了吗 我记得你是经贸大厦的房东 可以租一层给我吗 价格好说 萧若宇表示没问题 虽然只是赵玉琪一条普通的信息 可不知道为什么 萧若宇现在就很喜欢揣测 她觉得这条信息也有问题 搞不好也跟陈远的布局有关 难道说这也是陈远安排的 一想到这里萧若宇就沉下了脸 她觉得自己是该做些什么了 绝对不能再做一代毙下去了 萧若和闺蜜搞直播平台 可现在缺了一个专业人士 于是萧若找到了落魄的沈书仪 现在她正被小鲜肉男友甩了 而萧若却不知道 她也被陈远给绑定了 此时男生寝室内 陈远猛然打了个喷嚏 这让她非常疑惑 强化后她基本摆病不清了 现在却打了个喷嚏 莫非是有谁在念叨自己 这时陈远看向三个室友说道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 我宣布个事 胖子嘀咕着 搞啥呀远子 哥可是正在关键打团时刻 我决定要搬出去住了 陈远不准备继续住在宿舍 他现在有了房子也有了车 搬出去是早晚的事 并且住在外面也更方便他完成任务 当陈远说要搬出去住后 三个室友当场不能淡定 甚至嘴里抱了粗口 他们有些不能接受好兄弟出去笑 于是三人抱着陈远的大腿暴风哭泣 远子你要搬进徐乐乐送的房子里吗 那种事情不要啊 我要你教我谈恋爱 是啊是啊 你还没教会我们怎么泡妞呢 这个没办法教的 关键在颜值你们懂吗 陈远扒起刘海 她的脸上似乎又出现了一层帅逼径 是妹子们无法抵御的帅 与此同时笑花住的别墅区内 赵玉琪和钱萌萌一脸开心 钱萌萌说道 琪琪现在你场地搞定了 大猫也进入了筹备阶段 应该开始搞招聘信息 招兵买马了 赵玉琪现在就是这么想的 她决定第一个招聘的人才 就是好闺蜜钱萌萌 以后钱萌萌就是公司的执行策划 赵玉琪还打算把小飞也喊上 到时候他们姐妹齐心 钱萌萌觉得倒是没啥问题 而赵玉琪似乎看出了 钱萌萌还没说的话 于是她表示工资绝对少不了 一切都好说 不过赵玉琪认为现在最关键的 还是缺少了专业人士 尤其是直播领域的 钱萌萌提醒 你之前不是做主播吗 翻翻你为有没有什么合适的 听你这么说倒是有一个 是个直播公司的老板 但是好像得罪了什么人破产了 据说现在过得挺惨的 想到这里 赵玉琪打开了那个人的信息 决定先找他聊聊 另一边某家餐厅内响起了一道骂声 给我滚 只见一个灰毛被泼了一身茶水 刚才被骂的人也是她 可即使这样她也没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而是一脸平静 你让我滚 你以为你还是以前 我要看你的脸色吗 灰毛一边摆弄发型 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骂她的女人 曾经她很听女人的话 可现在却今非昔比了 而泼灰毛水的人正是沈淑仪 之前她搞了个直播公司 但她却让林书童造谣 在直播的时候说陈远的坏话 结果被陈远发现后 只用了半天时间 她的直播公司就宣布倒闭 最关键她还是陈远绑定的对象 姓周的 你吃我的助我的 我们都订婚了 你现在要分手 你还是人吗 沈淑仪气的不行 现在被说要分手 这是她怎么都不能接手的 要知道以前都是她养着这个小男友 我就是要分手 你现在公司没了 成天躲债 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男人的青春很短了 你年纪又这么大 你给不了我的 别人可以给 怪只怪你自己不够努力 我就先走了 但我已经买过了 估计你兜里也没钱结账 白白了阿姨 灰毛摆了白手就要离去 看起来表面微笑 实则非常无情 刚才的一幕被路人看在眼里 他们纷纷开始议论 杨小白脸好心潮啊 老牛吃嫩草就是这样的了 不过这个阿姨也确实很惨就是了 此刻沈淑仪就像个落汤鸡 她好恨 该死的 男人好物质好现实啊 老娘是真的不服 我一定有机会东山再起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老娘一定要站起来 就在这时 赵玉琪的电话打了过来 赵玉琪直击主题 沈杰想不想跟我一起创业啊 这句话一出 沈淑仪整个人都震惊了 因为她似乎看到了曙光 那是正处于黑暗中的她最大的希望 燕总也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细花表面上是来送早餐 实则在一步步获得燕总好感 可燕总魅力太大 细花已经率先沦陷 自从从学校搬出来后 陈远就住进了这座新房子里 这是细花送给她的 现在陈远也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 一大清早陈远的房门被打开 陈远非常敏锐 陈远也不对啊 家里该不会糟贼了吧 陈远百思不得其解 虽然她现在的体质早已异于常人 但为了保险起解 陈远还是拿了一个花瓶 准备给小偷一点颜色瞧瞧 偷东西都偷到我这里来了 是不想混了吗 陈远手持花瓶 准备在小偷进屋的瞬间 就给她一点教训 虽然现在的陈远 已经是能徒手打几十个人的存在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 而陈远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对方进门 然后给她致命一击 然而开门的人手中 竟提这个保温杯 似乎并不是来偷东西的 因为她是徐乐乐 这个房子就是她送给陈远的 开门的瞬间 徐乐乐顿时一惊 陈远你在干嘛 而陈远正准备砸下的花瓶 立马松开 这也多亏与她反应及时 陈远表情有些扭曲 她怎么都没想到 徐乐乐会来这里 不是说好了 把房子送给自己吗 然后陈远放下花瓶 一大早上的闹剧 就这么结束了 乐乐你怎么来了 招呼都不打一下 陈远一点都不害臊的 穿上了那件战神短袖 而徐乐乐毕竟是个女孩子 见到陈远那完美的身材后 她立马就扭过身羞红了脸 徐乐乐走出房门说道 对不起啊远哥哥 我不知道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 我还想重新布置一下卧室呢 看来来的不是时候 离开房间 徐乐乐别提有多开心吗 脸上的笑容是怎么都挂不住 因为陈远那身材属实有些无敌 这让徐乐乐芳心乱产 远哥哥的身材真不错 还有八块腹肌 穿上短袖后 陈远也是黑黑一笑 不过是玩味的坏笑 好了你别解释了 你都把我看了 这也太不公平了 你是不是也得让我看才能扯平 听到陈远的话后 徐乐乐又打开门走进了屋 此刻徐乐乐脸红的 就像熟透了的苹果 她声音很细很小 非常不好意思的说道 远哥哥你如果真的想 也不是不可以 虽然徐乐乐嘴上很大胆 但实际心里还是很不好意思 但也很开心 陈远并不莫及直接说道 当然想啊 我一大老爷们还怕你不成 看着有些扭捏的徐乐乐陈远在想 还想调戏我 看看我们谁更狠 当陈远说完后 徐乐乐竟真的打算履行约定 陈远顿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她立马大叫 别别别 我开玩笑了 你别来真的呀 陈远是真的紧张了 她是真的没想到 徐乐乐这个女人 对自己一点防备都没有 难道她就不怕玩出火吗 徐乐乐调皮的笑了笑 我也是开玩笑的 实际徐乐乐现在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还想玩火 也不知道咱们谁是柴谁是火呢 如果甜度为食 那么现在徐乐乐心中的甜分就是十分 远哥哥你肯定饿了吧 我给你带了早餐药 其实徐乐乐来这里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陈远送早餐 然后制造一场小闹剧 她给陈远带了丰盛的早餐 有包子还有红红绿绿的小吃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这时陈远起了疑心 你不是说不知道我搬过来吗 怎么还给我带早餐 见徐乐乐说要送早餐的时候 徐乐乐很享受着短暂的时光 她轻声回应 挨压远哥哥就别在意这些细节了 现在两人和正常的情侣并没区别 不过陈远却想得很多 看着眼前的徐乐乐她就能知道 徐乐乐的准备工作很足 看来是想上位 那么面对这么甜的徐乐乐 陈远会答应她吗 真的会接受她 让她成为自己真正的女友吗 生直男展的细花有多会撩 她先是找机会给燕总送早餐 然后又像个贤惠的妻子 都陈远开心 最后还有不经意的小拿捏 这种撩汗手法 让陈远独有些顶不住了 徐乐乐给陈远送来的早餐有饺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 不过陈远最想吃的还是饺子 乐乐真不错呀 还包了饺子 这饺子看着就很好吃 很饱满的样子 见陈远这么夸自己 徐乐乐顿时欣喜 那可不 我不仅会包饺子 还会包汤呢 只要哥哥愿意 我可以天天给你包 一听此话陈远开心的不行 有人天天做早餐 我肯定愿意啊 虽然他知道徐乐乐接近自己的目的 但这并没有让陈远觉得不舒服 因为这个度徐乐乐把握得很好 然后陈远提议 干脆你来做我的生活助理 我给你开薪水怎么样 从这几天的接触来看 徐乐乐改变了很多 在生活上的很多事情都处理得很好 所以陈远产生了这个想法 谈钱多见外呀 我可不要钱 我可以免费给你天天做 徐乐乐一边说一边递出一双筷子 现在的徐乐乐没有那么败金 他更多的是想得到陈远的好感 就在递筷子的时候 徐乐乐在陈远手心轻挠了一下 这一下直接让陈远手心发颤 瞬间打了个激烈 不过好在陈远并非常人定力十足 但他心中也在想 二十多岁大小伙子 这谁顶得住啊 如果换成其他人肯定就真的被拿拧了 不过陈远觉得这饺子是真的好吃 吃进嘴里汁水瞬间迸发 越吃越想吃 看着有些小得意的徐乐乐 陈远是真的服了 他佩服徐乐乐是真的会撩 不愧是绰号直男斩的女人 果然有两把刷子 至少现在的徐乐乐看起来就很会 就在这时 陈远的手机响起 那手熟悉的女孩 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再次响起 拿出来一看 竟是女星高悬营打来的 自从上次陈远投资她开影视公司后 两人就没联系过了 刚接通电话高悬营就直击主题 陈远你一定要帮帮我 现在高悬营作为公司老板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陈远一边吃早餐一边回忆 这又是怎么了 长话短说我正忙着呢 享受二人世界被打断 陈远有些不满 于是就催促高悬营搞快点 有事赶紧说 我真的没办法才来求你的 这次的事情我是真的搞不定 于是高悬营说出了打电话的原因 公司开业扬岛新戏也要开拍了 但是数电影视成刁难我们 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现在我们想拍也没地方拍了 现在停机烧的都是钱 扬岛 哪个扬岛 打刀塔的那个 陈远一时有些健忘 忘记那个扬岛是谁了 就是那个总喊你干爹的死胖 你这是什么记性啊 人家一把年纪了天天 第三下四喊你干爹容易吗 你懒得理我也应该帮帮养岛吧 这开机了每天都在烧钱了 好好好我帮我帮 陈远没有多一秒的犹豫 直接答应了下来 因为花钱他是最在行的 无非就是多一点少一点 在陈远眼里钱就是个数字 不就是数电在刁难你吗 我给你打五千个亿 咱们自己盖个影视成不就好了 到时候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片刻后 五千亿转到了高悬营的账上 这是陈远目前为止消费最大的一笔钱 看着道账短信 高悬营有些不敢相信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五千亿 陈远就这么给我打过来了 五千亿打过去了 过几天我去你们公司看看 有什么事在找我 这时陈远吃完早餐也挂了电话 高悬营自语 这可是五千亿啊 怎么感觉他说出来像是五十块一样随意 乐乐我很感谢你的早餐 说真的味道还真不错 这时徐乐乐在等陈远的话 他希望陈远让他留下来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搬走比较好 虽然早餐好吃 但陈远也不是没脑子 他并没让徐乐乐留下来 徐乐乐瞬间傻眼 他实在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明明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 可陈远依旧选择拒绝自己 然后徐乐乐一脸委屈地说道 远哥哥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总和好兄弟去吃饭 可他的女友却疯狂算计烟总 当得知烟总为女星投资了一千亿后 他就打起了烟总的主意 虽然徐乐乐送了陈远一套房 可陈远还是打算搬出去住 因为陈远认为 徐乐乐总是这样不打招呼就进来 会搞得很干大 万一再发生点什么就更不好了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把备用钥匙拿出来 陈远想的是 今天钥匙隐狼入室 以后恐怕就不会有安生日子过了 所以现在绝不能被表面所迷惑 徐乐乐有些疑惑地交出了钥匙 我把钥匙交出来就是了 他好不容易让陈远住进来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轻易又搬出去 备用钥匙交出去没关系 因为备用钥匙徐乐乐不止一把 大不了以后再找机会 把两人关系更进一步 我知道你不止一把钥匙 感谢你的早餐 但如果不能尊重我的个人隐私的话 我还是搬走算了 见陈远都这么说了 徐乐乐只能答应了 不过以后机会还多的是 知道乐乐最善解人意了 我先走了拜拜 吃过早餐陈远就打算离去 因为她今天还有别的事要处理 至于女人陈远则是认为要经常敲打 不然容易上房接瓦 上次就是写了教训 所以现在的陈远段位更上一层 在女人面前可以游刃有余 片刻后 陈远开着削弱与颂的劳斯莱斯 来到了湖大门口 远子这里 陈远刚打开车门 一道声音就传来叫住了陈远 而这也是陈远来学校的目的 远子你可算来了 原来是好兄弟刘文哲 他身边的事 又被他重新追回来的拜金女友杜小月 此时杜小月也在笑盈盈的和陈远打招呼 看到杜小月陈远有些不满 因为他本想和文子聊点私事的 可杜小月也在 现在搞得就很不方便 你小子又换车了呀 话说咱们去哪里吃饭了 见陈远开的劳斯莱斯 文哲有些惊叹 而陈远则是没有解释那么多 只是让两人上车再说 上车后杜小月又开始了内心活动 不愧是机智的我 陈远和刘文哲关系这么铁 以陈远的身价去的地方肯定很高档 看来我今天的妆没白化 然而片刻后杜小月就不这么想了 他被光速打脸 因为陈远吃饭的地方和高档就搭不上面 杜小月心中有些崩溃 搞没搞错呀 这什么垃圾地方 真是脏死了 陈远不会要在这种地方吃饭吧 不过好兄弟却不这么认为 远子可以啊 这家川菜老地道了 我还怕你有钱了 带我吃什么黑珍珠 那里我可吃不惯 陈远回忆 我是那种装备饭吗 今天主打一个酣畅随意 此时杜小月都快哭了 因为她吃不到她的松露鹅干鱼子酱 小月这家店味道可震了 你一会有口福了 杜小月虽然心里不愿意 但表面还是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是吗 那我真是谢谢你了 杜小月实在搞不懂 这个陈远是不是穷鬼在装副歌呀 吃这种垃圾路边摊 难道我看走眼啊 她根本就没什么实力只是在装 一想到这里杜小月心绪就变得很复杂 三人进电入座后 一旁的电视剧传出了一道最新新闻 大家好 这里是知名艺人高悬莹女士召开的联合发布会现场 高悬莹女士表示 她的悬莹影视公司有重大消息要披露 三人见状连忙靠向电视机 此时电视里的高悬莹说道 大家好我是高悬莹 今天在这里主要是宣布一件事 陈远在想 她难道就不懂啥叫低调吗 总是刷存在感有什么好处 真是个愚昧的女人 就在这时高悬莹的消息 让陈远当场喷出一口老茶 知名神豪燕总向我们公司投资一千亿 我们即将打造全亚洲 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影视基地 文哲听完直接惊呆了 他看向一旁的陈远说道 燕总不就是远子你吗 远子你是要搞影视基地 而此刻最激动的还是杜小月 一千亿 陈远居然这么有钱 堪称巨富却不拘小杰吃路边摊 真是有性格 心灰意冷的杜小月此刻又燃起了希望 他在陈远身上看到了金钱的气息 人得知男友的兄弟是燕总后 他决定来见男友逆天改命 而燕总投资女星一千亿的新闻 此刻也被后宫团所得知 现在他们终于感受到了燕总的可怕 正在吃饭的陈远看到了高悬莹的新闻 见高悬莹说出了投资人就是自己后 这让陈远当场暴怒 因为他只想低调装备 结果这下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燕总了 以后就没办法泡妞了 远子你居然连女明星都认识 啥时候给我整个签名呗 还有还有 你们那个影视基地咋回事 陈远无奈地笑了笑 签名没问题 基地啥的都是在瞎闹 文哲依旧很好奇 又问起了一千亿的投资金 结果陈远是真的忍不了了 直接加住一把青菜让文哲闭嘴 此刻文哲的女友杜小月激动坏了 现在他知道了陈远的身份 只是一瞬间他似乎就抓住了未来 杜小月认为刘文哲就是他人生的天梯 是他逆天改命的机会 我一定要抓紧他 陈远随便漏点钱都够普通人报复了 我逆天改命全靠他了 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于是一向冷淡的杜小月立马热情了起来 文哲这么大的人了 吃个饭也不注意 我给你擦擦 看着突然这么热情的杜小月 文哲竟有些老脸一红 于是他认为这就是爱情 杜小月爱上了他 与此同时经贸大厦内 钱萌萌有些疑惑 你不是说他只有五百亿吗 现在竟给高玄银投资了一千亿 而且他居然还认识高玄银 赵玉琪也有些搞不懂 可能是陈远故意谦虚的吧 我之前也只是猜的 这时秦冰雪说道 他们认识我知道 陈远之前参加慈善晚宴 给高玄银拍过礼物 他们很早就认识了 钱萌萌好像有些若有所思 所以说陈远这次也是泡妞吗 肖若宇却不这么认为 肯定不是泡妞那么简单 一千亿的项目是个大工程 不可能是临时决定的 这个是应该早定了 只是此刻借高玄银披露了出来 一千亿只为泡妞也确实太离谱了 秦冰雪也跟着附和 肖小姐分析的很对 陈远的很多举动看似荒唐 其实另有深意 绝对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比于科技 大猫TV 现在又是影视基地 陈远你究竟在布局什么呢 肖若宇不懂 他只觉得陈远离他越来越远 甚至已经快要变成了陌生人 而肖若宇也越来越看不透陈远了 他很无奈 突然钱蒙蒙想到了个点子 如果这个时候玉琪你去爆料 咱们大猫TV也是烟总投资的 会不会有一大堆主播和业内人士加入啊 赵玉琪觉得这个方法好 有千亿巨富兜底 别人一定会觉得大猫特别有发展潜力 毕竟老板的眼光都是很精准的 只要他们看到背后的本质 那么大猫将会迅速崛起 一想到这里 赵玉琪就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因为他现在也确实在为大猫运营所烦恼 突然肖若宇问向三人 难道这也是陈远的计划吗 此话一出三人当场傻眼 他们都在想 如果这也是真的 这也是陈远的计划 那么陈远就太可怕了 简直不能用人来形容 是个智商心机突破人类上线的怪物 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原本四人觉得组成复仇者联盟 就能花光陈远的钱 可他们现在只觉得自己很渺小 甚至他们的心思早就被陈远发现 只是陈远没有点破 就在这时前几天来报道的沈树仪问道 陈总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说明一下 沈树仪也是陈远绑定的对象 赵玉琪终于回过了神来 没什么 高悬营不是在开发布会吗 我们在讨论她的投资人燕总呢 当听到燕总这个名字后 沈树仪瞬间紧张了起来 你说的燕总是哪个燕总 此刻阿姨心中出现了一个不妙的感觉 还能是哪个燕总 就是最出名的那个 沈姐你不知道吧 咱们公司也是燕总投资的 此话一出 沈树仪如同触电了一般 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于是她亲身问道 请问我现在辞职还来得及吗 沈树仪怕了 她是真的怕了 因为燕总是她挥之不去的噩梦 总是陈远的身份终于曝光 现在人人都知道 她给女星投资了一千亿 于是陈远也不装了 她决定玩票更大的 由于沈树仪得知了燕总的身份 于是她当场选择离职 这让赵玉琪很是不能理解 当年做主播是您带我入行的 我是真心可求你的加入 如果你对薪资待遇不满意 我们可以再聊聊 如果是担心公司发展的话 你也看到咱们公司 有燕总做后盾 就是因为燕总 突然沈树仪大叫说出了真相 我想离职和其他的没关系 主要就是因为燕总 实不相瞒 我就是因为得罪了燕总公司 才破产倒闭 要是被燕总知道 我加入你公司 我自己再被针对是小事 我就怕再连累了你啊 听完沈树仪的话 赵玉琪一头雾水 她怎么都联想不到 沈树仪公司破产是陈远干的 赵玉琪想了又想 但不管怎么想都弄不清楚 所以她认为这里面 可能会有什么误会 于是她打算帮沈树仪问个清楚 树仪姐你别担心 陈远她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我去帮你跟她说说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与此同时街边小餐馆 陈远和好兄弟就在这里吃饭 此时饭刚吃完 文哲打算带女友先离去 远子咱们下回再约 到时候电话联系 就在陈远刚走出餐馆的时候 她的手机再次响起 是赵玉琪打来的 她表示有件事 想和陈远说一下 什么是你说吧 陈远已经猜到了 她要说什么 肯定是和投资高悬营 一千亿有关系 现在她已经看透了这些女人 她们眼里只有钱 一想到这里 陈远就有些不想 给赵玉琪好脸色 因为她现在确实 有些厌倦这些拜金女了 不过赵玉琪问的 并不是钱的事 书仪姐是不是之前得罪了你 你就把她公司给封杀了呀 书仪 她是谁呀 哪个戏的 陈远还以为是哪个戏的戏话 毕竟她认识的女生太多了 一时间记不起来也正常 就是沈书仪 之前开了一家直播经纪公司 得罪了你破产了 你还记得吗 听到这里陈远终于想了起来 她印象里确实是有这么一件事 但是沈书仪给陈远的印象非常差 主要是这阿姨打着我的名号 在外头招摇撞片有点气人 还说有烟总给他们做靠山 最后还拉林树桶抹黑我 这我确实不能忍 是这样的陈远 沈姐现在就在我公司任职 她也受到了教训 我让她给你诚恳道歉 你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电话那头的陈远表示没问题 就让她道歉吧 毕竟事情过去了那么久 陈远倒也觉得无所谓 这阿姨如果真的知错 我确实也没必要对她赶尽杀绝 其实还有一点陈远自己都没意识到 沈书仪还是她的绑定对象 沈书仪接过电话一脸歉意的说道 对不起燕总 之前是我错了 您不要和我计较好不好 我以后一定努力辅佐赵小姐 做个好员工 行吧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就这样吧 说完陈远便挂了电话 现在沈书仪终于松了一口气 谢谢你玉琪 我现在感觉轻松多了 赵玉琪连忙说道 书仪接我就说了 陈远其实脾气挺好的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起努力 其实陈远觉得这个沈书仪倒是个人物 能去能伸 去了赵玉琪的公司应该能帮上忙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了 但很可惜高情商不是每个人都有 陈远觉得有些人就需要敲打敲打 不然还搞不清自己的定位 只会越来越狂妄 与此同时高玄银的发布会还在继续 记者们不断对一千亿的问题进行采访 高玄银都有些应付不过来了 关于影视基地的选址那当然 突然高玄银的手机响起 她又说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刚接通陈远就是一顿骂 高玄银你长本事了呀 牛脸就把我给卖了 高玄银一脸无辜的说没有 就这么大张旗鼓说烟总给你投了一千亿 你让我以后还怎么低调做人 高玄银无语了 你有低调过吗 其实高玄银心里更是不爽 你一天到晚又是弹琴又是打赏主播 又是勇斗歹徒 你还要脸吗 算了算了 事已至此多说无意 既然你都开发布会了 你就帮我做一件事吧 陈远嘴角上扬 她决定加大力度搞件大事 光了不装了 烟总终于摊牌了 她将收购直播平台的事情爆出 无数女主播为之疯狂 他们都想加入烟总的平台 于是短短半天时间 直播行业人员纷纷开始跳槽大猫 由于高玄银暴露了陈远的身份 于是陈远打算借这次发布会将计就计 再来拨大的 高玄银接通电话 陈远让她帮忙做一件事 高玄银有些疑惑 她总是觉得陈远有些不正经 搞不好这次又在想外心思 原来是这样 陈远我知道了 好的好的没问题 几句话的时间陈远说明了来意 而高玄银也表示没问题 现在无数记者都在等高玄银的回应 期待她爆炸性的发言 挂完电话高玄银有些歉意的说道 阎总传达的话 此话一出在场众人全部惊呼出声 果然是那个神秘的阎总 看样子高玄银有重要的事要宣布 这趟来得太对了 要知道这可是独家新闻 神秘的阎总终于要揭开面纱了吗 阎总跟我说她刚收购了一个直播平台 大猫TV 这个濒临破产的平台即将重新上线 请大家拭目以待 陈远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借这次机会 帮赵玉琪打个广告 而我们玄银影视将会成为大猫的战略合作伙伴 是什么意思 于是她干脆加一把火 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大猫 高玄银的话引起了记者浓重的好奇心 高玄银女士 请问这次战略合作是否提前就定好了 高玄银女士请问燕总和你是什么关系 高玄银女士请问燕总后续打算投资哪些产业 与此同时主播休息室内 几个主播也在看这场发布会 燕总要搞直播 她平常给女主播刷钱那么大方 对自家直播一定也不吝啬吧 感觉可以考虑跳槽去那里 我现在的工会抽成太狠了 那可是燕总啊 就算赔一些违约金 跳槽去大猫也是一定大有搞头 什么 燕总居然也要搞直播平台 此时一位直播平台的老板正在关注这一切 他虽然震惊 但他并不看好 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已经被瓜分殆尽 就算燕总财力雄厚也无力改变 就在这时办公室门被推开 老板不好了 刚才研发部和运营部的人集体提理纸了 下属很多工会也说自己的主播开始跳槽 老板吓得当场惊出一身冷汗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就是燕总的破局之法吗 而在另一边的经贸大厦内 赵玉琪绝对是最开心的那一个 因为大猫就是陈远送给他的 若宇真被你猜中了 高璇迎这波给大猫做足了宣传 这一切只有陈远早有计划能解释得通了 萧若宇微微一笑 其实我也只是猜测罢了 没想到还真猜中了 现在的陈远在几人眼里 那绝对是个无敌的商业奇才 他一环扣一环 之前荒诞不惊的行为 最终都被证实是伏笔 是他刻意为之 他下的气实在太大 一想到这里四人皆是沉默不语 因为他们之前还想花光烟总的钱 可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很小丑 他们甚至有些惭愧 如果陈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之前所谓泡妞的行为 难道全都是在投资 必识到问题后 钱萌萌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设 陈远之前花了那么多钱 如果不只是泡妞的话 那他的目的只是商业回报 现在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而现在几人更天向后者 认为陈远在为他的商业帝国布局 也就是说他给我们花钱 根本不是想追我们 只是觉得我们有钱力成为他的员工 这一刻几个妹子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虽然陈远很有钱 但他们喜欢陈远也确实是真的 然后一个问题出现在了三人的心中 陈远到底爱不爱我 肖若宇陷入了迷茫 秦冰雪也在苦思 他不太想接受这么一个事实 而赵玉奇更是有些难过 但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陈远是为了其他目的才给他们花钱 前女友林书彤再次上线 燕总投资一千亿登上热搜 林书彤终于明白自己到底有多蠢 竟为了小钱无情地抛弃了陈远 而因为陈远为女星投资一千亿 他也迎来了最强的劲敌 魔度李少终于要开始行动了 此时经贸大厦内 四个妹子都在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陈远到底爱不爱自己 陈远真正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他们猜的 他们只是陈远的赚钱手段 是他的下属 肖若宇知道三人跟他想的一样 这种时候如果犹豫就会败北 于是他率先打破了陈远 我不知道陈远到底喜欢谁 他可能所有人都喜欢 也可能谁都不喜欢 除了钱蒙蒙 另外几人都和陈远有过很深的接触 先不说陈远喜不喜欢他们 但他们绝对是喜欢陈远的 就算陈远他是个渣男 在他做出选择前我也会一直陪着他 肖若宇说的斩钉截铁 这也是他现在确信的一件事 因为他已经搞砸了一次 这一次他说什么都不会轻易放弃 赵玉琪和秦冰雪听完有些沉默 因为肖若宇说的话 恰巧也是他们在想的 跟肖若宇一样 他们也不会轻易放弃陈远 毕竟他们两人早已沦陷 就在这时沈树仪拍了拍手 咱们暂时不提这事了 我觉得女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 真正靠得住的只有自己 只要你强大优秀 自然有人会重视你 作为局外人的沈树仪看得很清楚 被沈树仪这么一提醒 在场四个妹子也不迷茫了 他们觉得那就各凭本事 最能够帮陈远赚钱的人 才会是陪他走到最后的人 话说钱蒙蒙这里真的有你啥事吗 虽然他也莫名被陈远绑定 但两人压根就没说过几句话 与此同时一家公司 前女友林书彤 现在是这家公司的前台 她之前甩掉陈远 后来又追求陈远 那之后陈远就没再和她联系过 现在林书彤收到一个快递 这是您的快递 需要帮您拆开吗 没有陈远但靠山 林书彤也只能和普通人一样 握着上班打工的生活 突然一旁的同事发出惊呼 我去书彤今天的新闻太劲爆了 高玄银在发布会宣布 要投资一千亿到影视场 半个小时就登上热搜第一了 林书彤被同事吓了一跳 她一边拆快递一边回忆 高玄银就是前阵子 骂战的那个女星吗 她才刚刚复出 怎么会有一千亿 在吹牛呢吧 真有一千亿她还演什么戏 当然是她背后有金主了 是一个神秘大神豪 林书彤并不感兴趣地问道 是谁啊 对于娱乐圈的事 林书彤并不关心 是燕总 当同事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 林书彤不再能淡定 以至于手指都不小心被划伤 燕总不仅投资了一千亿盖影视场 据说还收了大猫 这是要强势下场啊 有钱人真的好任性 同事说起燕总时 眼里充满了崇拜和向往 真的是那个燕总吗 我有次看直播有幸见 她狂刷了一千个火箭 简直是牛坏啊 同事连忙回应 就是她 你运气真好 咱们普通人平常估计都没啥机会 能遇到他们这样的有钱人 在两人交谈甚欢的时候 林书彤却不再能淡定 因为她又听到了陈远的名字 而这次陈远竟投资了一千亿 要知道这可是十二位数字 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 可以想到当时自己干的事情 她就后悔到不能再后悔 当时她为了一点小钱 抛弃了真心对她的陈远 上了一个黄毛的车 而那个黄毛却是富婆养的小白脸 与此同事魔督 这里是环球金融中心 此时一只水杯砸在了高悬营的相框上 岂有此理 又是这个烟总 她这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 我不准影视城和高悬营合作 她居然直接选择盖个新的影视基地 她这是在打我的脸啊 此人是魔督李少李家木 李家木的秘书一边收拾玻璃闸 一边嗲里嗲气地说道 李少宁先消消气 我已经让人去打听此人了 相信很快就有消息 看着墙上高悬营的画像 李家木喃喃自语 悬营这就是你的靠山吗 是他帮你扳倒了王虎和方靖元吧 但你知道吗 他们只是我养的两条狗罢了 在华校我李家布局多年 我李家木看上的东西 终归都是我的 这一刻起李家木正式向燕总发起宣战 而燕总也终于迎来了目前最大的对手 好了不好了 燕总终于被盯上了 可他们却根本查不到燕总这个人 因为燕总就是个普通大学生 但现在的他已经和细花过起了夫妻生活 细花不但为陈远打扫家务 还负责起了他的生活起居 而这就是细花的手段 等陈远习惯后就离不开他了 此时魔都环球金融中心 李家木已经让秘书去查燕总的信息了 可秘书问了其他的财阀家族 似乎并没有燕总这个人 李家木有些疑惑 这就太奇怪了 那他的资产是从哪里来的 总不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李少宁别担心 结合他一直以来的刑警 这只不过是他在争风吃醋 这人不过是个土大款罢了 李家木一声轻笑 土大款 这就是你的结论 实在是天真 我李家在影视圈根深蒂固 我的神典影视基地更是得天独厚 论资源论人脉论财富 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 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 那你就错了 我觉得他完全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 他竟然敢跟我叫板 说明他已经有了计划 我猜测他的真实目的 根本不是什么影视基地 影视基地是幌子 他真正想搞的是房地产 听到这里秘书终于有些懂了 李少宁说的对 那我是不是派个人去查 这个燕总的真实背景 李家木回应 你去查吧 三天之内我要得到 这个人的详细资料 我倒要看看这个燕总 究竟是个什么人 敢跟我李家木作对 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与此同时 徐乐乐送陈远的房子内 远哥哥来喝汤 此时徐乐乐拿着汤勺 再给陈远喂饭 陈远一边打着游戏 一边享受着徐乐乐的头位 现在他虽然不在这里住 但会经常过来吃饭 而每次过来 徐乐乐都会做好大餐等他 没多久陈远再次拿下游戏的胜利 徐乐乐见状还不忘夸赞 好厉害啊远哥哥 你又赢了 现在这种关系很微妙 只要陈远稍微有点表示 徐乐乐就会成为他的女朋友 但被这样照顾 反而是陈远有些不好意思 乐乐你来照顾我三天了 我每天都在打游戏 你没什么意见吗 这三天来陈远每天混吃混喝 而徐乐乐每天都会过来做饭 打扫卫生 给陈远煲汤 还给他洗衣服 说句毫不夸张的话 徐乐乐简直就是人间仙女 并且每件事 徐乐乐都打理的很好 陈远平心而论的在想 就算他自己的亲妈 对他都没有这么无微不止 可徐乐乐并不在意 这是你自己的家呀 你想干嘛就干嘛 我为什么要有意见呢 陈远又说 那你就不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 是个混吃混喝的死宅吗 怎么会呢远哥哥 你前几天天梯才八百分 今天就已经达到了九千九百了 我从没见过比你更有上进心的男人 徐乐乐说完还不忘竖起大拇指 给出了陈远认真的谈定 现在陈远心里复杂无比 你们这些女的不是最讨厌男的打游戏吗 我都这么混吃等死了 居然还能收获表扬 真是罪了 随后陈远便打算出门办事 见陈远出门 徐乐乐问道 远哥哥要出门吗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陈远很干脆的回应 我去谈点生意上的事 不太方便 这样呀 那远哥哥路上小心捏 徐乐乐见好就收 因为他深知一个道理 男人最介意的就是个人空间 太黏人了只会给他们压迫感 让他们开始疏远你 像我这样润无戏无声才是王道 这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 等远哥哥习惯了我在左右 他就会离不开我 想到这里徐乐乐有些激动 因为现在他的迎面最大 论辞尽他徐乐乐还从没输过 现在不管是笑话还是什么初恋 甚至是前女友和当红女星 徐乐乐都有信心能赢过他们 率先拿下陈远 这是徐乐乐的自信 他坚定地认为 在这样要不了多久 陈远就会有女朋友了 而陈远的女朋友就是他徐乐乐 身价千亿的女星镜亲自迎接贵宾 无数企业高管都对他毕恭毕敬 只因这个男人是传说中的燕总 燕总受邀来确定影视城选址问题 有人觉得一线城市好 也有人觉得二线城市好 可燕总却要把一千亿的影视城 现在自己的老家 一个六线城市 此时高悬营的公司大楼下 这里聚集了很多人 今天是怎么了 有什么活动吗 好像听说有什么人要来吧 听说是咱们公司的投资人今天要来 连高总都亲自下来迎接了 你说的投资人难道是内论 前几天发布会上说的燕总 此时整个公司的人都在楼下 高悬营为陈远举行了最荣重的欢迎礼 就在这时一道急促的刹车声发出 高悬营知道陈远来了 现在她对陈远是一万个喜欢 于是她立马走向前去说道 燕总你总算来了 如果没有陈远的帮助 高悬营早就被黑星导演虎爷陷害 可以说高悬营现在拥有的都是陈远给的 见高悬营这么热情 陈远竟有些不好意思 高高悬营你好歹也是个大明星 亲自下来接我也太高调了吧 高悬营丝毫不在意 甚至主动挽住了陈远的手 你可是我们的投资人 这点礼仪还是要有的 不知为何 现在高悬营看陈远越来越顺眼了 她总觉得在陈远身边特别有安全感 高悬营确信自己好像真的喜欢上陈远了 欢迎燕总来悬营影视公司指导考察 这时一直在楼下公营的企业高管们 都是集体向陈远发出了90度的鞠躬 可以是说排面完全拉满了 看着这一幕 陈远有些不自在地说道 这些也是你安排的 这样太高调下次可不许这样了 陈远本就不喜欢高调 低调才是她最擅长的方式 高悬营调皮地看向陈远 明白明白知道你喜欢低调 但毕竟陈远是第一次来考察 所以高悬营知道排面必须要拉满 毕竟没有哪个男人不爱面子 果然此刻陈远嘚瑟的表情都开始演绎了 她虽然嘴上说不喜欢这样高调 但真正体验过后 还是不自觉地笑出了声 高悬营心中一声冷哼 臭男人真虚伪 明明觉得很享受装什么装 随后陈远和高悬营进入了会议室 解说员对着屏幕说道 今天这次会议主要是要确定一下 咱们接下来千亿影视城的大致选址问题 我的建议是在一线城市选址 人才多容易吸引合作商 还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解说员的想法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可高悬营却不这么认为 首先一线城市地价太高 既然是影视城何必选一线呢 我觉得二线三线都比较合适 高悬营的想法代表了一些老板的想法 随后杨导演也开始发表意见 非也非也 我觉得在神农架比较合适 那里更贴近大自然 我们取景也会更方便 三人发表完意见后 又同时看向陈远并说道 燕总您觉得哪个方案更好呢 他们虽然都发表了意见 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陈远手里 这也是他们的共识 啥情况 我的想法很重要吗 陈远是真的没想到 几人聊着聊着又聊到了自己身上 并且现在似乎还要让自己做决定 一想到这里陈远就有些头大 以至于刚恢复的表情又开始了演绎 这是当然了 你是投资人 最后做决定的肯定是你 我们本质上都是在给你打工 高悬营微微一笑 将事情的本质解释给陈远听 虽然他知道陈远并不在乎这些 但他认为还是要说清楚 那好吧 我拍板就我拍板 说实话我觉得这三个方案都不行 思考片刻后 陈远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 我觉得就选这里吧 陈远打开地图 然后在一个地区画上了圈 而这里就将会是影视城最终的选址 可这时解说员却惊叫出声 这里不是天门市吗 这个地方很偏僻 而且没机场没大学 没有发展潜力 虽然有钱的老板很多 就是因为没潜力 所以这里地址很便宜 咱们可以大涨红土 这里说句题外话 团子老家就在天门旁边 离市区很近 总体来说天门确实只是个小城市 这时有人附和 我觉得燕总说的有道理 他的钱他爱咋花就咋花 但天门也太偏了吧 难道说燕总有什么别的考量 他的商业眼光应该比我们更长远 陈远心里想的是 我老家就是天门的 天门啥样我能不知道吗 这一千亿亏定了 我说的耶稣来了都没用 毕竟这群人的方案 挣钱的可能性太大了 而陈远要的是花钱不是赚钱 是要萌萌花越多越好 最终陈远开口说道 我决定了 一千亿投资天门市 那么影视城真的会像陈远所说 会亏钱吗 那么疯了 燕总他终于疯了 一般直播平台和主播的收益都是五五分 黑心点的更有三期 可燕总居然要二八分 公司二主播八 他要倒贴钱来养活所有女主播 做完决定他就给赵玉琪打了五十亿 此时陈远已经做好决定 将一千亿的影视城建在老家天门市 由于陈远决定的很快 于是这个会议也很快就结束了 员工们头一次这么早下班 就感觉燕总谈的不是一千亿 而是一千块的买卖 现在陈远在众人眼里 又像天才又像魔鬼 让人非常看不透 落实影视城的选址后 陈远便和高玄银告别 陈远的想法是 只要他们选在天门市那个六线小城市 一定会赔钱并且还是超级加倍的赔 到时候陈远就可以追加资金继续赔钱 就在这时陈远的手机响起 仔细一看竟是赵玉琪发来的视频通话 并且还不是语音电话 一般都是重要的事才会发视频 接通后赵玉琪说道 陈远之前和你说要商量招聘的事 现在开个电话会议 想跟你好好聊一下 你准备怎么做决定 突然赵玉琪很是疑惑 陈远你怎么在大街上 陈远刚从高玄银那里离开 现在正在街上闲逛 陈远你不会根本就忘记了这件事的 这可是我们之前说好了的 赵玉琪有些生气 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正事 但是对陈远来说 这些都不是正事 只有亏钱才是正事 亏得越多越好 被这么一说陈远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怎么会呢 我这不是觉得外面信号比较好吗 并且外面空气也好 随便编了个很差劲的理由后 陈远心里也是一阵紧张 他记得是有这一件事 可自己却差点搞忘了 毕竟答应过别人的事还是要遵守的 随后赵玉琪说起了正事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因为发布会的关系 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我们大猫TV了 但是目前我们遇到了难题 主播的收入需要和直播平台分成 目前主流平台的分成是无比5 比较黑心的是3比7 我觉得我们大猫应该做良心的平台 所以希望定在6比4 这样对主播也比较有吸引力 但是公司有经验的管理层们认为 这样分成公司太亏了 运营成本会加大 陈远不知道的是 此时她的样子正投影在大屏幕上 这时沈淑仪也发表了意见 是的我们认为维持在5比5的分成即可 如果进一步让利 长久下去公司必然会亏损严重 这是经验和教训 当听到亏损这两个字的时候 陈远就像打了鸡血般激动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亏损 由于太过激动 陈远的表情有些争鸣更有些严育 沈淑仪还以为陈远也害怕亏钱 于是继续补充道 是的大猫本来就是亏损状态 如果进一步亏损的话 资金缺口会很大 得到这个消息后陈远笑了 因为她太喜欢亏损了 尤其是这种规模很大的亏钱 只有这样她才能赚得更多 于是陈远立马就做了个决定 这样吧 八二分 公司二主播八 我们要做良心平台 怎么能剥虚女性呢 一番思考后陈远说出了决定 可会议室的众人却怀疑自己听错了 一时间没一个人说话 因为八二分百分之一万会亏钱 所以目光要长远知道吗 我们就用这个分成 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占市场 我相信消息一旦爆出 会有无数主播跳槽来大猫 在当下群雄割剧的市场杀出一条血路 钱不用担心 我有的是 我的话讲完了 谁赞成谁反对 事实上也没人能反对陈远 因为他才是最大的老板 而老板的决定就算反对也是没用的 果然一群管理都陷入了承诺 他们肯定是不赞同的 但是他们也知道反对是没用的 所以还不如不说 就在这时赵玉奇的手机提示声响起 打开一看 您的账户收到转账金额五十亿 请注意查收 赵玉奇有些惊讶 陈远竟然这么快就把五十亿打过来了 他这是铁了心要做到贴钱的买卖了 而陈远也确实是铁了心 给我狠狠地亏 你们狠狠亏我才能狠狠地反现 但陈远的这波操作 真的会亏钱吗 这给孝花打了五十亿 孝花就对燕总发起了告白 而燕总的想法是 等他们把钱败光 就会更加离不开自己 到时候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此时办公会议中 一个经理见赵玉奇有些发呆于是问道 赵总你怎么突然愣住了 刚才燕总给我打了五十亿 由于太过不真实 赵玉奇甚至都觉得这可能是一场梦 但出于对陈远的了解 他知道这就是真的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全部惊掉了下巴 这就打钱过来了 而且还是五十亿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那个燕总会这么打击 本以为老板是个小姑娘 公司开展业务应该比较艰难 没想到人家直接一立详实惠啊 虽然早知道燕总有实力 没想到居然是这种实力 我当时真是猪油蒙了心去招惹他 好在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赵玉奇喝着咖啡也在想 陈远的想法天马行空 看似荒诞却给我指出了一条 从未有过的道路 他可真是个天才 但为什么钱没打到公司对公账户 而是给我本人呢 一般投资方打的钱都会打到公司账户 而陈远却没有这么做 看着陈远赵玉奇在想这件事 突然他想到了原因 陈远肯定是怕我年轻难以服众 钱在我手里由我来分配 他们就必须看我的脸色 无条件服从我 一定是这样没错 陈远他真的是太为我着想了 他居然能考虑得这么细致入微 真的好温柔 他真的我哭死 虽然赵玉奇现在已经是大猫的老板 但还是改不掉爱幻想的毛病 果然 另一边的陈远正在自语 突然才想起来 刚才50亿应该打到副会长公司对公账户里的 并不是陈远有多么的细致入微 而只是他单纯的搞错了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呢 陈远有些小纠结 毕竟这算是一个小失误 就在这时他手机提示音响起 信息是赵玉奇发来的 老公谢谢你 虽然只有短短五个字 但里面却包含了赵玉奇对陈远的爱意 陈远有些发懵 副会长这是怎么了 突然就告白起来了 是因为刚才那50亿吗 肯定是这样的 他以为我在特殊照顾他 不过这样也好 陈远只需要他们努力花钱 并且狠狠地败家就可以了 越是败家陈远就越开心 到时候他就可以继续投资 然后获得更多的返现 最为重要的是 等他们把这些钱败光创业失败后 就会情绪低落 更加依赖陈远 那个时候陈远就是他们的唯一 是绝对不能失去的人 而那时陈远就是最自由的男人 而且到时候他们的好感度 绝对能突破100点 一想到这里陈远就更加开心 他很期待好感突破100后的奖励 与此同时赵玉奇也回过了神来 各位同仁就在刚才 我们的投资人给咱们公司打了50亿 这笔钱就是咱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战略资金 其实在陈远打完这笔钱的时候 赵玉奇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打算将想法运用起来 如果成功那效果绝对无敌 能将直播领域带向一个新的高度 赵玉奇大手一挥说道 从今天起公司正式启动997工作址 所有人薪水翻倍 年终奖翻倍 你们有没有信心让大猫成为行业第一 现在赵玉奇是有野心的 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给员工最好的待遇 因为只有员工工资高 他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来工作 而且他现在也不缺了 毕竟陈远一给就是以异为单位 接下来只需要运营就可以盈利了 当员工听到赵玉奇的话后 他们全部亢奋了起来 一个个眼里都是钱 他们恨不得现在就投入到工作中 陈远看到了吗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要让大猫铸造辉煌 我要证明我赵玉奇才是配得上你的女人 有了这股信念后 赵玉奇也充满了干劲 夜色降临 陈远再次来到了徐乐乐买的那套房子内 刚进门陈远发现屋里是黑的 乐乐居然不在吗 最近徐乐乐都住在这里 今天看样子是出门了 突然陈远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纸条 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 陈远拿起纸条 大概知道是徐乐乐留给他的 纸条内容为 远哥哥今天我有点是要回家一趟 晚饭你自己解决哦 爱你的乐乐 他来了 烟总回老家遇到了小学同学 他没选择高调回家 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女生 而他正是童年玩伴王梦梦 由于陈远回到新家没发现徐乐乐 并且徐乐乐还留了张纸条说今天有事 陈远就知道徐乐乐又在玩玉琴故纵 这是徐乐乐最擅长的把戏 他先是借着照顾陈远 然后让陈远对他产生依赖的 再猛的抽离让陈远产生不适 不得不说徐乐乐的确有手段 陈远也有些佩服他了 因为这几天陈远确实有些习惯上他 徐乐乐这突然离开 搞得陈远还真的有些不自在 虽然陈远知道徐乐乐在耍小心机 但却也讨厌不起来 可能这就是徐乐乐厉害的地方吧 他跟别的女生不同 徐乐乐只想得到陈远的爱 但别人可能更看重的是利益 所以徐乐乐在陈远心里 是占据了重要位置的 陈远就这么躺在沙发上醒了 想着想着他突然发现 好像很久没这么一个人安静待着了 可能是触景生情 陈远又想起了老家想起了父母 他也不知道现在父母过得怎么样了 于是陈远打算回家看看 毕竟他也有很长时间没回去过 就这样陈远第二天就买了车票 目的地是老家天门市 陈远在汉城 离天门并不算远 也就一个多小时陈远就到达了天门站 不过接下来陈远需要坐大巴车 因为他家比较偏 这个路程也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终于到了 以前怎么没觉得回家这么辛苦 呼吸着老家的空气 陈远发出了感叹 他发现这不停的坐车搞不怕很累 难道是我最近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陈远也搞不懂 按道理他的体质早已异于常人 不该这么轻易产生疲惫的 陈远拖着行李箱在想 可惜不能开劳斯来撕回村装备 不然爸妈肯定问我是不是给人家做了倒叉门 所以陈远什么都没带 这也符合他一直低调行事的性格 就在这时响起了喇叭声 并且车内之人叫了起来 陈远竟是你小子 陈远回头望去 一瞬间他就认出了此人 车内的人叫郑彪 是他小学同学 只见郑彪现在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白白净净的 还在念书吗 念出什么名堂了没有啊 陈远淡淡回忆 我在汉城那边上学呢 放假了回家一趟 来上车 我带你掌掌见识 郑彪还以为陈远混得不好 他打算在陈远面前小装一搏 这也是很多人的天气 陈远干脆就配合他 我去郑彪 这是你的车吗 你都开上奔驰了 你也太厉害了吧 郑彪被陈远这么一夸 脸上的肥肉瞬间乱颤 他笑着说道 什么郑彪叫我彪哥 你说你读了那么多年书 一点屁用都没有 我现在做直播卖水产 赚的可多了 陈远当场竖起大拇指继续夸道 彪哥你也太牛了 郑彪很享受这种被人夸的感觉 尤其是以前的同学 我爹以前老说我不如你 现在真该让他来看看 谁才是真的有出息 就在这时 前方出现了一位双马尾女生的背影 女孩打扮得青春靓丽 而车内的两人瞬间被他吸引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女生长相至少9点5分 就算和秦冰雪或者萧若雨相比 他也丝毫不逊色 而且陈远和郑彪都认识他 因为他们是一个村的 从小一起长大 陈远终于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王梦梦吗 小时候总喜欢跟在他身边的那个丫头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他完全大变样了 老王家的闺女越来越水灵了 大城市的女孩都没他漂亮 要是能做我女朋友就好了 郑彪说着说着口水就流了一地 然后郑彪把车停在了王梦梦面前 他要跟王梦梦打招呼 而王梦梦立马就看到了车里的陈远 于是他一脸欢喜地说道 远哥哥你回来了 你变高了也变帅了 现在王梦梦看陈远的眼神 似乎很是喜欢 总回趟老家就多了个妹妹 可妹妹似乎很喜欢燕总 并且还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看着现在的王梦梦 陈远感慨万分 这才几年而已 王梦梦的颜值简直堪比基因突变 更难得的是这妮子完全清水出芙蓉 和陈远之前见过的所有女生都不同 看着王梦梦可爱的脸蛋 陈远老脸竟泛起了一丝红欲 梦梦都长这么大了 作业写完了没有啊 陈远下车后揉了揉王梦梦的脑袋 而王梦梦似乎并不讨厌这样 反而很喜欢 因为陈远在他心中有着很重要的立位 陈远哥人家都高中毕业了 已经不用写作业了 你都不关心人家 而且我也不是小姑娘了 你不能乱摸我的头 突然王梦梦一头埋怨 毕竟她只是个小姑娘 表面上肯定还是要矜持的 这时郑彪也下了车 梦梦真是越来越水了 干脆跟着彪哥我做老婆吧 念书屁用都没有 跟着彪哥吃香的喝辣的 郑彪见王梦梦女大师八遍 顿时起了邪念 想把这个纯洁的女孩娶来做老婆 乃至王梦梦听完却是冷哼一声 我才不要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太胖了 王梦梦毫不留情 直接拒绝了郑彪 甚至都不愿多看她一眼 郑彪早已被王梦梦迷的神魂颠倒 她说她可以减肥 只要能娶王梦梦当老婆 郑彪觉得付出任何代价都值了 毕竟这种姑娘哪怕是在大城市 也是万里挑一的存在 可这时王梦梦说出了更狠的一句话 你太老了都22 走开了脏东西 在王梦梦眼里 除了她的陈远哥 其他男的都入不了她的眼 与此同时舔狗行动也正式开始 王梦梦和陈远绑定成功 王梦梦颜值9.5分 她现在对陈远的好感为30点 好感度达到95 将会成为陈远的舔狗 如果成功逆袭将会获得35强化点 以及演唱精通技能 但突然系统再次提示 由于该女生对宿主好感度过高 绑定失败 陈远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 以往都是一见面就能绑定 但现在却反过来了 就连陈远也在感叹 没想到系统对王梦梦的颜值评分这么高 是因为未经雕琢的缘故吗 在系统眼里王梦梦和其他女生不同 是有些特殊的存在 我最擅长这个 一想到这里陈远就扑哨扑哨地笑出了声 于是陈远搭着郑彪的肩膀说道 梦梦你怎么说话的 彪哥看得上你是给你面子 不要给脸不要脸知道吗 读书有个屁用啊 你看彪哥现在开大奔了 你难道想一辈子留在这个破地方做村公吗 陈远说得很难听 这些话在刚满18岁的王梦梦心里 留下了强大的心理冲击 一瞬间他对陈远的好感就降低了十分 说得没错 陈远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郑彪实在是太爽了 因为陈远的话给足了他面子 而郑彪也真的没想到陈远这小子 出去历练了几年情商变得这么高了 大学生了不起吗 还不是要喊劳资一声彪哥 陈远哥你明明 你怎么这样 被陈远说了几句后 王梦梦眼中当场就掉出了小珍珠 他很委屈 他明明记得陈远不是这样的 可现在居然这么说自己 不过在王梦梦伤心落泪的同时 他的好感也降低到了零 这一刻两人的舔狗关系终于绑定成功 而陈远也终于开心地比了个眼 拿捏女生对现在的陈远来说 实在太简单 陈远我讨厌你 王梦梦一边大哭一边离开了这里 现在陈远在他心中的形象破灭了 再也不是那个温柔的大哥哥 而是个只会拍马屁的下头男 对不起了梦梦 实在是强化点太诱人了 如果是以前的陈远肯定不会这样 但经历了太多后 陈远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只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攻略妹子获得强化点 片刻后陈远拖着行李箱 来到了自家院门口 爸妈我回来了 陈远朝屋里大叫 还以为会和往常一样 爸妈会热情地出来迎接自己 然而这次却没人回应 并且家里大门还被锁了 陈远有些疑惑 居然没人在家 这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门口有人叫住了陈远 陈远你别喊了 你过来一下 我给你说点事 陈远认了出来 那是隔壁的罗阿姨 来到罗阿姨面前陈远问道 啥事啊罗阿姨 你最近还是出去避避风头 暂时别回家了 你家摊上事了 摊上什么事了 难道村里要搞拆迁强拆我家 你在做什么梦 村里拆迁哪轮的到你家 少看点小说吧 是这样的你听好了 你爸爸和王梦梦的妈妈 就是你唐阿姨私奔了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 你妈气得直接回娘家了 面对这电视剧里的情节 陈远又会如何处理呢 孟梦竟是燕总的亲妹妹 并且燕总居然还绑定了她 而现在王梦梦的父亲 也知道了真相 原来陈远的父亲 和王梦梦的母亲私奔了 罗阿姨将这一切都讲给了陈远 唐阿姨和陈远他爸是初恋 两个人从小感情就好 是让人羡慕的一对 但唐阿姨家里嫌陈远他爸穷 不同意这门婚事 于是就棒打鸳鸯 最后唐阿姨嫁给了王叔 也就是现在王梦梦的父亲 虽然两人都各自有了家庭 但两人的感情却一直存在 不过他们并没有破坏对方家庭 只是选择把感情默默藏在心里 可事情就出现在王梦梦出生后 大家都说她长得不像他爸 倒是有点像陈远他爸 久而久之老王心里就有了疙瘩 老王认为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于是老王就带着王梦梦去做亲子鉴定 他发现王梦梦确实不是他亲生的 准备去找陈远他爸 结果陈远他爸直接就带着唐阿姨私奔了 这下好了直接实锤了 当陈远听到这里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这剧情比小说电视剧还要离谱 陈远甚至怀疑自己还在做梦 但这就是事实 我爸居然带着唐阿姨私奔了 这可比我做海王牛多了 我这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所以罗阿姨你的意思是 王梦梦是我亲妹妹 应该大概可能是有八九是这样的 现在一切矛头都指向陈远他爸 而王梦梦也确实不是老王亲生的 所以王梦梦是陈远亲妹妹的可能性非常大 想到这里陈远再也不能淡定 他心中疯狂尖叫 所以我刚才绑定了我亲妹妹 为了绑定我甚至还PUA他 我特么真是个铁杵生 这一刻陈远在心中怒骂了自己一万点 如果知道王梦梦是他亲妹妹 陈远心疼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这样对他 想着想着陈远直接给自己扇了一耳光 他觉得自己太不是个东西了 简直比动物还要杵生 罗阿姨连忙阻止 小远你别这样 这是你爹做的缺德事 你不要惩罚你自己啊 随后陈远擦了擦嘴角 然后朝远外走去 罗阿姨我没事的不用担心我 罗阿姨还是有些不放心 担心陈远会做傻事 毕竟这种事对人的打击确实太大 罗阿姨心中一叹 小远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死板了 道德感太强 以后肯定要吃亏 现在陈远已经想开了 既然王梦梦是我亲妹妹 那我一定要保护好她 郑彪这个狗东西休想碰她一根头发 不管是谁都别想动她 陈远并不是在说大话 现在的她完全有这个实力 与此同时王梦梦家里 现在王梦梦刚洗完衣服 准备晾在衣架上晒 王梦梦自言自语 我真的搞不懂这个陈远 出去念了几年书 怎么变成这个德行 我以后上了大学也会变成这样吗 一直在村里待着的王梦梦还以为 只要出去人就会变 她甚至开始怀疑念书 难道真的没用吗 一想到这里 她就产生了一丝动脑 因为她不想念 不想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就在这十院门被人踹开 并且还伴随着一道怒吼声 人的都死哪去了 有人没人啊 从声音得知此人非常生气 瓦德过的都是什么屁日子 只见一个醉汉拿着酒瓶 一脸愤怒的大叫 他就是王梦梦的父亲老王 准确来说已经不算是他父亲了 爸你回来了 爸你干什么呀 大白天的喝成这样 不知为何王梦梦看到这样的父亲 他心里有些害怕 因为现在的父亲和以往都不一样 很让人生味 还叫我爸 呵呵呵爸 老王听到王梦梦叫自己爸 心中的怒火就变得更加强烈 这是他无法抹去的头 是不能被人提起的伤 可现在却从养育了十八年的女儿口中说出 于是他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谁是你爸 你个野种 老子不是你爸 老王一边大叫一边扇向了王梦梦的脸 他那吹弹可破的秀脸 当场便被扇得通红 而这一巴掌也当场将王梦梦扇哭 但就在老王要继续打王梦梦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一声大叫 住手别打了 是一直在用突破人类记录奔跑的陈远 他终于赶到了 而老王下意识发出大叫 是你陈建明 你居然还敢来 说明一下陈建明是陈远父亲的名字 也在想解决办法 他绝不能允许王梦梦再受一点伤害 老王一边怒骂一边走向墙角 那里有着一把割刀骨的镰刀 现在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浑身被愤怒充斥着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灭掉眼前这个男人 是他夺走了自己的一切 是他毁了自己的家庭 他就是罪魁祸首 但事实真的只是这样吗